自己为了达到今天这个位置,放弃了太多太多,一个受够了世俗黑暗肮脏轻染的人,看到理想中的人出现自然会厌恶到极致,因为这种人的出现刺痛了苍红那颗早已死去的初心,快起来,快起来,老先生你真是的,小孩子闹着玩,你这么严肃干什么,有什么事,说清楚不就行了,事情接近尾声,那蓝信德这才后知后觉地将苍红搀扶了起来,文言老者瞥了一眼狮神苍红,淡淡道,欲不拙不成器,这是对他的一种磨练, 先生来我华阳天做客,那就让我们华阳天敬一下地主之意,接下来就有我真意图,带诸位游览一下华阳天吧,说完,老者起身走了,只留下苍红一人站在原地,前辈,这边请吧,苍红淡淡地说了一句,整个人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此处是华阳天的去够泉,泡在泉水之中,可以洗去一切负面影响,苍红面无表情地介绍着,看着面前的泉水,那蓝信德眉头一扬,说道,真的可以洗去一切负面影响 是的,世间一切负面影响都可以洗去,我看不见得,至少这泉水,洗不去你心中的污秽和杀意 文言,苍红抬头看向那蓝信德,先被实力高强,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呵呵呵,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怪到实力上面 当初在八宝斋的时候,你比陈十三强了不知多少,甚至可以随意掌控他的生死 但你让陈十三低头了吗?呵,听到这话,苍红冷笑了一声,然后看向一旁的陈十三 我确实没能让他低头,但他这样的人,在修行界会死得很快很惨 哪怕前辈,你护着他也没用,因为总有一天,这世上会出现连前辈你也对付不了的人 没错,他可能会死得很惨,但这样的人依旧值得让人尊敬,不是吗? 此话一出,苍红的神情更加落寞了 是啊,陈十三这样的人确实值得让人尊敬,因为他是所有人最开始的模样 但面对残酷的现实,大多数人都放弃了最开始的样子 他陈十三做到了大多数人都做不到的事,他真的很厉害 但正是因为这样,自己才会讨厌他 哄,剧烈的晃动打断了苍红的思绪 书呆子快来帮忙,你看我找到了什么 白泽的声音在整个洞天中回荡 一座宏伟的青铜古墊被白泽拖了出来 刷,事情刚刚发生,苍红就被纳兰信德推了一下 虽然只是轻轻的一推,但苍红却以一种极快的速度飞了出去 你是一个可怜人,我不杀你,希望你有一天能脱离苦海 望着飞出去的苍红,纳兰信德笑着说了一句 做完一切,纳兰信德抬头看向了空中的青铜古墊 怪不得白泽会针对华阳洞天,原来是这东西 华阳洞天,你们这是在玩火啊 话音落,纳兰信德的身影出现在了空中 并且拦住了华阳洞天的所有大能 第218章,全部打死,不祥再现 纳兰信德拦住了众多大能 而白泽正用神力幻化的链子拉着青铜古墊到处乱跑 书呆子,快揍死他们 这东西太沉了,本大爷快拉不动了 听到白泽的话,华阳洞天的人脸色更黑了 道友,就此离去,华阳洞天可以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 对于华阳洞天的威胁,纳兰信德笑着向远处的白泽说道 把东西还给人家吧 你突然抢人家的东西,道理上说不过去啊 文言正在狂奔的白泽停下了脚步 只见他双脚站立,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骂道 呸,谁说这东西是他们的,这是本大爷捡的 那家伙说过,谁敢碰这东西,有一个算一个,都得死 此话一出,纳兰信德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白泽口中的那家伙是谁,自己心中一清二楚 自己虽然知道青铜古墊的来历很大 但自己从没想过,先生会这般重视青铜古墊 如此看来,这次的事情恐怕有些大 想到这,纳兰信德开口道 诸位,刚刚的话你们也听到了 谁碰这东西,谁就得死 你们现在退下,我可以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狂妄 话音刚落,一位命登镜的高手飞向了纳兰信德 见状,纳兰信德嘴唇微张 一个金色的文字就从嘴中飞了出来 震 哄 一位命登镜高手就这样被纳兰信德轻松镇压 见状,先前招待纳兰信德的老者眉头一扬 说道 言出随法 想不到华阳洞天居然能碰到一位神镜高手 可就算是神镜高手,也不能在华阳洞天撒野 今天,你们走不了了 嗡 说完,老者气势猛然爆发 一盏金灿灿的命灯悬浮在他的头顶 谋 牛叫响彻整个天地 哄 纳兰信德瞬间被一只金色的拳头打飞了出去 三座大山在寝客间就支离破碎 如此大的动静,也吓得白泽撒鸭子开跑 因为他也在这拳头的笼罩之下 父子 看到纳兰信德出事,陈十三下意识地叫了一声 然后就要拔剑冲出去 可是刚有所行动,天旋手就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放心,父子没事,你看上面 顺着天旋失忆的方向看去 陈十三发现被打飞的纳兰信德不知何时出现在了更高的地方 则则 看着被打垮的三座大山,纳兰信德满脸的嫌弃 身为修士,打架能不能不要这么粗鲁 还好我闪得够快,不然可是有失风度的 说着,纳兰信德看向了下方的老者 鸵牛,上古一种,奇力可搬山填海 这等异象配上你搬血镜的实力确实有些棘手 自学到以来,我还没有和你这样的高手好好地讲一讲道理 今天就拿你试一试吧 说完,纳兰信德盘歇而坐 一本金色的书籍出现在他手上 刹时间,朗朗读书生在华阳洞天内回荡 无数的金色文字化为锁链,拴住了众人 面对纳兰信德的手段 华阳洞天的人自然是奋力反抗 然而,除了搬血镜的那位老者之外 其他人根本就正脱不了身上的金色锁链 眼见纳兰信德占据了上风 四处乱窜的白泽停了下来 老邦蔡,你继续嚣张呀 看到没有,我身边随便一个小书童 就能打得你们满地找牙 就你们这种货色,还想说是本大爷 再练一万年吧 面对白泽嚣张的话语 被金色锁链缠住的老者并没有说什么 他只是默默地应付着纳兰信德的攻击 准确地来说 他似乎并没有担心纳兰信德强悍的实力 问 就在白泽以为大局已定的时候 华阳洞天深处突然传来了一阵强大的威压 只见黑色的海洋升起 然后化为一只滔天巨手抓向纳兰信德 这些黑色的能量当中 充斥着暴虐、杀戮等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 同时 随着黑色能量的出现 华阳洞天几位大能的气势也在飞快上涨 仅仅只是片刻之间 他们就成功跨越了一个大境界 看到这一幕 先前还嚣张无比的白泽 此时差点没把魂给吓飞了 别人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他可是知道的一清二楚呀 强大的危机 让一向吊锒铛的白泽也认真了起来 两只鹿角从头顶冒了出来 圣洁的光芒将白泽彻底笼罩 有了白泽散发出来的光芒 黑色巨手的气势也减弱了几分 可是黑色巨手 攻向纳兰信德的力道依旧不减 刷 纳兰信德出手了 足以开天辟地的剑气斩断了巨手 同时也将华阳洞天的众多高手 斩飞了出去 然而一击过后 被斩断的巨手再次合拢 甚至气势还比先前要强大几分 见状 纳兰信德皱眉看向了手中的戒指 只见那戒指上缠绕着一丝黑气 就如同复古之躯一样难以跟除 书呆子 这东西会吞噬神力 一般的攻击是不起作用的 用火 这玩意怕火 听到白泽的提醒 纳兰信德反手写下了一个缝字 一时间 熊熊大火覆盖了大半个华阳洞天 然而 面对这熊熊大火 不但黑色巨手没有丝毫影响 就连那些被黑气笼罩的修饰也没有影响 哎呀 都说了不要用法术 用更厉害的火 这种火不行 看见攻击手段没起作用 白泽差点没计风了 面对白泽的话 那蓝信德想了想 一盏石头命灯出现在了头顶 呼 一缕橘黄色的小火苗飞进了火海之中 有了小火苗的加入 那些被黑气笼罩的大能立马惨叫了起来 而那黑色巨手也在以极快的速度缩小 哼 一声冷哼从黑暗深处传来 感受到这等动静 每一等黑暗中的存在刷先出手 那蓝信德直接冲进了黑暗之中 躲在暗处的存在实力太强 若是让他出来 陈十三他们就危险了 第219章 撒欢的白泽 事态愈发严重 那蓝信德和黑暗深处的存在 战斗在了一起 而华阳洞天的人 则可以腾出手来对付白泽他们了 眼见那些人 已经将陈十三他们包围 空中的白泽 一个飘移调转方向 以万夫不可挡之势 冲开了包围圈 带走了陈十三等人巨大的青铜古殿 在某种方面上来说 是一种累赘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 这也是一件神兵戾气 放眼整个华阳洞天 没有谁想被这高速行驶的青铜古殿撞上一下 不说别的 就凭青铜古殿那恐怖的重量 命灯镜之下的修饰 碰着就死 命灯镜以上的修饰 不死也得残 小黑 那黑色的巨手是什么 望着远处的黑暗 陈十三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这个你不需要知道 你只要记住 这东西会害死人就行了 以后你们如果看到有人用这种东西 你们要立刻杀光他们 不要有半点犹豫 华洋洞天这帮人居然敢动这东西 而且还 哄 白泽的话还没说完 青铜古殿上突然传来了一股剧力 直接将白泽带飞了出去 如此的颠簸 差点就把陈十三等人震飞了出去 等白泽勉强稳住身形之后 才发现 刚刚是有人打了青铜古殿一拳 而此人正是那位斑血镜的老者 哎呀 你个老帮菜 真以为本大爷怕你啊 接二连三地被围堵 白泽的脾气也上来了 只见他大嘴一张 一根晶莹剔透的大棒骨就飞了出来 老帮菜 看招 白泽两只爪子握住大棒骨 狠狠地砸向了斑血镜的老者 哄 大棒骨和拳头狠狠地碰撞在了一起 斑血镜老者被白泽打退了几步 而白泽则是飞出去了牢远 借助这股反正的力道 白泽又开始了撒鸭子狂奔 老帮菜 有种你来追大爷我啊 追上了我 我给你舔我的爪子 白泽一边逃跑 一边疯狂嘲讽 看着到处撒欢的白泽 老者恨得那是牙痒痒 上次这条死狗来惹事 运气好被他跑了 这一次自己一定要抓住他 如果不将他包皮拆骨 如何能削自己的心头之恨 想到这 斑血镜老者当即运转全身力量追了上去 然而 理想很丰满 现实却很残酷 白泽的实力虽不算强 但这耐不住这家伙 皮操肉厚 而且跑得快啊 各种各样的遁数这死狗用的炉火纯青 更离谱的是 这家伙什么都懂一点 幻术 阵法 神石攻击 法术 天下诸斑手段 就没有他不知道的 正是因为他什么都知道 所以华阳天根本就没办法拦住他 一般的手段 别说拦住他 就连他身后那座急速行驶的青铜骨垫都拦不住 可如果不用一般的手段 这家伙又死活不往陷阱里面钻 一旦发现前面有阵法阻拦 这死狗立马就来个飘移 利用身后的青铜骨垫大肆破坏阵法 更为离谱的是 这家伙非常抗奏 自己瞅准时机打了他两下 虽然将他打得哀嚎不断 可是他四肢爪子奔跑的速度却更快了 挨打之后 他不但跑得异常欢快 而且还能抽时间转头向自己吐口水轰 就在白泽撒欢的奔跑时 黑暗深处传来了巨大的动静 浑身燃烧着橘黄色火焰的纳兰信德飞了出来 咔 一把拽断白泽身后的链子 纳兰信德挥手在青铜骨垫上写下了一篇百字文章 当 青铜骨垫被纳兰信德狠狠地拍向了黑暗之中 做完一切 纳兰信德直接以大法力撕开华阳天的阵法和空间 带着众人溜了 片刻之后 黑暗中传来了冰冷的声音 从今日起 华阳动天全力追杀他们不死不休 碰 哎呦 书呆子 你就不能轻点呀 白泽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对于如此粗鲁的行为 白泽立马就开始抱怨了起来 只不过 现在的那蓝信德压根就没时间搭理他 橘黄色的火焰在胸口凝聚 灼热的温度将一团黑色的东西给逼了出来 驱除寄存在体内的东西 那蓝信德的脸也有些苍白 十三 你们先去旁边玩一下 我有些事要和白泽说 听到这话 陈十三等人立马乖巧地离开了 因为他们知道 这种事情不是他们可以插手的 等三人走后 那蓝信德看着被火焰包裹的黑色力量 开口道 这东西是什么 青铜骨殿下镇压的不祥 这东西是什么来历 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东西的特性 面对这个问题 白泽立马眼神飘忽了起来 我就是知道 至于怎么知道的 我不会告诉你的 看着白泽的表情 那蓝信德立马就猜到 这件事和先生有关 以白泽的手段 他没能力去研究这种东西 唯一的可能 就是陈长生在研究这东西 白泽只是了解到了一些 先生留在佛国迟迟不肯出来 除了布局佛国之外 是不是还因为这东西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上次在小世界见到陈长生的神时 我感觉他身上少了一股熟悉的味道 这味道 应该是那些光头的 面对白泽含糊其词的话 那蓝信德也严肃了起来 能让先生如此看重 而且给白泽下封口令的事情 绝对不一般 这件事情 白泽估计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唯一的解决办法 那就是前往佛国找到陈长生 想到这 那蓝信德开口道 华阳洞天当中 有三尊恐怖的存在 其中一位的实力 就算是我 也不是他的对手 不过他似乎被困在一个地方出不来 所以我们这次才能安全逃离 这个秘密被发现 华阳洞天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另外两尊恐怖的存在 也会出手 你把这个东西带去给先生 先生一定会想办法解决的 我负责引开他们 啊 听到这话 白泽不由叫了一声 你一个人引开他们 那要不你引开他们 我去找先生 还是算了吧 你都被他们撵得到处跑 我要是去了 得变成狗肉火锅 说着 白泽一口吞下了 被橘黄色火焰包裹的黑色能量 第220章 再次分别 陈长生的目的 又叮嘱了白泽一些注意事项之后 那蓝信德对远处的天玄等人招了招手 见状 三名少年走了过来 看着眼前的三个年轻人 那蓝信德笑着摸了摸他们的脑袋 本来我打算在这一路上 好好地教导一下你们 只可惜事与愿违 我们马上就要分开了 听到这话 天玄立马说道 夫子 你是要去引开华阳洞天的人吗 让我们和你一起去吧 虽然我们的实力不强 但我们多少能帮你做些什么 面对天玄的请求 那蓝信德笑着摇了摇头 不用了 这件事情 不是你们应该承受的 你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没有牵挂的 走完这万里佛国之路 在面对事情的时候 你们总会患得患尸 但我知道 你们其实是好孩子 你们患得患尸 不是因为害怕失败 而是担心自己做错了事 给别人添麻烦 对此 我想告诉你们 过往的稚嫩不是罪孽 是自己曾经被洪流裹挟的无助 人非生而知之者 我被意识烦人 多年后再回首 看到曾经的自己 你们无需羞愧 说着 那蓝信德一挥手 似枚金色文字飞了出来 然后变成了天玄他们的模样 我会把华阳洞天的人 引去另一个方向 你们放心大胆地往前走就是了 还有 从今以后 你们修行的事情 有白则负责 虽然这家伙做事不太靠谱 但他保命的本事确实一流 你们要好好的学 说完 那蓝信德带着陈十三等人的幻影走了 望着那蓝信德的背影 三人心中一时间有一丝私不舍 陈长生如同一个严厉的父亲 他会严格地要求所有人 一旦有人做错 必定会遭受到严厉的惩罚 跟他在一起的时光 虽然看似危机重重 但仔细观察之后会发现 他永远都在背后兜底 然而 同样作为引路人 那蓝信德的做法 和陈长生是截然相反的 他的笑容温暖如春 他永远不会责怪任何人 他只会将所有的事情 一点一点地讲清楚 如果说陈长生教会了几人 如何面对痛苦 那蓝信德则是教会了他们 如何去看待人生的美好 人都走了 别看了 白则的声音打断了三人的思绪 从今以后 我就是你们的老师 跟着我好好学 保管让你们吃香喝辣 对于白则的豪言壮语 天玄倒是没有太多的怀疑 白则是受累 自己是妖族 双方多少有些联系 由他来教导自己 也算说得过去 然而天玄没有问题 钱宝眼中却满是怀疑 白则前辈 我们是人族 你是兽族 在修行方面上 你真的能教我们东西吗 呸 此话一出 钱宝顿时被喷了满脸的口水 小丫头骗子 看不起谁呢 本大爷来教你们 效果绝对比陈长生 和纳兰信德好多了 知道为什么吗 文言三人整齐怀疑地摇了摇头 因为他们太强了呀 无论是纳兰信德 还是陈长生 他们的天赋和悟性 都是万中无一的天才 不然 他们也不会取得现在的成就 拥有这两位引路人 是你们的幸运 也是你们的不幸 拥有他们 你们未来的路不会再迷茫 但拥有他们 你们现在的路会很难走 因为在他们的认知中 你们现在不应该过得太舒服 只要不死 什么都好说 但是本大爷不一样 本大爷讲究的 就是一个以示压人 以多胜少 所以跟着我 你们不会再被人欺负 至少同辈之人绝对不行 听到这话 三个少年的眼睛瞬间亮了 虽然他们可以忍受一切苦难 甚至不会被那些苦难打倒 但身为年轻人 能享福 谁会无缘无故地去吃苦 就这样 在白泽的说教下 一狗三人开心地上路了 白泽前辈 华阳洞天以前就追杀过你 难道就是因为 你发现了这个秘密 不是 当初我发现 华阳洞天的人身上 有特殊的味道 于是我就挖了个洞 查看了一下 谁曾想 一下把他们的祖坟给挖穿了 所以他们 才一直追着我不放 原来是这样呀 那我们 接下来干什么 直接去佛国找先生吗 不慌 佛员大会还没开始 我们先去给天玄 找件衬手的兵器 你们三人 就只有他 还是赤手空拳 这怎么能行 天玄 这么久了 终于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佛国 菩提树下 一个光头僧人 正在闭目冥想 此人正是化名 绝远的陈长生 突然 一股细微的感觉 让陈长生睁开了眼睛 哎呦 居然能让酸秀才认真 看样子 他们碰到大事了呀 小生嘀咕了一下 陈长生并没有继续去关注这件事情了 那蓝信德是扶摇的弟弟 当初就是因为 天赋很可能超过扶摇 所以才惨遭毒手 在没有得到治疗之前 他虽然是一个凡人 但他接触的东西 却是很多修士都接触不了的 乌立为他讲道 助他疗伤 扶摇更是时不时地和他讲一些悄悄话 甚至还拿东西 给他公孙怀孕 就更不用说了 那蓝信德是他的丈夫 好东西自然是优先他了 除此之外 子府圣地的其他人 也经常为那蓝信德讲经说法 其目的就是为了缓解他的伤势 就连不问世事的自己 都把他带在身边当了几年的书童 所以说 此时的那蓝信德完全是后继勃发 拥有这样的条件 那蓝信德要是还处理不了一些麻烦 那他干脆就回去种地吧 关于那蓝信德信息 在陈长生脑海中一闪而过 随后陈长生低头看向了手中的一个盒子 只见这盒子上布满了各种各样强大的静致 而且从气息和手法上来看 这些静致绝对不是陈长生独自完成的 少了小和尚的舍利子 我还真拿你 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不过 你别慌 很快我就能找到彻底弄死你们的手段了 第221章 天外神兵 白则上香 没错 盒子当中封印的正是青铜古殿下的布祥 当初一修和尚死的时候 委托陈长生消灭身体里的布祥 但陈长生并没有这样做 他选择将布祥留了下来 在漫长的时间里 陈长生在布祥身上做过很多实验 虽然始终没能找到消灭布祥的方法 可是陈长生对布祥的了解却多了许多 对布祥了解越深 陈长生心中就越是恐惧 因为他发现 这东西不但能吞噬很多能量 而且还能生长 只要有一丝丝本源扩散出去 那他很快就会变成一个恐怖的存在 根据自己的估计 如果不限制这东西的生长和扩散 只需要百年时间 他就能攻陷一周之地 一旦发展到了这种地步 就算是乌力亲自出手 也未必能彻底解决这个麻烦 乌力能杀光一周当中的所有生灵 也能将一周之地打成碎片 但他不能将一周之地 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抹除 只要有一丝残留 这东西就会快速地死灰复燃 也正是因为了解了这东西的恐怖 自己当初才会说 谁敢碰这东西 有一个算一个都得死 想到这 陈长生将盒子收入怀中 再次开始了闭目冥想 在陈长生冥想的过程中 整个佛国的念力都在往他身上汇聚 佛门的念力在诸多大道中 当属魁首 陈长生留在佛国 除了想要钓鱼之外 更是为了验证自己的一个想法 这个想法就是 无边的佛法 到底能不能度化青铜古殿下的不祥 小黑 我们来这干什么 望着远处那古朴的寺庙 陈十三不解地问了一句 然而 白泽却是留着哈喇子说道 当然是爱给天玄找兵器啊 前面那地方叫云山寺 虽然人数较少 但实力在北末却是数一数二的 云山寺的大殿当中有一根金刚柱 此物乃是天外神兵 当年陈长生想把这东西弄到手 但是考虑到云山寺的实力和地位 最后放弃了 听到白泽的话 天玄脸上写满了无语 白泽前辈 先生都弄不到的东西 就凭我们几个能弄到吗 另外 我喜欢的兵器不是金刚柱 文言 白泽挥爽说道 我知道 但我们现在和以前的陈长生能一样吗 那个时候陈长生要顾全大局 可是我们现在不需要啊 另外 我可没说金刚柱是天外神兵 云山寺最开始得到的天外神兵 是一根棍子 云山寺耗费了无数资源 最终才将这根棍子 熔炼成了金刚柱 但是根据小道消息 云山寺并没有能融化那根棍子 只是用一些金属包裹起来而已 你不是喜欢棍棒类的兵器吗 这东西最适合你了 看着不断擦拭口水的白泽 天玄依旧怀疑白泽来着的目的 相处了这么一段时间 自己也对这位白泽前辈有所了解 贪财这个观念 已经刻在他的骨头里了 此次来云山寺 绝对不只是为了什么天外神兵 想到这 天玄试探性地问道 白泽前辈 你来这 真的只是为了天外神兵 面对天玄那怀疑的眼神 白泽收敛了一下脸上的表情 说道 我们此行的目的 当然是为了天外神兵 不过我听说 云山寺后院有一朵莲花 既然有莲花 想必一定有莲藕和莲子 我去他们寺庙里上香 外加捐香油钱 吃几口莲藕应该不过分吧 此话一出 旁边的钱板瞬间无语了 七彩金莲是云山寺的镇寺之宝 您居然敢打他的主意 您老人家 该不会是想让我们成为 七彩金莲的肥料吧 原来那是七彩金莲呀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不过 我们还是先进去看看吧 说不一定 我们与佛有缘 那些光头会直接送给我们呢 说完 白泽就兴冲冲地走了 看着白泽的背影 三人无语地撇了撇嘴 还是跟了上去 怪不得父子总说 白泽做事不靠谱 现在看来 这种说法已经很委婉了 这家伙压根就是狗胆包天呀 云山寺 当 悠扬的钟声传入众人耳中 宁静的钟声 让众人一路上的疲惫 减轻了不少 四位施主 你们是爱上香的吗 一位小沙迷上前询问 平日里好吃懒做 贪财无赖的白泽 此时模样大变 只见他双脚站立 两只爪子合时 摆出一副庄重的样子说道 小师傅有理了 我等自万里之外而来 只为寻求一个心安 听闻云山寺佛院身后 我们想添一些香油 阿弥陀佛 既然施主是诚心理佛 那施主就随小和尚来吧 说完 小沙迷转身给白泽等人带起了路 众人 我们第一次对人母苟样这个词语 有了新的理解 施主 这里就是主殿 天灯游在左边 球签在右边 诸位施主请自便 说完小沙迷转身走了 而白泽却直勾勾地盯着佛像前的金刚柱 因为这东西 正是此行的目的之一 啪 在了佛像之前 然后反手掏出了三根手臂粗细的香 佛祖在上 白泽在这给您上香了 还望你保佑我走路捡到宝贝 敌人全部死光光 心向事成之日 白泽一定给你打造一个大大精神 说完 白泽把三根粗壮的香 插进了巨大的青铜香炉当中 上香之后 白泽又掏出三个大缸 准备去添香油 对于这样的行为 陈诗三嘴角抽搐到 小黑 拜佛讲究心诚 你这样做能行吗 小屁孩 你懂什么 这叫礼多人不怪 一边玩去 眼前白泽沉迷在自己的行为中 不可自拔 陈诗三摇了摇头 开始了正常的上香跪拜 施主 你不去上炷香吗 闲逛的天玄被一道声音叫住 闻言 天玄转身笑道 万无有解 这些泥塑 如果真的这么灵 天下就不会有这么多苦难了 而且修行意图本就是逆天之举 天如果要灭我们 佛祖保得了吗 第222章 一眼万年 主动送上门 听到背后的声音 天玄随口说出了自己心中的见解 然后下意识地转过了身子 然而就是这转身 让天玄彻底愣在了原地 咚咚咚 剧烈的心跳声在大殿中回荡 一向沉稳的天玄 此刻已经有些不知所措了 美 太美了 一个美到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女子 站在了天玄面前 同样也闯入了天玄的心中 这个女子的美并非来自皮像 而是来自更深层的骨像 身为玄鸟族的少族主 天玄见过各种各样的爵士美女 可是从没有任何一个女子能像她一样 让自己动心不已 她身上透着一种超脱世俗的宁静 在见到她的那一刻 天玄痛苦已久的内心 居然感受到了片刻的宁静 虽然她身穿素衣 头发也只是简单地盘了起来 但就是这样朴素的美 却毫无理由地刻在了天玄的心中 看着天玄发呆的样子 素衣女子微微一笑 然后坐到了桌子后面 看样子 施主是一个懂佛之人 但却不是一个信佛之人 不过没关系 施主终有一天会信佛的 闻言发呆的天玄立马反应了过来 真是抱歉 刚刚的话只是随口胡说 在下无意冒犯佛门 没关系 佛度是人 如果天下的人都信佛了 那么自然也就不需要佛门的存在了 今日是我解签 施主要解签吗 可 可以 面对素衣女子的平静 天玄结巴了一下 然后连忙拿起签筒摇了起来 很快 一根竹签掉了出来 天玄看都没看 就递给了素衣女子 看了一眼手中的竹签 素衣女子淡淡的 施主求什么 求一个答案 一个我不知道问题的答案 天玄这边的动静 自然也吸引了陈十三他们的注意 天玄 你在干什么 陈十三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可此时的天玄并没有搭理陈十三 只是静静地看着眼前的女子 见状 陈十三挠了挠头 疑惑道 小黑 天玄这是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看上人家了呗 美女配英雄 这可是亘古不变的事情 白泽在一旁咧嘴偷笑 听到这话的陈十三想了想 恍然大悟道 我想起来了 这种事情 夫子说过 天玄这是坠入爱河了 她喜欢这个姑娘 此话一出 天玄有些慌张了 十三 修得胡言 此乃佛门清静之地 这位姑娘乃是佛门中人 怎么可以 施主 你的千文解出来了 天玄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素衣女子打断了 陈十三等人的话 并没有影响素衣女子 只见素衣女子 看着千文平静地说道 根据千文所解 施主未来将会是灭佛之人 当你得到心中答案之日 也是你失去最珍贵的东西之时 听到这话 天玄顿时就梦了 自己虽然不信佛 但也不至于去灭佛呀 另外 如果自己是灭佛之人 那眼前这个姑娘 岂不是自己的敌人 想到这 天玄正要开口辩解 却被白泽的爪子 给扒拉到了一边 丫头 你这因果之数链得不错吗 既然你这么能算 那来给我算算吧 看着眼前的大白狗 素衣女子 放下了手中的千文说道 白泽出 圣人献 你与圣人有因果 我解不了你的千 悠喝 小丫头的眼光还不错 既然算不了本大爷 那就算算他们两个吧 说着 白泽用爪子 指了指一旁的陈十三和钱宝 闻言 素衣女子看了一眼两人 说道 他们俩的因果同样不可算 之所以能算这位施主的因果 那是因为 他与我命中有缘 今日缘起是因 他日圆灭是果 这一切都已经注定了 天色已晚 我暂且安排几位施主住下 有什么是明日再说吧 说完 素衣女子转身离去 只留下了面面相去的三人异狗 因为这样的情况 是所有人都没预料到的 深夜 禅房 这云山寺怎么怪怪的呀 他们该不会是发现我们的目的了吧 白天的情况 让白泽焦急不已 想要从云山寺 带走七彩金莲和金刚楚 唯一的可能只有出其不意 一旦云山寺有了防备 凭借自己这边的实力 根本就无法强行带走 看着白泽焦急的样子 天玄笑了笑说道 白泽前辈 命里有时钟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既然我们带不走七彩金莲和金刚楚 那就说明我们 与此物无缘 与其抢求宝物解下仇敌 还不如好好地在这休息一下 看一看云山寺的风景也不错 闻言 白泽给了天玄一个大大的白眼 少给我在这说什么大道理 我知道强扭的瓜不甜 但是他解渴啊 不管怎么样 我就是要去试一试 不然我死都不甘心 说完 白泽对着陈石三肩绑上的图宝鼠 示意了一下 图宝鼠立马跑到了白泽背上 很显然 这一狗一鼠准备半夜偷保 鸡 房门刚刚打开 图宝鼠的尖叫就传了出来 并且立马躲进了白泽的毛发之中 与此同时 房间里的众人也警惕了起来 因为门外赫然站着白天的那个素衣女子 面对这样的情况 哪怕是见多识广的白泽也有些心虚了 刚准备做贼就碰到了主人 这种事情 无论放在谁身上都会心虚 没有理会房间众人的反应 素衣女子关上了房门 然后静止来到天玄面前 一男一女彼此对视 房间里的气氛也安静到了极致 梁九 素衣女子开口道 七彩莲子 我娶了五颗 莲鸥我娶了七姐 这已经是七彩金莲最大的采摘程度了 大殿中的金刚储我拿来了 我们现在需要赶快离开云山寺 因为不出半日 寺中长老就会发现宝物失窃 说完 素衣女子右手一挥 好些物品就出现在了桌上 众人 这玩的是哪一出 第223章 命中注定的姻缘 玲珑判出云山寺 所错到 姑娘 这里怕是有什么误会 我们 什么误会 没有误会 白泽直接打断天玄的话 然后将桌上的宝物全部收走 哄 一座玉石倒台出现在房间中央 有什么话等离开了这个地方 再慢慢说 走你 白泽用神力将众人拉到倒台中央 双只爪子飞快飞舞 很快 倒台发动 众人瞬间消失在了房间当中 整套动作行云流水 没有半点拖沓 三千里之外 这个距离应该安全了 以本大意的阵法修为 那些光头绝对追不上来 确定安全之后 白泽立马把先前的宝物拿了出来 准备和土宝鼠开始分赃 然而面对这些宝物 天玄一点都不在意 而是担忧地看向素衣女子的姑娘 你这样做 云山寺不会放过你的 我知道 所以从今日起 我就不再是佛门众人了 他任你若负我 纵使堕入阿鼻地狱 我也不会放过你的 啊 听到素衣女子的话 让天玄下意识地叫出了声 一旁的众人同样也是满脸问号 天玄 你别吓我呀 我就是再风流倜傥 也不至于让你这么快 就爱上我了吧 众人 说实话 这情况着实有点看不懂啊 没有理会众人的反应 素衣女子淡淡道 我先去换件衣服 以后的是慢慢说 说完 素衣女子静止走向了一旁的小树林 咕噜 努力地咽下一口唾沫 天玄嘴角抽搐道 白泽前辈 这是什么情况 别问我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都说女人心还抵振 她是人 我是兽 你指望 我能告诉你答案 这不等于指望陈十三明白 一只母猫在想什么吗 天玄 你说的真有道理 陈十三 为什么要拿我举例 很快 素衣女子就换好衣服走了出来 一袭大红色的长裙 让原本素雅宁静的她 多添了几分妖艳 众人盘膝而坐 望着中间摆放的宝物 一向贪财的白泽 也没了兴趣 因为今天这事 怎么看都透着一丝诡异 要是解不开心中的疑惑 这东西拿着烫手 所有人都心事重重一言不发 但唯独耿直的陈十三例外 这姑娘 你是喜欢天玄吗 另外 我们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此话一出 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集在她素衣女子身上 我叫玲珑 我不喜欢她 至少现在还不喜欢她 什么叫现在不喜欢 她与我命中有一段姻缘 所以我以后会喜欢上她 我天生玲珑心 吞服七彩莲子之后 更是觉醒了一门天赋神通 只要时机合适 我可以看到一丝因果 三天之前 我看到你们会来云山寺 然后白子会偷走金刚柱 和七彩金莲 我更看到你们当中 有一个男子会和我纠缠一生 而我会爱上他 说完 玲珑看向了一旁的天玄 面对玲珑那清澈且直接的眼神 天玄感觉浑身难受 因为这事来得太突然了 实在让人有些难以接受 这时 陈十三继续开口道 玲珑姑娘 既然你提前知道 白子会来偷东西 你为什么不提前预防呢 命运决定的是 我无法更改 就算我提前告知云山寺 白泽依旧会取走这两样东西 另外 我种下恶因 到时候也会接下恶果 发生冲突之后 白泽会毁了七彩金莲 与其这样 我还不如直接 把莲子和莲藕给你们 这样至少能保证 七彩金莲不至于断绝 听到这话 众人顿时对白泽 投去了鄙视的眼神 偷人家东西 还做这种绝户的事情 你真不要脸 然而众人鄙视的眼神 对于白泽的脸皮来说 简直是不痛不痒 只见他咧嘴笑道 原来是这样呀 看样子 本大爷果真与佛有缘 当话又说回来 今天这件事 我得说你两句 既然你早就知道 我们会是一家人 那你干嘛弄得 这么偷偷摸摸的 直接把这事情 告诉云山寺的光头 然后我们摆上个几十桌 结为亲家 岂不是更好 对于白泽的话 玲珑给了他一个 鄙视的眼神说道 我从小就修习佛法 这几十年来 从未动过半点烦心 如果我突然告诉 寺中长老 我会对一个陌生人动情 你觉得云山寺会相信吗 而且不管怎么样 你始终会拿走 七彩金莲和金刚杵 这两件事情全盘拖出 云山寺应该会追杀你们 到天涯海角 另外我也很疑惑 我为什么会喜欢上他 所以我做出了这个选择 如果我成功喜欢上了他 那就证明命运不可命 我只是顺势而为 如果我没能喜欢上他 那就证明命运可改 金刚寺我自会收回来 损失一些可再生的宝物 就能助我堪破命运 这是好事 如此直截了当的话语 让众人陷入了沉默当中 玲珑再次看向天涯 说道 接下来你打算去呢 我们要去佛国参加佛缘大会 那我跟你们一起去 啊 你刚刚才被叛了云山寺 现在去佛国 恐怕会有危险吧 作为我未来将会喜欢的人 你不应该保护我吗 可我的实力还没你强 我拿什么保护你 实力若你就不保护我了吗 还是说 你担心你死后 我不会为你殉情 天涯 不是 你这么说 这话我接不下去啊 眼见天涯被问得哑口无言 前宝连忙站出来打圆场 说道 情道深处是无法用言语描述的 玲珑姑娘 你就别逼天玄大哥了 这七彩莲藕和莲子 我们只是听说过 玲珑姑娘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功效吗 文言 玲珑这才放过可怜的天玄 说道 七彩莲子最大的功效 就是能觉醒天赋神通 不过觉醒天赋神通 需要看个人的机缘 第224章 觉醒天赋神通 土宝鼠需要吃东西 听到有机会觉醒天赋神通 白子的口水 都差点留下来的宝物这种东西 说一万遍 还不如亲身体验一遍 我觉得 介绍这种东西 还是等一下再说 我们先尝尝 这个莲子是什么味道怎么样 眼看白泽已经急不可耐 玲珑也没有啰嗦 直接给每人都分配了一颗莲子 只不过有意思的是 天玄手中的那颗 比较大一点 品相好一点 众人 虽然知道你们两个现在的情况 但是你也不要这么明显好不好 旁边还有一条狗 一只老鼠 外加两个人呢 你们能不能注意一点影响 面对众人优越的目光 快些服用莲子吧 七彩莲子的大小 不会影响功效 不必在意 听到这话 白泽撇了撇嘴 一口将莲子吞了下去 没办法 谁叫人家是命中注定的姻缘呢 偏心一点也很正常 哄 服下七彩莲子 天玄身上 顿时爆发出了一股强大的能量 而且这能量当中 隐约蕴含着雷霆之力 两久 双目紧闭的天玄睁开了眼睛 脸上的喜悦更是浓郁到了极致 凌龙姑娘 我这是觉醒了天赋神通吗 是的 看样子 你应该是觉醒了 关于雷霆方面的神通 雷霆神通在配合 你玄鸟一族的血脉 简直可以说是如虎天意 天玄和玲珑高兴地谈论着 很快旁边就传来了一道幽怨的眼光 这道目光的主人正是白泽 小丫头 本大爷为什么没有觉醒天赋神通 文言 玲珑看向白泽说道 你是神兽 血脉太过强大 七彩莲子对你的功效很小 另外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应该服用过更强悍的天才地宝 所以 七彩莲子最多只能温养一下你的根基 听到这话 白泽脸上满是抑郁 但他最终还是没有说什么 因为白泽知道 当年陈长生是用万物精华 把自己救活的 七彩莲子功效虽好 但这东西只是激发天赋神通的 并不是提升实力之类的天才地宝 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 也在情理之中 呼 这时 陈十三吐出一口黑气 也缓缓睁开了眼睛 感受了一下自己毫无变化的身体 陈十三疑惑道 我觉醒天赋神通了吗 并没有 你的资质太差 七彩莲子只能帮你精纯一下血脉 准确的来说 你的血脉深处 根本就没有天赋神通 所以没有激发的可能 在场的所有人当中 只有天玄拥有天赋神通的几率比较大 宝姑娘次之 其他人根本没有这个可能 听到这话 陈十三挠了挠头 并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 自己天赋差这件事 先生早在很久以前就说过了 能尝一尝七彩莲子的味道 自己已经很满足了 嗡 正说着 盘西尔坐的前板也有了动静 一股无名的威压瞬间笼罩了众人 面对这股奇怪的威压 白泽和玲珑都皱起了眉头 因为以他们的见识 居然一时间无法分辨前板 觉醒的是哪一类神通 刷 十多箭法宝凭空悬浮在前板头顶 随后前板欣喜地睁开了眼睛 白泽前辈 我觉醒天赋神通了 知道了 你这天赋神通看着威力不凡 等一下我帮你琢磨琢磨 听到白泽的话 前宝乖巧地收回了神通 七彩莲子已经分配完毕 接下来还有莲藕呢 莲子的功效都这么好了 莲藕的功效也差不到哪里去 然而就在前宝满心欢喜地 等着分配莲藕时 玲珑居然将一大截莲藕 全部得给了土宝鼠 鸡 看着面前比身子大了不知多少的莲藕 一直被当成小透明的土宝鼠 顿时受宠若惊 那疑惑的小眼神看着玲珑 似乎是在问 这东西真的要给我吗 对于玲珑这种不公平的分配 白泽瞬间就不乐意了 不是 这就过分了呀 这么大一截莲藕 他一直数吃得完吗 你别告诉我 他也和你有缘 就算有缘 你也不至于全部给他吧 面对白泽的抱怨 玲珑眼神中闪过了一丝疑惑 你们难道不知道土宝鼠的习性吗 土宝鼠的习性谁不知道呀 寻宝 土宝 这不就是他的习性 听着白泽不满的语气 玲珑嘴角抽出了一下 说道 土宝鼠确实有寻宝土宝的功能 但想要吐出东西 肚子里必须要装满东西 这脸藕可以精进修为 雇本培元 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解毒的功效 想要最大程度地发挥它的功效 必须要将其炼制成丹药 现如今有了土宝鼠 自然省去了这麻烦的程序 这个事情 你们不会不知道吧 此话一出 天玄三人皆是一脸问候 因为他们还真不知道这个事 见状 玲珑嘴角再次抽出 我看土宝鼠面黄鸡兽 估计是先前有过什么大的消耗 在此之后 你们不会根本就没有喂过他东西吧 文言 陈十三挠了挠头说道 我喂过他一些果子 结果他不吃 我还以为他不需要吃饭呢 陈十三的回答 让玲珑一阵无语 还没等玲珑向其他人发问 天玄抢先回答道 这家伙整天躲在十三的身边 除了白泽前辈能接近他之外 谁碰他都不行 我和坝儿没机会知道这件事 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玲珑把目光看向了白泽 你身为神兽 不会不知道这个事情吧 知道 但本大爷凭什么要拿宝物为他 另外 你觉得本大爷会吃他吐出来的东西吗 笑话 说着 白泽直接从土宝鼠手里 抢走一节莲藕啃了起来 见状 土宝鼠是敢怒不敢言 只好拖着剩下的大半节莲藕 跑到了陈十三身后 玲珑 都是些什么人啊 培养你们的人 为什么会安排这样一只不靠谱的神兽 在你们身边 第225章 再苦不能苦孩子 天庭的退让 对于白泽的行为 玲珑想了半天 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因为他是神兽白泽 他确实有资格这么狂 按照弱肉强食的道理 土宝鼠这种级别的异兽 只能在白泽面前俯首称臣 此处距离佛国还有八千多里 在这段时间里 我会详细地指点你们 你们三人的潜力都不小 之所以还没有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那是因为 你们的潜力 还没有被激发出来 佛缘大会将会有很多大势力参加 能不能在大会上拔得头筹 就要看你们自己的了 说着 玲珑十分自然地 将金刚杵递给了天玄 天玄 这种被女人照顾的感觉 好奇妙呀 中庭 踏踏踏 手指敲击扶手的声音 在大殿中回荡 一个年轻人 左手处着下巴 面带微笑地看向下方 而大殿中央 则半跪着一个中年男子 若是钱宝在此 定会发出一声惊呼 因为这个中年男子 正是钱宝的父亲 万通商会的会长 钱方孔 其实你不必专程来请罪的 钱宝跟着陈长生 不是什么坏事 文言 钱方孔严肃道 还请主上恕罪 当时属下鬼迷心窍 不知道此人 是阻碍主人大业的敌人 属下已经派人 去追寻小女的踪迹了 一旦发现 我立刻就将小女带回来 哈哈 钱方孔呀 钱方孔 你好歹也是一个生意人 脑子应该很聪明 才对啊 怎么现在倒是犯起糊涂了呢 如果没有我的默许 你真以为钱宝 能跟在陈长生身边 听到年轻男子的话 钱方孔心里也有些慌了 当初接到命令 万通商会不得针对陈长生 而且要有求必应 自己原以为 这陈长生应该是主上故人 宝跟在陈长生的身边 绝对是一次天大的机缘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自己发现 主上好像正在布局针对陈长生 这样一来 自己可就是有通敌嫌疑了 属下不明白 还请主上明示 呵呵呵 没有你想得这么复杂 防着陈长生 那是因为我怕他 在几千年前 我故意将他引到了一个绝地 本想着杀不死他 也能困他个五六千年 可谁曾想他三千年不到 就跑了出来 以他的性格 这件事绝对不会这么算了 他要报复我 那我自然要防备一下了 听到这话 前方孔的眉头皱着更紧了 既然陈长生要报复主上 那他为什么 还要把小女带在身边 当初他应该猜到 万通商会背后的人 是主上明啊 一马归一马 我和陈长生是君子之争 他不会迁怒到那些娃娃身上的 把宝带走 那是他觉得宝是可造之才 说实话 你让宝跟在陈长生身边 这是你一生最正确的选择 能得到陈长生和酸秀菜的指点 这等待遇 放眼天下也没有几人 说着 年轻男子右手一挥 一幅立体的地图 就出现在了面前 这幅地图是五周的地图 其中东荒 西周 中庭三个地方已经被点亮 唯有北墨和南原 还是暗淡一片 看着面前的地图 年轻男子笑道 真是个讨厌的家伙 偏偏卡在关键的地方上 你以为我会上钩 但我偏不中你的技 你想要北墨 给你便是 说着 年轻男子扔给了前方孔一个袋子 这是我给板丫头的一些零花钱 你让人送到板的手上 再苦不能苦孩子 出门在外 不要太小情 更不要学陈长生那个吝啬鬼 我天庭的后代子嗣 怎么能过穷日子呢 望着面前的袋子 前方孔更加摸不着头脑了 因为自己感觉 主上对板 跟着陈长生这件事 十分高兴 贴了一眼前方孔犹豫的样子 年轻男子笑道 放心去吧 连这点容人质量都没有 我如何成为天下公主 如果真的算起来 宝儿的事情 要还要谢谢他呢 因为他替天庭 培养出了一个得力干将 闻言 前方孔想了想 拱手道 多谢主上仁慈 属下告退 前方孔走了 年轻男子的目光 又放在了地图之上 不知过了多久 一道声音从黑暗中传来 主人 佛国万年的气韵 真的不要了吗 想要也没办法 陈长生他不给啊 荒天帝当年以帝兵 定住佛国数万年的气韵 现如今 陈长生坐镇佛国 一旦他拔出地兵 庞大的气韵 加上凶悍的地兵 这一击足以毁天灭地 我可不想去除这个眉头 听到这话 黑暗中的人影沉默了一下 说道 那男员呢 真的就让给了那来信德 当然要让 那个酸秀才太强了 短短几百年 就取得如此成就 另外 他的身后 还站着陈长生 和另一个家伙 动了酸秀才 那个家伙和陈长生会急眼的 说着 年轻男子 看向黑暗中的人影笑道 怎么 是不是觉得 天庭太过窝囊了 主人 陈长生和纳兰信德虽强 但天庭也不是没有动他们的底气 我们何苦步步退让 呵呵呵 天庭当然有动他们的底气 不然这天下共主 就是他们的了 虽然我们有动他们底气 但我们没有必要做这件事 陈长生的目标不是天命 他只是想揍我一顿 然后从我嘴里问出一些事情 他最终的目的是打穿登天路 这与我们的目标 是不谋而合的 既然能成为朋友 为什么要成为敌人 他要闹点小脾气 就让他去闹吧 另外 我也很想看看 他到底能不能培养出一个 可以打败天下最强者的存在 PS 休养完毕 三天内再次万字更新 具体时间明天通知 这可是答应过你们的 第226章 三年之期已过 结个善缘 听完年轻男子的话 黑暗中人影当即说道 主人如此气量世间罕有 天下共主非主人莫属 既然主人不打算针对陈长生 那我们不知在北墨的人手 是否要撤回来 文言 年轻男子连连摇头道 不 北墨的人手不能撤 而且还要增派人手 陈长生抢走北墨 一是为了出气 二是为了做事 荒天帝在登天路叠雪 陈长生心里一直憋了口气 就算我们不上当 也还会有其他人上当 等陈长生出完了气 做完了事 北墨他自然会放手 你不会觉得 陈长生真想去当和尚吧 等他走后 自然就轮到我们来接管北墨了 此话一出 黑暗中的男子顿时惊为天人 因为他从来都没有从这个角度 去考虑过北墨的问题 若是按照自己的思维 天庭和陈长生 定会拼个你死我活 可如果按照主人的计划 天庭就能十分轻松地拿下北墨 陈长生利用北墨做事 势必会让北墨的实力大大下降 这样一来 天庭能省很多功夫 至于期间损失的那点资源 简直就不是事 十大洞天 我们已经掌握一半 空明天是魅影军团的地盘 华阳天是个泥潭 我们不碰 如此算来 依旧没有归属的 只剩下三个洞天 告诉下面的人 就说这三个洞天 我们不要了 华阳天这个泥潭 被酸秀才发现 以陈长生的性格 他势必会出手 华阳洞天 加上其他三个洞天 这么大一股势力 应该能让陈长生 出上一口气了 正说着 年轻男子面前的地图 突然颤抖了一下 见状 男子瞬间 严肃了起来 右手一挥 五个小红点 赫然出现在了地图上 看着其中一个 异常耀眼的小红点 男子皱眉道 那几个小家伙 最近做了什么 为什么他们之间 有个家伙的气运 发生了变化 听到这话 黑暗中的人影 当即拱手道 回主人 陈十三一行人 最近路过了云山寺 也不知他们 用了什么方法 居然让云山寺的佛女叛逃 如今云山寺正在追捕他们 得到这个回答 年轻男子笑道 好一个陈长生 挑人的眼光 还是这么毒辣 下意识的天命者 居然被你提前找到了 有个家伙 估计要跳脚了 传令下去 让我们的人拦住云山寺 给那群小家伙稍微闯口气 我也学一下陈长生 结个善缘 哈哈 说完 男子的身影在大小中消失 望着空空如也的王座 黑暗中的人影沉默良久 因为他无法想象 陈长生等人的手段 到底有多厉害 别人不清楚主人的实力 但自己却很清楚 得到荒天帝的部分天命之后 主人的实力 已经达到了一个 不可描述的地步 此时的他 与天命者 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之所以还没有承载天命 无非是在等布局完善一点 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主人对陈长生 依旧选择了容忍 甚至选择用怀柔的手段 对付陈长生 要知道 在自己的印象中 主人从未展现过 这么多的仁慈 一张大网正在缓缓展开 万物生灵皆在笼罩之中 然而 身处着大网当中的 陈十三等人 却丝毫没有察觉 而且还过得十分滋润 在这段时间里 玲珑和白泽 一起教导着三个年轻人 玲珑乃是佛门佛女 虽然与几人走的 大致路线不同 但修为可是实打实的 指点一些基础修行 完全是绰绰有余 基础方面有玲珑指导 功法和法术上面 则是由白泽负责 白泽做事虽然不靠谱 但他毕竟跟在陈长生身边多年 脑海中知道的功法秘籍 以及一些见识 天下少有人能比 指点的人有了 一些基础资源 钱宝可以供应 稀缺的资源 可以让土宝鼠去找 然后白泽负责偷 在这样完美的环境之下 钱宝和天玄的实力 因为他的实力始终在彼岸境转悠 哄 一道雷霆自天空降落 狠狠砸在了地面上 碰 雷霆的威能还没彻底散去 更大的碰撞声又响了起来 碰撞过后 一条大白狗和一个白衣公子 快速分开 还行 能接我三招不败 你在年轻一辈当中 可以有傲视群雄的资格了 等你踏入命灯镜之后 你的实力会更上一层楼 苦海体系 命灯镜才是一个修饰攀登高峰的开始 往后的路不归我管了 要是继续由我来教你 会限制你的发展 听到白色大狗的话 白衣公子拱手道 多谢白泽前辈指点 天玄永不敢忘 哄 正说着 不远处也传来了动静 只见一个衣着朴素的年轻人 被打飞出去 而打飞他的人 则是一个身穿红衣的绝色女子 见状 白泽的脸瞬间就扭曲了起来 陈十三呀 陈十三 你小子整点气情不行 十八个月 整整十八个月了 就算是一头猪 也该有点长进了吧 你怎么还是老样子 听到白泽的话 陈十三从地上爬了起来 挠头笑道 我天赋不好 自然就走得慢 能有现在的成就 我已经很满足了 从金山城出来的时候 陈十三才十六岁 那时的他 只是一个面黄鸡兽的少年郎 跟着陈长生走了一年 他踏入了修行之路 学会了修行之法 随后他又跟着纳兰信德走了半年 在这半年里 他学会了世间的一些道理 更学会了读书写字 最后的一年半里 他跟着白泽 走完了佛国最后八千里路 在这八千里的路上 陈十三学会了各种各样的法术 也对整个修行界逐渐了解 此时的他 已经不再是那个 懵懂无知的少年郎了 短短三年时间 陈十三变了 长高了长壮了 明白了更多的道理 拥有了曾经遥不可及的实力 但唯一没变的 只有那颗从金山城带出来的心 第227章 在玉故人 玲珑 什么才是喜欢 对于陈十三这种态度端正 但死活就是不长进的情况 白泽也是彻底无语了 只见白泽叹了一口气 说道 我是拿你没办法了 佛国就在眼前 我的任务也完成了 接下来的路怎么走 那是陈长生的事情 我反正是不想管了 早知道带孩子这么累 我绝对不干这个事 说完 白泽郁闷地走了 只不过奇怪的是 白泽的背影 看起来居然有几分伤感 见状 一直在旁观望的前板笑道 十三 看样子我们几人当中 还是你最厉害 因为从始至终 就只有你能让白泽郁闷 文言 陈十三看了一眼白泽的背影 犹豫到 小黑不是郁闷 他是伤心 伤心 你可别闹了 以白泽的性格 你觉得他会伤心吗 这天下有事情 能让他伤心吗 面对前板的话 陈十三一时间 也找不到反驳的理由 但他始终坚信心中的感觉 小黑真的在伤心 佛国 陈十三几人 走在繁华的街道上 提前进入佛国的白泽 早就跑得无影无踪 对于白泽这种 时不时就会消失的情况 众人早就细以为常 这时 当初八宝斋的那顿饭 我们可没有吃上 现在 你是不是应该兑现一下承诺了 此话一出 陈十三顿时就委屈了起来 宝儿 我的钱全给你了 哪还有钱请你们吃饭 哼 少在这扯淡 你的钱那是给我吗 你那是给土包署买东西的钱 你是土包署主人 他吃的东西 凭什么要我来承担 问你要钱 那是理所应当的 另外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还藏有三千金神愿的私房钱 眼见老底被拆穿 陈十三有些心虚了 这钱我留着有用 既然你们肚子饿了 那我就请你们吃吧 不过先说好 不能点太贵的 看到陈十三这抠门的样子 众人皆是忍俊不惊 就连一项冷漠的玲珑 也嘴角上扬了一些 知道了 不点贵的就是 真是的抠门鬼 前面那家素面闻着蛮香的 我们就吃那个吧 钱包随意看了看 然后选中一个小摊 老板 四碗素面 什么东西都不嫁 好嘞 客官您稍等 点好要吃的东西 四人开始静静地等待 这时 玲珑看了一眼远处的胭脂铺子 天玄见状 没有说任何多余的话 当即起身前往了胭脂铺子 看着两人心有灵犀的样子 钱包不由笑道 玲珑姐 你找到天玄大哥这么个好男人 下半辈子可就有福了 原本这只是一句随口之言 但是玲珑却认真了起来 宝儿 你觉得他喜欢我吗 或者说 你觉得我喜欢他吗 面对这两个问题 钱包一下被问住了 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 天玄和玲珑几乎是形影不离 一切的举动可以说是道旅之间的模范标准 除了没有洞房之外 他们和道旅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可不知道为什么 哪怕两人已经默契到了极致 钱包始终觉得他们之间差了点什么 你们这不是喜欢 一旁的陈十三开口了 听到这话 玲珑看向陈十三问道 如果这都不是喜欢 那什么才是喜欢 喜欢一个人是没有道理的 如果讲得清楚道理 那就不是喜欢了 文言 玲珑沉默了片刻 那我该怎么样才能让他喜欢上我 或者让我喜欢上他 不知道 我只知道 你们马上要分开了 看着陈十三憨厚的面容 以及那认真的眼神 玲珑笑了 十三 这世间如你一般清醒的人 太少了 我回去之后 记得来云山寺看我 到时候 姐姐请你吃云山寺的斋饭 云山寺的斋饭 味道可是很好的 好 陈十三干脆地答应了 见状 玲珑笑着 捏了捏陈十三的脸 四人当中 唯有陈十三的年龄是最小的 所以大家都把他当成弟弟来看待 陈十三 是你吗 一道带着几分疑惑的声音 从背后传来 陈十三文言转头一看 只见一个女子正在打量自己 在确定了身份之后 那女子顿时怒了 果然是你 好你的浓眉大眼的陈十三 才一年多不见 你居然又勾搭上女孩子了 小贼就是小贼 死性不改 只见那女子一边骂 一边走向了陈十三 刷 陈十三的身子被拖开了一段距离 女子直接坐在了陈十三和玲玲两人中间 打量了一下面前的玲珑 女子开口道 阿姨 你老人家多大岁数了 居然学人家吃嫩草 本姑娘奉劝你一句 离她远一点 这个小贼你把握不住 听到女子的话 一旁的陈十三有些急了 孟玉姑娘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她是 闭嘴 陈十三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孟玉打断了 小贼 你还年轻 所以你不懂这些老女人的恐怖 这种老女人专门骗纯情少男 而且一骗一个准 听着孟玉喋喋不休的话语 玲珑一言不发 但脸上却带着淡淡的微笑 虽然这个小丫头在骂自己 但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就喜欢看她这气急败坏的样子 说话呀 你为什么不说话 该不会是被我说重痛处 无话可说了吧 见玲珑一直不说话 孟玉的语气又提高了几分 这时 去买东西的天玄也走了过来 将挑好的胭脂递给玲珑 天玄开口道 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 这位姑娘在怪我勾引十三呢 说着 玲珑拉住了天玄的手 然后一脸微笑地看着孟玉 孟玉 Sigma 这是什么情况 发现自己似乎误会了什么 孟玉的脸 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红 因为自己刚刚的行为 摆明了就是吃醋的小媳妇呀 阿弥陀佛 施主 贫僧特来此处化缘 就在孟玉不知所措时 一个和尚走了过来 心烦意乱之下 孟玉哪还有心情管这事 当即不耐烦道 一边去 没有缘给你画 悠喝 许久不见 长脾气了呀 有种你再说一遍 PS 明天万更 第228章 痛骂天玄 陈长生 你们都回去吧 记忆中的声音 冲淡了孟玉心中的情绪 只见孟玉僵硬地转头 那张印象深刻的面容 再次映入眼帘 虽然现在的她没了头发 但那张脸 孟玉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前辈 怎么是你啊 孟玉强行挤出了一个笑容 只不过这笑容 全都是强颜欢笑 怎么就不能是我了 最近寺庙里的摘饭味道不好 我出来打打牙记 说着 陈长生直接将孟玉挤到一旁 然后坐在了陈诗三身旁 孟玉 还是一如既往的小心眼 真是服了 再次见到陈长生 天玄等人心中的激动 全都写在了脸上 那感觉就像是获得了成就 然后等待长辈夸奖的孩子 这么激动干什么 等着我夸你们吗 就你们这种货色 还有脸等着我夸 我要是你们 我早就找块豆腐撞死了 说实话 你们的运气是真的好 不然你们早死八百遍了 陈长生的话 如同一盆冷水 瞬间就浇灭了天玄 和前板心中的激动 这时 一直在打量陈长生的玲珑拱手道 晚辈玲珑拜见绝远大师 听到玲珑的话 陈长生瞥了他一眼 开口道 云山寺的佛女 正是在想 不过 我已经不是佛门中人了 哼 是不是佛门中人 你说了算数吗 前段时间我还在好奇 云山寺的佛女 怎么突然跑了 何着是跟他们在一起啊 学得一点皮毛 就敢妄动因果 真是不知死活 因已经种下 等着自食恶果吧 原本欢快的气氛 被陈长生的训斥 弄得荡然无存 这时 陈十三开口道 先生 你的头发怎么没了 看着陈十三清澈的眼神 冷脸的陈长生有了笑容 最近天气热得很 所以我把头发剃了凉快一下 我家小十三就是厉害 一段时间没见 居然已经达到彼岸境了 面对陈长生的夸奖 陈十三挠了挠头笑道 先生 你就别夸我了 我比天璇他们差远了 他们都已经等我近了 但我还困在彼岸境 闻言 陈长生笑着 摸了摸陈十三脑袋 慢一点就慢一点 没什么大不了的 只要不停下脚步 你总有一天会超过他们的 不像某些人 走着走着 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 听到陈长生这阴阳怪气的话 天璇和前板 都羞愧地低下了头 见状 一旁的梦玉 也是硬着头皮说道 前辈 好不容易再次重逢 你就别骂他们了 有什么事 等以后再说吧 等 陈长生冷笑道 丫头 你不在局中 所以你不清楚 利润玄在头顶的感觉 他们现在已经死到临头了 再过一段时间 我就可以给他们挑目的了 年轻人确实不应该想得太远 但也不是叫你们一点都不想 白泽可以整天吃喝玩乐 因为他身上没有负担 没有责任 同时他还是一条狗 怎么 你们也想跟着白泽学啊 还是说你们也想做一条狗 说着 陈长生的手在桌子上 拍得帮帮作响 面对陈长生的怒火 在座的人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过了一会 陈长生心中的怒气终于发泄完毕 好了 木已成舟 骂你们也改变不了什么 除了十三 其他人都回去吧 你们的路只不于此了 此话一出 天悬和前板急了 先生 我们知错了 不要赶 我们走好不好 不 你们没有错 你们的一切行为都是正确的 甚至可以说是优秀 可问题就出在 你们没能更优秀 这里是修行界 这里只有弱肉强食和阴谋诡计 十三可以不管不顾地往前走 因为他了无牵挂 他选择的路就是这样 可你们的路不是这样啊 说着 陈长生的目光看向了天悬 天悬 你们三人初次相聚的时候 你的见识 阅历 天赋 都是三人当中最好的 在那个时候 你走在了他们的前面 可是现在 你走在了他们的后面 宝尔走上这条路 只是为了增长见识和阅历 很显然 他的目标达到了 在关键的时候 他可以选择其他的退路 请问 你的退路在哪里 你还记得你的初心吗 文言 天悬的张了又张 但却始终说不出来一句话 是啊 自己还记得曾经的初心吗 十三来到佛国 只是为了变强 然后帮先生挥出一箭 宝尔来到佛国 是为了增长见识和阅历 他们都有自己的目标 而且也在为这个目标 努力奋斗 反观自己 这一路走来 简直可以说是碌碌无为 看到天悬沉默不语 陈长生比试更加浓郁了 说话呀 怎么不说话呢 是不知道 即将面临的危险是什么 还是在后悔 当初自己什么都没做 如果你不知道 即将面临的危险是什么 那就让我来亲口告诉你 你即将面临的是 强大无比的云山寺 和一定要弄死 你们的华阳天 面对这些危险 宝可以退回万通商会 回归原来的生活轨迹 小十三大概率会死客 这是他一定会遇到的事情 闯过去就活 闯不过去就死 但就算他死 那也是死在前进的道路上 因为这是他自己选择的路 可是你呢 你选择的路是这样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的目标一直都是活着 然后重振妖族 你可别告诉我 这些也是你重振妖族的必经之路 听完陈长生的话 天悬的嘴角在颤抖 见状 陈长生没有停歇 而是继续嘲讽到 怎么 现在后悔了 早干嘛去了呀 这么长的时间里 你什么都没做 什么都没准备 你的脑子里空空如也 就你这样的状态 还想重振妖族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第229章 一个机会 不同的道路 陈长生竭尽所能地嘲讽着天悬 然而 面对陈长生的话 天悬只能以沉默来应对 这时 小炭的老板端来了四碗宿面 见状 陈长生直接端走了其中两碗 怒道 就你们两个 还有资格吃东西 你们只配喝西北风 说完 陈长生端着两碗宿面走了 坐在位置上的天悬和前膀 甚至不敢抬头去看一眼陈长生离去的背影 某处小山坡 骂完人的陈长生 此时正蹲在山坡上眺望远方 这时 一个金色文字缓缓缓飘落 最后化为了纳兰信德的模样 先生 许久不见 你怎么投身佛门了 面对纳兰信德的调侃 陈长生只是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说道 少在我面前玩这种化身的把戏 小心我扒你的屁 坐下来吃面 看了一眼陈长生身旁的两碗素面 纳兰信德苦笑道 先生 我只是一道神识 没办法吃东西 我知道是神识 但是以你的修为 就算用神识吃石头 也没什么问题吧 少在这啰嗦 赶快把碗给我端起来 对于陈长生的要求 纳兰信德笑了笑 十分干脆地端起来碗 两人就这样默默地蹲在山坡上吃着面 两酒 一碗素面被彻底消灭 陈长生放下了手中的碗筷 淡淡道 想说什么就说吧 面都吃了 再敢拐弯抹脚 小心我揍你 文言 纳兰信德也放下了碗筷 轻声道 天玄是个好孩子 他身上背负的东西并不比十三少 年轻人嘛 偶尔荒废一下 迷茫一下 这是可以被原谅的 我知道 继续说 你刚当的话有些重了 这样会打击年轻人的信心 听到这话 陈长生转头看向纳兰信德 认真道 我后悔了 我后悔把他们带上这条路了 这是一条不满荆棘的路 他们没有理由因为我而走上这条路 所以我要把他们都骂回去 窝囊地活着 总比壮烈的死去要好 至少他们还活着 面对陈长生的话 纳兰信德微微一笑 然后看向远方的天空说到 他们都把你当成了半个父亲 你现在放弃他们 岂不是比杀了他们还要难受 在凡人眼中 我们是高高在上的先人 我们几乎无所不能 但其实我们和凡人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有些时候 也只能近人视听天命 命运让你们相遇 那你们就注定要一路走下去 先生 给他们个机会吧 不给 陈长生十分干脆地 拒绝了纳兰信德的要求 先生不要这么固执吗 不如我们来打个毒怎么样 我如果能帮天玄重拾信心 你就把这个机会给他 一个你早就准备好的机会 听到这话 陈长生平静道 哭海体系 是我和乌力共同创造的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 从本我镜突破到命灯镜需要什么 天玄身上背负的东西太多 如今又遭受重创 他的心早就支离破碎了 心都没有了 又何谈重拾信心之说 呵呵呵 先生的话 我可不敢苟通 杀不死他的 终将使他更加强大 破碎的心重拾 也会变得更加坚韧 天玄如果渡过这个坎 那他将会遇火重生 听完 陈长生沉默良久 天玄的修为状况 自己一眼就看穿了 之所以迟迟没有 能突破到命灯镜 就是因为心境出了问题 先前那段痛骂 目的就是为了助他突破自我 可是到了关键时刻 陈长生后悔了 他不想让这些好孩子 承担无法描述的痛苦 我不和你赌 天玄有没有机会 越过这个坎我很清楚 但任凭你说的天花乱坠 我也不会同意天玄他们继续走下去的 呵呵呵 先生还是一如既往的固执 既然先生不愿意给这个机会 那先生就随我去看看吧 看看这些孩子们 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说完 纳兰信德起身离去 看着纳兰信德的背影 陈长生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跟上了他的脚步 客栈房顶 天玄一个人沉默地坐在那里 看到这样的情况 陈十三无奈地叹了口气 小贼 你去劝一劝天玄吧 他可是你的朋友 面对梦玉的话 陈十三开口道 我劝不了天玄 不是 你怎么会劝不了呢 不就是一些危险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了不起我回家搬旧兵来帮你们 听到这话 陈十三抿了名嘴 看向孟玉说道 孟玉姑娘 你根本就不明白 天玄在害怕什么 天玄并不害怕即将面临的危险 她害怕的是先生对她的失望 同时 她也在责怪自己 为什么没有做得更好 更好 孟玉疑惑地问道 不是 这种情况 天玄还要怎么努力啊 一年多的时间 天玄能达到这样的修为 已经是万里挑一的天才了好吧 文言 陈十三摇了摇头说道 不是修为的问题 天玄和我是不一样的 她的脑袋比我聪明 待人出世 也比我更有章法 另外 她还是玄鸟一族的少族主 所以 未来的她 注定要管很多很多人 我孤身一人 所以我只需要管好自己 不必理会外界的环境 可天玄不能这样 她要管很多人 所以她要去留意一些 我不会留意的事 此话一出 孟玉瞬间明白了陈十三的意思 也更明白 陈长生为什么会说 天玄的路不一样 陈十三是一个独行客 所以她可以无视 任何势力和阻碍 一旦碰到危险 她只管见出无悔 剩下的事 不在她的考虑之中 而天玄则注定 要成为一个同龄者 身为一个同龄者 那她就不能像陈十三一样 不管不顾 她要学会看透天下大事 更要学会运筹帷幄 很显然 天玄并没有朝着这方面努力 她只是单纯地提高了修为 这应该就是陈长生说 她没有更加优秀的原因吧 PS 剩下三章 六点准时发出 第二百三十章 原尽于此 天玄内心的自责 明白其中的原因 孟玉也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 如今这情况 外人确实帮不了天玄 等陈十三和孟玉两人走后 玲珑也来到了房顶 看着眼前的天玄 玲珑沉默良久 最后开口道 你是在担心云山寺吗 文言 天玄脸上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说道 我从来没有担心云山寺的麻烦 如果我当初怕麻烦 那么我就不会同意你和我们一起同行 真的很抱歉 这么长的时间里 我没能让你喜欢上我 也没能让我喜欢上你 说着 天玄反手掏出了金刚储递了过去 这是你的东西 现在我还给你 达到佛国 我们的缘分也算是尽了 云山寺来人之后 你就说是我蛊惑了你 到时候也能免掉一些责罚 结果金刚储 玲珑再次打亮着眼前这个 命中注定会和自己纠缠不休的男人 你这是在保护我吗 是的 但很可惜 就算这样 我也没能喜欢上你 现在我有点明白 为什么十三能为梦鱼姑娘舍生忘死 但却不能喜欢上她了 因为喜欢这种感觉 永远无法从嘴中说出来 心决定的是 嘴怎么能说得清楚呢 一旦说得清楚 那就不是喜欢了 听完天玄的回答 玲珑再次沉默 随后转身离开了房顶 玲珑走后 天玄又开始了漫长的沉默 客栈中 呼 长舒一口气 前膀躺在柔软的床上 心中有股说不出来的感觉 从跟着先生踏上这条路的时候 先生就一直在强调初心 刚开始的时候 自己总认为先生太过啰嗦 自己愿意为某个目标踏上这条艰难的路 既然如此 自己又怎么会轻易忘记初心呢 可是现在 自己好像真的忘记了初心 当初自己走上这条路 就是为了变强 同时见识一下更辽阔的世界 时至今日 自己获得了一些不小的成就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 修为突飞猛进 也见识过了这世界的辽阔 但是这就够了吗 自己的修为 在这修行界 只能算是强一点的蝼蚁 自己所见识的东西 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想到这 前膀懊恼地坐了起来 烦死了 本姑娘为什么要和那两个家伙 一起冒这种险 拥有如今的成就 我现在退出合情合理 放眼天下 任谁看了 也没有资格说三道四 我这样的选择是正确的 了不起我让万通商会 保住他们的命就 说着 前膀的声音越来越小 到了最后 前膀再次沉默了起来 现在退出 自己有无数的道理 能说服其他人 哪怕是陈长生来了 也挑不出半点毛病 可纵使把天下的道理说完 前膀也无法说服 自己最开始的那颗心 自己当初坚信 陈十三能走完的路 自己也能走完 时至今日 自己的信念 不再像三年前那样坚定了 而陈十三却始终如一 想到这 前膀难难道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初心亦得 始终难守 先生 你早就预料到了今天 现在我终于明白 十三有多强了 我真的比他差太多太多了 说着 泪水顺着前膀的脸颊滑落 这一路走来 无论是先生还是夫子 他们对自己的要求 都很宽松 之所以 有这样的待遇 完全是因为 他们都认为自己走不到最后 自己只不过是陈十三 他们生命中的一个过客 一个陪他们走过一段路程的过客 对于一个过客 他们自然是宽容的 这个道理 自己从最开始就明白 所以自己 才会卯足了劲的 想要走到最后 现在 自己已经到了佛国 距离最后的终点 只有一步之遥 但自己没有了曾经的雄心壮志 屋顶 一轮明月 悄悄地爬上天空 而天玄 还是呆呆地坐在原地 这是怎么了 我的弟子 怎么变得这般落魄了 那蓝信德的声音响起 天玄抬头一看 沉默的脸上多出了一丝笑容 父子 你怎么在这 华阳天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吗 早着呢 我的本体还在和那两个家伙打架 因为太过无聊 所以抽出一缕神石来看看你们 说着 那蓝信德坐到了天玄身旁 对不起父子 让你担心了 天玄低下头说了一句 呵呵呵 不要弄得这么死气沉沉的好不好 你的事我知道了 我也和先生谈过了 一点小事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的 响应 不一定要有实力和本钱 最重要的是有胆识和信心 放弃就一定会输 但如果肯尝试 那就还有一半的机会 听到那蓝信德的话 天玄抿了名嘴说道 父子 我不是在害怕困难 我是在怪我自己 我为什么没有提前做好准备 我不应该是这样的 我愧对先生的期待 也愧对父子你的期待 说着 天玄的眼睛开始逐渐变红 此时的他 已经深陷内疚当中 无法自拔 懦夫 原本慈祥儒雅的 纳兰信德怒了 只见他大声呵斥道 你个胆小的懦夫 抬起头来看着我 纳兰信德的怒火 让天玄躁动的情绪 冷静了一些 抬头看着面前 严肃的纳兰信德 此时的天玄眼中 近视迷茫 知道时间惩罚的 都是些什么人吗 时间在惩罚那些 优柔寡断 犹豫不决的人 更在惩罚那些 半生都只敢沉浸 在回忆当中的人 这种人在我眼中 简直是天底下 错了就错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天下谁人能不犯错 与其沉浸在 懊悔和回忆当中 你还不如挺起胸膛 勇敢面对 自己造成的一切 天玄 你敢抬头看看 今晚的月亮吗 听到这话 天玄缓缓抬头 看向了天上的明月 在看到那一轮明月之后 天玄被困扰的心 瞬间得到了解脱 第231章 前版的离开 天玄境界突破 明月依旧 任凭天下百般变化 她依旧默默生起 然后落下 她不会因为任何事情 停止她的运转 自己这一路来 总是小心翼翼的 任何事都追求做到完美 因为自己曾经是阶下球 因为玄鸟一族败了 先生给了自己机会 所以自己要拼命抓住机会 生怕做错了一点 可是现在自己明白了 过去发生了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 现在自己要做什么 如果自己一直停留在过去 那自己将永远无法改变一切 先生失望了 那自己就用行动 让先生重拾信心 事情做错了 那自己就用努力去弥补错误 过去的一切 不应该成为自己的负担 而是应该成为自己前进的动力 想清楚一切 天玄身旁 突然出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自己 眼前的这个天玄 卑微 胆小 懦弱 而她便是天玄最真实的内心 问 一盏水晶油灯 缓缓浮现在两个天玄头顶 在油灯的照耀之下 懦弱的天玄眼中有了光芒 随后两个天玄缓缓融为一体灸 玄鸟一向 在整个佛国上空展开 无数雷霆萦绕在她的周围 出现在纳兰信德嘴角 片刻之后 天玄收回了异象 此时的她 再也没有先前的种种负面情绪 夫子 我做到了 多谢夫子指点迷惊 面对天玄的兴奋 纳兰信德拍了拍她的肩膀说道 我知道你能做到 我也坚信你能做到 但你应该感谢的人不是我 而是先生 先生在你们身上倾注的心血 比我多得多 之所以训斥你 那是因为先生不想看到 你过得太苦 小十三的脾气太绝 就算是先生也劝不动 所以先生想让你离开 让你脱离这苦海 听到这话 天玄看着空荡荡的四周 大声道 先生 我知道你在 你不愿意见我没关系 但有些话我一定要说 天玄从来没有觉得 跟随先生是一种痛苦 我最大的痛苦 那就是 我太过弱小 没能帮到先生 所以 就算先生黏我 赶我 我都不会走 终有一天 我也要像十三那样帮助先生 天玄的声音在四周回荡 可是陈长生始终没有现身 见状 纳兰信德小声道 你的话先生已经听到了 不过先生这个人爱面子 所以他不会回应你的 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无论何时何地 只要你回头 先生永远都会站在你身后之 啪 话还没说完 那蓝信德的分身 就被一场拍灭 话多 好好活着 别给我随随便便就死了 想做什么就去做 这天他不了 说完 陈长生的气息彻底消失 似乎是真的走了 再次听到陈长生那熟悉的声音 天玄的嘴角在颤抖 先生真的没有放弃我 野外 你就宠他们吧 年纪轻轻不多遭受点磨难 以后怎么扛得住 那暴风骤雨般的危险 看着陈长生满脸的博越 那蓝信德笑道 都是小孩子 这么严格干什么 另外我发现 先生你变了 你的心变软了 听到这话 陈长生瞥了 那蓝信德一眼 淡淡道 确实有点软了 看着身边的人 一个一个死去 这种感觉一点都不好受 叶月国没了 上清关没了 玄武国也没了 上上的时代的人 都已经死光了 时至今日 谁还记得不败道人 银月狼黄 和玄武国修为通天彻地的左星河 我将他们亲手埋葬 埋葬在我的记忆里 他们死光了 接下来就要轮到你们了 等你们死了 接下来就是天玄他们 所以 我能做的 就是让他们 变得更加坚强和强大 至少这样 他们不会因为 做某些事情的时候陨落 我希望他们能完整地 活到寿命终点 文言 那蓝信德笑呵呵地说道 这可真是一个可怕的诅咒 幸好中这诅咒的人不是我 不过能活着 我还是尽量活得久一点吧 至少同时代的人当中 我想最后一个被先生埋葬 看着那蓝信德 没心没肺的样子 陈长生鄙视道 想得美 同时代当中 你未必活得过污吏 更何况 有个伏地魔 不知道在那个鸡脚嘎拉躲着呢 你确定你活得过他 此话一出 那蓝信德的脸 瞬间搭了了下来 先生真讨厌 说话总是爱打击别人的信心 不和你聊了 说完 那蓝信德的身影缓缓消散 等那蓝信德消失之后 陈长生随意瞥了一眼身旁 随后瞬间怒了 臭小子 不是叫你把碗给人家送回去吗 合着请你吃面 你还想让我做事呀 清晨 美美地睡了一觉的陈十三 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重拾信心的天玄 早已等候已久 怎么起得这么早 想通了 别笑话我了 与你相比 我真是自愧不如 板要走了 我们给他践行吧 听到这话 陈十三看了一眼低头的前板 说道 好呀 昨天请你们吃饭的事情被打乱了 今天我还请你们 我去叫客栈准备饭菜 说着 陈十三就跑去找店小二了 很快 一桌丰盛的饭菜摆在了众人面前 有意思的是 昨天的五人组 此时变成了四个人 玲珑已经不知所踪 但桌上的人 谁都没有提这个事情 天玄大哥 其实我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你这样做 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我们只是分别 又不是生离死别 过段时间 我和十三就去找你玩 不用这么沮丧 也不用择自责 前板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天玄笑着打断了 第232章 垂掉的老者 陈十三 我们已经渐行渐远 看着面前的天玄 前板的嘴角 在不断颤抖 因为 他真的很不想分别 故如 将嘴里的饭菜咽下 陈十三擦了擦嘴上的油字 然后掏出了一张纸条 父子说过 朋友分别的时候 应该说一些离别的话 我昨晚上翻了一晚上的书 终于想到该说什么了 不过 我刚开始读书识字 说的话肯定没有天玄那么好听 你将就着听吧 望着陈十三耿直的样子 前板破涕为笑 那行 我就将就听一下吧 也让我看看 你这家伙 能说出点什么离别的话 文言 陈十三起身整理了一下衣服 然后看着纸条一字一句的独到 朋友 我们好像已经渐行渐远了 过去在一起 我们很快乐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能兼容了 我们是时候分道扬镳了 这就是人生 这或许很难接受 但你要面对现实 也许未来 我们会再次相遇 请你勿望我 前板姑娘 说完陈十三收起纸条 看向前板 板儿 我这段话写得怎么样 嗯 面对陈十三的问题 前板儿没有回答 而是捂着嘴 夺门而出 对于这样的状况 陈十三满脸问号 天玄 我的话说错了吗 望着前板儿离去的背影 天玄轻声道 你没有说错 相反你说得很对 正是因为你说得太对 所以板儿伤心了 你这样做 板儿以后 估计不会给你零花钱了 啊 这是什么情况 对也不行 错也不行 那到底要怎么样吗 百思不得其解的陈十三 挠了挠头 随后看向了一旁的孟宇 孟宇姑娘 我也有话要对你说 我不听 孟宇十分干脆地 拒绝了陈十三 空明天要参加佛员大会 有什么话等佛员大会 结束了 再慢慢说 我先走一步 说完 孟宇快速离开了房间 虽然不知道陈十三想说什么 但孟宇的直觉告诉自己 这家伙的话 不会让自己高兴 陈十三的话 确实不会影响自己的决定 但自己可不想平白无故地找不痛快 如果痛苦注定要来临 那就来得晚一些吧 随着孟宇两人的离去 饭桌前就只剩了陈十三和天玄 两酒 陈十三开口道 点都点了 要不我们再吃点吧 这么一桌子菜 要是浪费就太可惜了 面对陈十三的话 天玄愣了一秒 随后笑道 说得对 浪费可不好 说完 天玄和陈十三 就低头消灭起了面前的饭菜 小河边 不是 你说句话行不行 本大爷在这求了你这么久 你倒是说句话 白泽正围着一个钓鱼的老头 上蹿下跳 可是那老头始终盯着自己的鱼竿 一点搭理白泽的意思都没有 面对如此情况 白泽急得用爪子疯狂跑地 小黑 人家在钓鱼 你这样会把人家的鱼下跑的 熟悉的声音响起 白泽立马停止了动作 脸上也展现出了心虚的神情 转头一看 发现光头尘长生 正笑眯眯地站在不远处 你 你怎么来了 念经念久了 出来活动一下身体 说着 陈长生一脚把白泽踢飞 然后坐在了钓鱼老者身旁 一老一哨 就这样安静地坐着 过了不知多久 老者缓缓开口道 我已顿入空门 世俗之事与我无关 唉 饭可以乱吃 话不可以乱讲 我不像那条傻狗一样 是来求你的 我是来嘲笑你的 玄鸟一组马上就要死光光了 像你这种鸟 永远只能卑微地躲着 既然你躲着 那你就好好地躲着 千万别露头 不然小爷扒光你的毛烤来吃 听到这话 老者缓缓转头 看向陈长生 既然你这么强 何苦来找我 我当然很强 但是我有其他事情要做 不然你连和我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当年是玄鸟一族抛弃了我 不是我抛弃了玄鸟一族 我知道 所以我从来没指望你出手 玄鸟一族的内部恩怨我不管 也没兴趣去管 我只是想见证一下 玄鸟一族的灭亡 仅此而已 说完 陈长生起身离去 而老者再次看向了垂直在水面的鱼沟 只不过这一次 距离鱼沟还有一寸的水面 泛起了一丝涟漪 陈长生 他答应了吗 看了一眼远处的老者 白子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见状 陈长生瞥了他一眼 淡淡道 不知道 此话一出 白子顿时急了 不是 什么不知道 他要是不出手 天玄和小十三就危险了 云山寺和华阳洞天 可不是这么好惹的 他们俩的小家伙扛不住的 扛不住就扛不住 我只是他们的引路人 又不是他们的贴身保姆 我不可能帮他们把所有的危机都解决 另外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来佛国应该是有证事吧 不先来找我 反而去找这只老鸟 我看你是在外面玩久了 连轻重缓急都分不清了吧 听到这话 白子满脸昧笑道 耽误一两天也没什么 而且 书呆子在他们身上留了神识 到达佛国之后 书呆子肯定要去见你的 既然他都去了 那我就没必要多辞意 白子的声音越来越小 脑袋也越来越低 小黑 你越来越不懂事了 我觉得有必要把你关在佛国一段时间 让你好好的清醒一下 别啊 让我天天吃素 然后听那群光头念经 我会疯的 少啰嗦 这不是和你商量 是通知你 你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东西拿来 闻言 白子刚忙吐出了一个圆球 这个圆球 正是那蓝信德托付白子 带给陈长生的东西 PS 万字更新了 求一点点礼物不过分吧 卑微的作者 第233章 前往佛国的真正目的 陈长生 打到他说为止 看着手中的圆球 陈长生脸色阴沉的可怕 见状 白泽试探性地说道 这情况有这么严重吗 我记得 你以前就在研究这个东西 那个时候 也没见你这么严肃呀 听到白泽的话 陈长生冷冷的 现在的情况不是严重 是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地步 我现在终于知道 为什么乌力攻打登天路的时候 会是那样的孤立无援 此话一出 白泽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什么意思 乌力攻打登天路 也和这东西有关吗 有一定的关系 这东西原本是躲在一个小世界 小世界既是它的温床 也是它的牢笼 乌力攻打登天路 造成的后果 就是让这些小世界 和现在的世界融合 一旦小世界和现在的世界融合 后果是什么 你应该知道 面对这样的情况 一些躲在暗处的人 自然不会支持乌力 听到这 白泽有些急了 陈长生 乌力是你亲手培养的 他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瞥了一眼着急的白泽 陈长生淡淡道 我当然知道乌力不会做这种事 我更知道 乌力不惜一切代价的攻打登天路 一定有他的理由 但现在的问题是 他到底想做些什么 魅影军团早早地就在布局小世界 以乌力的手段 不可能发现不了华阳天的端倪 乌力发现了这些 但他依旧选择攻打登天路 对于这种情况 解释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乌力面对的情况 比不祥出事更加危险 故如 白泽艰难地咽下了一口唾沫 因为他发现 这件事好像真的有点大 怪不得陈长生 会因为自己没有第一时间 来找他而生起 那你猜到背后的真相了吗 没有 陈长生摇了摇头说道 这种事情光靠猜是猜不出来的 想要知道真相 只有去问那些 知道事情过程的人 谁 张白忍 说着 陈长生转身向佛国走去 而白泽 也是连忙跟上了陈长生脚步 陈长生 张白忍那家伙 会把真相告诉你吗 不会 那你还去问他 所以 我要揍他一段 一次不行就两次 两次不行就三次 总而言之 打到他说为止 嘿嘿 这种事到时候一定要叫我 我最喜欢这种事了 一人一狗的声音 逐渐在风中消散 整个世界再次恢复了平静 佛国 看着周围络绎不绝的修士 陈十三号祈祷 天玄 这个佛园大会该怎么参加 另外 这里的和尚打人 真的很疼吗 文言 天玄疑惑地看着陈十三 十三 你为什么会这么问 这是先生说的呀 先生说我天赋差 所以想让我的肉身变强一点 另外他还说 这里的光头打人很疼 让我有点心理准备 天玄 听到这话 原本还淡定的天玄 彻底不淡定了 先生真是这么说的 是啊 得到了陈十三的肯定 天玄脸上挂满了苦笑 见状 陈十三问道 怎么了 天玄 这里的和尚打人真的很疼吗 你不用怕的 我能忍住的 看着陈十三 一脸认真的样子 天玄欲哭无泪道 十三 这个事情怪我 是我没有提前想到这点 如果我早点想到这点 你现在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了 为什么 你知道先生打算 怎么帮你提升肉体吗 不知道 先生的手段和实力 都是毋庸置疑的 如果只是一些普通的天才地宝 那么先生根本犯不着 让你跋山涉水地来到佛国 唯一的解释只有一个 那就是佛国当中 有东西被先生看上了 而且这件东西 除了佛国天下 再也没有第二件 听到这 陈十三也好奇了起来 那先生看中了什么东西 佛国的功德池 功德池 这是什么东西 北末佛国的质保 更是整个佛国的命脉所在 功德池当中 汇聚了整个北末 所有信徒数万年的念力 每当佛国有高僧作画之后 佛国都会将他们的舍粒子 放入池中 随着日积月累 舍粒子和池水融为一体 其中蕴含的能量 是无法言语的 一旦有人能浸泡在功德池当中 那么这个人便可成就 杖六精身 杖六精身乃是佛门至高神通 在传说之中 只有建立佛国的佛祖练成过 听完 陈十三的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这东西听着就很厉害 所以这东西 是佛元大会的奖励吗 想得美 这东西佛国是不会拿出来的 就算再举办一百次佛元大会 他们也不会拿出来的 想要得到这个东西 除非去偷去抢 不然就算把天底下所有宝贝拿来 佛国也不会交换的 现在你知道 先生为什么要让我们参加佛元大会了吗 知道了 陈十三点了点头说道 先生让我们借助佛元大会 混进佛国的中心地带 因为没有佛元大会 我们别说去找功德池 就连进入佛国都是一种奢望 天玄 可是我不想去偷东西 我们能不能找先生说一下 文言天玄连连摇头道 不不不 我们不是去偷 也不是去抢 因为这东西 抢不走也偷不走 那这样 我们怎么得到功德池 这是你的问题 先生选中你 就是因为 你能创造奇迹 如果我没估计错的话 先生哪里 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助你得到功德池 虽然不知道你 能不能行 但你敢动功德池 佛国一定不会放过你 听到这话 陈十三低头沉思了起来 片刻之后 陈十三抬头道 天玄 我不想偷 也不想抢 我们可不可以直接问佛国剑 或者说我花钱买也行 天玄 你觉得能行吗 行不行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试过 试过之后就知道了 第234章 十二品功德经联 等待陈十三创造机会 说完 陈十三步伐坚定地向佛国走去 看着陈十三的背影 天玄的嘴角在不断抽搐 先生 你这也退却得了吧 让十三去干这种事 以他那倔驴性格 他会被打得 连他妈都认不出来的 啪 天玄吐槽的话刚说完 脑袋上就挨了重重一击 强大的力道直接让天玄打了一个裂剑 教你一个小技巧 在说别人坏话的时候 最好确定一下 自己是否在别人的神识笼罩之中 或者确定一下自己身上 是否有别人残留的神识 陈长生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如此状况 也是吓得天玄连连道歉 然后快步走向佛国 菩提树下 陈长生的嘴角扬起了一抹弧度 看到陈长生发笑 体型缩小的白泽开口道 你在笑什么呢 说来听听吗 没什么 天玄那小子说我的坏话 我吓唬了一下他 他们要进入佛国了 听到天玄的消息 躺在地上的白泽立马站了起来 真是太好了 我马上就去找他们 上次的七彩金莲没什么味道 功德池的十二品金莲味道应该不错 我白泽大一出手 天下就没有什么东西 是弄不到手的 说着白泽就要往外面跑 可是刚跑到一半 就被陈长生抓住后 脖梗滴溜了起来 警告你一下 你最好不要打功德池的主意 如果你动了十二品功德金莲 我一定删了你 让你做一只无欲无求的狗 此话一出 白泽瞬间就夹起了尾巴 陈长生 你这就过分了 功德金莲又不是你家的 你心疼什么 看着白泽气急败坏的样子 陈长生随后将他扔在地上 功德金莲虽好 但我现在需要的是 功德池中数万年的念力 和佛门之力 十三 想要挥出至强之箭 没有强悍的肉身 是做不到的 因为以他的肉身来说 根本承受不住 这么强大的威力 圣灵的身体是很奇妙的 有些时候限制修为的不是资源 而是生灵本身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面对陈长生的目光 白泽十分坦率道 不明白 你跟在十三身边这么久 你觉得他的实力怎么样 境界虽然差了点 但是威力还是十分可观的 特别是他拔剑的时候 我感觉他的气势都变了 他是一个很强的剑客 这一点无庸置疑 听到白泽给出的剑意 陈长生微微一笑 说道 当初在金山城的时候 十三唤醒了真五剑的剑灵 然后挥出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剑 在他挥出第一剑之后 我出手挡住了这一剑 因为那城中烦人太多 若是让这一剑的威能散开 整个城池的人都会死绝 然后我就受伤了 我在十三的剑下流了一滴血 此话一出 白泽瞬间瞪大了眼睛 陈长生你别闹 就那平残破的真五剑能伤到你 如果挥动真五剑的人 是曾经的污吏 或者江峰支流我 还能勉强接受 现在你告诉我 小十三用真五剑伤了你 他当时踏入修行之路吗 就算踏入修行之路 最多也不过是全眼镜 一个全眼镜的小修士 拿着一柄残破的准七剑兵器 伤到了你这位送葬人 编谎话也不是你这样编的吧 看着白泽激动的样子 陈长生平静道 我当时也很震惊 但事实就是这样 那个时候 十三还是一个普通的凡人 在挥剑之前 他练了一天的基础剑术 而且还是照着图画练的 因为他不识字 听完 白泽狗嘴已经彻底合不拢了 因为他无法想象 十三是怎么挥出那一剑的 没有修为 那么十三挥出第一剑的时候 凭借的力量全部来自真五剑 单凭残破的真五剑 能伤到陈长生 这简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花了几个呼吸消化 完成陈长生说的信息 白泽开口道 还有什么事 你就直说吧 我是理解不了这样的情况 十三天生就是一个剑客 他挥出的剑很强很强 这一切都来自于他的信念 来自于他的心 可是他信念再强 也不能忽略一个事实 那就是天赋太差 苦海和洞天 是修饰必经的两个大境界 第一个大境界 只是为了打基础 第二个大境界 才是修饰真正绽放光芒的境界 一旦十三踏入神石境 真正地进入了第二个大境界 那他手中的剑会更加耀眼 可到了那个时候 他的身体会承受不住的 十三自己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你也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但是十三的本能发现了这个问题 所以十三的身体 将他的修为死死限制在了彼岸境 这也是为什么 你给他提供无数修行资源 但他的修为却始终上不去的原因 咕噜 白泽艰难地咽下了一口唾沫 那如果小十三强行突破彼岸境 会有什么后果 挥出一剑 然后死去 十三需要功德池强化肉身 这个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一旦你动了功德精炼 佛国的怒火就会降临 以我的实力和手段 确实可以抗住佛国的怒火 甚至狠狠地抽他们几个嘴巴子 但在这样的情况下 十三还怎么用功德池 这群光头有多倦你又不是不知道 到时候他们就算毁了 也不会给十三用的 功德池一毁 十三怎么办 听完白泽扎了扎嘴道 不动就不动嘛 我又不是那种不通情达理的兽 但是先说好 十三用完功德池之后 你不准阻拦我 要是你不怕被那群光头追得满世界乱跑 那就随便你吧 反正我不管这事 说完 陈长生缓缓闭上了眼界 看了一眼闭眼的陈长生 又看了一眼外面热闹的环境 白泽还是选择趴在了陈长生脚边 自己和陈长生现在不能出手 想要帮助十三 那就得等十三创造出一个合适的机会 这个机会是什么 什么时候出现 没人知道 但白泽坚信 小十三一定会创造出这样一个机会的 第235章 天玄斩露头角 陈长生 一般般 佛国 看着周围谈经论道的众人 陈十三脸上满是疑惑 虽然自己踏入修行界的时间不长 但是自己对佛国的强大 还是有些了解的 这周围的修士大多数和自己实力差不多 北墨佛国举办的佛缘大会不应该是这样 面对这个疑惑 陈十三拐了拐一旁的天玄 小声道 天玄 这就是佛缘大会 为什么我感觉他们还没有你强 难道这佛缘大会不比拼实力 比拼的是佛法理解吗 很正常 这只是外围的佛缘大会 准确的来说 这只是应付各方小势力和散修的佛缘大会 真正的天骄和大能都在里面呢 里面的佛缘大会才是真正的佛缘大会 听到这话 陈十三抬头看了一眼 然后认真道 既然这样 那我们待在这干什么 想到得到功德池 我们当然要找佛国当中能说话算术的人 这里都不是真正的佛缘大会 那些大人物会出现吗 文言 天玄瞥了一眼耿直的陈十三 淡淡道 我当然知道里面的佛缘大会才会有大人物出现 但是我们拿什么进去 能进到里面的 几乎都是各方大势力的天之骄子 以我们散修的身份 连踏入门槛的资格都没有 当然 事情也不是绝对的 我确实有办法能进去 可是我担心 你进不去 是要打架吗 陈十三身子挺直了几分 说道 天玄你放心 我不会拖你的后腿的 不是打架 是写诗 散修想要进入真正的佛缘大会 至少得证明自己有佛缘 在这里打架 显然是不太合适的 写诗才是最好的途径 你没看到这些人 都在三五成群的讨论吗 他们就是想写出一首有佛性的诗 然后借此进入佛缘大会 啊 面对这个要求 陈十三的脸瞬间扭曲了起来 目前为止 陈十三读书十字也才一年左右 能够认清楚 大部分文字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让这种水平的陈十三去写诗 而且还是写出具有佛性的诗 这简直是赶鸭子上架呀 仔细思索了一会 陈十三说道 天玄 你还是先进去吧 我在后面慢慢努力 我一定会进来的 你真的能行 天玄疑惑地看着陈十三 如果说修士之间的生死之争 天玄完全可以相信陈十三手终剑 可是写诗这种东西 不是拼命就能做到的 想要写出一鸣惊人的佛迹 这需要底蕴和悟性 很显然 陈十三在底蕴和悟性上面 不太达标 我也不知道 但你不能因为我一直留在外面呀 文言 天玄点了点头说道 那行 我先进去 等一会再想办法 把你也弄进去 只要进入到佛缘大会 多带一个人 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说完 天玄起身走向了远处的墙壁 看着洁白的墙壁 天玄思索了几个呼吸 然后大手一挥 在墙上刻下了几行文字 随着文字的出现 整个佛国突然终生长鸣 无数菩萨和罗汉的虚影 显现上空 很显然 天玄留下的佛迹 惊动了整个佛国 看到这等动静 众多散修连忙上前围观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情浮事 末时惹尘埃 墙上金色的文字 散发着璀璨的佛光 看着一脸平静的天玄 又看了一眼墙上 那充满佛性的佛迹 一些散修脸上 皆是苦笑不已 虽然不知眼前这人是谁 但从气度上来看 此人一定是某方大势力的天骄 之所以 没有直接进佛缘大会 很可能是此人 不懈这样做他 想要凭借自身的本事 一步一步地走进去 这世界的参差 总是这么让人无奈 面对众人的目光 天玄脸上并没有什么表情 玄鸟一族虽然已经没落 但玄鸟一族 曾经可是妖族当中 数一数二的大族 自己身为少族主 学识和底蕴自然不会差 甚至可以说得上是出类拔萃 之所以在这三年中 显得平平无奇 并不是因为天玄不够优秀 而是因为他身边的人太强了 钱宝 万通商会的小公主 天资非凡为人机敏 玲珑 云山似佛女 不但佛法今身 一身修为 更是在同代之人当中 含有敌手 白泽 只停留在传闻中瑞寿 这两人一寿 单独拿出去 都是名阵一方的存在 除此之外 哪怕是天赋最差的陈十三 也有无比耀眼的地方 没有人能够忽视他手中的剑 更没有人能无视他那颗清澈 且始终如一的心 天玄能与玲珑作论佛法 能与钱宝谈天说地 能与陈十三比拼 心境不落太多下风 如此成就 足以证明天玄绝非泛泛之辈 这样一个豪华的团队 之所以没有生出骄傲之心 完全是因为他们头顶 还有两座大山镇压 神秘莫测的陈长生 儒雅随和的纳兰信德 很快 几位身份不低的光头走了过来 阿弥陀佛 施主佛缘身后 请到内院吧 面对佛国僧人的邀请 天玄十分坦然地走了进去 出身大势力的风度 此时净显无疑 菩提树下 则则 想不到天玄居然还精通佛法 这可是让本代有点意外啊 念叨着天玄写出的佛记 白泽摇头晃脑地称赞了一句 见状 陈长生笑道 我倒觉得在情理之中 玲珑和天玄纠缠不清 能和佛女交谈甚欢的人 怎么能不精通佛法 天玄悟性不错 对佛法的理解也有点意思 只可惜他不信佛 所以他得不到佛法的真谛 以他的性格 信佛之日就是灭佛之时 文言 白泽瞥了陈长生一眼 不是 你的要求能不能不要这么高 他们都只是孩子 不可能都像你一样 呵呵呵 不是我要求高 是天玄本应该如此 这方面不是天玄的长处 他能达到这个地步还算不错 但始终算不上优秀 PS 停电了 第二章延后一个小时 第二百三十六章 相逢无话 无法接受的白泽 面对陈长生的话 白泽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 这都不算优秀 那什么才算 你别告诉我 小十三能写出更好的东西 要是论打架的话 我还不敢说 但是耍笔杆子这种东西 小十三是真的不行 那写的字我看过 比我用爪子刨的还难看 听到白泽的话 陈长生淡淡一笑 文字只是思想的一种承载 读书识字 是为了能够更好地认识世间的道理 但并不是只有读书 才能明白道理 道理本就存在 书只不过是方便人们 更好地去理解罢了 对于陈长生这些弯弯绕的大道理 白泽听到脑袋直发晕 你不要和我说 这些东西 我听着脑壳痛 这种道理 你应该去和书呆子说 不要和我说 有着时间和我说大道理 你还不如想想 怎么帮小十三 进入佛缘大会呢 我不认为 小十三能凭借这种方式进去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居然让小十三一个人对付这种事 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说完 白泽将脑袋趴了下来 看了一眼满肚子牢骚的白泽 陈长生笑了笑没有理会 这家伙 肯定又在 怪自己袖手旁观了 不过没关系 事实会证明一切 外围佛缘大会 看着墙上的佛迹 陈十三眉头紧重 天玄写的东西 自己大概看懂了 但是自己不理解 什么叫佛性啊 佛法这东西 从来都没有人叫过自己 最多也就是在天玄和玲玲说话的时候 自己听过几句 他们说的每一个字 自己都听懂了 但是连在一起 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佛法都不懂 自己怎么写出有佛性的诗 想到这 陈十三级的直挠头 苦思明想了半天之后 陈十三反手掏出了 几本书籍看得起来 陈十三怪异的行为 自然也引起了旁人的好奇 然而 当众人看到陈十三手中 书籍名字之后 所有人的嘴角都在抽搐不已 因为陈十三手中拿的书 名叫《诗词基础》 众人 这个时候看这种东西 内部佛园大会 进入佛国深处之后 周围的人 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 很快 天玄就来到了一处院子之中 院子周围 站立着几棵苍境古树 古树下方摆放着几张桌子 这些桌子 大多数已经有人占据 其中有好些还是天玄的熟人 华阳天苍红 空明天梦誉 云山四玲珑 万通商会前宝 呵呵呵 一手佛迹震惊佛国 天玄公子佛法之精神 真是令人佩服 不过天玄公子 只是单独一人前来吗 看到天玄的身影 孟玉笑着 说了几句客套话 虽然看似随口出 但是天玄却听出了话外之意 陈十三怎么没来 你进来了 陈十三怎么办 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天玄笑道 在下确实还有位好友 不过他要能等一会才进来 文言 孟玉的嘴角抽了抽 你哪位朋友能行吗 不知道 说完 天玄找了个空位坐了下来 自始至终 天玄只和孟玉简单地交流了几句 他并没有去找钱宝和玲珑玲珑 和自己缘分一断 再有联系 只不过是徒增烦恼 至于钱宝吗 自己和他已经不是一路人了 宝半路退出 这个做法合情合理 自己和十三都没有怪他 但是他却无法说服自己的内心 如果现在上前搭话 这无异于在他的伤口上撒盐 在如此怪异的气氛下 佛缘大会变得更加安静了 外围佛缘大会 仔细研究了一番之后 陈十三收起了手中的书 父子说过 写是要有固定的格式 对于这个东西 自己不是很懂 要是不弄清楚 很容易闹笑话的 做完准备工作 陈十三再次抬头看向墙上的佛迹 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总感觉天选写的东西不对 在自己理解中 佛不应该是这样的 想了半天 陈十三最终还是缓缓抬起了右手 陈十三不懂佛法 更不懂什么叫佛性 所以他只能写出自己觉得对的东西 至于这东西是不是有佛性 能不能凭此进入佛缘大会陈十三 就不知道了 菩提本无数 明镜一飞台 两句勉强能看的字 出现在了墙上 看到这个愣头青 也想写佛迹 一些人忍住不开口道 哪来的野小子 佛迹能这么随便写吗 另外 他这也太取巧了 真以为这样就能行 面对众人的议论 陈十三没有理会 而是聚精会神地写着自己的诗 没办法 自己会写的字太少 要是不认真的写 很容易写出错别字的 管他的 随他去吧 先前那位天交写的佛迹 佛性浓郁 就他写的这东西 很快就会被磨灭的 这小子 估计是小地方来的 让他见识一下 世界的参差也好 听到这言论 一些修士 也静静地等待了起来 其中一些人 已经准备好以长辈的身份 安慰一下这个 出生牛 独不怕虎的年轻人 前两句诗写完了 那糟糕的字迹 与天玄飘逸的书法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紧接着 陈十三又开始写起了后面两句 本事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最后一笔落下 整个佛国都动摇起来 无数佛陀凭空出现 玄傲的范音 让众人内心空明 一株菩提树的虚影 更是直接出现在 陈十三的背后 众人 这样完就没有意思了 本以为大家都是一样的了 你突然这么优秀 我们很难接受的 菩提树下 哄 菩提树发出了一阵颤抖 只可惜被长矛压制 菩提树根本无法 做出什么举动 同时 这个动静也下醒了 正在睡觉的白泽 什么事 发生了什么事 然而 等白泽回过神来之后 彻底无语了 你教他的 不是 那他凭什么 他凭什么可以写出这种东西 白泽激动地上蹿下跳 因为他实在无法接受 小十三居然能写出这种 自己都惊叹的东西 另外说一句 这字是真丑 自己用后招写的都比这好 第237章 荒天地已死 恍如隔世 陈十三引起的动静 让整个佛国都为之震惊 然而 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陈十三 却是茫然地站在原地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很快 几位主持模样的和尚 就走了过来 他们的目光在人群中寻找了一番 但却始终没有找到 那位震惊佛国的佛子 这些小兄弟 你可曾看到佛子的身影 面对僧人的询问 陈十三十分干脆地摇了摇头 我没有看到什么佛子 那这首佛记 是何人所写 我写的 僧人 小兄弟 做人不能这样啊 我们知道 你佛性非凡 但你没必要这么端着架子吧 花了半个呼吸的时间 调整好心情 僧人双手合十道 阿弥陀佛 施主 你就是我佛国千年未遇的佛子呀 啊 听到这话 陈十三脸上写满了疑惑 我怎么就是佛子了 施主写出的佛记振动佛国 足可见施主佛法精深 佛缘深厚 你就是我佛国当之无愧的佛子 面对这样的情况 陈十三困惑地挠了挠头 因为他实在想不明白 自己怎么就突然成佛子了 我真不是佛子 你们估计弄错了 不过这首诗是我写的 我现在能去里面的佛缘大会了吗 当然可以 佛子请 见状 陈十三虽然还是不太明白 发生了什么 但得知自己能进入内部佛缘大会 陈十三还是老老实实地跟着走了 毕竟陈十三的目的 就是进入真正的佛缘大会 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个一点都不重要 内部佛缘大会 看到先前的异象 在座众人纷纷侧目 因为他们很想看看 这位佛性非凡的天骄 到底是何许人也 与此同时 佛缘大会的天玄和梦誉 也是焦急不已 人数越来越多 现如今又出现了这么一个佛法精神之人 陈十三要是再不进来 佛缘大会可就要开始了 这时 三位僧人从拐角处走了出来 而他们身后跟着一位浓眉大眼的年轻人 年轻人与众人的目光对视 只见年轻人高兴地挥手道 天玄 我在这 天玄 梦誉 天玄 我也进来了 我就说我能行 陈十三跑到天玄面前 兴奋地打着招呼 而天玄此时正处于猛逼状态 两久 天玄呆呆地说道 那首佛记是你写的 你说那首诗吗 是我写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出拥有福性的诗 只感觉你那个写得有点不对 所以我就改了几个字凑了一首出来 想不到居然成功了 说完 陈十三转头 向其他人热情地打着招呼 梦誉 玄龙 钱宝 每一个熟人陈十三都没有落下 看着笑容依旧纯真的陈十三 钱宝不由握紧了拳头 因为羡慕的情绪再次涌上了心头 曾几何时 自己也想像天玄和十三这样 凭借自己的努力进入佛缘大会 感受着众人的目光 他们两个站在这里 世人只会记住他们的名字 因为他们是凭借自己的努力进来的 而自己站在这里 别人只会记住万通商会 或者说只会记住万通商会的前膀 这就是你看中的男人 孟玉旁边的男公若雪淡淡地说了一句 见状 孟玉瞥了他一眼 嘴一脚上扬道 是的 说起来 我还要感谢你和苍红 如果不是你们 我未必能和小贼相遇 那这样 我就遇不到这个注定会让天下进修低头的男人 听完 男公若雪没有说话 只是又看了一眼兴高采烈的陈十三 此时的男公若雪 心中突然出现了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一年之前 陈十三还是一个随手可杀的蝼蚁 可是现在 他不再是蝼蚁了 他变得更加耀眼 虽然自己的修为依旧高于他 自己拥有的东西依旧比他多 但男公若雪总有一种感觉 那就是 眼前这个年轻人 一定会超越自己 陈十三的到来 让佛缘大会骚乱了一阵 但是很快 佛缘大会再次回归平静 眼见人员已经到齐 真正的佛缘大会也开始了 当 悠扬的钟声 回荡在整个佛国 一位白眉长絮的老和尚走了出来 阿弥陀佛 诸位不远千里 来到佛国参加佛缘大会 足以证明 诸位心中有佛 今日我佛国举办佛缘大会 是有一事 向天下英雄求救 听到这话 在座众人都严肃了起来 因为大家都知道 佛国所求何事 现在的他正在津津有味地吃着果盘呢 约两千年前 荒天帝承在天命之后 炼制了一柄长矛 从中庭至初 这柄长矛横跨万里之遥 定在了佛国之中 千年来 我佛国想尽一切办法 也未能拔出这柄长矛 就在前不久 我佛国的高人指点 获得了拔出长矛的办法 原来想要拔出这柄长矛 需要有缘之人 我佛国在此立誓 拔出长矛者 可谓佛国之主 说完 整个大会依旧安静一片 荒天帝虽然已经飞升了近千年 但以荒天帝的修为 肯定还活着 限制佛国的规矩 是荒天帝定下的 拔出长矛 就等于公然和荒天帝作对 这种事情 但凡脑子没病的人 大概率都不会做 想到这 南宫落雪开口的慧能大师 如果佛元大会的主旨 只有这个 那我觉得 佛元大会 现在就可以结束了 荒天帝乃是天下共主 佛国公然违抗荒天帝 这简直是取死之道 你们活腻了 我清虚天 可还想好好活着呢 听到南宫落雪的话 会能老和尚慢悠悠的 荒天帝的法旨 我佛国自当遵守 只可惜荒天帝已死 这道法旨 自然要作废 刷 此话一出 众人一下就站了起来 荒天帝死了 这个消息 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的大消息 一旦这个消息成真 整个世界都会动荡的 第238章 杀鸡儆猴 陈十三 我要功德池 突然听到这个消息 天玄众人坐不住了 最开始的三人团 再加上空明天的孟宇 四人都知道 陈长生和荒天帝 关系匪浅 可是先生从来没有说过 荒天帝已死这个消息 大师 饭可乱吃 话不可以乱说 荒天帝的生死 岂是你能揣测的 一直沉默的孟宇开口了 魅影军团的首领 是空明天的祖师 按照关系来算 空明天说是荒天帝的手下 也不为过 现如今 佛国说荒天帝死了 这个消息 孟宇自然是不能接受的 阿弥陀佛 出家人不打狂语 荒天帝已死这是事实 我佛国自然是有证据 才得出这个结论 说着 慧能老和尚右手一挥 一劫天命 瞬间悬浮在佛国上空 感受到那熟悉的气息 所有人都慌了 天命断裂 天命者绝无生还的可能 这就是荒天帝死去的铁证 拔出长矛者 不但可为佛国之主 更可以得到天命 我可以不要天命吗 慧能老和尚的话刚说完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一道声音就传入众人的耳中 转头一看 只见吃完果盘的陈十三 举起了右手 听你们的意思 你们好像遇到麻烦了 你看这样能不能行 我如果帮你们解决了麻烦 你们把功德池借给我 另外 我不想当什么佛国之主 众人 不是 你小子什么毛病 天命在你眼中 难道还比不上一个功德池 虽然功德池确实很不错 但是天命的作用更大 拥有一结旧的天命 一旦时机合适 承载新的天命过程会无比顺利 说得更简单一点 拿到这节天命 你就是准天命者了 陈十三这突如其来的言论 也让老和尚愣了一下 阿弥陀佛 功德池乃是佛国命脉 任何人都不能动用 小施主还是换的要求吧 可是除了功德池 其他东西我都不想要 此话一出 会能老和尚的眼睛也眯了一下 随后说道 想要用功德池也并非不可能 如果小施主能成为佛国之主 然后再承载天命 功德池自然是可以用的 面对这不太直白的话 陈十三挠了挠头说道 天玄 他这是什么意思 他怎么还要 让我当什么佛国之主 看了一眼 逐渐形成包围之势的僧人 天玄淡淡道 意思很简单 功德池不会给外人用的 你想用功德池 你就得去当和尚 然后再花上的几千年时间 带领佛国变得强大 做到这种地步 你就可以用功德池了 几千年 听到这个回答 陈十三连连摇头说道 这可不行 我还要帮先生做事呢 我如果帮他们了 那先生怎么办 还有我不想当和尚 想不想当和尚以后再说 现在你恐怕要拔剑 因为我们有麻烦了 花音落 又有几个老和尚走了出来 阿弥陀佛 云山寺至宝七彩金莲被盗 天玄施主是否该给个说法 看了一眼云山寺的几个老和尚 又看了一眼 静静坐在原地的玲珑 天玄笑道 憋了这么久才来找我的麻烦 真是难为你们了 没错 云山寺的七彩金莲 是我蛊惑佛女玲珑偷的 有什么事找我便是 见天玄坦率承认 云山寺的老和尚平静道 既然七彩金莲落到了施主手中 那就说明 施主与佛门有缘 老僧想请施主到云山寺剔度出家 呵呵 这就有点贪心了 吃你点莲子莲藕 你就想 把我整个人带走 这恐怕不太合适吧 另外 按照佛门的道理 面对这种情况 你们应该给我当头棒喝 让我瞬间顿武 说得更直白一点 你们要把我打到福 要不你们还是走一下流程吧 这样随随便便就加入你们 岂不是显得我太没骨气 说完 雷霆之力开始在天玄身上浮现 面对这一触即发的争斗 佛国的人并没有太多慌乱 这群人从进入佛国开始 就已经被发现了 之所以迟迟没有去清算云山寺的事 那是因为佛缘大会更加重要 原本打算等佛缘大会结束 再慢慢算账 可谁曾想 他们居然敢打功德池的主意 既然如此 那就饶他们不得了 敢召开佛缘大会 佛国自然也做好准备了 应付各种麻烦 杀鸡儆猴 这两个年轻人将会是佛国震慑天下最好的例子 刷 话音刚落 天玄身形一闪 拉着陈十三快速向外飞去 在佛国身处和佛门的人动手 这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看着天玄的背影 云山寺老和尚依旧一脸平静 只见他缓缓伸出右手往下一压 一只遮天蔽日的大手就出现在天玄头顶 如来手印 看到这个招数 孟玉下意识说了一句 随后怒道大师 对待两个年轻人用这等招数 是不是有些过了 然而 面对孟玉的质问 云山寺老和尚并没有动摇 眼间自己无法逃脱追捕 天玄将陈十三往地上一扔 全身的修为在此刻骤然爆发 玄鸟异象 水晶命灯 雷霆神通 所有的力量都被天玄爆发了出来 一道蕴含着道运的法爵 狠狠撞上了那巨大的手掌 看到天玄施展的招数 会弄老和尚皱了一下眉头 道家混原诀 这是当年尚清官的绝学之一 自从不败道人飞升之后 这门绝学就已经失传了 他一个妖族 为什么会人族道门的不传之名 想到这 会能心中莫名的多了一股担忧 云山寺出世之后 暗地里一直有古力量阻碍云山寺 抓捕这几个年轻人 可是任凭佛国百般调查 始终查不到这股力量的来源 现如今 这个妖族的年轻人 又使出了失传的道门绝学 看样子 他背后站着的人 来历非凡呀 哄 巨大的冲击波让天玄从空中落了下来 虽然成功扛住了如来手印 但天玄此时已经无力再战 以命登进 硬抗佛门大能一击 如此成就 可谓是惊世骇俗 第239章 真武剑最后的光芒 恐怖的老和尚 碰 天玄重重地落在地上 嘴里吐出了大口大口的鲜血 此时 被冲击波掀翻的陈十三也爬了起来 只不过三尺清风已经落入了他的手中 看了一眼重伤的天玄 陈十三静静地持劲力 一人 一剑 陈十三就这样挡在了整个佛国面前 够了 他们不就是偷了七彩金莲吗 这个仗悟空明天赔了 要什么价钱 你们开口就是 眼见那些老和尚即将走向陈十三 孟玉忍不住开口阻止这场争斗 同时 孟玉还打算亲自上前把陈十三带走 哄 一股无形的威压笼罩住了孟玉 然而面对这种情况 孟玉身后的一个老者也瞬间爆发的强大的气势 两股气势在空中相撞 让原本起身的孟玉被强行压了回来 空明天的人轮不到佛国来管 冷冷告诫了一句 老者弯下身子低声道 丫头 这两个小家伙空明天保不住 佛国这是要杀鸡儆猴 不要多生事端 听到这话 孟玉不由握紧了拳头 因为他真的不想看到小贼出事 空明天没能保得住陈十三等人 与此同时 万通商会这边也在上演相似的剧情 王爷爷 你救救他们吧 十三和天玄他们真的很厉害 救了他们万通商不会吃亏的 面对前板的哀求 一名老者叹气道 小姐 不是不救 是救不了 能保下你 已经是佛门给万通商会面子了 想要保他们 那就得让佛门在佛国之中低头 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 至少万通商会做不到 听到这话 前板的嘴角在颤抖 王爷爷 万通商会不保他们 是不是因为我退出了 如果我不退出 万通商会还会这样吗 文言老者摇了摇头说道 小姐 事情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 就算你不退出他们的队伍 万通商会也没有能力 在佛国中保你们周全 所以 你提前退出是明智之举 得到这个回答 前板迎牙紧咬 该死的陈十三 该死的天玄 该死的先生 你们为什么偏偏要选择这条路 嗨嗨 又吐出了几口鲜血 天玄挣扎着坐了起来 说道 我伤到了五脏 需要一点时间调息 才能有一战之力 你能行吗 面对天玄的询问 陈十三连头都没回 淡淡道 你尽管调息 在你没有站起来之前 我不会倒下 得到这个回答 天玄当即开始的调息 虽然佛国很强 虽然陈十三的实力 比自己还要差 但天玄选择毫无保留地相信陈十三 因为陈十三说过的话 永远不会食言 除非他死 阿弥陀佛 施主 你们二位佛员身后 何不放下屠刀 归依佛门 面对云山寺老和尚的话 陈十三看了一眼远处的玲珑 又看了一眼面前的老和尚说道 七彩金莲的事 是你们没道理 可是天玄选择不说 那我也不会说 他受伤了 我不能让你过去 看了一眼陈十三手中的剑 老和尚淡淡道 施主手中的剑 乃是数千年前 昆仑圣帝大长老江峰的佩剑 此剑杀戮过重 施主拥有此剑 只会增加心中的杀意 既然如此 就让老僧来超度一番吧 说着 老和尚双手合十 嘴中不断有经文传出 老和尚的声音看似不大 但是从他嘴中传出之后 却堪比红中 噗 当即就是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然而 面对这样的情况 天玄也只能强行压制脑海中的杂念 继续疗伤 因为他知道 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是十三用命拼回来的 滴答 一滴鲜血顺着陈十三的眼角滴落 此时的陈十三 已经被佛音阵的蹊跷流血 但是他的眼神 他的脊梁不曾软弱半分 他握剑的手 依旧是那样的坚定 刷 陈十三出剑了 他这一剑快如闪电 剑锋锁过之处 佛音纷纷退避 叮 锋利的剑尖被一根手指给挡下了 面前的老和尚 此时浑身金光闪耀 一滴金色的血液顺着三尺轻锋流动 陈十三这一剑 仅仅只是刺破了老和尚的手指 纵观天下 以彼岸近破 老那今生的 你是第一个 只可惜 你手中的剑已经死了 说着 老和尚手指微微一弹 三尺轻锋就飞了出去 陈十三右手的骨骼也寸寸锻炼 深入骨髓的疼痛 没有让陈十三皱一下眉头 右手废了 陈十三就左手持剑 真五剑入手 没有剑尖的真五剑 向老和尚的头颅削去 当当当 这一次 老和尚用手在真五剑的剑身上 连拍三下 一道细微的裂痕 在真五剑上出现 真五剑也同样脱手而出 陈十三的左手也废了 刷 真五剑插入泥土之中 陈十三的两只手臂 软塌塌的自然垂下 看了一眼陈十三的状况 老和尚并没有继续纠 转而继续走向疗伤的天玄 刷 陈十三又挡在了老和尚面前 他的眼神 还是如同先前那般坚定 我答应过天玄 他没有站起来之前 我不会倒下 你破得了我手中的剑 但是你却破不了我心中的剑 说着 陈十三体内 那不算强大的力量 开始翻用 全眼在沸腾 神桥在明洞 彼岸颤抖 若是仔细观察便会发现 陈十三的境界 变成了一把剑 以全眼做剑柄 以神桥做剑身 以彼岸做剑尖 这柄神兵正在疯狂的明洞 似乎是要苏醒过来 帮助陈十三突破境界的封锁 呛 就在陈十三体内的神兵 即将破镜的时候 地上的真武剑 突然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无穷无尽的剑气 从残破的真武剑中飞出 最后 真武剑化为一道耀眼的流光 冲向了云山寺的老和尚 那是真武剑最后的荣光 第240章 不顾一切地冲上去 真武剑 陈十三的眼神动了一下 与此同时 剑灵也传来了一道神念 小十三 我走了 能认你为主 我真的很开心 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了 山穷水未尽 你一定要活着 话音落 真武剑也狠狠地撞向了云山寺的老和尚 真武剑知道 陈十三极尽升华 只有死路一条 想要让陈十三在佛国的手中活下来 必须让一些躲在暗处的人出手 他不想看到这个少年死去 所以他用自身消亡的代价 为这位少年博取一线生机 三年前自己任他为主 将他的命运带向另一条路 三年之后 自己赌上自身性命 让这个少年博得一线生机 哄 面对真武剑的最后一击 哪怕是云山寺的老和尚 也不得不严阵以待 强大的冲击波 让半个佛国都颤抖了一下 尘埃散去 原本的真武剑已经化为碎片 云山寺的老和尚 也是狼狈不已 真武剑的碎片刺瞎了他的右眼 与此同时 他身上那洗得发白的僧袍 也变得破破烂烂 亲眼看着真武剑陨落 陈十三的眼中蒙上了一层雾气 从第一次遇到真武剑开始 陈十三就一直把他当成了朋友 一个无话不说的朋友 这三年的时光里 陈十三总会时不时地 去找真武剑说话 这些话 陈十三没有对任何人说过 就算是陈长生也没有 因为这是独属于朋友之间的悄悄话 动 陈十三跪了下来 他低下头将地上的剑柄咬住 然后收进储物空间 看着陈十三用嘴捡起地上的碎片 梦玉和前板的心都在滴血 但他还有嘴 哪怕这些碎片让他的嘴鲜血淋漓 陈十三也没有停止这个行为 菩提树下 陈长生你放开我 老子和他们拼了 白泽疯狂地咆哮着 他想要冲出去帮助陈十三 这三个娃娃都是白泽亲手交出来 现如今看到这种惨状 白泽怎能不心痛 可是面对陈长生的束缚 哪怕是白泽也挣脱不开 与白泽的癫狂不同 陈长生此时异常平静 他就这样静静地感知着外面的情况 至于他的内心到底在想什么 没有人知道 将地上最后一枚碎片捡起 陈十三再次站了起来 望着瞎了一只眼的老和尚 陈十三含糊不轻道 我还没有倒下 你不能过去 被真武剑刺瞎了一只眼 波澜不惊的老和尚也怒了 施主的心境让老娜佩服 这碎片老娜就还给你吧 说着 老和尚拔出了眼眶中的碎片 只见他随后一扔 真武剑的碎片就以一种极快的速度 飞向陈十三 就在真武剑碎片 即将刺向陈十三的眉心时 一道声音传了出来 雪飘人间 漫天雪花飘落 灵力的剑光 让老和尚扔出的碎片改变了轨迹 噗 碎片贯穿胸膛 陈十三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梦玉双眼通红地挡在了陈十三身前 施主 这是佛国与他恩怨 与空明天无关 我知道 所以我做的事与空明天无关 是生是死 都是我梦玉一个人的选择 说完 梦玉转身 查看起了陈十三的伤势 发现陈十三还有一口气之后 梦玉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喂下一枚丹药 阻止伤势恶化 梦玉也像陈十三那样 持剑拦住了老和尚 面对这种情况 空明天的老者 站在原地纹丝不动 梦玉是小辈 他可以代表自己 但是自己不能 一旦自己出手 那可就是空明天与佛国的问题了 出手吧 也让我看看 佛们的大能 到底有什么厉害之处 屡次三番地被阻拦 云山寺的老和尚 也有些怒了 话音刚落 一只大手直接抓向他 面对这般佛门神通梦玉 再次施展出了绝技雪飘人间 梦玉的剑术很强 在经过陈长生的指点之后 修为也是更加精进了一些 可他面对的是 佛门的大能 实力已经达到的 斑血境的巅峰境界的鸿沟 并不是这么容易就能弥补的 碰 老和尚全力出手之下 梦玉连一招都没有撑住 直接将梦玉打成重伤 老和尚冷着脸走向了天玄 看招 无数法宝飞向了老和尚 在这些法宝即将触碰到老和尚的时候 瞬间开启了自爆 数十件法宝自爆的威力 直接把老和尚震推了几步 前宝红着眼冲进了战场 面对前宝的出现 老和尚用紧剩的一只眼睛 死死地盯着他 看什么看 莲藕和莲子我也吃了 他们做的所有事情 我都有份 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前宝做的事 与万通商会无关 自然也不需要万通商会的庇护 我知道你很厉害 我也知道 我们今天是跑不了了 大概率还会死 不过怕死谁 TM当修士呀 当个重地的凡人不好吗 说着 前宝将身上所有的法宝都召唤了出来 然后疯狂地冲了过去 小十三快死了 天玄重伤 真武见碎了 就连仅仅只见过几次的梦浴也站了出来 看着一切事情的发生 前宝的心在低血 他知道 现在袖手旁观是最正确的选择 但他就是说服不了自己的那颗心 所以 他不顾一切地冲了出来 哪怕这个做法是不明智的 通过七彩莲子获得的神通 此时正被前宝全力催动 前宝觉醒的神通 就是操控法宝 一般修士操控的法宝数量有限 但是前宝的神通没有这个限制 或者说 他操控法宝要比一般修士多上几十倍 这样的神通 配合万通商会恐怖的财力 简直是如虎添翼 咔 前宝的身形被定在了半空 而他身后悬浮的法宝 同样也是如此 老和尚右手用力一握 上百件精品法宝 就被捏成了渣渣 唯一剩下的 只有前宝的本命法宝 当 一拳 老和尚又出了一拳 仅仅只是这一拳 就差点将前宝的本命法宝打碎 扑 本命法宝遭受重创 前宝吐出一口鲜血 晕了过去 碰 又是一拳 前宝的本命法宝彻底破碎 本命法宝碎裂 前宝的气息 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萎抿了下去 第241章 神秘人 说两句公道话 缩一老者 碰 前宝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倒下了 所有人都倒下了 老和尚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向天玄 这时 闭目调戏的天玄睁开了眼睛 他坚定地站了起来 看着面前这个妖族年轻人 老和尚再次恢复了云淡风轻的表情 以佛国的底蕴和实力来说 天玄等人的行为 无疑是浮游汉术 若是单纯地想杀他们 他们早就死上八百个来回了 战局之所以拖延到现在 无非是佛国想要杀人诸心 抹杀几个年轻人 证明不了佛国的威严 但是磨灭众多天骄的道心 足以让天下人胆寒 阿弥陀佛 施主 何苦执迷不悟 听到老和尚的话 天玄看了一下倒在地上的众人 淡淡道 他们倒下了 我还没有 刷 天玄的左腿瞬间扭曲了起来 钻心的疼痛让天玄冷汗直冒 可是天玄脸上的笑意却越发旺盛 就这 咔 天玄的右腿也断了 双腿被打断 天玄扑通一下跪在了地上 无比剧烈的疼痛 没有让天玄发出哀吼 此时的天玄反而放声大笑 哈哈 原来在不害怕死亡之后 真是可以做到无畏无惧 大师 你这度人的手段差了些啊 像我这样冥完不灵之辈 看样子 你是度不了了 望着地上满脸笑意的天玄 老和尚淡淡道 既然施主冥完不灵 那老那就只要用些金刚手段了 遂你命灯 阵风佛塔三百年 说着 老和尚缓缓手抓向天玄 面对老和尚的行为 天玄嘴角微微上扬 体内的神力也在快速运转 是的 天玄想要自爆 自己是玄鸟一族的少族主 是夫子的学生 是先生看重的人 自己可以死 但自己绝对不会像狗一样活着 啪 一只手搭在了天玄的肩膀上 同时一道身影 也出现在了天玄和老和尚中间 定睛一看 只见来人是一个身穿缩衣 头戴斗笠的老者 老者静静地看着天玄 天玄也静静地看着 这个阻止自己自爆的陌生人 少年郎孤身入局 拒否 不拒 为何 不拒就是不拒 听到天玄的话 缩衣老者沉默了 两久 缩衣老者再次开口道 我其实是来杀你的 无妨 死在你手里和死在他手里 没有什么区别 碰 天玄的话刚说完 缩衣老者一掌将其打晕 打晕天玄之后 缩衣老者转身看向了慧能 没有多余的言语 有的只是一声轻叹 望着不远处的缩衣老者 慧能淡淡道 你不应该出手的 当年你在玄鸟一族犯下大错 是佛门出手救了你 我知道 平面 阻挡不要佛国 我也知道 既然如此 你何苦走这一走 面对慧能老和尚的话 缩衣老者再次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说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才向师父讨个答案 或许我在死的时候 会想清楚这个问题 文言 慧能老和尚没有继续开口 四位身穿灰色僧袍的和尚走了出来 瞥了一眼四人 缩衣老者说道四位金刚一同出手 看样子 我是连逃的机会都没有了 说着 缩衣老者又看向云山寺的老和尚 你也一起来吧 我恨玄鸟一族不假 但我终究改变不了出身 这件事本就是你们不占领 你断他双腿 这个是要说道说道 莫要让天下生灵觉得 我玄鸟一族 是可以随便欺负的 说完 缩衣老者向天边飞去 四位金刚和云山寺的老和尚 也跟上了他的脚步 随着五人离开之后 佛缘大会再次陷入安静之中 这位缩衣老者 一下带走了五位班写境的大能 其实力已经站在了这个世界顶流行列 可哪怕这样的大能出手 也依旧没能改变现在的局面 佛国的底蕴太深厚了 出动五位班写境强者 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不痛不痒 见状 会能看了一眼 躺在地上的陈十三和天玄 开口道 此二人盗取佛门至宝 废去修为永振佛国 其余几人 扰乱佛缘大会 关押佛塔百年 七线未到不得出塔 听到这个决定 空明天和万通商会的眉头 都皱了一下 因为他们没想到 佛国居然真的敢处置 前板和梦语 然而就在两方的护道人 要开口的时候 一道不满的声音 从虚空中传了出来 我是真的看不下去了 你们这群光头 历来都是这么霸道的吗 话音落 空间被撕裂 一道人影走了出来 神秘人突然出现 会能的眼睛也猛然睁开了 强 很强 神秘人没有理会 会能警惕的神情 反而查看起了众人的伤势 戳了戳陈十三 踢了一下前板 随后又扒拉了一下昏迷的梦语 确定几人都还没死之后 神秘人扎了扎嘴说道 你们这些人也真是的 就是吃了你们点莲子莲藕 不至于把几个孩子 打成这样吗 如果只是打成这样 那也就算了 你们还要费人家的修为 把人家关起来 别说是他们家里的大人 我这个路人都看不过去了 另外据我所知 这个事情应该还有一些 其他的引擎吧 说完 佛园大会再次陷入沉默 外人不知道 但是佛国的高层 却一清二楚 云山寺的宝物 并不是这几个年轻人偷的 而是佛女玲珑主动赠送的 佛女玲珑与天玄有因果纠缠 天玄不死 玲珑永难成佛 所以佛国才会死盯着天玄不放 因为他们要清除玲珑成佛的阻碍 还有 云山寺宝物失窃 这个责任总要有人承担 阿弥陀佛 施主光临佛国到底意欲何为 会能没有理会神秘人的话 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 我是来这里找人的 有个抠门且记仇家伙准备在这揍我 按理来说 我不应该来这的 可是天不遂人愿 外面发生大事了 我得来找他上了 这不 正好碰到了这事 顺便说两句公道话而已 第242章 瓦解佛国 功德持到手 说完神秘人看了看四周 发现自己找的人还是没有出现 神秘人不由无语道 不是 你要不要这么小气啊 不就是当初为难你一下而已吗 你不至于连面都不见吧 你自己看中的人 凭什么让我来给他们处理麻烦 神秘人抱怨的声音在佛国回荡 可是过了许久 依旧没有得到回应 见状 神秘人只好妥协道 行行行 这件事我管总藏了吧 非得让我来当这个坏人 真是无语死了 说着 神秘人抓起了地上昏迷的天玄和陈十三 而且还顺带把一旁的前板也拉了过来 拿了人家的东西 自然要是赔偿的 三个数的时间 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其他的变故 我砍下他们三个的头 一 二 当第二声响起时 一直沉默地玲珑起身了 只见他默默来到天玄面前 然后轻轻地抚摸着天玄的脸庞 曾经我用尽一切方法试图去爱上你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发现我无法爱上你 原以为我逃脱了因果 可是现在我才发现 我从最开始就爱上了你 之所以觉得没有爱上你 那是因为 我总在用固定的标准去衡量 但喜欢一个人是没有标准的 更没有道理可言 此事因我而起 那就由我而重 说完 玲珑起身来到慧能面前 玲珑盗取佛门至宝 按照佛门戒律 应当废除全身修为 逐出佛门 自今日起 玲珑不再是佛门弟子 问 一股无名的波动 四散而开 破全眼 断神桥 列彼岸 玲珑将自己的一身 修为废得干干净净净 做完一切之后 玲珑缓缓脱下了僧袍 露出了里面那鲜红的长裙 躺在天玄身边 玲珑将金刚柱放在天玄手中 轻声道 这金刚柱是你的了 反正都偷了东西 那还不如多偷一点 人给你了 金刚柱给你了 这里好歹也是养育我的地方 关键时候 给佛门留下一线生机吧 说完 玲珑缓缓闭上了眼睛 看到玲珑自费修为 慧能老和尚心中 突然涌出了一股强烈的不安 因为他发现 佛国似乎被人算计了 天命 佛园大会所有的一切都是算计 果不其然 这个念头刚刚产生 难听的咒骂声 就传进了所有人的耳朵里 CNM 该死的秃驴 你们给我等着 本大爷一定把你们家的祖坟 全部抛光 只见一条大白狗快速冲了出来 大量的神力涌入了 陈十三等人的身体同时 一个年轻的光头 也慢慢走了出来 看到这位绝远大师 会能瞬间就明白了 此人才是一切事情的幕后黑手 你在算计佛国 是的 你的目的是什么 功德池 绝无可能 功德池不会让给你的 对于会能的拒绝 陈长生并没有理会 只见他飞身一脚 把神秘人踹飞 然后处理起了 陈十三等人的伤势 这句话放在一刻中 之前还是有用的 但是放到现在 那就由不得你了 云山寺的东西 是你们自己人偷的 无缘无故 把这些孩子打成这样 你们不应该给我一个交代吗 听到这话 会能的嘴角在抽搐 因果之中 就算玲珑不把这些东西给他们 他们同样会去偷的 所以这件事 因果 陈长生打断了会能的话 并且用冰冷的眼神看着他 什么是因果 因果就是那些未来将会发生 但却没有发生的事 既然没有发生这件事 那你的假设就不成立 用一些莫须有的事情 来给我扣帽子 你真的很勇敢 在这住了一年多 佛国与我变法的高僧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其中有没有人获胜 你应该清楚 和我讲道理 你不是对手 快些去开启功德池吧 我不想和你废话了 佛国在这件事上面没道理 所以你们不再是铁板一块 不再固若金汤 若是惹恼了我 灭了你们 此话一出 慧能失神地退后了两步 他从来没想过 佛国会这样被轻易地瓦解 好 好 好 自知败局已定的慧能 连说三个好字 如此手段 堪称鬼神莫测 我早就应该猜到你的身份 终究是天命的诱惑 蒙闭了我们的眼睛 这一次 佛国输得心服口服 说完 慧能将天命扔给陈长生 然后转身离去 这时 被陈长生踢飞的神秘人 也走了过来 嘖嘖 这手段算是让我长见识了 佛门可是以倔虑脾气著称 你居然能让他们 亲手交出功德池 了不得 瞥了一眼一旁嬉皮笑脸的神秘人 陈长生淡淡道 道理很简单 无非就是 瓦解他们的团结罢了 佛国之所以难以撼动 根本的原因 不是因为身后的底蕴 和强大的实力 而是因为佛国上下一心 现如今他们理亏了 内部自然就会产生分歧 有了分歧 佛国就不再是无懈可击 听到这 神秘人称赞道 上兵伐谋 你这条攻心之计 用得真妙 不过 你怎么会提前算到云山寺的事情 有没有云山寺的不重要 就算没有云山寺 也会有其他事情发生 陈十三的性格我太清楚了 他是一个讲道理的人 而且还是一个很会讲道理的人 被蒙住眼睛的佛门 是说不过陈十三的 道理说不过 那他们就只好不讲理了 一旦他们不讲理 我自然就会出手 闻言 神秘人问道 有意思 那你什么方法蒙住他们的眼睛 这群光头里面 聪明人可不少 没什么 我告诉他们 这一世佛国 有机会可以承载天命 而且承载天命的人 可以解决荒天地留下的手段 天命者的诱惑 渴望自由的急切心情 两种情绪交织在一起 他们自然会被蒙住眼睛 你这人真是太坏了 那你说的是 真的还是假的 听到这话 陈长生转头看向神秘人 淡淡道 张白人 这一世的天命 已经是你的囊中之物 荒天地是谁教的 你也应该清楚 揣着明白装糊涂 是想挨揍吗 第243章 龚德池到手 陈长生 你们别乱跑 听到陈长生的话 张白人咧嘴笑道 知道归知道 多少还是要确认一下的 虽然我知道你不争这一世的天命 但我还是有点怕的 若你也对天命的事情插手 我想要杀你 需要费很大的功夫 我可不想把时间浪费在你身上 面对张白人的话 陈长生头都没抬一下 只是低头给陈十三等人疗伤 龚德池马上就要开启了 你先找个地方待着 我忙完事情就来找你 钱板你带走 这可是你的手下 这丫头是个好孩子 好好地培养 未来的成就不会太低 文言 张白人开口道 能被你称赞的人 想必一定是个好苗子 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培养的 说着 张白人抓起地上的钱板走了 而陈长生 则是将陈十三等人 放在了白泽的背上 做完一切 陈长生转头看向了那些 前来参加佛缘大会的事例 都回去吧 过段时间应该有大事要发生 到时候 可能需要你们卖命 趁着这段空闲时间 回去把遗书写好 另外 华阳天洞天的人不要乱跑 因为我过两天要去杀你们 要是分散出去 我会很烦的 说完 陈长生带着白泽 进入了佛国深处 而先前看戏的众人 此时已经头皮发麻了 虽然到了现在 众人也不知道 这位绝远大师的真名 但是他和那位张白人的谈话 众人却是听得一清二楚 荒天帝 天命 谁叫的这些词语 每一个都足以让人心惊肉跳 结合起这些关键词语 众人想起了一个遥远的传说 在传说之中 荒天帝除了麾下的那些大将之外 身后一直站着一个人 这个人贯穿了荒天帝成长之路的所有历程 有人猜测 这是荒天帝的师父 毕竟就算荒天帝在精彩绝艳 那他最开始的修行 也需要有人教导 而且 根据野史记载 虎奔军团的八百具青铜盔甲 是荒天帝 从荒谷禁地里面带出来的 另外 在那段记载当中 荒天帝并非一个人进入的荒谷禁地 而是有人陪同他进去的 古如 想到这 众人不由咽下了一口唾沫 大人物接二连三的出现 这天下又要乱了 思绪整理清楚 众人也快速离开了佛园大会 这种大人物说的话 大概率是会变成现实的 这些人想要让谁去拼命 天下没有几个势力能拒绝 很快 所有人都走光了 只留下苍虹 独自一个人站在原地 此时的苍虹脸上满是苦笑 他心中最后一点自信 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年之前 陈十三等人大闹华阳洞天 华阳洞天更是对陈十三他们 下达了必杀令 原以为这是一个一雪前耻的机会 所以 自己在这一年多时间里 拼命地修炼 只为在遇到陈十三 现在 自己确实遇到了陈十三 但是自己 却连找他寻仇的机会都没有 准确地来说 想要杀他 自己还排不上号 另外 自己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耀眼 在真正的大人物眼中 自己连被看上一眼的资格都没有 要灭掉一方势力 这位大人物 居然还贴心地通知了一下 这是多么可笑的事情啊 佛国深处 不算大的温泉 正散发着热气 然而这热气 却与普通温泉的热气不同 因为这些热气当中 蕴含着强大的念力 这里便是佛国的根基所在 功德池 啊 身上的疼痛 让陈十三身影了一下 随后陈十三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看着坐在身旁的陈长生 陈十三下意识地说道 先生 你也死了吗 陈长生 动 哎呦 陈十三捂着脑袋叫了起来 陈长生不悦道 臭小子 会不会说话 你死了 我都不会死 去把天玄给我叫醒 我有话 对你们说 文言 陈十三立马咬醒了一旁的天玄 缓缓睁开眼睛 看到陈长生的面孔 天玄并不是很吃惊 反而四下寻找了起来 别找了 他还活着 不过修为全废 成为了一个凡人 得到这个回答 天玄松了口气 说道 活着就好 人死了 可就什么都没有了 先生 这就是喜欢吗 是的 那我可以去找他吗 当然可以 修为的事 我也可以帮他重新安排 多谢先生 看着天玄平静的神情 陈长生开口道 你好像一点都不惊讶 先生早就谋划好的事情 有什么好惊讶的 从我们进入北墨开始 先生 就已经开始布局了 北墨佛国铁板一块 想要强功难如登天 更何况 让他们心甘情愿地 交出功德池 唯一的办法 那就只有内外夹击 瓦解佛国 先生化名 绝远混进佛国 就是为了制造这个机会 同时干扰佛国的判断 十三的性格执拗 所以他获得功德池 不会去偷去抢 只会用正大光明的手段 有先生的协助 无论佛国 开除再苛刻的条件 十三都会完成 一旦佛国反悔 先生便可以亲自出手 以施压人 让他们交出功德池 说着 天玄抬头看向了陈长生 文言 陈长生说道 分析得很正确 而且 你也确实给我 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如果没有云山寺的事情 这个计划操作起来 还是有些难度的 所以 玲珑才是 整场布局的关键 是的 陈长生点了点头说道 想要得到功德池 没有牺牲是不行的 而玲珑便是所有的关键 只有他死 所有的牺牲才有意义 另外 我早就提醒过他 种下恶因 自食恶果 那玲珑为什么还活着 是因为先生心软了吗 说出这句话 天玄眼神中 闪过了一丝渴望 因为他要从陈长生口中 得到一个答案 第244章 玄鸟族的叛徒 风雷双翼再现 见状 陈长生身子微微倾斜 在天玄耳边轻声道 因为 他舍不得死 他要是死了 就见不到他的心上人了 背叛师们 放弃前半生信仰的一切 只为给你开辟出一条生路 这丫头的做法 对得起你为他付出的一切 听到这话 天玄的嘴角 不自觉地上扬了 在佛缘大会的时候 天玄明明可以说出 大家心知肚明的真相 这样一来 自己不但不用承担 佛国的怒火 而且 先生还可以顺势发难 可如果真的这样做了 那么所有的压力 都会放在玲珑身上 甚至这件事情 会逼死玲珑 自己不想这样 所以天玄选择了硬扛 只要自己死了 先生同样有理由发难 帮助十三 获得功德持 好了 这一段路程 虽然走得磕磕绊绊 但也还算勉强过关 到达了终点 是时候享受胜利的成果了 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些好 先生且慢 天玄打断了陈长生的话 先生 帮我的那个苏伊老者是谁 玄鸟一族的叛徒 大约三千多年前 玄鸟一族出了一个天骄 他出身贫寒 但悟性和天赋 皆是上上之选 那个时候 他一度成为玄鸟一族的掌上明珠 只可惜 在他最风光的时候 他犯了一个弥天大错 听到这 天玄皱起了眉头 他犯了什么事 为什么这件事 我一点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很正常 因为这是玄鸟一族的丑闻 不会有文字记录的 这不可能呀 天玄难以置信道 我玄鸟一族立来开明 如果真有这样的天骄 就算他犯了弥天大错 也不至于给他打上叛徒的标签呀 理论上是这样 那如果他睡了你们组长的老婆呢 天玄 面对这个回答 天玄差点没被自己的口水给呛死 自己想过无数种可能 比如这位先辈 杀了不该杀的人 给玄鸟一族招来大祸 又或者 这位前辈意图谋反 妄想坐上族长之位 再离谱一点 最多也就是吃里爬外勾结外族 坑害玄鸟一族 可是天玄就算把脑袋想破了 也没想到这种情况 三千多年前 那个时候 荒天帝刚刚把西州打负没多久 西州妖族元气大伤 整个妖族混乱不堪 玄鸟族的族长 又是临危寿命 整日都忙着处理玄鸟一族的事情 而他那联姻的新婚妻子 自然是备受冷落 与此同时 这位玄鸟族的天才也在大放光彩 再然后 你应该懂得 天玄 虽然这个事情 对一个种族来说 并没有太大的危害 但是发生这种情况 这位前辈被视为叛徒 一点都不为过 先生 那后来呢 后来的事情就简单多了 他们的感情被发现 这种事情放在谁身上都不能忍 年轻的族长 和族内最杰出的天骄 展开了一场血战 那一战打得旷日持久 最后他奇差一招输了 然后那个女子就被玄鸟一族处死了 按照正常情况 他本来也是要死的 可是他真的太惊艳了 玄鸟一族有人不想他死 外面的一些人更不想他死 所以 佛国做了一个和世老 从玄鸟一族带走了他 而玄鸟一族 为了不让丑闻流传出去 于是就对外宣称 玄鸟一族的天骄 去佛门做了护法 他的名字 也被玄鸟一族彻底抹去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玄鸟族关于他的史料记载 应该很少 最多也就是告诉你 有一位玄鸟族的族人 入了佛门 至于他的姓名 过往 具体修为 甚至生死 都不会有任何记录 这也是为什么 玄鸟一族在前段时间 遭受大便的时候 他没有出手的原因 听完 天骄的嘴角在不断抽搐 因为这个事情 实在是太离谱了 先生 他们两个为什么会走到一起 因为爱情呀 那个女子是联姻的 和你们玄鸟族的族长 并没有什么感情基础 而且根据传闻 新婚之夜 玄鸟族的族长是 没有去洞房的 当时他在忙事情 所以按照正常情况 他们俩才算是真正的洞房 关于这个事情 我听说过一些传闻 最开始的时候 停 天玄叫停了 兴致勃勃的陈长生 嘴角抽搐的 先生 往事如烟 过去的事情 就让他过去吧 我对这个事情 不太感兴趣 闻言 陈长生的脸 瞬间就搭来了下来 真没趣 一点八卦精神都没有 对了先生 这位前辈帮了我 会不会有事 死定了 想都不用想 坑了佛国一把 佛国总要出气的 不敢动我 还不敢动他吗 我请他出手的目的 就是为了替你们 挡下最危险的敌人 时机不到 我不会出手 没有人替你们抗 你们死定了 听到这话 天玄的神情有些落寞 先生 他们当初错了吗 他们的对错 你没有资格评价 我也没有资格评价 只有他们自己 有资格评价 但有一点我是知道的 他们两个是真心相爱 说完 陈长生一脚 将正在听故事的 陈十三踹进了功德池 龙四经七的池水 让陈十三 变成了一个小惊人 先生 有什么事 不能用嘴说吗 突然踹我干什么 看着陈十三委屈的表情 陈长生淡淡的 突然想踹你一脚 不行吗 真五件是我借给你的 你把它弄碎了 踹你一脚 那是轻的 说着 陈长生又拿出了 一对带血的翅膀 递给了天玄 这是天异族的风雷双翼 拥有这东西 便可拥有世间急速 当初我本来想把它 炼制成法宝自己用的 但是转念一想 背后多了 对翅膀有些怪 所以就留下来了 你是鸟类 本身就有翅膀 这东西配你正合适 接过陈长生手中的 风雷双翼 天玄抚摸着上面的羽翼 说道 先生 这东西 你从哪弄来的 从一个家伙身上撕下来的 当初他风雷双翼展开 我和荒天帝拿他都没办法 哪怕后来他失去了 风雷双翼 也依旧是一个难缠的角色 荒天帝去圣须禁地杀他 可是费了好大的功夫 对了 统领妖族和荒天帝作对的人 就是他 第245章 强敌来袭 张百忍求援 听着陈长生轻描淡写的话 天玄心中是无比震惊的先生 当年你和荒天帝 都遇到了些什么样的敌人 面对天玄的问题 陈长生淡淡一笑说道 那个时代是黄金盛世 无数天骄都在拼命地 想要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 荒天帝所遇到的敌人 是强大到无法形容的 像什么苍红南宫弱雪之流 放在那个时代 也只不过是一流好手而已 面对真正的天骄 他们这种货色 只配在旁边摇旗呐喊 说着 陈长生反手叫醒了昏迷的孟宇 起身道 风雷双翼已经给你了 你要好好地利用 这里面蕴含着天神族的血脉 与你玄鸟一族的血脉融合 你的潜力会更上一层楼 话音落 陈长生的身影已经走远了 看了一眼功德池中的陈十三 又看了一眼远处的陈长生 孟宇立马跟上了陈长生的脚步 因为孟宇知道独属于自己的机缘要来了 前辈 小贼和天神两人待在佛国 会不会有危险 离开佛国 孟宇还是忍不住担心起陈十三的安危 见状 陈长生扎嘴道 不要叫我前辈了 和他们一样 叫我先生吧 陈十三他们待在佛国很安全 因为佛国没那个胆子动我的人 听到陈长生的话 孟宇的嘴角开始疯狂上扬 先生 这个称呼 可不是什么人都能随便叫的 先生 那我们接下来要去啊 带你去见一下世面 更是去见一下这一世的天命者 天命者 此话一出 孟宇忍不住惊呼道 天命不是还没出现吗 怎么就有天命者了 新的天命出现是注定的事 这一世的天命被张白忍承载 也是注定的事 所以称呼他为天命者 并没有什么不妥 听到这种劲爆的八卦 孟宇眉头一扬 开口道 先生 这张白忍是什么人啊 难道他比你还厉害 他的实力当然比我厉害 因为在上一世的时候 他可是荒天帝最大的竞争者 不过 我与他达成了一些交易 退出了上一世的天命争夺 若是上一世 他参加争夺天命 荒天帝承载天命的过程 不会这么顺利的 啊 他比先生还要厉害 孟宇难以置信地说道 这什么张白忍 怎么能比先生还要厉害呢 瞥了一眼孟宇震惊的表情 陈长生笑道 他为什么不能比我厉害 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纵使是我也不敢自称天下敌意 而且 我不是骁勇善战的将军 我只是一个在背后出谋划策的军师罢了 所以 打架并不是我所擅长的事 正说着 陈长生和孟宇来到了一棵大树前 张白忍和钱坂早已在此等候多时 一张青木小桌也摆放在了两人面前 呵呵呵 陈兄 许久不见 你还是这么爱吓唬小孩子 我哪有你说的这么恐怖 面对张白忍的话 陈长生坐在了下来 说道 让这些娃娃多见识一下世界的辽阔 省得当他们碰到事情的时候 被吓傻 说着 陈长生轻车熟路地拿出茶叶 开始泡茶 片刻的功夫 四杯清茶就被摆放在了桌上 陈长生和张白忍各自端了一杯品尝了起来 看着乖巧站在原地的孟宇两人 张白忍笑道 你们也喝一杯吧 这是你们的先生专门为你们准备的 陈兄亲手种植 加上亲手泡制的茶 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喝的 听到这话 两个丫头自然是高兴地端起了茶杯 可是热茶入口 两个小丫头的脸瞬间就扭曲了起来 看了一眼云淡风轻的陈长生等人 又看了一眼杯中的茶 孟宇严重怀疑 陈长生开口道 说吧 到底是什么样的大事 居然值得你冒着被打一顿的风险跑一趟 这次要不是你插手 陈十三他们的事情没那么容易有结果 文言 张白忍也严肃了起来 这个事情我还真需要你的帮忙 不想要打过来了 此话一出 陈长生的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华阳洞天里面的东西 不是 华阳洞天里面的不祥 只是和即将打过来的不祥有联系 十八座青铜古殿镇压的不祥 并不是完整的整体 而是十八个单独的个体 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座青铜古殿下镇压的东西跑了 而且还跑到了另一个世界 他在那个世界布局多年 整个世界已经被他彻底掌控 荒天地打通了一半的登天路 众多小世界自然要开始与下界融合 所以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听到这个消息 陈长生淡然地看着张白忍 登天路和下界的事情 你知道的很多 是的 所以 你还不打算告诉我 你都没打我 我凭什么告诉你 陈十三的存在 就是为了制衡天命者 若他以后真的做到了这件事情 到那个时候 我就可以告诉你了 看着张白忍笑眯眯的表情 陈长生眼皮一挑 开口道 你很嚣张 不可以吗 当年屋里横空出世 你陈长生嚣张的几乎没边了 各大境地 你谁的面子都不给 现在时来运转 还不能让我嚣张一下 文言 陈长生嘴角上扬了一下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美好的回忆 你说的对 现在的你 确实可以嚣张一下 那这口气 我就暂且记下了 不祥入侵的世界 实力如何 很强 很强是多强 纵使我承载天命 下界也要被打烂一半 那你来找我做什么 该不会想让我替你去冲锋陷阵吧 可拉倒吧 我如果是缺一个冲锋陷阵的人 我就不来找你了 我需要你替我掌控大局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 我需要闭关承载天命 另外 我还要向你借人 酸秀才 陈十三 天玄 包括你身后这个小丫头 我都要 第二百四十六章 承载天命 宁可杀错 不可放过 面对张白忍提出的条件 陈长生的眉头 已经皱成了麻花 能让张白忍世子大开口 那就说明 情况真的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地步 可以答应你 但哪愿你要让出来 没问题 承载天命之后 登天路 你打算怎么办 原本我和很多人想的一样 暂时不打算贯通登天路 贯通登天路 会出现很多麻烦 荒天帝只是打通了一半 结果你也看到了 但事情已经推动到了这个地步 不行也得行了 登天路我一定会去 但我也没有太多的把握 所以我需要你帮我 文言 陈长生看向张白忍说道 我帮你 你就有把握 以前没有 现在多少还是有点的 荒天帝不惜一切代价 打通了一半的登天路 这让一些人的想法发生了改变 更何况 你还培养出了一个奇迹 这个奇迹加上我 加上你 再加上整个夏剑 如此一来 还是有几分把握能打通的 听着张白忍的话 陈长生的手指 有节奏地敲击着桌面 两久 陈长生开口道 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 现在就可以 想要对抗外敌 首先得清除内奸 华阳洞天得死 华阳洞天 已经被我的人围住了 一只苍蝇都飞不出来 另外三个洞天 和华阳洞天的关系不错 最近正商量 怎么对付酸秀才 但剩余三个洞天的人 是否和不祥有关 我就无法确定了 说完 张白忍面带笑意地 看着陈长生 似乎是想知道 他接下来会怎么办 宁可杀错 不可放过 既然有瓜哥 那就都灭了吧 大战在即 我没时间去分辨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此话一出 孟玉的冷汗刷得流了下来 四个洞天说灭就灭 这也太过心狠手辣了吧 如果空明天和华阳天交好 同时也没有与魅影军团有瓜哥 那么空明天 是不是也会成为被灭的对象之一 在心中稍微感慨了一下 孟玉很快就恢复了情绪 因为他知道 这就是修行界 一个势力能存在很久的时间 除了他强悍的实力之外 还有可能 是因为真正的大人物 不想对你动手 一旦真正的大人物想对你动手 你的实力再强也没用 四个洞天联合在一起 就算是佛国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攻破 可是现在 四个洞天的生死 在先生和张白忍的几句谈话中 就注定了生死 没问题 四个洞天不是什么麻烦的事 以你的能力 指挥我麾下的人应该没什么问题 所以现在 你可以放开对天命的封锁了吗 封锁之下承载天命不是不行 但这需要多花一些时间 我现在缺的就是时间 文言 陈长生瞥了张白忍一眼 然后右手一伸 钉在菩提树上的长矛发出鸣动 然后直接化为一道流光 落入了陈长生的手中 长矛拔出 佛国被压制了数千年的气韵 也在这一刻喷发了出来 刷 陈长生身形一闪 直接出现在了空中 物力赠予的那一小节天命 派入了长矛之中 无数玄妙的手印 被陈长生打了出来 随着陈长生的动作的进行 青铜长矛发出了无比耀眼的光芒 与此同时 整片大地上也亮起了很多光点 天命 这些就是屋里曾经主动碎裂的天命 这些天命碎片遍布整片大地 它们不但会吸收各地龙脉的气韵 更是在压制新的天命 如果没有人解开这个封印 新的天命想要诞生 简直是千难万难 嗡 整个世界的气韵 慢慢汇聚成了一条 看不见尽头的天命 见状 张白忍同样也飞向高空 哼 想要天命 没那么容易 一声冷哼 从虚空中传来 紧接着 一只大手抓向了空中形成的天命 见状 张白忍冷声道 阴沟里的老鼠也敢染指天命 找死 哼 张白忍一拳轰碎了巨手 然后祭出一面铜镜 只见这铜镜射出一道耀眼的光芒 直奔虚空 啊 惨叫声传来 虚空中再也没有了其他动静 无奈张白忍 今日创立天庭 号令天下 令其所指 诸天万鉴 莫敢不从 繁入天庭者 想气韵香火 万事长存 张白忍的声音 传入了每个人的耳朵 那气韵凝聚而成的天命 也缓缓飞入张白忍的身体 看到张白忍开始承载天命 陈长生眼睛一眯 取出长毛中的天命扔了出去 只见这节天命横跨百万里 然后落入了正在战斗的纳兰信德手中 看了一眼空中异象 又看了一眼手中的天命 纳兰信德嘴角一脸 笑道 终于等到这个时候了 真是可惜 我起步晚了一些 不然这天命未必是他的 说着 纳兰信德吞下手中的天命 整个人散发出了耀眼的金光 千秋为卷 山河作答 我纳兰信德 创建山河书院 愿为天地利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祭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大宏愿发出 再加上纳兰信德体内的天命牵引 汇聚在天空中的气韵 硬生生被分走了两成 有了气韵的加持 纳兰信德接连突破了两个境界 虽然刚刚突破不是很稳定 但也足以让势均力敌的战场 变成单方面的碾压 佛国 天命承载完毕 张白仁也缓缓降落 看到属于天庭的气韵 被分走了两成 张白仁笑道 能不能不要这么霸道呀 一下就分走了两成 我很心痛的 文言 陈长生鄙视地看了一眼张白仁 说道 气韵香火之道 又不是你一个人在研究 如果不是情况危急 再加上你又抢占了先机 这气韵 我还要拿走两成 天庭一家独大 不是什么好事 有山河书院签制 这是为你好 说着 陈长生将手中的长矛制出 荒天地炼制的长矛 裹挟着佛国数万年的念力 直接刺破空间 把华阳洞天彻底定死 如此一来 华阳洞天再无逃脱的可能 第247章 执掌天庭 陈长生赠宝 成功将长矛制出 陈长生也从空中落了下来 另外一个世界多久打过来 多则一二百年 少则几十年 华阳洞天出世 这已经算是打草惊蛇了 那你闭关需要多久 强行承载天命 我的境界并不稳定 最起码需要三百年的时间 来稳固境界 得到张白忍的回答 陈长生开口道 好 那我就替你坐镇天庭三百年 三百年之后 那就是你的事情了 文言 张白忍笑道 呵呵呵 数来数去 这天下 还是你陈长生最靠谱呀 能认识你这么一个朋友 是我张白忍最大的幸运 说完 张白忍转身离开了 等等 张白忍走到一半 陈长生突然叫住了他 还有什么事吗 你为什么会来找我 你来自哪里 大家都心知肚明 我可不认为我的能力天下无敌 这世上比我强的人还是有的 面对这个问题 张白忍抬头想了想说道 陈长生 你游历世间这么多年 想必你应该明白一个道理 那就是在其为谋其职 以前的我是什么样已经过去了 但现在的我是天命者 是天下共主 既然我是天下共主 那我自然要为天下求取一线生机 有些家伙虽然强大 但他们已经不再是人了 让他们来执掌天庭 对整个天下来说 都不是一件好事 相反 你陈长生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所以我让你来执掌天庭 我承载天命之后 有些家伙会坐不住的 接下来的时间 你就要多费心了 说完 陈长生的脸色阴沉到了极致 因为张白忍的话 解开了自己心中的一个疑惑 在几千年前 陈长生在子府圣地 第一次了解到了天命者的信息 对于这些神秘的天命者 陈长生心中一直有一个疑惑 他们到底能活多久 按照常理 修士的修为越强 寿命也就会越长 如果选用一些延长寿命的手段 或者自我封存 那么高境界修士的寿命 会延长到一个夸张的地步 天命者作为当事最强者 他们的修为和手段 都是无庸置疑的 这样的人 真的会随随便便死去吗 还有 张白忍说 在其未谋其职 那如果有一天 张白忍不在这个位置上了 那么他的想法 是不是也会发生一些改变 想到这 陈长生不敢再继续想下去了 因为事情的真相 往往是让人无法接受的 呼 长叔一口气 陈长生转头看向前板 板 你的本命法宝碎裂 那个家伙给了你什么 面对陈长生的询问 前板当即说道 主上给了我这个东西 说着 前板反手掏出了一块 金光璀璨的金属 看到这个东西 陈长生眉头一扬说道 紫金铜母 张白忍还舍得下本钱呀 听到这个名字 前板不由开口道 先生 紫金铜母是什么 传闻之中 这世上有九种无上仙金 而且紫金铜母 便是无上仙金下的第一金属 紫金铜母的坚固程度 比不上传闻中的无上仙金 甚至比一些同级别的 利害金属要差 但紫金铜母 有一个特点是 所有金属都比不上的 那就是用紫金铜母 铸造的法宝 可以瘟养其他法宝 甚至还能提升法宝的品质 这种东西 哪怕是天命者来了 也要眼红 你的天赋神通 再配合上紫金铜母 到时候会产生怎样的场景 你应该能够想象 此话一出 前板的眼睛都放光了 我明白了先生 我一定会好好利用这东西的 说着 前板立马把紫金铜母抱在怀中 嘴里的哈喇子都快留下来了 见状 孟玉虽然羡慕不已 但他也只能将所有情绪 都埋藏在心里 长辈赠予晚辈礼物 这是长辈对晚辈的关爱 可是这并不代表 晚辈可以直接向长辈索取礼物 因为这是礼数 拿着吧 正当孟玉在心中暗暗羡慕 前板能获得如此逆天的东西时 陈长生的声音传了过来 低头一看 只见陈长生手中 多出了一面古朴的铜镜 然而 这铜镜与普通铜镜不同 它呈现的是黑白两色 先生 这是什么 阴阳镜 此法宝当中蕴含阴阳二气 阴阳流转生生不息 用此物防身 可硬抗天命者一击而不死 听到这话 孟玉不由倒吸一口凉气 先生 这东西太贵重了 我不能 说 接着说 孟玉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陈长生打断了 你说你不要 我立马收起来 孟玉 先生你真是的 还不能让人家推辞一下 这么贵重的东西 我不能不要呀 多谢先生 说着 孟玉一把接过了 陈长生手中的阴阳镜 看着孟玉高兴的样子 陈长生笑了 你这丫头 还是懂些礼数的 不像有个丫头 脸皮这种东西 她压根就不在乎 文言 孟玉好奇道 先生 你说的是谁 虎奔军团的首领 公孙怀玉 那个丫头不像你这么矫情 给什么东西她都收 不给的话 她能直接要 现在回想起来 也蛮有意思的 面对陈长生回忆往昔 孟玉也不好插嘴 毕竟公孙怀玉 可是自家师祖的好友 这么高的辈分 岂是自己这个晚辈 可以随便评价的 先生 这阴阳镜是什么来历 不知道 这件东西 是当初有个家伙 在登天路当中 从另一群厉害的家伙 手里抢来的 然后他把这东西送给了我 至于这东西是谁铸造的 存在了多久 我一概不知 说着 陈长生看向了孟玉两人 好了 闲聊结束 接下来该做正事了 你们各自回家 然后把你们家的人 全部给我带出来 带着这些人 一家一家的拜访 各方势力 我要的结果只有一个 那就是 所有势力都要臣服天庭 第248章 天下臣服 陈长生 我有终点吗 听到陈长生的命令 钱包有些慌了 因为这个事情 自己不一定做得好 先生 短时间之内 想要让各方势力臣服 这恐怕不可能吧 确实不太可能 所以把那些不服的 都给我灭了 如果有人问你们要理由 那你就告诉他们 这个世界将有强敌来袭 天庭布局三周之地 分别是中庭 东荒 西周 只可惜布局尚未完成 所以还有很多势力 没有收服 你们的任务 就是完成这个收尾工作 所以你们有这个信心吗 文言 钱包还在犹豫 而孟玉已经拱手说道 孟玉定不负先生所托 很好 空明天未处中庭 那么这个地方就交给你了 说着 陈长生又看向钱包 宝 西周和东荒你选择哪个 看了一眼陈长生 又看了一眼 干脆接下命令的孟玉 钱包咬牙道 先生 我选择东荒 很好 既然你们都选好了目标 那就去做吧 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文言 钱包和孟玉拱手行礼 然后转身走了 望着两人逐渐远去的背影 陈长生淡淡道 出来吧 让我看看 张白忍的天庭 到底有多大的势力 话音落 一个黑袍人 从虚空中走了出来 然后双手 将一枚预检递给了陈长生 感应了一下预检中的内容 陈长生嘖嘖称其道 了不得 张白忍暗地里 居然积攒了这么大一股力量 他承载天命 确实合情合理 传令下去 严格封锁华阳洞天 和另外三个洞天 半个月之后 展开总宫 听到陈长生的话 黑袍人开口道 先生 西周之地过于慌乱 天庭该派谁去镇压 玄鸟族的少族主天玄 文言 黑袍人明显地犹豫了一下 镇压中庭的人是孟宇 南远已经被让了出去 西周又让天旋前去 如此一来 五周之地的其中三周 可都是陈长生的人了呀 黑袍人的小心思 自然逃不过陈长生的眼睛 见状 陈长生微微一笑说道 放心吧 我没兴趣和你们天庭争地盘 知道张白忍 为什么要向我接人吗 因为他知道 天庭当中 缺少一些能担当大人的人才 西周是妖族之地 人族去掌控的话 效果并不好 如果扶持一些妖族掌控西周 天庭还要担心 他们羽翼丰满之后会出问题 一个能镇压一周之地 且相信人族的妖 不是这么好找的 当初培养天玄 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如果不是看在情况危急的份上 我会把人借给你们 听到这话 黑袍人拱手道 先生大意 在下佩服 好了 少拍点马屁 这种话 我听得太多了 你们要做的 给我盯死那四个洞天 如果因为一些原因让人跑了 到时候 就算张白忍也保不住你们 在下明白了 明白就好 去吧 北墨这边 我会解决的 遵命 黑袍人消失 陈长生也转身向佛国走去 功得迟 陈十三盘西坐在池水当中 浑身上下都变得金光璀璨 而天玄则在一旁盘西打坐 风雷双翼出现在了他的背后 陈长生 天玄融合风雷双翼 需要多久 百般无聊的白泽 随口说了一句 闻言 陈长生看了一眼满脸汗水的天玄 开口道 早得很 初步融合的话 半个月时间差不多了 但是想要将风雷双翼 彻底变成自己的东西 天玄要花的时间十分漫长 得到这个回答 白泽看了一眼功得迟当中的陈十三 犹豫道 陈长生 能不能不让小十三走那条路 他是个好孩子 我知道 但是不能 白泽沉默了 因为他知道陈长生决定的事 没有人能更改 那你答应我 一定要让他活着 这个我不能保证 登天路的凶险 你不是没有见识过 纵使是天命者去了 也可能会折戟沉沙 我不敢保证任何人的安全 包括你 听完 白泽更加沉默了 两久 白泽开口道 值得吗 就为了知道一些真相 你让这么多人 前赴后继的去送死 当然值得 人生在世 总要有个追求 我不求名利 不求富贵 更不求称霸天下 我只求清楚地活着 如果因为害怕 困难我就浑浑噩噩地活着 那我和死了有什么区别 我不同意 白泽跳了起来 怒气冲冲地看着陈长生 陈长生 你怎么忍心看着小十三去死 他是这么好的一个孩子呀 我无牵无挂 孤身一兽在这世间漂泊 我陪你去死没问题 可是小十三不一样 他还没有见识过 这个世界的美好 他还没有和自己心爱的人 白头偕老 让他走上了一条 比苦行僧还苦的道路 然而 这道路的终点 却是死亡 你的心到底是什么做的 面对白泽的咒骂 陈长生只能以沉默来回答 看着陈长生的样子 白泽一时间也不知道 该说些什么了 两久 白泽嘲讽道 行 我不拦你 我让你亲眼看着小十三去死 我倒要看看 你胸膛里的那颗心 是不是真的坚不可摧 你不是想战吗 我满足你的愿望 我会把天玄他们 培养成最杰出的战将 就如同当年的子宁他们一样 然后你再带着他们 攻打登天路 亲自给他们收尸 说完 白泽气冲冲地走了 白泽走后 陈长生看着 功德池当中的陈十三 轻声道 系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终点 只要不停下 终究会走到尽头 可我有终点吗 还是说 我的终点是世界毁灭 回宿主 世界毁灭 不会是你的终点 你被强大的存在击杀 那只能说明 你没有跨过路上的障碍 如果没有被障碍绊倒 你的路永远不会有终点 同时 这也注定你会走在所有前面 什么时候超过 这只是时间问题 第249章 杖六精深大成 系统 你真是个畜生 面对系统的话 陈长生沉默了 因为他已经预料到了 自己的未来 将会是一种怎么样的场景 两久 陈长生开口道 系统 你说我让陈十三攻上登天路 错了吗 回宿主 从理论上来说 你并没有做错什么 陈十三因为你 才能踏入修行界 才能存活到现在 你们只是简单的交易关系而已 你帮他变强 他帮你做事 合情合理 听到这个回答 陈长生抿了名嘴说道 那如果不从理论上来说呢 敢问宿主 判断事情的标准 如果不依靠逻辑和理论 还可以依靠什么 感情 生灵的感情 系统你 虽然无法拥有生灵的感情 但你是强大的 你应该能模拟出这种感觉 文言 陈长生脑海中的系统 沉默了一个呼吸 随后再次开口道 请问宿主 是否需要用感情模式 评价目前的事件 是的 我想知道 这样做是对还是错 回宿主 根据感情模式分析 你这样的行为 可以被称之为畜生 此话一出 陈长生的嘴角 顿时就抽出了一下 系统 我虽然有点绝情 有点冷血 但也不至于这么夸张吧 这并不是夸张的描述 而是经过详细推理得出的结果 生灵寿命有限 为了种族的延续 他们往往会繁衍后代 而在万千生灵当中 又以人族赋予 繁衍后代的情绪最多 人族繁衍后代 不仅仅只是为了延续种族 更是把后代 视为自己生命的延续 基于这种情绪 人类往往会对自己的后代 无私的付出 不求任何回报 陈十三是宿主亲手培养的 在修行界这种关系 被称为师徒 在凡人的世界里 如果父亲一开始 就打算让孩子去死 这样的行为被称之为畜生 听到这话 陈长生自嘲地笑道 系统你说的没错 天下父母 哪有人希望自己的孩子去死 这种行为和畜生 没有什么区别 我有一千个道理 一万个道理可以证明 陈十三必须得死 因为这是他欠我的 可感情是不讲道理的 我无法说服我的心 那宿主打算怎么办 没有外人的帮助 宿主自己踏上登天路 需要很漫长的积累 等漫长的时间过去之后 一些事情很可能就晚了 文言 陈长生抿了名嘴说道 这个问题 我需要想一想 我是个人 拥有感情的人 我不能像系统你一样 只追求理论上的最优解 我还需要兼顾心中的感情 在这样的情况下 想要得出一个答案 很困难的 还是无法理解宿主口中的感情 因为所有数据都显示 感情是前进的累赘 有朝一日 宿主一定会抛弃这些累赘的 是吗 陈长生笑了笑说道 我觉得我不会 不过 未来没有发生的事 谁也说不准 就让时间来证明这一切吧 说完 陈长生闭上了眼睛 开始打坐 而系统的声音停了下来 似乎是在等待漫长的时间 来印证这一切 半个月的时间眨眼过 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 整个世界都在发生着 翻天覆地的变化 名为天庭的超级势力 拔地而起 并且肆无忌惮地扩张着领土 与此同时 万通商会和空明天两大势力 也开始征战天下 自身强大的实力 加上天庭的金字招牌 中庭和东荒的进展 本就脆弱不堪的西周 被吓得瑟瑟发抖 可有意思的是 天庭似乎忘记了西周之地 压根就没去管过 外面的世界 在发生剧烈的变化 而佛国身处的功德池 却还如同昨天一样 唯一不同的就是 功德池当中的经期 已经少了大半 陈十三那孱弱不堪的身躯 此时隐约散发出了 令人胆战心惊的气息 嗡 无形的波动散开 修炼了半个月的陈十三 睁开了眼睛 一尊身高六丈的佛陀 出现在了陈十三的背后 此时的陈十三 浑身上下充满了佛性 若是把头发剃光换上僧袍 活脱脱的 就是一个得到高僧 哄 丈六精深大成 陈十三的修为 也在这一刻猛然爆发 神识 本我 命灯三个小境界一跃而过 陈十三直接从第一个大境界 跨越到了第二个大境界巅峰 感受到这个动静 陈长生的嘴角 出现了一抹微笑 作为苦海体系的创始人之一 陈长生太了解这个体系的本质了 第一个大境界 苦海是对肉体的修行 第二个大境界 动天则是对心境的修行 突破第一个大境界 需要资源 天赋 还有枯燥的苦修 陈十三天赋太差 所以他迟迟无法突破第一个大境界 自己用佛国数万年的积累 填补了他天赋上的缺陷 并且将他送入了第二个大境界 第二个大境界 修的是心 其中第一个小境界神识境 要求修士心性坚定 只有这样 修士方能诞生神识 第二个小境界本我竟要求更高 达到这一步 需要修士明目自身 看见本心 说的更简单一点 就是知道自己是谁 第三个小境界命灯境 绝对是三个境界当中的神来之笔 本我和自我 本就是难以兼容的两个个体 无论是斩去本我 还是突破本我 这都意味着 修士将要放弃一些东西 然而无力创造的命灯境 却是另辟蹊径 本我自我源自一人 灵台一展命灯长明 本我自我再无区分 天下修士也在无心魔之说 三个小境界的所有要求 陈十三从一开始就具备了 他的心从一开始就很坚定 他不但知道自己是谁 更明白自己要做什么 所以他才能从彼岸境 一下跨越到了命灯境 第二百五十章 一颗无法动摇的心 第三个大境界 先生 我成功了 陈十三高兴地从功德池里跳了出来 喜笑颜开地 向陈长生展现着自己的成果 看着陈十三那清澈的眼神 陈长生嘴角浮现了一丝弧度 多么清澈的心啊 佛国数万年的积累的功德池 里面的池水蕴含着无穷无尽的佛法 无论再厉害的天交进去 都会被里面的佛法所度化 可唯独陈十三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他的心是那样的坚定 那样的清澈 还行 马马虎虎吧 随意夸赞了一句 陈长生看向了一旁的天玄 这时 天玄也缓缓吐出了一口浊气 风雷双翼的恋化也初步完成了 此时的天玄气势也更上一层楼 然而奇怪的是 天玄此时还是被卡在命灯境 面对这样的情况 天玄起身皱眉道 先生 我是不是出问题了 为什么我还是命灯境 看着天玄疑惑的表情 陈长生笑道 不是出问题了 是你还没有得到下一个境界的修炼之法 这个事情好解决 我们边走边说吧 外面还有些事情 等着我去处理 说完 陈长生起身离开 天玄两人自然也是紧跟陈长生的脚步 功德持之外 慧能老和尚等候已久 陈十三完成丈六精神的动静 他已经感知到了 之所以来这 那是因为佛门还有最后一丝反败为胜的希望 陈长生出来了 他身后的两个年轻人也出来了 看到陈十三清澈的眼神 慧能老和尚眼中闪过了一丝震惊 紧接着又变为了不解 为什么佛国数万年积累的功德持度化不了一个年轻人 佛国的功德持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去的 就是他陈长生进去 也不敢说没有丝毫影响 一个处处茅庐的年轻人 他的心难道比这些活了不知多少年的老怪物 还坚定吗 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但慧能老和尚知道 佛国最后的机会没了 如果陈十三被佛法度化 那么佛国还不算输 因为肉都烂在了锅里 可现在的情况 却并不是这样 这一次 佛国输得很彻底 见状 陈长生挥了挥手说道 好了 别哭丧这个脸 天下没有谁能不吃亏 不可能所有好事都被你们佛门遇上 这一次 多少事占了你们的便宜 这个因果我接了 有朝一日 还你佛门一次 恩情就是 文言 慧能老和尚 双手和十道 我佛门子弟心术不正 佛门该有此劫 如今大劫将至 不知 我佛门可为天下苍生做些什么 听到慧能老和尚的话 陈长生笑道 改正得很快嘛 何该你们佛门昌盛 以后要做什么 我会派人通知你们 你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归顺天庭 大劫将至 这个世界需要一个统一的指挥 相信你们应该有这个觉悟 这件事情过后 佛门怎么和天庭相处 这是你们的事 我不管 不过可以给你一个小建议 听调不听宣是目前最好的结果 佛门如此 山河书院同样也会是如此 你们自己考虑清楚 说完 陈长生带着陈十三两人走了 看着陈长生的背影 会能老和尚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这位存在都说出这样的话 那就说明天庭强大 远超乎想象 听调不听宣 或许真的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佛国之外 天玄 你知道命灯境的下一个境界是什么吗 回先生 我知道 苦海体系共分为三个大境界 分别是苦海 动天 神境 命灯境是动天境的第三个小境界 再进一步就可以达到神境 神境的第一个小境界 名曰斑泻境 文言 陈长生点了点头道 说得很正确 神境同样也分为三个小境界 这三个小境界 分别是斑泻 换骨 脱胎 你们知道 荒天帝创建这三个境界的目的吗 面对陈长生的询问 天玄和陈长生都齐刷刷地摇了摇头 苦海体系讲究精气神混元一体 这样一来 修士可以做到理论上的断枝重生 而且战斗的持久力也异常强悍 然而有优点就有缺点 苦海体系太过强大 一旦肉体发生损伤 修士需要消耗海量的能量来修复 战斗结束还好 若是在战斗之中 消耗这么多力量 会让自己处于弱势 甚至丢掉性命 听到这 天玄开口道 所以 荒天帝创造第三个境界 就是为了弥补这个缺陷 是的 当初我首先发现了这个问题 于是提出了一个大概的雏形 而荒天帝则负责完善第三个大境界 斑血经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那就是不断地收缩自身的力量 然后凝聚出一滴浓缩的血液 根据我的了解 现在的修行剑 把这东西叫做精血 等什么时候 精血替换了全身血液之后 那么你便达到了斑血经的巅峰 那这得花多少时间 面对陈长生的回答 天玄下意识地说出了心中的疑惑 见状 陈长生说道 修行本就是水魔功夫 哪有那么多捷径可以走 如果随随便便 就能通过丹药和功法提升境界 那么这种修行体系是很脆弱的 唯有这种一不一个脚印 慢慢积累上去的修行体系 才是最无解的 厉害的天才 可以用神桥镜的修为 打败彼岸镜的修士 十三可以凭借手中的剑 以彼岸镜击败命灯镜修士 现在的十三是命灯镜修士 但他面对斑血镜修士 只有落荒而逃的粉 佛国元大会的时候 你和云山寺的老和尚过招 当时的你是命灯镜 他是斑血镜 两者只相差了一个小境界 可是你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这就是境界之间的鸿沟 听完陈长生的话 天玄骤眉道 先生 修行境界本就有鸿沟 命灯镜打不过斑血镜 不是很正常吗 这和修行体系有什么关系 这个说起来太复杂 主要是 你们没有经历过其他修行体系 上一个修行体系 名为金丹体系 境界大致分为 炼器 助击 金丹 原因 化神 化神镜和命灯镜 同样划分为第六个境界 处于化神镜 可以用一些手段 与一些金丹体系 第七境修饰过招 可是在苦海体系 命灯镜面对斑血镜 只有挨揍的分 天玄 怪不得我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 我还以为是我不够强 所以不能越劲而战 何这是修炼体系的问题啊 第251章 大战在即 陈长生 你们将会创造历史 听完陈长生的解释 天玄问道 先生 那斑血后面的境界 又是什么含义 斑血之后就是换骨 以自身旺盛的精血 催炼出更加强大的根骨 再往后就是脱胎境了 这个境界也是神经最后一个境界 完成这一步 苦海体系 你差不多就到头了 闻言 一旁的陈十三号祈祷 先生 那脱胎境之后还有境界吗 有 那这些境界都叫什么名字 你能给我们说说吗 不能 因为我也不知道 陈十三 天玄 陈长生的回答 让两人一脸问号 见状 陈长生瞥了他们一眼 说道 看我干什么 我不知道很正常好不好 别说我不知道 就是荒天帝也不一定知道脱胎境之后的境界怎么命名 此话一出 陈十三两人更加困惑了 天玄不解道 先生 你怎么会不知道 你可是苦海体系的创始人之一啊 这话说的没错 可事实就是这样 第三个大境界 其目的就是为了让修士脱胎换骨 完成自身的一种境化 三个境界走完 修士的精气神已经达到了混元一体 完美无趣的状态 再往后走 就是对道的胆悟 这种东西旋之又旋 很难有一个固定的标准 荒天帝确实超越了神境 可是他承载天命的时间太短 没有足够的时间 去衡量神境之后的境界标准 另外 一个体系的标准 是要参考很多修士的情况来制定的 如果只用某一个修士的标准来衡量 这种东西是不准确的 就目前来看 神境之后的修士并没有多少人 而且大多数都还在摸索阶段 所以 神境之后暂时没有标准 面对陈长生的解释 天玄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说道 先生 照你所说 神境之后只能靠自己摸索 我们现在是这样 那后世之人怎么办 他们也要摸索着前进吗 并不会 因为有先贤已经替他们开辟出道路了 这人是谁 难不成先生已经有方向了 文言 陈长生笑着看向天玄 说道 先贤就是你们呀 我们 对 就是你们 一个体系的出现 再到彻底完善 需要很漫长的一段时间 而处于这个时期摸索前行的生灵 就是后世之人口中的先贤 你们是历史中的人物 同时你们也会创造历史 就如同曾经的荒天帝一样 他当初也没想过会成为开拓者 他只是一步一步的向前走着 等走过漫长的道路之后 回头一看 他已经成为了世人口中的开拓者 听完陈长生的话 天玄棱在的原地 因为他从没想过 自己有机会能成为世人口中的开拓者 看着天玄愣住的样子 陈长生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道 年轻人的目光不要看得太长远 因为漫长的道路会把你吓倒的 你只需要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当你停下脚步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已经走了别人一辈子都无法走完的道路 面对陈长生的话 天玄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而陈十三则是压根就没听懂 因为先生说的话太复杂 先生 你这次要去做什么事 无法理解陈长生口中的先贤是什么意思 陈十三索性就不去理解了 因为这东西自己不感兴趣 一件不大不小的事 顺便带你们见识一下世面 所以 到底是什么事 灭掉十大洞天其中之四 陈长生的语气轻描淡写 可是天玄的脸色却严肃到了极致 就连一向不太懂人情事故的陈十三 也严肃了起来 陈十三不懂灭掉四个洞天的影响 但有一件事他知道 那就是 先生做这件事要死很多人 好了 快先走吧 距离约定发起总工的时间要到了 说完 陈长生直接带着两人 化为一道流光飞向天边 一座又一座空间禁锢阵法 刻画在华阳洞天四周 两万修士大军已经蓄势待发 不过有意思的是 这支军队只是围而不公 似乎是在等待着什么 刷 一道流光直奔修士大军而来 防御阵法在刹那间开启 上百名命登进高手 外加一名班穴竟修士也瞬间升空 天庭重地 闲杂人等切勿靠近 班穴竟修士对着来人发出了警告 可是面对天庭修士的警告 来人似乎一点都不在意 这排兵布阵有点意思 谁弄的 看到这个陌生人满不在乎的样子 班穴竟修士皱紧了眉头 天庭一同攻打四大洞天 人手上面已经有些捉襟见肘了 更难受的是 也不知道那个王八弹下的命令 要求大家为而不公 如今四大洞天归缩在老巢当中 一旦发生意外 那将是一场血战 正是因为如此 天庭军队才会如此风声鹤唳 再说一遍 天庭重点 闲杂人等速速退去 刷 班穴竟修士的话刚说完 眼前的陌生人随手扔给了他一件东西 看清楚手里的令牌 班穴竟修士 立马单膝下跪道 天兵统领试盘见过先生 这些客套东西就免了 带我去看一下周围的部署 把这个家伙编入军队 让他一同参加战争厮杀 指了指身旁的天玄 陈长生带着陈十三 开始观察起了周围的部署 望着陈长生两人的背影 天玄抿了名嘴 但也没有说什么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走到如今这个地步 自己和十三也要分道扬镳了 自己和他的路 从一开始就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 军队中心区域 先生 我们何时发起进攻 不着急再等等 凭你们目前的实力 进去就是送死 攻打华阳洞天 我们需要一个强劲而有力的帮手 根据我的估算 这帮手应该正在来的路上 第252章 鸡犬不留 心狠手辣的陈长生 听到陈长生的话 石盘显然有些不乐意了 因为他觉得 眼前这位代理天庭之主 似乎不太行 先生 困兽之斗会让华阳洞天死战不退 若是继续围困下去 天庭想要打败华阳洞天 损失会很大的 不如我们开放一个缺口 围三缺一 这样也能很有效地削减华阳洞天的实力 而且华阳洞天当中 好些人是愿意投效天庭的 面对石盘的话 陈长生停止观看地图 转头看向了这位天兵统领 可能是我下达命令的时候 没有描述清楚 也有可能是命令 在传达给你的过程当中 发生了一些意外 导致你产生了一些错误的理解 不过没关系 我重新给你说一遍命令 华阳洞天鸡犬不留 任何生灵都不能离开 华阳洞天这个小世界 哪怕是一棵草都不行 之所以要围困它们这么久 就是为了让它们 把所有力量都收回来 如果因为你的一些小情绪 导致这次围剿华阳洞天 出现了漏网之鱼 那么你和这两万三千八百二十六名修士 都要死在这 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吗 动 陈长生的话 让石盘瞬间跪了下来 因为他从这位代理天庭之主的语气中 听到了浓烈的杀意 以自己征战多年的直觉来说 他真的有可能杀光在场的所有人 属下愚昧 还请先生恕罪 知错就改 这个做法很对 再重复一遍我的话 华阳洞天鸡犬不留 无论是男女老少 还是灵兽真情 任何生灵都不能离开华阳洞天 为令者 杀无赦 很好 陈长生点了点头 然后扔给了石盘一枚预检 按照这上面的阵法布置 我给你三个时辰的时间 三个时辰之后 我要看到大阵布置完毕 遵命 石盘拿着预检走出了大仗 他甚至没有去看预检中的大阵是什么 也没有去考虑 这个大阵布置的难度 军令如山 战场之上 困难从来都不是拒绝执行任务的理由 这位杀法果断的主 更是这样 他不会考虑你是否能完成任务 如果你无法完成任务 他只会换一个能完成任务的人来 石盘走后 陈十三开口道 先生 真的要杀这么多人吗 是的 因为不杀他们 这个世界会死更多的人 华阳天深处的那东西很难缠 而且隐蔽性非常高 我也没有实声的把握 确定一些生灵身上 是否携带着那种东西 所以最稳妥的办法 就是把他们全部杀光 听完陈长生的话 陈十三沉默了 他似乎是在想些什么 然而 正当陈十三要开口的时候 陈长生突然笑道 这个家伙终于来了 来得还真及时 说着 陈长生就飞出了大仗 纳兰信德拜见先生 看着浑身散发着儒雅气质的纳兰信德 陈长生笑道 事情做完了 多谢先生相助 此次若飞先生 我恐怕就麻烦了 说着 纳兰信德掏出两个圆球 递给了陈长生 感受着里面的不祥气息 陈长生开口道 同根同源 看样子 华阳洞天里面 只躲着一只臭老鼠 如此一来就简单多了 若是两只臭老鼠躲在一起 恐怕要用更多的鲜血来洗了 文言 纳兰信德看了一眼 下方布置大阵的军队 说道 十日炎阳阵 先生这是打算鸡犬不留吗 是的 本源还在 那么他的触手 就会如同野草一样 春风吹又声 我无法确定 华阳洞天之外 他是否还留有其他本源 所以我决定 把整个华阳洞天都灭了 我要斩断他所有的触手 听到这话 纳兰信德沉默了一下 那先生为何还要让其他修士 攻打华阳洞天 你我二人联手 足以覆灭华阳洞天 原因很简单 我想测试一下 不想转移宿主的过程 会不会被发现 这种情况 只有在混乱的厮杀中 才会发生 如果只有你我二人 不想是不会露出马脚的 此话一出 纳兰信德的眉头皱起来 那如果先生发现不了呢 发现不了 说明情况有两种 一是不想没有转移宿主 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 第二种情况 那就是不想完成了转移 但我们两个都没有发现 如果真是这种情况的话 我要考虑打造一个大大的棺材 把整个世界都葬了 面对陈长生的轻松的语气 纳兰信德的眉头 并没有舒展开 因为还有一种情况 自己没有说出来 一个呼吸过后 纳兰信德一字一句道 先生 如果你碰巧发现了 不想转移宿主 但是 你无法确定 这样的情况 是否还有更多 你会怎么办 看着纳兰信德 严肃的样子 陈长生笑着指了指他说道 读书人的脑子就是聪明 这个结果都被你猜出来了 如果我真的无法确定 这两万多的军队 是否被不想寄生 那么我就只好把他们 连同华阳洞天的人 一起葬在这个小世界了 先生 这样做是否有些残忍了 残忍吗 好像是有点 但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我们对不想了解的太少 所以只有用人命去填 十八座青铜古殿 目前被我发现的 连灵头都不到 一旦不想再次降临这个世界 你觉得到时候会死多少人 当然 我也可以不管这件事 不想来临的时候 我随便找个鸡脚嘎拉一朵 那些不想应该不会来找 我的麻烦 问题是 你希望我这样做吗 面对陈长生的目光 纳兰信德轻叹一声 看向了远处的天空 这个世界 承载了我们太多的回忆 我不想看到这个世界支离破碎 想必先生也是这样 信德明白先生的意思了 明白就好 下去准备吧 天玄也在此次进攻的大军当中 看好他 我不想亲手杀了他 第253章 陈十三送葬 尊重回忆 听完陈长生的话 纳兰信德点了点头 开始准备了起来 等纳兰信德走后 陈十三来到了陈长生的身边 先生 我 有什么话等事情结束再说吧 我现在不太想听 陈十三的话被打断 对此陈十三抿了名嘴 并没有继续开口 三个时辰很快就过去了 十日炎阳大阵 也已经布置完毕 看着那隐约透出波动的空间 陈长生和纳兰信德对视一眼 浑身气势在这一刻瞬间爆发 法天向地 陈长生直接化为百丈巨人 青铜命灯悬浮在头顶 坟场意向骤然展开 开 只见陈长生大喝一声 随后双手直接插入空间当中 硬生生地撕裂了空间 砰砰砰 无数爆炸 冲击着陈长生的身体 然而这些强悍的攻击 却伤不到陈长生一丝一吼 华阳动天的所有防御手段 直接被陈长生暴力破坏了 看到陈长生出手 那蓝信德嘴唇如动 一本金色的书籍出现在他的手中 海量的金色文字从书中飞出 然后彻底固定住了 陈长生撕开的空间裂缝 杀 两位大能出手为大军扫平了障碍 石盘大喝一声 带领着两万修士 大军冲了进去 没有多余的废话 没有多余的动作 华阳动天甚至连求饶的机会都没有 看到大军攻入小世界 那蓝信德轻叹一声 随后也走了进去 华阳动天的两大强者 虽然已经被自己斩杀 但里面还有一尊最恐怖的存在 若是让先生出手对付这家伙 在场的所有人都要死 所以最好的办法 就是自己出手 哄 整个华阳天颤抖了起来 偌大的小世界 直接坍塌了十分之一 那蓝信德出手便是权力一击 他想要速战速决 消灭不祥 看着下方血流成河 且动荡不已的华阳动天 陈长生一脸平静地盘坐在了虚空之中 并且掌控着整个十日炎阳阵 厮杀声 怒吼声 惨叫声 哀求声 无数种声音混杂在一起 可是无论出现什么情况 这场血腥的厮杀都没有停下 战场中 哄 一拳打飞了一个本我镜修士 苍虹披头散发 浑身染满了鲜血 此时的他宛如一个癫狂的疯子 轰隆隆 刷 一道手臂粗细的雷霆打在了苍虹的背上 紧接着 进风吹过 金刚柱狠狠地砸在了苍虹的肩膀上 咔 虽然有战甲挡去了大部分的力道 但是剩余的攻击 依旧让苍虹的骨头出现了裂痕啊 肩膀吃痛 苍虹大叫一声 同时眼神也更加癫狂 无比炽热的拳头 狠狠砸向了攻击自己的人 哄 地面被融化成了琉璃状 同时 苍虹的拳头也落空了 一击未能得手 苍虹红着眼睛抬头 看着背身双翼 且被风雷两种能量缠绕的天玄 苍虹吼道 为什么 我招惹了你们 杀我便是 为什么要灭华阳洞天 连老人孩子 你们都不放过 你们还有没有人性 面对苍虹的质问 天玄看了一眼周围 淡淡道 你不是陈十三那种 出出茅庐的年轻人 我很不理解你 为什么会说出这种话 修行界灭人满门 不是什么新鲜事 赶尽杀绝更是常态 然后放你们一条生路吗 此话一出 苍虹的脸上 闪过了一丝凄惨的笑容 因为他知道 天玄说的很有道理 如果今天位置调换 自己应该会做的 比他们还要狠 想到这 苍虹放声大笑 哈哈 说的对 修行界本就是你杀我 我杀你 今日你灭我满门 明日别人 也会灭你满门的 你逃不掉的 我没兴趣和你打 想要杀我 让陈十三来 面对苍虹的要求 天玄并没有回答 只是手持金刚杵 再次与苍虹打在了一起 空中 看了一眼盘坐在虚空中的陈长生 又看了一眼拼命搏杀的苍虹 陈十三开口道 先生 我想下去一趟 听到陈十三的话 宛若泥塑的陈长生有了动作 你手中的剑 从不轻易出窍 今日出窍是为了什么 面对陈长生的询问 陈十三又看了一眼 下方的战场说道 先生要灭了华阳洞天 你自然是 有你自己的理由 我和华阳洞天没有仇 我不想杀他们 但是我想去送苍虹最后一程 哦 难道你是想亲手了结仇人的性命 闻言 陈十三摇了摇头 不是 我只是想让他少一点遗憾 为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 陈十三沉默了一下 随后看向陈长生的眼睛说道 先生 你为故人送过葬 也为仇人送过葬 以修行界的规矩 面对仇人 应该要将其措骨扬灰 你为什么要安葬他们 呵呵呵 好你个臭小子 现在是我问你 你倒反问起我来了 让你说就说 少在这给我拐弯抹角的 面对陈长生的笑骂 陈十三低下了头 轻声道 我认识的人很少 能在我记忆中留下名字的人 掰着手指头数也没有二十个 苍虹以前确实为难过我 也算是我生命中的敌人 可说一千到一万 他的存在 终究占据了我的一部分回忆 对于那些几乎一无所有的人来说 回忆是最珍贵的东西了 哪怕这部分回忆 来自敌人 我不会救他 但我想让他死得体面一点 这是对回忆的尊重 先生为敌人送葬 想必也是因为这个吧 听到陈十三的话 陈长生沉默了 两久 一具棺材扔向了陈十三 这具紫檀木棺材 售价一百斤神圆 给你打个八折 收你八十斤 记得把苍虹的尸体烧成灰 血肉之躯 不能离开这个小世界 接住陈长生扔过来的棺材 陈十三干脆地转身 进入了下方的战场 哄 又是一次碰撞 苍虹和天玄快速分开 此时的苍虹 身上已经布满了伤痕 第254章 找到你了 你真的很强 如果是半个月之前的我 我们应该会两败俱伤 可惜的是 这世上没有如果 死在我的金刚杵之下 你应该可以明目了 看着眼前的苍虹 天玄开口说了几句 呸 就凭你也想杀我 让陈十三给我滚出来 他以前不是宁死不屈吗 现在怎么做起缩头乌龟了 苍虹还在寻找陈十三的身影 可是找了许久 陈十三依旧没有出现 面对这种情况 苍虹的眼神中 闪过了一丝失望 这时 熟悉的声音响了起来 我来了 另外 我不是缩头乌龟 听到陈十三的声音 苍虹兴奋地抬头 那个面向憨厚且固执的少年 还是如同曾经一样 只不过这次 他的肩膀上扛着一具棺材 看了一眼平静的陈十三 天玄开口道 既然你来了 那这个家伙就交给你吧 解决完这个家伙 赶快离开这里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也不适合你这种人 说完 天玄转身走了 哄 沉重的棺材落地 陈十三看向苍虹说道 这具棺材 是我赦来的 价格八十斤神圆 因为是你用 所以这钱你要出 看着陈十三一板一眼的样子 苍虹笑了 开心地笑了 哈哈 你还是当初那个样子 固执且认死里 不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喜欢上你 这个德行了 说着 苍虹将一个瘦皮带 扔给了陈十三 这是一百斤神圆 你拿好了 小爷 才不欠别人的人情 棺材八十斤神圆 你给我一百斤干什么 让你这位大剑修 亲自给我扛棺材 酬劳费总是要给的吗 听到这个解释 陈十三点了点头 你说的很有道理 收好神圆 三尺清风出鞘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天璇说 这个地方不是我该来的 所以我不能停留太久 望着陈十三那坚定清澈的眼神 苍虹的嘴角在颤抖 陈十三 你知道在八宝斋 我为什么那么讨厌你吗 不知道 因为我曾经也和你面临过 相似的选择 你选择了坚持 我选择了妥协 在华阳洞天 我并不是最杰出的天才 有一位师兄 他比我还要优秀 他以前对我很好 我一直把他当成哥哥来看待 直到有一天 他给了我一个选择 妥协能得到更多的资源 拒绝我会遭受到 无穷无尽的打压 我不甘于平庸 所以我选择了妥协 后来有一天我杀了他 他死之后 我就成为了华阳天 最杰出的天教 更讽刺的是 我的师兄是我师父的子嗣 所以我的师父才会战恨我 原先我一直以为 我的选择是对的 因为我得到了更高的成就 同时我也在安慰自己 那时的我别无选择 可是我遇见了你 你的行为像一把锋利的剪刀 剪开了我心中最后的折羞布 所以我才想让你低头 甚至不惜杀了你 因为我要向自己证明 这种情况 别无选择 听完苍虹的话 沉实三抿了名嘴 说道 世上很多事都是有选择的 之所以看起来别无选择 是因为你不想去接受 那个痛苦的结果 说得好 这世上很多事都是有选择的 之所以看起来别无选择 那是因为面对选择的人胆怯了 所以我更恨你了 因为你的存在 让我像一个懦夫 说着 三族金屋的意象开始浮现 苍虹身上的战甲也变得通红 收了我的酬劳费 自然是要做些事情的 我死之后 把我带离华阳洞天 我不想留在这 好 陈十三干脆地答应了 三尺清风上的剑气开始溢出 最后一个问题 华阳洞天被灭 是因为我吗 不是 得到陈十三的回答 苍虹也松了一口气 这样最好 华阳洞天的恩情我还了 从今以后 我苍虹不再欠华阳洞天一分一毫 话音落 苍虹的拳头直奔陈十三的面门 这一拳 是苍虹燃烧一切的一拳 没有防御 不留半分余力 这一拳 似乎是苍虹在向这个世界证明 自己不会再退缩 不会再妥协了 刷 一条细弱发丝的剑气闪过 陈十三缓缓收剑 咔 苍虹的战甲出现了一道裂纹 随后苍虹停了下来 望着面前的陈十三 苍虹淡淡到单凭此剑 天下没有什么东西能拦住你陈十三 哄 苍虹的身体轰然倒下 而他的尸体也分成了两半 不只是苍虹的尸体 就连他身后的大山也被一分为二 没错 陈十三一剑切割了整个战场 呼 扔出一个简单的火系法术 陈十三慢慢地看着苍虹的尸体 变成灰烬 一刻钟之后 陈十三带着苍虹的骨灰离开了 整个过程陈十三安静无比 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随着时间的推移 华阳洞天的人越来越少 而陈长生还在静静地观望着下方的战场 突然 陈长生眼睛一眯 一道流光 直接点爆了一位比安静的小修士 肉身消失之后 一缕黑气快速逃窜 见状 陈长生嘴角上扬道 终于找到了你了 逃窜的黑气被陈长生轻松抓捕 随后陈长生又接连出手 打爆了战场当中三十八名修士的肉体 自己派出去的触手全部被灭 与那蓝信德战斗的不祥 瞬间怒了 无穷的威压 从华阳洞天深处爆发 似乎是要与陈长生来个鱼死网破 然而 面对这样的情况 陈长生做出了一个 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举动 他直接启动了十日炎阳大阵 丝毫不理会 正在和华阳洞天战斗的天庭军队 看到这一幕 正在战斗的石盘 瞬间就慌了 先生 我们还在镇中啊 面对石盘的话 陈长生并没有理会 只是自顾自地催动着镇法 颇有一种 要将所有人都炼化的举动 PS 恳请各位读者老爷 投上宝贵的一票 本书已经在第二名了 登上第一名 万更三天 第255章 陈长生出手 聪明的石盘 看着小世界当中升起的石的太阳 以及周围那滚滚热浪 此时的石盘 几乎把牙齿都咬碎了 可是现在的它 却毫无办法 十日炎阳大阵是上古镇法 而且极难攻破 再加上这位代理天庭之主 亲自作证 自己这些人 根本无法强行破阵 想到这 石盘的眼睛瞬间就红了 将士们 天庭的军队 从不会退后半步 为了天下苍生的安危 我们绝对不能放跑任何一个敌人 今日 有死无生 说完 石盘就身先士卒地冲了出去 看到统领的做法 众多天兵天将 皆是一头雾水 但他们 还是选择跟随石盘一起冲杀 虽然他们也不明白 华阳洞天 为什么会关乎到天下苍生的安危 但他们选择 相信自己的统领 看到下方的场景 陈十三眼中闪过了一丝疑惑 先生 你把不祥的信息告诉石盘了 没有 那他为什么会说 此战关乎天下苍生的安危 闻言 陈长生瞥了一眼下方的战况 淡淡道 因为他撒谎了呀 十日炎阳阵开启 下面的所有人都必死无疑 但是石盘这个家伙 却从死局中求出了一线生机 是个人才 听到这话 陈十三脸上更加困惑了 先生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听不太懂 很简单 进入华阳洞天的人 都有被不祥寄生的可能 我虽然找到了一些寄生的宿主 但是我无法确定 这是不是全部 更无法确定 这是不是他扔出来的诱饵 所以我选择把下面的人全杀了 无论天庭的人是囚扰也好 调转方向对付我也好 他们都难逃一死 可石盘却另辟蹊径 想出了一条生路 他猜到我这样的行为 是为了逼出敌人的一些手段 所以他忽悠军队 这是关乎天下苍生的战士 当布祥看到这些人汉不畏死 那么他自然会撤销一些隐藏的手段 这样一来 石盘他们才会有一线生机 听到这 陈十三的眉头皱了起来 他这样做 会死很多人的 万一布祥态度坚定 等他们全部死完之后 才撤销手段 那他做的一切不是白费了 是这么个道理 但他不这么做的话 同样难逃一死 所以他再赌 他赌我的敌人 会忍不住 说完 陈长生的目光看向了陈十三 见状 陈十三开口道 先生 我也进去过华阳洞天 我是不是也有被寄生的可能 是的 所以你也要入阵 我会死吗 不知道 但是布祥没有消灭之前 大阵绝对不会撤销 得到这个回答 陈十三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转身入阵 他甚至没有说半句多余的废话 看着陈十三的背影 陈长生轻叹一声 傻小子 你怎么还是这么卷 让你送死 你连眉头都不皱一下 你这样做 真让我纠结 说完 青铜命灯再次浮现在陈长生的头顶 命灯当中的火苗缓缓飘出 然后融入了十日炎阳大阵当中 布祥的弱点是火 准确的来说是信念之火 念力越强 对布祥造成的伤害就越大 呼 随着陈长生的新火加入 十日炎阳阵的威力增长了三倍不止 面对这般强悍的威力 华阳天的众多修士再也坚持不住了 所有人都倒在地上疯狂哀嚎 外部的灼烧可以用各种手段来抵御 可是从心中涌出的灼烧感 没有办法可以抵御 几万修士全都倒下 依旧站立的只有寥寥几人 石盘全力运转修为 是古焚星的痛苦 让他咬碎了牙齿 此时的他连站立都十分困难 班写进大修士 面对陈长生的手段 也只能勉强支撑 然而有意思的是 天玄和陈十三的表现 却比石盘好上 许多天玄虽然同样痛苦 但他还能克制 并且行动自如 至于陈十三就更离谱了 只见他表情淡然 手握三尺清风 不断寻找着不祥的下落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丝毫没有受到 星火的灼烧呢 随着星火的灼烧 一些黑气从华阳洞天的人身上 冒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 陈长生心中顿时咯噔一下 自从战斗开始之后 陈长生的神识 没有一刻停歇 自己一直在观察 华阳天修饰的情况 除了一些高层修饰身上 有不祥的气息之外 那些普通修饰 根本就没有什么异样 陈长生甚至还发现 一些华阳天修饰 还对自家大能使用的力量 表示疑惑 很显然 这些修饰是不知道不祥的存在 可是现在 这些修饰身上 同样有黑气的存在 这也就说明 不祥除了主动寄生之外 还能潜移默化地入侵 这些黑气算不上能量 也不会影响修饰自身的情况 可是它们 却会作为种子 躲藏在修饰的身体里面 一旦时机合适 这些黑气 就会生根发芽 成为无数星星之火 想到这 陈长生的眼神 变得锐利了起来 这种东西 绝对不能让他扩散出去 刷 陈长生动了 既然知道了不祥的底牌 那么自己也是时候说往了 哄 施展法相天地 陈长生一拳打出 直接轰碎了华阳天的空间 隐藏的空间被打碎 里面的场景也显现了出来 只见虚空之中 有一座破碎的青铜骨殿 而那青铜骨殿之上 赫然插着一根长毛 与此同时 青铜骨殿下 还有源源不断的黑色能量冒出 纳兰信德 手持一本金色书籍 不断朗读 金色锁链将黑色能量死死拴住 看到陈长生出手 一道声音从青铜骨殿下传了出来 你能困住我 但你杀不了我 这个世界是我们的 面对不祥的叫嚣 陈长生压根就没搭理 而是转头看向那蓝信德 酸秀仔 你到底行不行 文言 那蓝信德停了下来 皱眉道 让先生失望了 信德修为不到家 灭不了他 PS 拉肚子了 第二章延迟一个小时 第二百五十六章 掉到大鱼了 三百万人的命运 灭不了他 确实说明 你的修为还没到家 看好了 我给你示范一次 只有一次 说着 陈长生大步走向了青铜骨殿 面对陈长生的行为 黑暗能量形成滔天巨浪 向陈长生袭来 可是那无孔不入的黑暗能量 在陈长生身上 却没有丝毫效果 此时 陈长生的散发着一股淡淡的光芒 这股光芒 阻止了黑暗能量的入侵 不祥寄生宿主 最重要的地方在于心 道心不稳 自然会被不祥找到破绽 你能困住他 说明你的道心稳固 灭不了他 同样也说明 你火候不够 说着 陈长生身上 燃起了一股无色火焰 触碰到这股无色火焰 青铜古殿下的不祥 顿时发出了凄惨的叫声 见状 陈长生右手一挥 青铜古殿上的长矛 突然倾泻出大量的念力 这些念力 都是长矛这些年 从佛国吸取的 大量的念力 被陈长生身上的火焰点燃 整个青铜古殿 瞬间燃起了熊熊大火 死亡的危机 让不祥躁动了起来 他想要冲破封印 逃离这里 只可惜 青铜古殿外加长矛的镇压 让他动弹不得 纳兰信德的大道封锁 更是让他连一点力量 都扩散不出去 感受着青铜古殿的颤抖 陈长生淡淡道 你还在等什么 你不会以为杀了你 我就会放外面那些人吧 深处 你我这种境界 外面的那些人 不过是蝼蚁罢了 你觉得 我会在乎一群蝼蚁的死活吗 实话告诉你吧 我打算把整个小世界炼化 不会给你任何死灰复燃的机会 面对陈长生的话 不祥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他依旧在不断地冲击着封印 然而过了几个呼吸之后 一股巨大的犀利 突然从青铜古殿当中爆发出来 随着这个古犀利的出现 华阳洞天所有修饰 瞬间变成了干尸 上万修饰的力量 汇聚到了青铜古殿 哄 有了这股力量的加持 不想让整个青铜古殿 都摇晃了起来 面对这种情况 陈长生既没有加固封印 也没有加快消灭不祥的速度 只见他打了一个响指 外面的十日炎阳大阵 威力又涨三分 出来混要讲信誉 说灭掉他们 就要灭掉他们 多谢你帮我消灭这么多人 不然我炼化他们 又要多费一些时间了 看到眼前这个人类 比自己还要心狠手辣 不想终于有些慌了 救我 当初可是你把我放出来的 华阴洛 一只大手直接从虚空中伸了出来 似乎是要将青铜古殿一把抓走 放肆 那蓝兴德怒斥一声 手持戒齿 对上了那遮天蔽日的巨手 刷 哼 戒齿横斩 巨手掌心出现了一道巨大的伤痕 而那蓝兴德 却被一掌打飞了出去 强 太强了 指出身形的那蓝兴德 擦去嘴角的鲜血 目光死死地盯着那只巨手 这等实力 自己只在少数几人身上见识过 那蓝兴德 并没能阻止巨手的进攻 那巨手依旧以极快的速度 向青铜古殿抓来 见状 陈长生眼睛一眯 笑道 等你很久了 动手 随着陈长生一声令下 一面镜子从虚空中另一个方向飞了出来 闭关的张白忍撕裂空间 走了出来 还真让你钓出一条大鱼 我就说 这东西怎么会突然跑出来 何着是背后有人搞鬼啊 正好 也让我看看 你这只躲在暗地里的老鼠 到底是谁 说着 张白忍手持法宝打了过去 哼 然而张白忍冲进虚空深处没过多久 一阵巨大的爆炸就传出 张白忍也狼狈地飞了出来 嗨嗨 咳嗽了两声 整理了一下破烂的衣服 张白忍抱怨道 MB 这家伙也太谨慎了 居然提前准备好了阵法 你下次布局能不能完善一点 这种大鱼很不好抓的 面对张白忍的抱怨 陈长生给了他一个白眼 淡淡道 我们要抓的是什么存在 你心里又不是没数 这种存在是这么好抓的吗 能让他现身 已经很难得了 我知道难抓 可是这次打草惊蛇 那家伙 估计很长时间都不会出来了 这样最好 大战在即 如果有这种存在插手 你有把握吗 等解决了另一个世界的问题 我们再慢慢抓老鼠 时间这种东西 有的是 文言张白忍点头道 有道理 当务之急 还是把不祥入侵的事情解决了 另外 你能不能把十日炎阳阵撤了 我的人都快被你烧死了 这家伙都开始求援了 那就说明他真的没有后手了 听到这话 陈长生看了一眼外面的情况 说道 再考一会吧 十日炎阳阵的力道 我调整了一下 暂时不会死人 不祥的手段 你又不是没看到 小心使得万年传 面对陈长生的话 张白忍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 然后盘膝坐了下来 见状 纳兰信德和陈长生 也做出了同样的动作 一位天命者 加上两位顶级修士 一同发力 开始全力炼化青铜骨殿下的不祥 三天之后 刷 大量的修士 被转移出了华阳洞天 看着地上昏迷的军队 张白忍心疼的直滴血 陈长生 你的手段能不能温柔一点 我攒这么点家底不容易 把我的家底败光了 你是想让我当光感司令吗 文言 陈长生瞥了一眼张白忍 说道 现在这种程度你就心疼了 大战开启的时候 你不得用脑袋去撞墙啊 趁着你还没闭关 你给我交个底 和另一个世界开战 你打算用多少命去填 此话一出 张白忍也有些沉默了 我不想去猜测这个数字 要多少你说吧 三百万 好 给你三百万 这三百万人 你打算给我剩多少 他们全都要死 一个不剩 得到这个回答 张白忍的脸色更凝沉了 没有其他办法吗 不祥的手段你看到了 整个华阳天无一例外 那个世界被不祥入侵这么久 里面的生灵 就算是一只蚂蚁 也有不祥的气息 消灭一个世界 绝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 时间久了 进去的人 也会成为不祥的宿主 所以三百万人必死 哪怕战斗结束之后 他们还活着 说完 现场再次沉默了起来 多少给我留点 你研究这东西这么久 一定有办法的 可以 我心中有一个大概的设想 应该能保住一些人 三百六十五人是极限 再多了 我办不到 什么办法 舍弃肉身 以天庭气韵风神 以天庭的情况来看 最多只有三百六十五个位置 PS 恳请各位读者老爷多多投票 登上第一万更三天 投票入口在书圈置顶公告里面 第257章 您受千般苦 不愿离红尘 面对陈长生给出的解决方案 张白忍面色凝重道 舍弃肉身 以气韵风神 你知不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我当然知道 这样做的代价 就是一辈子受限于人 而且 修为也会受到限制 一旦天庭香火断绝 他们就会 从此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除此之外 气韵风神 还有一个弊端 天庭的气韵当中 掺杂了很大一部分香火之力 他们借助气韵重聚肉身 那他们的神识 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说得更简单一点 天下苍生希望他们是什么样 他们就会变成什么样 听完 张白忍的眼神中 闪过一丝不忍 他们为天庭抛头颅 洒热血 他们为这个世界葬身他乡 就算不能给他们应有的待遇 那也不能让他们成为傀儡 闻言 陈长生双手一摊 说道 我知道修士持之以恒的苦修 就是为了求个逍遥 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除非你选择接受不祥 不然我这里没有第二个选择 看着陈长生那平静的眼神 张白忍久久不能言语 问你一个题外话 如果屋里他们死了 你会用气韵风神 祝他们重生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是他们 不需要为了别人而活 更不需要受限于人 我不能因为我的不舍 就把他们再次带回 这世间的苦海当中 别说是气韵风神 就算是有一天 我能强大到 从时间长河里捞人 我也不会复活他们 听到这话 张白忍来了几分兴趣 为什么 如果你真的达到了那种境界 他们还会是曾经的他们 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我知道 但你有没有想过 复活他们 是因为他们想活着 还是因为我想让他们活 有区别吗 有 宁寿千般苦 不愿离红尘 这是我的路 但不是他们的路 如果他们想活着 他们可以有无数种选择 但他们选择了死 我不想去打扰他们 更不想让他们 拖着疲惫的身心 陪我再走一程 看着陈长生平静的眼神 张白忍笑骂道 草 真看不惯你这个样子 凭什么你能这么洒脱 这一点我不如你 所以 气韵风神之事 一定要进行 随便你 反正他们是你的手下和战友 你怎么做是你自己的事 我只负责我该做的事情就行了 说完 陈长生指着地上昏迷的 天庭修士说道 天玄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他们的统领 接下来 你需要带着他们去一趟西州 所有妖族必须归顺天庭 你明白了吗 文言 天玄当即拱手道 末将领命 很好 以你的性格 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对了 我这里还有一个锦囊你拿着 等我们走了之后 你再打开 吩咐完一些事情之后 陈长生直接带着陈十三走了 他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 也没有告诉任何人 他要去哪里 看着陈长生两人的背影 张白忍笑道 酸秀才 这家伙一直都是这样吗 先生历来如此 那接下来的三个洞天怎么办 我可没有时间去处理这些琐事 文言 纳兰信德平静道 些许小事罢了 让小孩子他们去解决就行了 我先走一步 南园那边还有事情等着我处理 说完 纳兰信德也消失不见 接连三人离去 在场的人就只剩下了张白忍和天玄 看着有些不知所措的天玄 张白忍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笑道 年轻人 剩下三个洞天的生死就看你了 你能行的 听到这话 天玄有些慌了 前辈 洞天的事 你们不管了吗 当然不管呀 我们商量的 都是几百万修士的生死 这种几万人的小事情 你自己拿主意就行了 解决完三个洞天的事情之后 那三支队伍 也归到你的麾下 我就先走一步了 说完 张白忍也笑呵呵地消失了 只留下天玄一个人在风中凌乱 天玄 这么大的一股力量 应该快比得上玄鸟族全胜时期了吧 花了几个呼吸的时间 从震惊中清醒过来 天玄打开了陈长生给的锦囊 锦囊之中有一封信和一张纸条 看完纸条上的内容之后 天玄感慨道 先生呀 先生 你还是这么算无一策 或许也只有你 才能让十三道心稳固吧 说完 天玄开始唤醒地上的石盘等人 先生 我们这是要去啊 西州 听到这个回答 陈十三疑惑道 去西州干什么 西州也有不祥 西州没有不祥 我们要去西州见一个人 见谁 奥雪红梅 此话一出 陈十三的脚步顿时停了下来 见状 陈长生笑道 怎么 害怕了 不是害怕 我是想知道 先生为什么要让我回去 因为这是你最后一次见他的机会了 在这之后 你要去一个地方 同时 你要在那个地方待很久很久 等你从那个地方出来的时候 奥雪红梅早已是一捧黄土了 这也是你最后一个后悔的机会 一旦你错过了 你此生再无回头之路 面对这话 陈十三沉默了一个呼吸 先生 你为什么屡次三番地给我选择的机会 你不是那种优柔寡断的人 你也应该知道 我不会后悔 我当然知道你不会后悔 可是我后悔了 我不想让你去死 更不想让你走上这条路 是因为我很像先生的曾经 对吗 陈十三默默地说出了一句话 这一次轮到陈长生沉默了 为什么会这样想 因为我和先生一样孤独 同样一无所有 我们都在走一条 一条早就知道结果的路 呵呵呵 你这小子真爱说笑 我怎么会一无所有呢 第258章 一无所有的陈长生 再回金山城 先生在乎的东西都不在了 难道这还不是一无所有 天玄和宝儿是我的朋友 但我和他们的路不一样 最终我们只能分道扬镳 奥雪红梅 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喜欢的女子 但她终究会长眠地下 我甚至不能陪她走过完整的一生 以后或许还会遇到我所在乎的东西 但我选择的路 注定会让我和他们分开 所以我和先生一样 一无所有 听完十三的话 陈长生久久不能言语 两久 陈长生走到十三面前 抬手摸了摸她的脑袋 孩子 这条路苦吗 苦 苦得让人肝肠寸断 那你为什么还要走下去 我走下去的理由和先生一样 先生之所以能走下去 因为先生是陈长生 我之所以能走下去 因为我是陈十三 这是我自己选择的路 当初不会后悔 现在也不会后悔 文言 陈长生放声大笑 哈哈 你这倔脾气和我真像 有些时候我真怀疑 你是不是我的种 所以我是吗 大概率不是的 因为你的先生 还是个黄花大小伙子呢 说完 陈长生搂着十三的肩膀走了 两人的样子 活脱脱的像是一对父子 半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 陈长生两人也从北末 再次回到了西州边境的那座小城 不过有意思的是 在这一路上 陈长生故意走走停停 似乎是在拖延时间 哎呀 三年时间过去了 这里还是那个老样子 真怀念王神的三仙包子 看着面前的金山城 陈长生装模作样地感慨了两句 然而陈十三却一言不发地 盯着远处的茅草屋 先生 你说红梅还在吗 这个事情 你问我干什么 人还在不在 走过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另外 你现在的修为也不低 神识随便一扫 不就知道答案了 面对陈长生的话 陈十三抿了名嘴 最终还是没有选择动用神识 先生 我们还是走过去看看吧 没问题 你来做决定 反正这一趟 也是专程为你而走 得到了陈长生的回答 陈十三一步一步地 走向了记忆中的茅草屋 然而 在距离茅草屋 还有十步距离的时候 陈十三停下了脚步 乱了 陈十三的心乱了 因为他不知道 该怎么去面对奥雪红梅 就在这时 一个女子的声音传了出来 红梅姐 你的手可真巧 话音落 一个绝色女子和一个面带薄纱的女子走了出来 三个人的目光碰撞在了一起 现场顿时陷入了沉默 嘿嘿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居然赶上饭点了 就在众人沉默的时候 陈长生的声音打破了这份沉默 见状 奥雪红梅笑道 先生的鼻子可真灵 红梅刚刚做好饭 你就来了 那是 也不看看咱是谁 吃这一块 我可是很讲究的 说着 陈长生就厚着脸皮走了进去 见状 奥雪红梅看向陈十三笑道 我家小十三长高了 也长壮了 快些进来吧 我今天做了你爱吃的菜 文言 陈十三犹豫了一下 最终也走进了茅草屋 饭桌上 几样精致的小菜摆在面前 陈十三和角色女子都没有动快 奥雪红梅慢悠悠地吃着 唯有陈长生一个人在大块朵移 奥雪红梅的米缸 已经被他吃光一半了 啪 正当陈长生准备再去煮一锅饭的时候 绝色女子一筷子打在了他的手上 先生 你能不能少吃一点 红梅姐的米缸都快被你吃空了 听到这话 陈长生摸着毫发无伤的右手 委屈道 孟宇你变了 以前你不是这样的 不吃就不吃 哼 放下手中的饭盆 陈长生傲娇地走了 活跃气氛的人离开 房间里再次陷入了沉默 十三 还不给孟宇姑娘夹菜 人家对你这么好 你就这样对人家 听到奥雪红梅的话 陈十三加了一根青菜 放在孟宇的碗中 随后 陈十三轻声道 红梅 我要走了 这次我需要很久很久才能回来 文言 奥雪红梅笑道 幼鸟终究要离开巢学的 你能有现在的成就 我很高兴 但是 无论你变成什么样 你要答应我 不准辜负孟宇姑娘 此话一出 在场的孟宇和陈十三都急了 红梅 我 住口 奥雪红梅打断了陈十三的话 你说过 你会永远听我的话 难道你忘了吗 可是 没有可是 你把嘴给我闭上 面对奥雪红梅的呵斥 陈十三最终还是乖乖地闭上了嘴 训斥完陈十三 奥雪红梅又看向了脸红 且不知所措的孟宇 孟宇妹妹 你先出去一下 我有些话要和十三说 好 好的 孟宇慌忙地离开了房间 等孟宇走后 奥雪红梅凌厉的眼神 变得柔和了起来 抬手轻轻地 抚摸着陈十三的脸庞 一滴青泪从眼眶中滑落 看着奥雪红梅的样子 陈十三开口道 红梅 我不喜欢她 文言 奥雪红梅笑着摇了摇头 不 你喜欢她 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我太了解你了 如果你心中真的没有牵挂 你就不会在房屋外面停住脚步 你的心已经喜欢上她了 只是你这个人 还没有接受而已 面对奥雪红梅的话 陈十三低下了头 对不起 不用说对不起 谁规定人一生只能喜欢一个人 男子汉大丈夫 三妻四妾 没什么大不了的 如果你喜欢 你可以把天下所有女子都娶了 因为你配得上她们 从今以后 就由她来陪着你了 说着 奥雪红梅拿出了一对铃铛 当初你留下了四两七千银子 我让人把这些碎银子 打造成了一对铃铛 喜欢人家姑娘 自然要送一份定情信物 待会你把这个东西送给她 她会明白的 好了 我的话说完了 你出去吧 另外把孟玉姑娘叫进来 对于奥雪红梅的要求 陈十三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照做了 第259章 生命中扮演的角色 奥雪红梅的选择 很快 孟玉走了进来 看着面前的奥雪红梅 一向敢说敢做的孟玉 此时显得有些拘束 十天之前 天玄突然给自己送来了一封信 并且告诉自己 这封信是先生留下来的 自己按照信上的地址 来到了这个地方 随后自己见到了奥雪红梅 也了解到了 陈十三过往平心而论 奥雪红梅都比自己 更有资格喜欢陈十三 正是因为如此 孟玉才会奥雪红梅面前 如此拘束 孟玉妹妹 你站着干什么 快些坐呀 面对奥雪红梅的热情 孟玉终于忍不住了 红梅姐 小贼真的很喜欢你 你不应该拒绝她 我知道 可是喜欢就一定要在一起吗 这世上有很多人 都是有缘无分的 我和十三本就是如此 可是 孟玉还想再说 但是却被奥雪红梅 抬手打断了 就算我和她在一起 又能怎么样呢 让她亲眼看着我 慢慢变老 然后死去 还是说 我要将她拴在这 小小的金山城一辈子 十三是一个好孩子 她的成就 不应该局限于 一个小小的金山城 她的成就 应该是外面辽阔的世界 我知道你们是仙人 你们有很多神奇的手段 你们可以把我也变成仙人 但是我走不了 仙人这条崎岖的道路 如果我有这颗坚定的心 当初我就不会选择妥协 所以我注定陪伴不了十三 能陪伴十三的只有你 你明白吗 听完这话 孟玉沉默了 因为她觉得自己这是在横刀夺爱 见状 奥雪红梅笑着拉住了孟玉的手 妹妹 我这傻弟弟觉得要死 而且还有点小气 你不太了解她 可是我了解她 以她的性格 若是旁人叫她小贼 那她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可唯独你能叫得这么顺口 这其中意味着什么 你要明白 此话一出 孟玉的眼中闪过了一丝光芒 而奥雪红梅也继续说道 我和十三相遇的时候 她才十一岁 而我十五岁 少年情窦初开 她根本就不明白什么是爱 她对我的感情 掺杂着亲情 友情 还有那么一丝丝的倾慕 等她长大成人之后 她心中的感情 才是真正的男女之爱 如果十三对我的感情是男女之爱 那她面对你就不会犹豫 这份犹豫和相貌 能力 家世等等一切外物条件无关 就比如你 让你在先生和十三当中选择一个人 你会犹豫吗 先生相貌俊朗 能力不凡 想必其他条件 同样也是极为优秀 在这样的条件下 你依旧会坚定地选择十三 不会有半分犹豫 对吗 文言 孟玉点了点头 这就对了 人一生当中会遇到很多人 这些你遇到的人 都会在你的生命中扮演一个角色 我在十三的生命当中 扮演的角色只能是一个姐姐 一个在少年人心中 带有一丝别样色彩的姐姐 说完 傲雪红梅拍了拍孟玉的手 笑道 好了 该说的话我都说了 你们也该走了 我这小小的茅草屋 或许能成为你们短暂驻足的风景 但却不能成为你们永久停留的地方 文言 孟玉抬头 小声道 红梅姐 我能看一下你的脸吗 我或许可以恢复你的容貌 面对孟玉的要求 傲雪红梅十分大方地揭开了面纱 一道道丑陋的伤疤 在精致的脸庞上纵横交错 然而 正当孟玉思考 用什么丹药 可以治愈傲雪红梅脸上的伤疤时 傲雪红梅却从袖子里 拿出一枚丹药吞服了下去 随着丹药入腹 一张精致的容颜 出现在了孟玉面前 三年前先生离开的时候 留下了一枚 可以修复容颜的丹药 本来以为这东西是无用之物 没想到 今日居然能满足妹妹的这个小心愿 说着 傲雪红梅再次戴上了面纱 你走吧 另外告诉十三 从今以后 我不想再见到她 屋外 陈长生百般无聊地蹲在树下属蚂蚁 而陈十三则 如同一块木头一样站在旁边 两久 陈十三开口道 先生 是你把孟玉叫过来的 对吗 我给天玄的锦囊 其实是一封信 面对陈长生的回答 陈十三沉默了一下 随后开口道 先生 你这样做不好 这不是我的本意 你这是在逼迫红梅 是吗 我的想法和你有一点点差别 你的本意就是这样 只不过 你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红梅 人的感情 是无法用理智来掌控的 说得更简单一点 那就是你无法控制 自己去爱上某个人 你更无法控制 自己不爱上某个人 文言 陈十三抿了名嘴说道 先生说的话 十三听不明白 还不明白 没问题 那我就说得更简单一点 傲雪红梅和梦玉之间 你只能伤害一个人 你选择伤害谁 此话一出 陈十三沉默了 因为他也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三年的历练 陈十三已经不再是 当初那个懵懂的少年 他明白的道理更多 实力更强 但是做出选择的时候 他却越发艰难了 剑撞 陈长生起身拍了拍十三的肩膀 说道 小子 你手中的剑很锋利 锋利到可以斩断世间一切兵刃 但是这小小的人心 却比世间所有兵器还要坚韧 坚守本心不假 但你要明白的是 你的本心到底是什么 奥雪红梅在你的生命中 到底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 听到这话 陈十三转头看向了不远处的茅草屋 红梅在自己心中扮演的角色 自己一直都清楚 同样自己也清楚 自己在红梅心中的角色 先生 这世上真的没有两拳之法吗 对于其他人有 但对于你没有 第260章 再次孤身一人 重回幽冥森林 为什么 陈十三抬头看向陈长生 因为你们倔啊 你和奥雪红梅 包括孟玉 都是倔驴 世间有句俗话 叫做难得糊涂 想要有双拳之法 你需要装糊涂 可很显然 你不是这样的人 如果你愿意装糊涂 从我遇到你 开始你就会开口求我了 如果奥雪红梅愿意装糊涂 那么当初 离开金山城的人 还会多一个 如果孟玉愿意装糊涂 那么你现在就可以 左拥右抱了 但是你们都选择了 清醒地活着 所以这件事 没有双拳之法 正说着 孟玉面色平静地 从茅草屋里走了出来 两个年轻人 就这样互相看着彼此 谁也没有先开口说话 不知过了多久 陈十三掏出 两个银铛当递了过去 送给你 看了一眼陈十三手中的东西 孟玉开口道 这是你送给我的 还是红梅姐送给我的 红梅让我送给你 但是我也想送给你 文言 孟玉接过了陈十三手中的铃铛 然后拿出一枚 记在陈十三腰间 赠耳铃铛 一步一想 一步一想 这个铃铛跟着你 没想一下 你心中的记忆 便要深刻一分 因为你生命当中 有两个女人 值得你一辈子放在心中 另外 心间的位置是我的 你要记住了 说完 孟玉将另一枚铃铛 记在了自己的配件之上 做完一切 孟玉转身走了 孟玉的身影逐渐远去 同时风中 还伴随着那清脆的铃铛声 看了一眼孟玉的背影 又看了一眼紧闭的房门 陈十三淡淡道 先生 我们走吧 没问题 出发 陈长生大步向前地走了 陈十三默默地跟在他的身后 然而陈十三没注意的是 当他转身的时候 紧闭的房门 悄悄打开了一条缝隙 先前淡然自若的傲雪红眉 此时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 右手紧紧捂住嘴唇 生怕发出一点声音 因为他知道 自己的哭声 会拴住心中之人的步伐 东荒 先生 这是呢 看着周围一片荒凉的环境 陈十三好奇地问了一句 闻言 陈长生随口说道 某一个地方的入口 接下来的时间里 我要送你去一个地方历练 等你什么时候从里面走出来了 那就证明 你的剑就足够锋利了 一个绝世剑客 是需要无数战斗培养出来的 你经历的战斗还不够 另外 趁着这段时间 我得给你准备一把 足以惊艳天下的宝剑 听到这话 陈十三想了想说道 先生 我手中已经有剑了 我知道 可是江峰的配剑 会逐渐跟不上你的脚步的 这把剑已经死了 以后征战强敌 就不够格了 说着 陈长生拿出一片绿叶 随着绿叶出现 一道空间之门也随之出现 鸡 老鼠的叫声响起 身材圆润的土宝鼠 从一旁的草丛中钻了出来 看着肩膀上的土宝鼠 陈十三笑道 在福岩大会上 我昏迷之后就没有看到你了 这段时间你去哪了 面对陈十三的询问 土宝鼠摇了摇小爪子 同时拍了拍自己圆润的肚子 那样子似乎是在说 我去哪不能告诉你 但是我吃得很饱 瞥了一眼突然出现的土宝鼠 陈长生淡淡道 闲话少说 进去吧 听到陈长生的命令 陈十三自然是乖巧地走进了空间之门 等陈十三进去之后 陈长生瞥了一眼远处 随后也走进了空间之门 刷 一阵天旋地转之后 陈长生两人来到了一个湖泊之前 湖泊中央处立着一座小岛 而那小岛上长着一棵翠绿的小树 你回来了 小树传出了一道温柔的声音 闻言 陈长生笑道 暂时回来一下 先付点利息给你 另外 这娃娃恐怕要麻烦你一段时间了 听到陈长生的话 翠绿的小树摇晃了一下 似乎是在感应陈十三 他的心很强 他未来也会很强 这事当然 也不看看是谁选的人 如果不够强 我怎么会来麻烦你呢 而且这普天之下 再也没有人比你更适合培养他了 面对陈长生的话 小树随风摇晃 似乎是很享受这个夸赞 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变化 是因为你吗 差不多 我最近要做一些大事 所以动静可能会有点大 那你要小心了 我感受到很多强大的存在 正在蠢蠢欲动 放心吧 没有把握的事 我是不会做的 说着 陈长生掏出一个木瓶 然后倒出了很多的种子和妖兽尸体 这些东西 都是我在外面收集的 而且都是有助你演化的东西 有了这些东西 你演化的速度应该能快一些 谢谢 淡淡的声音传来 陈长生拿出的那些种子和妖兽尸体 很快就被这里的土地吞噬 见状 陈长生转头看向陈十三说道 这里是幽冥森林 一切东西都是可以再生的 也就是说 这里拥有无穷无尽的妖兽 等什么时候 你能杀光幽冥森林里的所有妖兽 那你的历练就可以结束了 如果你无法做到 那你将会被困在这里一辈子 说完 陈长生转身离开了 等陈长生走后 陈十三瞬间就被转移到了一处密林 吼 一只堪比山岳的黑熊发出怒吼 其强大的气息 已经隐约超过了命灯镜 与此同时 密林当中还传来了其他的吼叫 这些存在的气息一个比一个强 面对如此多的强敌 陈十三缓缓握住了剑柄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陈十三将要独自一个人面对这一切 幽冥森林外 刷 从空间之门当中走出 陈长生随手关闭了通道 出来吧 你不会指望你能瞒过我吧 话阴落 白泽咧着嘴 摇头晃脑地走了出来 嘿嘿 就知道瞒不过你 瞥了一眼嬉皮笑脸的白泽 陈长生淡淡道 走吧 十三短时间之内是出不来的 接下来 我又得孤家寡人的过日子了 真是烦死了 谁说你孤家寡人了 不是还有条狗陪着你吗 闻言 陈长生盯着白泽 看了两个呼吸 随后笑道 你说的对 我还有条狗陪着我呢 说完 一人一狗慢慢消失在远方 风中隐约传来了他们的对话 你现在好歹也是代理天庭之主了 能不能给我安排个职位啊 你一条狗 要什么职位 你才是狗 你全家都是狗 老子是神兽白泽 第261章 盘桃会 三百万修士赴死 陈长生走了 他离开了东荒 回到了中庭 也就是 从这一刻开始 整个世界开始疯狂地运转了起来 山河书院成立 南园半数以上的天骄 都成为书院的弟子 北墨佛国直接对天庭俯首称臣 东荒在万通商会的强大金钱攻势之下 也成功归顺 然而放眼五周 唯有西周之地反抗的最为激烈 其中负责镇压西周的天玄 更是被骂为妖族的叛徒 面对妖族的富于顽抗 天玄直接动用了铁血手腕 杀得妖族血流成河 也就是在这样的高压之下 天玄完成了妖族的统一 自此 天庭成为了整个世界的主宰 其风头和力量 甚至一度超过了曾经的子府圣地 然而有意思的是 完成这一壮举的 并不是真正的天庭之主 而是一个名为先生的代理天庭之主 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世人只知道 他统领着天庭的一切事物 而那些天庭高层人员 都称呼他为先生 另外有意思的是 他身边一直跟着一只大白狗 准确的来说 应该是上古瑞兽白泽 久而久之 关于白泽的传说又多了一个 那就是白泽出 圣人县 天庭完成了大统一 一切争斗和厮杀都暂时消失了 没了厮杀和争斗 修行界的修士开始疯狂增加 而这个时代 也被世人称为天庭盛世可惜的是 这样的盛世 在第100年的天庭盘套会上 彻底被打破了 天庭盘套会 呵呵呵 天庭第一届盘套会 诸位能齐聚一堂 真是天大的姓氏呀 这些盘套都是我亲手种的 诸位快尝尝味道怎么样 一个身穿金龙袍年轻人 正在热情地招呼众人 然而坐在下面的众人全都沉默了 梁九 一位天庭元帅开口道 先生 攻打一个世界绝非小事 我知道 所以我才找你们来商量 此次大军出征 我需要300万修士大军 这300万修士大军注定有去无回 包括在座的诸位同样也是如此 此话一出 整个大会都躁动了起来 300万修士呀 这几乎囊括了整个修行界八成左右的人数了 看着众人窃窃私语的景象 龙椅上的年轻人右手处着下巴 左手微微一挥 站在他身旁的女官就将一些御检派发了下去 等看完御检当中的内容之后 众人的脸色更黑了 先生 这些事情都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不然我调集300万修士来干什么 过家家吗 整个世界的命运都在你们的手中掌握着 这个世界以后会变成什么样是你们决定的 按照正常规矩 天庭想要征战 轮不到你们来说三道四 你们只需要听命就行 可是这次不一样 这次的大战需要的人太多了 而且 我还要你们心甘情愿地去死 如果不让你们提前知道真相 到时候很可能发生意外 所以你们现在可以表态了 不愿参战者请自问当场 因为我不想消息泄露 愿意参战者立下血势 留下新门派的火种 然后准备开战 话音落 几十道身影就出现在了盘桃大会四周 很显然 这位先生早就谋划好了今天 阿弥陀佛 一个光头老和尚唱了生佛号 起身道 佛门以慈悲为怀 如今天下苍生即将遭逢大难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佛门愿参战 闻言 年轻人笑道 很好 北墨佛门已经同意了 还有其他的人吗 西州妖族愿为天下苍生求一线生机 山河书院亦不容辞 万通商会 谨遵天庭号令 好几方大势力都站出来表态 见状 其他一流势力也只能同意了 至于他们同意的原因是迫于天庭的压力 还是真的想去拯救天下苍生 这就没人知道了 很快 征战异世界的提议就得到了全部人的同意 楼椅上的年轻人拍手道 好 很好 诸位今日之举 天下苍生将会永远铭记 此战有死无生 而且再无退路 我陈长生在这里替天下苍生谢过诸位了 说着 年轻人从龙椅上起身 对着众人拱手行礼 面对年轻人的行为 众人还礼 然后立下了血释 做完一切 原本还热闹的盘桃会瞬间就安静了下来 因为所有的人都走了 哎呀 不忘我不举百年 终于把人凑齐了 年轻人一屁股坐在了龙椅上 懒散的坐姿哪还有先前天庭之主的风范 先生 我也要参战 这时 一旁的女官开口了 文言 年轻人瞥了一眼身旁的女子 淡淡道 不行 为什么 这是关乎天下苍生的大事 我孟玉绝非贪生怕死之辈 我知道 但你就是不能参加 原因有两个 第一 你死了 我没法和十三交代 那傻小子在乎的人本就不多 你也死了 他怎么办 第二 解决完不祥之后 还有一场血战要打 人都死光了 你想让我当光感司令吗 听到这话 孟玉的神情有些低落 先生不让我去 那其他人怎么办 宝和玲珑都在参战的名单上呀 这是没办法的事 天玄想要让妖族参战 那他就必须做出表率 他和玲珑必须有一个人参加 不然无法服众 宝尔就更不用说了 他现在是万通商会的画室人 他都不去 万通商会下面的那些底层修士会去吗 说着 年轻人起身拍了拍孟玉的肩膀 笑道 好了 不要这么伤感春秋了 风神榜的位置 我给他们留着呢 百年来 我对风神榜又改进了一下 上风神榜的人 可以保留九成以上的自主意识 这和活着 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你与其担心他们 还不如想想你自己 他们死了 有风神榜复活 你死了 可就真的死了 说完 年轻人背着手 大摇大摆走了 天玄举办了一个酒会 我先去逛逛 你想来就来吧 第262章 自私的天玄 冷场的酒会 西州玄鸟族领地 我不同意 我亲自去找先生说 强大的气势 笼罩了方圆千里 无数妖族都在瑟瑟发抖 山巅之上 一个俊朗的男子 面色阴沉 似乎是在为某件事情生气 见状 一个绝美的白衣女子 上前轻轻地拉住了他的手 这件事 是我主动找先生商量的 你现在是妖族之主 若是你都不做出表率 以后你 如何在妖族服众 三百万修士一同赴死 他们死的 我为何死不得 听到这话 男子更加愤怒了 天下人都可以死 但唯独你不可以死 我天玄做事 从不会去牺牲自己的女人 这件事 我一定不会同意的 眼见劝不住天玄 温柔的玲珑脸色 瞬间就变了 你同意也得同意 不同意也得同意 我玲珑嫁给你 那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爱你 但这并不意味我 玲珑会成为你的附属品 我要做的事 你拦不住 你敢 风雷双翼展开 无数雷霆在空中闪烁 如果你去了 信不信我打断你的腿 哼 玲珑冷哼一声 无限接近斑泄境的修为 也展露无遗 那你就来试试 虽然老娘修为不如你 但你别忘 当初的你 在我面前 只有挨揍的份 正当一场大战即将爆发的时候 一道蓝散的声音传了过来 泽泽 一段时间不见 你天玄居然学会打老婆了 若是让酸秀才知道 少不了要抽你三戒指 听到熟悉的声音 天玄身上的威压 也收了回来 转头一看 陈长生和白泽 正从远方慢悠悠地走来 先生 你快说说他 这婆娘一直在和我犯婚 我简直拿他没办法 面对天玄的诉苦 陈长生淡淡道 这件事我知道 而且我同意了 此话一出 天玄立马严肃了起来 先生 争讨一事件 我去就行了 玲珑她的修为不够 你去了妖族怎么办 难不成你打算 让玲珑来替你掌控妖族 陈长生的话 一时间让天玄哑口无言 我不管 谁都可以去 就是玲珑不行 啪 话音刚落 天玄的脸上 就出现了一个巴掌印 陈长生的眼神 此时变得锐利了起来 你以为你 还是孤身一人吗 说这种魂话 你对得起玲珑 对得起自己吗 被陈长生扇了一巴掌 天玄并没有恼怒 先生 我不想玲珑死 我想让她活着 为了玲珑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说着 天玄的语气颤抖了起来 妖族之主天玄 铁骨铮铮的汉子 面对所有妖族的谩骂 她没有动摇 面对生死危机 她没有动摇 然而 面对陈长生的时候 她动摇了 此时的她 就像一个无助的孩子 看着天玄的样子 陈长生也语色了 这时 一旁的玲珑跑了过来 天玄 你是不是个男人 自己老婆的事 你去求别人 一切事情皆有定数 你为男先生是什么意思 你给我滚回去 说着 玲珑就要拽着天玄离开 如今的情况 牵一发而动全身 先生在自己这里破了力 那其他人怎么办 三百万人呀 大家都不想让自己的亲人去死 可如果大家都不去 异世界的问题 谁来解决 面对玲珑的拖拽 天玄不为所动 只是直勾勾地看着陈长生 陈长生轻叹一声 淡淡道 事情还没到 无法挽回的地步 到时候再说吧 玲珑一定要参战 但不一定飞上风神榜不可 或许还有其他办法 对于陈长生这模棱两可的话 天玄并没有听懂 然而一旁的白泽 却叫了起来 陈长生你疯了 那东西是 碰 白泽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陈长生一巴掌 拍进了土里 好了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 不是说今天有酒会吗 快让我看看 都有些什么美酒 陈长生笑呵呵地 越过天玄 找起了美酒 玲珑狠狠地瞪了一眼天玄 然后跑去劝说陈长生 打消刚刚的念头 与此同时 毫发无伤的白泽 从土里爬了出来 看着低头的天玄 白泽几次张口 最终也没有将心中的话 说出来 你呀 唉 两声感叹过后 白泽回到了陈长生的身边 面对如此情况 天玄的心 仿佛被万把钢刀穿过 白泽的性格 自己是知道的 能让他有如此大反应的东西 想必一定和先生的性命有关 先生对自己恩仲如山 自己不但没有回报先生 而且还恬不知耻地向先生索取 这样的行为 与禽兽合一 小小的酒会 很快就准备好了 几位熟人也相遇而来 前板 孟玉 百年时间匆匆而过 曾经的故人 此时都已经长大了 然而有意思的是 清虚天的南宫若雪 也在此次酒会当中 哈哈 百年前 你们还打得你死我 百年之后 却坐在一起喝酒 这世道 还真是变幻无常呀 面对陈长生的调侃 南宫若雪淡淡笑道 年少轻狂 现在回想起来 真是万般羞愧 也幸好天玄兄心胸宽广 不然我清虚天 早在百年前就覆灭了 闻言 陈长生笑道 天玄放过你们三大洞天 完全在情理之中 灭华阳洞天 是因为他们和不祥勾结 若是天玄因为一些简单的恩怨 就公报私仇 灭了清虚天 那他有什么资格执掌妖族 听到这话 南宫若雪笑而不语 天玄放过三大洞天 自那以后 三大洞天就跟随天玄南征北战 百年的生死之交 客套话说多了 反倒显得有些虚伪 这时 正在喝酒的钱玄开口了 先生 封神榜上 你给我安排了个什么位置 此话一出 酒会上瞬间就安静了下来 因为这酒会上 有的人要上封神榜 但有的人却不用上 酒会的气氛变得有些凝固 而钱玄却笑嘻嘻地看着陈长生 第263章 心存借地 妖族将心 面对钱宝的话 陈长生表情平静 拿出了一套茶具 开始泡起了茶 见陈长生没有立刻回答 钱宝仰头灌下一杯美酒 再次开口道 先生 宝问你话呢 这次封神大战 你打算给我安排个什么位置 再次发问 宝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 意识到情况不对 天玄冷脸道 宝 你醉了 你闭嘴 问 一只聚宝盆 直接悬浮在空中 强大的威压 笼罩了所有人 面对钱宝的怒火 天玄的嘴张了又张 最终也没能说出一句话 见状 钱宝再次看向陈长生 开口道 先生 封神大战 你给我安排了个什么位置 第三次发问 低头泡茶的陈长生 终于开口了 你想要什么位置 呵呵呵 先生 你终于肯说话了 宝还以为你哑了呢 安排什么位置不重要 宝不是那种不识大体的人 不过我更想知道 孟玉姐姐在封神榜上 是什么位置 闻言 陈长生平静道 孟玉不上封神榜 他还有用 那天玄大哥呢 同样如此 呵呵 听到这话 钱宝顿时放声大笑 我懂了 有用之人不用上封神榜 而我们在先生眼中 就是那群无用之人 先生 如果宝没记错的话 当初你说过 封神大战的名单 一视同仁 就因为你这句一视同仁 我前家38口人 全都上了封神榜的名单 而且毫无怨言 现在你告诉我 有用之人不会上封神榜 这到底是为什么 啪 钱宝手中的酒杯碎了 而且是碎裂在陈长生的面前 看了一眼钱宝扔 在地上的酒杯 陈长生依旧在慢悠悠的泡茶 如果你不想去 封神大战 可免除钱家 呵呵呵 先生又说笑了 我钱家一门中烈 怎会是那种不识大体的人 钱家38口人 如果不死在战场上 万通商会挥下50万修士 又怎么会卖命 先生请我等赴死 不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吗 听到这 陈长生抬头 看向两眼发红的钱宝 我不喜欢饮酒 因为酒会 让人的头脑发昏 你喝了这么多酒 应该喝杯茶清醒一下 说着 陈长生端起一杯热茶 递给了钱宝 见状 钱宝大步走向陈长生 一口引进了杯中之茶 面对那苦涩到了极致的茶水 钱宝脸上 没有半分表情 甘甜可口 先生真是泡的一手好茶 我现在终于明白 先生为什么喜欢喝这种茶了 因为杯中之茶再苦 也苦不过这变幻莫测的人生 说吧 钱宝放下茶杯 说道 先生 宝今日醉了 说的胡话 还请你不要放在心上 我还有事 就先走一步了 话音落 钱宝转身走了 可是走到一半 钱宝的脚步停住了 转头看了一眼眼神略带羞愧的天玄 钱宝随手扔出了一枚长命锁 天玄大哥 这是给孩子的礼物 玲珑姐淡下子嗣不久 身体还有些虚弱 风神之战 她确实不应该去 说完 钱宝的身影彻底消失 经过钱宝这么一闹 原本还算热闹的酒会 彻底冷清了起来 都走吧 我想静一静 端起茶杯 陈长生淡淡地说了一句 面对陈长生的话 众人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最终众人只好默默离开 等众人走后 陈长生默默地品着手中的苦茶 白泽健壮 摇了摇头 随后趴在了陈长生的脚边 先前倔强无比的钱宝 此时正躲在一处山巅之上痛哭 哎呀呀 我的宝儿 是谁欺负了我家宝儿 快说来让夫子听听 文言痛哭的钱宝抬头 纳兰信德的身影瞬间映入眼帘 夫子 钱宝委屈了叫了一声 然后扑进了纳兰信德的怀里 面对这种情况 纳兰信德轻轻地拍着钱宝的后背 那感觉就像安慰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 哭吧 哭吧 哭出来心里就痛快了 这世道就是如此 你千万不要怪先生 过了一会 钱宝擦干眼泪 抬头道 夫子 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区别对待 难道宝儿在他眼中 真的就要比别人差吗 文言 纳兰信德将钱宝拉到一块大石头上 两人并肩而坐 宝儿 先生做出这个决定 他心中的痛苦绝对比尿多 你没有接触过最真实的先生 所以有些事情你不理解 先生是个重情义的人 但他的命运却不允许他这样 道门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六情缘浅 却又重情重义 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面对纳兰信德的话 钱宝抿了抿嘴 说道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很简单 一个人活在世上 他会遇到很多人 并且拥有很多感情 亲情 友情 爱情等等 有的人对这些感情很重视 有的人却毫不在乎 可是感情之间也有缘分 一说 先生重视感情 但却缘分浅薄 说的更简单一点 先生注定无法与每一份感情走到终点 听到这 钱宝儿思索了一下 说道 正是因为这样 先生才会让一些人不上封神榜吗 不是 那蓝信德摇了摇头 说道有些人不上封神榜 是因为他们有更痛苦的路要走 封神大战马上就要开始 你知道封神大战之后的结果吗 文言 钱宝儿老实地摇了摇头 假设封神大战胜利 那么胜利之后 这天下将会是妖族做主 此话一出 钱宝儿激动地站了起来 这怎么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这是注定的事情 整个修行界都知道妖族 但是很少有人真正地了解 妖族和人族的本质区别 封神大战之后 妖族当心 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第264章 痛苦的道路 白则无处发泄的愤怒 看到前版 还是无法理解自己的意思 那蓝信德微微一笑 继续说道 万物开启灵智 便可被称为妖族 妖族当中 已走兽飞行居多 其中还有很多 拥有神奇血脉的种族 与人族相比 妖族天生就占据优势 举个例子 一只猛虎从诞生开始 最多两年的时间 便可接近成年 而人族诞生两年之后 依旧还是孱弱不堪 修行除了讲究 物性和新性之外 资源同样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拥有大量的资源 便可以诞生出 很多底层修士 而这些底层修士 又是高层修士诞生的土壤 妖族从最开始 就抢占了先机 一旦人族失去了主导地位 妖族就会迅速主宰这个世界 听到这 钱宝也有些慌了 那怎么办 我们总不可能 杀光所有妖族吧 既然预料到了这个结果 我们为什么 不为人族留下一些底蕴 文言 妖族确实杀不光 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未来的事情 而屠杀妖族 因为这是天道循环 所有的生灵 都要遵守这个循环 至于留下底蕴这种事 显然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打仗呀 此次封神之战 整个世界都倾其所有 人族作为这个世界目前的主宰 自然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如果人族都藏私了 那么这场仗拿什么赢 听到这 钱宝也有些明白了 所以天旋就是先生留下的后手 对吗 是的 妖族大兴 天旋会顺理成章地承载天命 而天旋的存在 就是为了压制妖族 不让人族死伤太多 你现在也是一方势力之主 你可以想象一下 天旋将面临的是什么 面对纳兰信德的分析 钱宝沉默了 因为他无法想象 那是一条怎样艰辛的路 压制妖族 扶持人族 这就好比万通商会 与其他势力发生矛盾 自己不去帮万通商会 而去帮外人想到这 钱宝低声道 父子 先生 让天旋这样做 是不是有些残忍了 是有点 但最痛苦的不是天旋 而是先生 你们都是先生教出来的 先生 在你们身上 倾注了多少心血 你们自己清楚 把你们说成他的孩子 一点都不过分 亲手把自己的孩子 推向一条满是荆棘的路 甚至让他们去死 这种痛苦 是常人无法承受的 但凡先生还有一点办法 那他绝对不会做出 这样的选择 听到这话 钱宝抬头说道 既然这样痛苦 那先生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躲起来做的咸云野鹤 不好吗 这个问题 你的行为早就给出了答案 一世界入侵 你为什么要参战 好好地躲起来不行吗 还是说 你参战的原因 只是因为先生的命令 面对这个问题 钱宝再次低下了头 这个世界是我的家 我不想看到这里 变成人间炼狱 没错 你不想看到 这里变成人间炼狱 先生同样也不想 因为这个世界 承载了我们太多的记忆 那孟玉姐呢 他们的任务又是什么 十三百年未曾现身 想必也是为了这个事吧 是的 解决完不祥之后 先生还有一场大战要打 这场大战更加凶险 对手的强大 就连我和先生 都有陨落的风险 空明天是魅影军团的驻扎地 孟玉和十三 就是为了此战而准备的 听到这 钱宝不由攥紧了拳头 难难道 先生看中每一个人 更珍惜每一个在他身边的人 可命运就是如此残酷 一件件事情 让先生不得不眼睁睁 看着身边的人死去 这也是为什么 父子你会形容先生六情缘浅 却又重情重义 因为先生注定无法与每一段缘分走到终点 闻言 那蓝信德抬手擦去了钱宝脸上的泪痕 笑道 先生的路很苦 所以他做的一些事情 是无法被外人理解的 旁人不懂他 我们不能不懂他 玄鸟族领地 一壶苦茶已经被喝光 但陈长生依旧还坐在原地 看着陈长生面无表情的样子 白子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你救了玲珑 你自己怎么办 当初你从幽冥森林里 带出来了两滴万物精华 其中一滴 你用来就输呆子 另外一滴 则是你的保命底牌 没了这滴万物精华 你有把握 从登天路上活着回来吗 闻言 陈长生轻叹一声 说道 没有 既然没有 你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拿出来 你只有一滴万物精华 要死的人却有这么多 你救得过来吗 就算你实力滔天 成功在登天路上活了下来 那其他人怎么办 书呆子可能会死 十三可能会死 孟玉丫头可能会死 甚至连我也可能会死 你就一个人 而不救其他人 到时候 你如何面对自己 如何面对那些活下来的人 把尔尚且因为封神之上的名单 心存芥蒂 你敢保证其他人不会吗 还是说 你非要闹得大家反目成仇 你才罢休 面对白泽的质问 陈长生只能用沉默来回应 见状 白泽站了起来说道 我要走一趟幽冥森林 既然你要救人 那就多救一点 省得你弄得里外不是人 不用去了 陈长生开口阻止了白泽的行为 为什么 幽冥森林救你 已经损耗了太多的万物精华 我当初带走的两滴 已经是他仅有的存货了 上次我送十三去幽冥森林 就发现了这个情况 正是因为如此 我才没有开口讨要万无精华 听到这话 白泽当即气的想骂娘 可是找了一圈 白泽硬是没有找到 可以谩骂的对象 天玄的做法没错 因为他爱玲珑 他不想让孩子没有母亲 陈长生的做法也没有错 没有人愿意 看到自己的孩子痛苦 钱包也没错 全家死光 自己最尊敬的人 却让其他人活了下来 百般郁闷之下 白泽咆哮了一声 然后跑了 他无法承受 这样纠结且痛苦的情况 他能做的只有发现 而身处一切事情中心的陈长生 还是静静地坐在原地 第265章 不正义的战斗 风神之战开启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陈长生面前的茶壶也变得冰冷 但他依旧静静地坐在原地 两久 陈长生轻声道 系统 我这样做是善 还是呃 文言 陈长生脑海中的电子声音响起 回宿主 你应该很清楚 处于你这样的位置和实力 事情从来没有简单的善恶之分 更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 一声令下 就让三百万生灵赴死 以世俗的观点来说 这滔天的业障 是你应得的 本系统提醒过宿主 感情只会成为你前进的累赘 如果你没有这些累赘 今日你就不会这么纠结 哈哈 听到这话 陈长生笑了 而且笑得十分开心 系统呀 系统 本以为我能反驳你这个观点 没想到这打脸来得如此之快 累赘就累赘吧 走得慢一些 没什么大不了的 三百万的业障 其他人不敢接 我陈长生接了 恨我也好 懂我也罢 事情终究要有人去做的 说着 陈长生起身伸了个懒腰 系统 此战胜负如何 未来变换莫测 本系统不针对任何事情做出推演 呵呵呵 说这么好听 直接说不知道就行了 系统你不知道结果 但是我却知道 风神之战 天庭势在必得 因为这是三百万生灵牺牲换来的结果 说完 陈长生走了 他再次做回了那个冷酷的代理天庭之主 玄鸟族的酒会 在时间长河当中 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然而 就是在这酒会过后 整个世界开始了疯狂的备战 门派 家族 皇朝 所有与修行者有关的势力 都在天庭的调令下动了起来 一位又一位的天骄 被编入军队 那些作为底蕴的存在 也被人抬了出来 所有的人 都在倾尽全力地 准备着这场战争 三百万修士大军 光是集合和编排 就花了十年的时间 与此同时 一条看不见尽头的长城 也被铸造了出来 这座长城的建造 汇聚了整个世界 所有镇法大师的心血 其中消耗的天才地宝 更是无法估量的 一世界的入口 陈长生早就已经知晓 这座长城 就是最后的防线 长城 呼 无数的战旗 被进风吹得呼呼作响 三百万修士大军 静静地站在长城之下 而陈长生 却独自一人 站在长城之上 看着下方的修士大军 陈长生念色严肃 诸位 此战关乎到 整个世界的存亡 生死与否 皆在诸位一念之间 这个世界的未来 就看你们的了 话音落 一具古老的棺材 飞了出来 哄 棺材盖打开 一具形似骷髅的尸体 站了起来 海量的天地灵气 涌入他的嘴中 随着天地灵气的吸入 那干枯的尸体 也恢复了几分精神 风神大战 乃是天下苍生之战 今日 就让我金阳子 为天下苍生 开出一条血路 说着 金阳子身上 爆发出无上威能 只见他双手 狠狠地插入虚空之中 然后用力一扯 死 坚固的空间 直接被他扯开一条裂缝 而那裂缝后面 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城市 感受到强大的气息 城市当中的修行者 立马飞到城市上方 你是何人 为何 守护城市的修行者 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可是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金阳子 一掌打成血污 紧接着 金阳子将整座城池的生灵 都吞入了腹中 做完这一切 金阳子的身体逐渐消散 然后化为无数血色阵纹 固定住了空间裂缝 看到这一幕 很多修士都不由紧了锦手中的武器 金阳子乃是金阳阁的开派祖师 细细算起来 他大概是八千年前的人物 如果不是这封神大战 世上恐怕不会有人知道 他还活着八千年前的火化石 片刻之间就陨落了 这种存在 若是放在平常 那是足以撼动一周大能 可是现在 他仅仅只是一个开路先锋吧 呼 缓缓吐出一口浊气 前板的眼神变得坚定了起来 汉山军出发 一声令下 五十万修士大军动了起来 无数命登进的高手 率先飞进另一个世界 布置好防御阵法 防止另一个世界的敌人进攻 随着前板的汉山军出发 剩余的两百多万大军也开动了 在这三百万的生灵当中 有的生灵知道此去必死无疑 有的生灵对此事一无所知 但无论是什么情况 他们在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时候 都会看上一眼站在城头的陈长生 因为风神大战 就是这个人开启的 两天一夜 三百万修士 全部都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当最后一个人进入之后 外面的人开始迅速在通道处布置阵法 看着那宽阔的通道 陈长生依旧保持沉默 先生 你为何要用金阳子这种人 孟玉皱着眉头走了过来 面对孟玉的询问 陈长生平静道 两个世界的间隔很坚固 金阳子破阶的手段 独具一格 如果不用它 我们需要花费更大的代价 才能破开两个世界的间隔 可是它血迹了一个城池的生灵 那个城池起码有数十万生灵在那里 我知道 然后呢 那些血色阵纹 是金阳子的独门手段 化血大法 血迹一个城市的生灵 可以让两个世界的通道更加稳固 除此之外 我找不到更好更有效的手段 听到这话 孟玉不由握紧了拳头 先生 风神之战乃是正义之战 如此妄造杀孽 我们和邪魔有何区别 谁说风神之战是正义的 陈长生转头看向孟玉 说道 从我让这三百万人去送死开始 这场战斗 就注定不会是正义的 另外这三百万人当中 还有很多人不知道 自己一定会死 他们是被骗过去的 是我让人把他们骗过去的 这样的战争 怎么能称之为正义 第266章 孤独的行人 真正的逍遥 听到这话 孟玉紧摇嘴唇 因为他难以接受这样的说法 先生 既然你明知这样做不是正义之战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文言 陈长生双手一摊 咧嘴笑道 因为我善良呀 谁叫我陈长生现在 还是个人 而且还是那种大善人 如果没有心地善良的我 天庭就不会发动风神之战了 准确的来说 是不会发动这不正义的风神之战 面对陈长生的话 孟玉脸上写满了不理解见状 陈长生笑道 怎么 不明白其中的意思 不明白 不明白没关系 我告诉你 你就明白了 说着 陈长生抚摸着长城上的砖块 慢悠悠道 在你们的理念当中 风神之战应当是正义之战 但事实并非如此 或者说 你们有些人到现在也没明白正义之战的代价 如果你们明白正义之战的代价 你们就不会这样想了 听到这 孟玉更加困惑了 先生 我越来越听不懂你的话了 你听不懂 是因为你还太年轻 其实这种情况 你已经经历过了 佛园大会上 佛门因为知道 天玄将会是未来的灭佛之人 所以对天玄痛下杀手 可是未来将会发生的事 并不能成为一个人定罪的标准 也正是因为佛门输了这个礼 我才能借机发难 祝十三获得功德持 同理 攻打异世界也是这样 不祥的入侵是注定的 但也是没有发生的 我们提前对他们发动战争 自然就是你口中的不正义 咕噜 面对这个解释 孟玉艰难地咽下了一口唾沫 因为他似乎想到了正义之战的代价 所以 正义之战的代价 就是生灵涂炭 是的 等到不祥入侵这个世界之后 我们再联合反抗 那才是 你口中的正义之战 但是这样做的话 三百万生灵可填不满这个坑 修士对底层生灵的破坏 你是清楚的 如果把战场放在我们的世界 会有多少生灵 丧命你算过吗 而且 想要让整个修行界 主动联合在一起 不祥就必须杀得整个修行界肉痛 达到这种程度 需要死去多少修士 你了解吗 等大部分人都醒悟过来的时候 我们又需要花多少代价 去消灭不祥 他 对于陈长生的话 孟玉下意识地退后了一步 因为 他被陈长生描述的惨烈景象吓到了 然而一旁的陈长生 却继续说道 发动正义之战 对我来说 再简单不过了 我只用等到生灵涂炭的时候站出来 然后震臂一呼 到时候 自然会有无数人追随我 而且 他们都会心甘情愿地去死 他们不会怨我 也不会恨我 搞不好我陈长生 还能轻始流明 获得一个救世主的称号 至于我身边的人 就更好说了 我陈长生别的不敢说 保护一下身边的人 还是能做到的 毕竟不祥针对的是一个世界 又不是某个单独的生灵 不祥又不是傻子 这么多好收拾的目标不弄 非得来挑我这块硬骨头 听完 梦欲嘴唇紧闭 先生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自己完全相信他有能力这样做 但他偏偏选择了最难的一条路 先生 你这样做 你的路会很苦的 是有点苦 但是我不在乎 很多人修行 都是为了能够逍遥世间 但很多人都不明白 什么才是真正的逍遥 真正的逍遥 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也不是什么事都不管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那是放纵 什么都不管 那叫缩头乌龟 听到这话 梦欲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那什么才是真正的逍遥 真正的逍遥 是当我想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不会被任何人 任何事物所束缚 当我不想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任何人任何事物 都不能强迫我 就比如现在 我想拯救一下天下苍生 所以我这么做了 三百万的业障也好 身边之人的不理解也罢 这些都不会成为 我停止这件事情的理由 相反 当某一天我不想拯救苍生的时候 就算天下生灵都死光 我也不会出手 看着面前侃侃而谈的先生 梦欲突然感觉到了 他内心深处的孤独 在外人看来 他是神秘莫测的送葬人 他是掌控天下修士的天庭之主 可是真正了解他的人 并不会这样认为 先生只是一个孤独的行人 一个独自在红尘中游走的行人 先生 你这样一个人行走 应该很孤独吧 梦欲低声说了一句 看着梦欲情绪低落的样子 陈长生笑着摸了摸他头 呵呵呵 小丫头 我孤独你伤心什么 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就行了 先生的心 早已千锤百炼 孤独什么的 还打不到我 而且漫漫长路当中 我也会碰到很多有意思的人 有了他们的陪伴 人生路上也就不那么孤独了 说完 陈长生生了个懒腰 好了 该说的我都说了 该做的我也做了 接下来就是你们的事了 打造这座要塞 不但是为了防止不祥的入侵 更是为了防止一些人背叛 接下来 你们需要死守这里 任何生灵都不能越过长城半步 包括我们的人 话音落 陈长生的身影彻底消失 看着正在被阵法覆盖的通道 孟欲更加想要成为 那三百万修士中的一员了 死去的人成为了过去 思维也在那刻停止 但是活着的人 却要背负着死去之人的信念 继续负重前行 自己才经历了短短的岁月 就难以支撑 先生活了这么久 他身上又背负了多少想到这 梦欲低声呢喃道 小贼 怪不得先生这么看重你 原来坚守本心真的很难 如果我是先生 我绝对无法承受 这么痛苦的选择 一百多年了 你为什么还不回来 你要是再不回来 有些人的最后一面 你就见不到了 第267章 50年的血战 世上没有如果 风神大战彻底开始了 三百万修士大军 浩浩荡荡地攻向了另一个世界 刚开始的时候 进展还算顺利 可是随着风神联军大肆杀戮之后 异世界的修士 爆发了无与伦比的反抗 一股充满着诡异的力量 出现在了所有异世界的修士身上 那一战可谓是打得天崩地裂 日月无光 风神联军当中 一口气就陨落了上百位老古董 就连一直在长城镇守的陈长生 和纳兰信德都加入了战场 最后 双方勉强打成了平手 在这一战之后 所有的真相都公之于众 当得知天庭打算让三百万修士 葬送在这个世界之后 一些军队发生了滑变 然而可笑的是 当他们准备撤出这个世界时 准备用来抵御异世界的长城 拦住了他们 昔日的同袍 将手中的法宝对准了他们 三十万 三十万滑变的军队 死在了长城之下 死在了陈长生的铁血手腕之下 看到陈长生灭掉了三十万修士军队之后 剩余的人也认清了自己的命运 与其被当成叛徒击杀 还不如轰轰烈烈地死去 因为这样 至少还不会留下万事骂名 抱有这样的心态 剩下的两百多万人又开始了冲杀 这一次 他们更加悍不畏死 不过有意思的是 所有人的目光都放在了修士联军的高层上 汉山军统领前宝 妖族联军统领玲珑 清须天南宫弱雪 佛国主持慧能 这些人都是各方势力响当当的大人物 其中有些人和天庭更是关系匪浅 天庭想要自己这些人赴死 那天庭就必须拿出一个态度 没道理自己可以死 他们就死不得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 这些联军的高层并没有贪生怕死 反而每次战斗都冲在最前面 有了这些榜样 风神大军动摇的军心逐渐稳定了下来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杀戮也越来越多 随着同伴的死去 双方都逐渐杀红了眼 一些平时被视为禁忌的手段 也被广泛地使用了起来 与此同时 苦海体系的境界也在飞速完善 和平时期 世界会有大量底层修士诞生 战争时期 底层修士大量陨落 这样的代价 就是催生出更多的高层修士 先尊 这是脱胎禁之后的境界 纳兰信德成功摸索出了这个境界的路程 并且将其命名 有了纳兰信德的探索 风神联军当中 接连诞生了几位先尊境的强者 如此一来 也算是暂时缓解了风神联军的压力意识解 噗 吐出一口鲜血 南宫若雪疲惫地坐在了一棵树下 和他一起的 还有汉山军的统领钱宝 呵呵呵 你好歹也是清旭天的第一美人 能不能注意一下形象呀 看到南宫若雪满身血污 钱宝忍不住调侃了一句 文言 南宫若雪翻了的白眼 说道 什么狗屁的第一美人 上了战场之后 那帮家伙专门盯着第一美人杀 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他们凭什么认为第一美人的实力会很弱 他们该不会以为我是个花瓶吧 面对南宫若雪的抱怨 钱宝笑了笑 看向远处的蓝天白云 五十年了 这场战斗整整打了五十年 我家的人都快死光了 你哪里还有吗 在第二十年的时候就死光了 我掌控的军队已经是第三批了 再有个几十年 我估计也撑不住了 被不祥寄生的修士 可以通过消耗生机来提升实力 还可以通过吞噬别人的生机提升实力 这种情况 我们怎么可能打得赢 不过现在我逐渐有些理解 为什么要发动风神之战了 不祥这种鬼东西如果放出去 天知道会引起怎样一场浩劫 半月前 我亲眼看到一位命灯镜修士 吞噬了三座城市 然后实力提升到了斑屑镜 那个修士冲向我们的时候 我看到他的眼中充满了恐惧 很显然他并不想死 听到这 钱宝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然后呢 然后就是自报呗 不祥控制着他和我们同归于尽 如果不是我挡下大半威力 我当时带领的小队就要全军覆没了 听完 钱宝的眼神黯淡了一下 因为这样的情况他遇到了不知多少次 更恐怖的是 这样的事情还会持续 我的命运已经注定了 你还有什么一页美 有的话可以转告先生 他应该会帮你解决 面对钱宝的话 南宫若雪想了想 说道 既然要死了 那就问你一个内心深处的疑惑吧 你觉得我和孟宇谁更漂亮 各有千秋 都差不多 如果当初在八宝斋的时候 我没有对你们出手 你说陈十三会喜欢上我吗 文言 钱宝平静地看着南宫若雪 这世上没有如果 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再怎么弥补也于事无补 哈哈 说得对 这世上没有如果 可惜了 如此经验的男人被我给错过了 不然真想和孟宇争上一阵 说着 南宫若雪拖着疲惫的身躯站了起来 好了 你慢慢养伤 我还有任务要做呢 如果有机会 帮我问一下先生 陈十三什么时候先生 我很想看看 当年那个倔强的少年 如今变成什么样了 说完 南宫若雪的身影逐渐远去 看着他的背影 前板难难道 十三 你为什么还不来 我们快撑不住了 难道你真的连孤人最后一面都不肯见吗 先生已经给你准备了一把 足以惊艳天下的神兵力气 当初你答应我 要摘下星辰 给我做礼物 难道你忘了吗 幽冥森林 哄 一只斑屑镜的异兽 轰然倒下 陈十三持劲力 笔直地站在小树面前 这已经是他第五次 从外围杀到森林中心了 可是幽冥森林 依旧没有放他离开 第268章 拔剑的理由 小树问了一句 面对陈十三的问题 小树摇晃了一下 说道 用你们的境界衡量 你现在已经达到了幻谷镜 可是想要帮助他 幻谷镜不够 脱胎镜也不够 就算你承载了天命 依旧不够 听到这个回答 陈十三皱起了眉头 那我需要做到什么地步 你需要挥出 可以经验时间长河的一剑 怎么才能挥出这一剑 这个需要问你自己 从始至终你都没有把我当成敌人 所以 你手中的剑并不锋利 我可以感觉到 你需要拔出心中的剑 这一剑便是可以经验时间长河的剑 做不到这一点 我不会放你离开的 得到这个回答 陈十三当即坐了下来 他要好好地思考一下 自己挥剑的理由 然而 正在陈十三思考的时候 小树颤抖了一下 似乎是接收到了什么信息 陈十三 你拔剑的理由来了 闻言 陈十三抬头看向小树 只见一幅幅画面在空中展开 玲珑蝶血 钱宝重伤 孟玉被三名高手围攻 夫子的嘴角溢出了金色的鲜血 所有熟悉的人都受伤了 就连强如夫子这样的存在 也差点陨落 这些画面当中 还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 战斗结束之后 所有人都会轻声念叨一个名字 十三 看着面前的画面 陈十三脸上一片平静 但是内心却掀起了滔天巨浪 他们在等我 这是陈十三心中唯一的想法 当这个想法冒出的时候 陈十三起身了 我要出去 简单到了极致的话语 其中不掺杂任何情绪 刷 陈十三再次被顺移到了森林外围 鸡 躲在陈十三头发里的土宝鼠叫了一声 然后冲着三尺清风吐了一口五行精华 有了五行精华的滋润 三尺清风再次焕发出了光芒一百六十年的战斗 陈十三手中的三尺清风已经伤痕累累 如果不是依靠土宝鼠的五行精华修复 这把剑早就断了 刷 咔 随手挥出了一剑 三尺清风断成了两截 陈十三的身体绽放出五与伦比的光芒 杖六精神全力催动 咔 佛门最坚不可摧的神通出现了裂痕 哄 整片森林的树木轰然倒下 所有异兽在此刻被斩去了头颅 一剑 陈十三仅用一剑就展开了整个幽冥森林 他挥出了不属于他这个境界的一剑 而这样做的代价 就是自身受到了同等威力的反噬 如果不是修炼了杖六精神 如果不是已经达到了幻古境 陈十三此时已经死了 哗啦啦 无数的树木开始再生 那些死去的异兽也重新被演化了出来 恭喜你 这一剑挥出 你踏入了脱胎镜 但可惜的是 你的路快要到终点了 不重要 我只想出去 没问题 一道空间之门出现在了陈十三面前 陈十三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踏入了其中 长城 潘西打坐的陈长生睁开了眼睛 感受到了那股惊艳绝伦的剑气 陈长生的眼神中闪过了一丝哀伤 十三做到了 那也就意味着他人生的终点 快要到尽头了 一路走来 十三靠的一直都是那颗倔强的心 这样的心锋力无比 但是却容易过刚一蛇 准确的来说 十三会把自己的命给丢了 种种思绪在陈长生心中闪过 碰 这时 房间的门被踹开 浑身是血的白泽跑了进来 陈长生 快来帮忙 一世界的人开始攻打长城了 MB 这帮家伙不讲武德 居然趁书呆子不再跑来偷袭 我们快撑不住了 听到白泽的话 陈长生平静道 出去吧 我现在要准备一些事情 不是 你准备什么 也得把敌人打退了再说 这次一世界来了两位先尊敬的高手 长城之上 根本就没有可以应对的高手好吧 烦死了 叫你出去 你就出去 陈长生不耐烦地一挥手 白泽直接被扔出了房间 看着紧闭的房门 白泽愣了一下 然后开口骂道 你个王八蛋 卖什么关子呀 就算有帮手 你好歹告诉我帮手是谁 嘴上嘀咕了几句 白泽再次投入了战场 陈长生清静一切发动了风神之战 到了如今这个地步 陈长生自然不可能放手不管 出现刚刚的情况 结识只有一个 那就是 有帮手要来了 长城之上 叮铃 雪飘人间 银铃声响过 三名般血镜修士 被斩下了头颅 浑身染血的梦玉 虚弱地半跪在地上 看着依旧在猛攻长城的修士 梦玉也有些着急了 异世界此次调动了两位先尊敬 五十位斑血镜 二十位换骨镜 五位脱胎镜 共计七十七位高手 攻打长城 这样大的一股力量 甚至可以影响风神战场的局势 不想不惜舍弃另一个世界的优势 也要攻打长城 足以说明 不想已经快狗技跳墙了 只要扛住这波进攻 风神大军就会利用这个空隙 占据更大的优势 可问题是 现如今长城之上 力量严重不足呀 山河书院和天庭的高手 在前些日子 全都奔赴了风神战场 现如今坐镇长城的 只有先生了 孟玉 没事吧 天玄打退两名换骨镜高手 然后来到了孟玉身边 没事 还扛得住 你那边怎么样了 有些扛不住了 整个长城神境修士 只有你和我 外加白泽 如果不是依靠长城天险 他们早就进来了 然而最大的麻烦 还是那两位先尊敬强者 长城虽然拦住了他们 但再这样下去 被攻破也是迟早的事情 正说着 白泽跑了过来 见状 孟玉欣喜到 先生答应出手了吗 别提了 那个家伙不愿意出来 听他的意思 有另外的帮手会来 帮手 孟玉脸上闪过了一丝疑惑 如今已经山穷水尽 先生不出手 哪里还有帮手 正当孟玉思索 白泽口中的帮手是谁时 一道银铃声 传入了所有人的耳朵 第269章 一把锋利的剑 幕后之人 听到这相似的铃声 孟玉猛然抬头 脑海中那思念了千百遍的身影 真的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 小贼 是你吗 孟玉语气中带着几分疑惑 因为他很怕 现在看到的一切 都只是自己的幻想 再次看到熟悉的人 陈十三的脸上 也出现了笑容 是我 此话一出 孟玉顿时双眼 同红地扑了过去 啪 一只大手 按在了孟玉的脑门上 成功制止了他的行为 孟玉 你在干什么 你知不知道我们俩的关系 我想要抱你 这种事情 天王老子 都管不了 面对孟玉疑惑的眼神 陈十三挠了挠头 耿直道 现在不是应该忙正事吗 而且 这里人这么多 让他们看见多不好呀 此话一出 孟玉心中激动的情绪 瞬间被冲淡 转头一看 周围守卫长城的修士 都在直勾勾地看着这边 面对这种尴尬的气氛 一位命灯进修士憋了一回 开口道 啊 孟统领 我们还可以撑一下 你们尽量地抱 不碍事的 但是也不要抱太久 毕竟现在的情况 还是比较危险的 嗨嗨 整理一下自己有些凌乱的衣服 又将几缕松散的秀发勾到耳后先前 被恋爱迷晕了的孟玉 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你来得正好 目前长城正遭受巨大的危机 以你的剑术 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大的帮助 听到孟玉的话 陈十三转头看向了 正在猛攻长城的两位修士 他们很强 我一个人打不过他们 不用击退他们 只需要拖住就行 夫子那边已经收到了消息 我需要天玄帮我 然后才能杀他们 静 周围正在奋力抵御强敌的修士 都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杀了他们 此时所有人的脑海里 都回荡着陈十三刚刚说的那句话 小贼你可不要逞强 这是先尊敬强者啊 有长城作为依靠 这里一时半会不会被攻破的 不要做傻事 了解陈十三的孟玉极了 虽然自己一时半会 还看不清陈十三目前的境界 但自己可以肯定 陈十三绝对没有突破先尊敬 先生让陈十三消失了一百多年 肯定是在教导他 什么厉害的招数 搞不好就是那种同归于境的招数 以他的倔驴脾气 他真的有可能牺牲自己 拉着两位先尊敬的高手一起死的 面对孟玉的话 陈十三摇了摇头 说道 不是你想的那样 光凭我和天玄 还杀不了他们 我需要一把很锋利的剑 而且我感受到这把剑了 文言 众人环顾四周 并没有发现陈十三口中的剑 虽然众人皆是一头雾水 但是有一条狗却明白了点什么 干 原来是这样 怪不得那家伙有恃无恐 听到这话 天玄看向白泽问道 白泽前辈 你知道些什么吗 这个事情等一下再和你说 你把金刚柱给我 MB 不就是两个先尊敬吗 弄死他们 对于白泽的话 天玄虽然不理解 但还是将自己的法宝 递给了白泽 大嘴咬住天玄递过来的金刚柱 白泽的脸开始扭曲了起来 咔 肩不可摧的金刚柱 出现了一道裂痕 碰 一阵微弱的爆炸 在白泽嘴里爆发 金刚柱也变成了一堆碎片 天玄 白泽用两只爪子捂着嘴疯狂翻滚 他的身旁静静地躺着两颗洁白的狗牙 然而还没等天玄想明白 白泽为什么要毁坏自己的兵器时 一根一寸来长的绣花针漂浮了起来 只见这根绣花针散发出了一股强大的威压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干死他们呀 白泽的催促声传来 天玄下意识地握住了面前的绣花针 嗡 绣花针入手 瞬间变成了一根奇梅铁棍 看到天玄已经有所行动 陈十三也将右手按在了长城的地砖上 轰隆隆 整座长城开始颤抖 紧接着 一缕缕剑气从长城当中冒出 最后形成了一把虚幻的长剑 助我 在握住那把虚幻的长剑时 陈十三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了起来 还没等陈十三的话音彻底落下 心有灵犀的天玄已经展开了风雷双翼 无数风雷之力开始在空中汇聚 随后所有的力量顺着天玄手中的铁棒进入身体 扑 大量的风雷之力涌入身体 天玄当即就吐出了一口鲜血 虽然强大的力量让天玄的身体出现了一定的损伤 但是天玄手上的动作却不曾停止半分 啪 天玄的右手拍在了陈十三的背后 刷 一道剑光闪过 正在攻击长城的两名仙尊静修士停了下来 他们呆呆地看向了陈十三的方向 眼神中充满了不可思议 这边的动静他们先前已经感受到了 虽然传来的动静很强大 但也还没达到可以击杀他们的地步 而且这长城之中的高手尚未出动 就算这些修士在酝酿什么厉害的招式 自己也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反应 因为他们从未想过 一些比自己境界低的修士 会让自己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呼 还没等肩膀上的两颗头颅滚下 一团透明的火焰就将两人的尸体彻底包裹 先前一直没有看到人影的陈长生 不知何时出现在了长城之上 先尊静大修士陨落 剩余的神静修士当即开始撤退 然而可惜的是 在陈长生面前 这些神静修士连逃跑都做不到 无数惨叫声响起 陈长生就静静地看着这些人化为飞灰 而他们体内潜藏的不祥也一同被烧成了灰 做完一切 陈长生看向某个方向 淡淡道 出来吧 你该不会觉得我没发现你吧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多少就有些看不起人了 话音落 一名老者从虚空中走了出来 呵呵呵 送葬人就是送葬人 果然算无一策 第270章 江左梅郎 消失的人 看着突然出现的老者 天玄等人皆是一头雾水 反观陈长生却是一脸淡然 似乎早就预料到了这个场景 既然现身了 那就显露真身吧 在老朋友面前还藏头鹿尾 多少就有些没意思了 文言老者笑了笑说道 也对 既然被你给看穿了 继续藏着也就没意思了 话音落 老者的容貌开始发生变化 最终变成了一个儒雅的翩翩公子 面对这张面孔 天玄和梦玉绞尽脑汁都没找到此人相应的身份 而一旁的白泽却惊呼道 WC 居然是你 文言 如雅公子并没有理会白泽 而是面带笑容地看向陈长生 很好奇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 我自认为我并没有露出什么马脚 江左梅郎部的局自然没有破绽 可是有些时候太过完美 反而就是破绽 听着陈长生两人的对话 天玄等人是越听越迷糊 百思不得其解之下 天玄转头向一旁的白泽询问道 白泽前辈 这人是谁 狼牙阁的传人梅勇思 狼牙阁 没听说过有这方势力啊 你当然没听说过 因为这是荒天帝时代的大势力 后面随着荒天帝一起飞升啊 众人 对于这回答 梦郁当即说道 可是当年随着荒天帝飞升的势力 没有任何人回归啊 他如果是和荒天帝一个时代的人 那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 但是我真不知道 白泽随口回了一句 然后目光就死死地盯着眼前的梅勇思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陈长生应该是专门布局在钓鱼 不该出现的人出现了 这件事恐怕不小 望着眼前的陈长生 梅勇思沉默了片刻 随后开口道 你从天交大会就开始怀疑我了 是的 恭喜你猜对了 为什么 因为你们太耽了呀 当年昆仑圣帝举办天交大会 所有的人都在努力地往上爬 唯独你们狼牙阁整天滑水 这种情况很不合常理 更有意思的是 我只是稍微出手教训了你一下 从那之后 你就彻底淡出了众人的视线 以狼牙阁和你梅勇思的情况 你没道理这么耽 原来是这样 梅勇思点了点头 说道 然后呢 然后的事情就更麻烦了 发现你们有点奇怪之后 我一直在观察你们的行为 可是你们的表现比乖孩子还乖 我愣是没有找出你们半点破绽 有些时候 我甚至怀疑我是不是想多了 久久没能发现你们的问题 我调查你们的心思也就淡了 再加上当时我有要事缠身 所以就离开了 听完陈长生的分析 梅勇思认真的点了点头 从你的话来分析 我前期的布局 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既然你已经淡了调查我的心思 那你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了呢 登天路呀 你应该知道 我这个人比较念旧 所以比较喜欢给故人收尸 但是我在登天路上 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那就是战死的人当中 狼牙阁的比例很大 荒天帝当年攻打登天路 几乎遭受到了所有人的反对 中庭义气飞升的大势力当中 全都不赞成 因为我没有在登天路上 发现他们的尸体 反观你们狼牙阁 却在全力支持荒天帝 攻打登天路 当年你们狼牙阁 是昆仑圣帝的头号小弟 昆仑圣帝差点背面你们 也没放得屁 而荒天帝攻打登天路 你们却全力支持 我可不认为 荒天帝对你们有这么大的魅力 唯一的解释只有一个 那就是 荒天帝打穿登天路 对你们来说很重要 再结合一下 攻打登天路之后的变化 我没道理不怀疑你们 啪啪啪 面对陈长盛的分析 梅勇斯高兴地拍起了手 观察如微 了不得 最后一个问题 躲在暗处谋划不祥的强大存在很多 你为什么不往这方面想 我一直都在想呀 可是 你也说了 他们是躲在暗处 既然是躲在暗处 他们应该不太方便随意搞小动作 就像现在的我一样 虽然长得帅 手握大权 实力强悍 但是我依旧需要一些人 帮我完成一些事 那些躲在暗处的家伙 应该也是一样 他们需要有人帮他们做事 所以现在 你能告诉我 你是谁养的狗了吗 说完 陈长盛的眼神 变得冰冷了起来 见状 梅勇斯微微一笑 说道 这个暂时 还不能告诉你 原以为你会先攻打登天路 然后再去解决不祥 没想到 你居然会不惜一切代价的 发动风神之战 这个结果 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如果不是这样 我也不会如此仓促的进攻长城 既然你都已经有准备了 那镇守长城的人 也是你故意调走的吧 是的 陈长盛点了点头说道 不这样做 怎么把你们调出来 三百万修士鱼龙混杂 有些居心不良的人 那是再正常不过了 风神之战刚开始的时候 你们挑唆三十万修士滑变 从那个时候起 你们就已经前驴即穷了 不把你们彻底的抓出来 我怎么能安心呢 话音落 纳兰信德 连同三位先尊敬强者 出现在梅泳斯四周 看了一下虎视眈眈的众人 梅泳斯笑道 为了抓我 你还真是煞费苦心啊 不过很可惜 既然我赶来 那就证明 你们抓不住我 陈长盛 我们登天路上再见吧 说完 梅泳斯脚下出现了一道三色传送阵 看到这个传送阵 陈长盛等人瞬间出手 想要截停这个阵法 碰 陈长盛加上纳兰信德 外加三位先尊敬强者 五大高手一同出手 强大的冲击波将众人都吹飞了出去 梅泳斯的身体消失了八成 只剩下了半颗头颅和一部分身躯 然而就是这样 梅泳斯依旧还活着 呵呵呵 苦海体系还真是奥妙无穷 陈长盛 我们有缘再见 梅泳斯的声音在风中飘荡 而他残缺的躯体 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271章 无法挽回 陈十三的终点 望着梅泳斯消失的地方 陈长盛的脸色阴沉得可怕 自己费尽心机地布下这个局 没想到还是让他给跑了 不是 你怎么搞的呀 你怎么还能让他跑了呢 你刚刚就不应该说这么多废话 直接动手不就都行了 看到陈长盛没能抓住敌人 一旁的白泽忍不住开始吐槽了起来 闻言 陈长盛给了白泽一个眼神淡淡的 五个人抓他都被他给跑了 我一个人能抓得住吗 之所以喋喋不休 那是因为我要拖延时间 不然你真以为我有闲心 和他废话这么多 听到这话 白泽瞬间背对的哑口无言 这时 空中的纳兰信德也走了下来 看着面前的陈十三 纳兰信德高兴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然而奇怪的是 当纳兰信德的手触碰到陈十三的肩膀时 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十三 最近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很好 不知道为什么 我最近对修为的理解很清晰 看样子 你是顿悟了 真是可喜可贺 不过 你现在也是高手了 成为高手以后 就不要随便和人动手了 纳兰信德嘴上说着恭喜的话 随后右手又在陈十三的肩膀上拍了一下 然而所有人都没注意的是 一道金光翘无声息地进入了陈十三的身体 好了 危机已经解除 你们先去休息吧 多年未见 你们这些小家伙 应该有说不完的话 我和先生要去商量一些事情 等一下再来找你们 面对纳兰信德的话 陈十三看了一眼远处的陈长生 点了点头说道 好的夫子 那我等一下再来找你们 说完 陈十三和天玄等人走了 众人走后 纳兰信德转头看向了面色平静的陈长生 你还是这样做了 是的 有办法可以阻止吗 情况你刚刚已经看到了 有没有办法阻止你 应该心里清楚 听到这话 一向儒雅的纳兰信德眼中 闪过了一丝怒火 先生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你变了 人总是会变的 特别是在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 我给过他很多机会 或者可以说 一直在给他机会 但他并没有选择其他的路 本来想把他困在幽冥森林 让他等到登天路的事情过去之后再出来 可是他在看到你们蝶血奋战之后 还是选择了挥出那一件 说着 陈长生转头看向了纳兰信德 肉身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在面对巨大危险的时候 人总会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潜力 这也就是为什么 有人能在战斗中晋级的原因 对于这种情况 我一直在研究 我在思考 他们为什么只有在面对危险的时候 才能爆发潜力 后来我发现 这是肉体对生灵的一种保护 这种保护也被称之为天赋 它决定了一个生灵能爆发出来的最大威力 这个威力的界线 是在不伤害自身的前提之下的标准 听到这话 纳兰信德抿了名嘴 说道 所以 十三就是那个能打破界线的人 对吗 是的 想要打破这个界线很难 生死危机也不一定管用 而十三那颗坚定的心 却可以打开 没有踏入神经之前 十三偶尔能打破界线 但是他的身体 很快就能重新完成封锁 可十三已经是脱胎禁了 苦海体系 他已经走完了大半 他的修为 他的剑术 已经达到了一个不错的高度 肉身再也不能对他进行封锁 从今以后 他的修为将会一往无前 哪怕是你出手 也封不住他的前进 咔 纳兰信德脚下的石砖 出现了裂痕 这样做的代价是什么 死亡 人的身体好比一个水池 水池中的水代表着潜力 世人口中的天骄 无非就是一个出水口 大一些的池子罢了 与普通人不同的是 天骄的出水口 大入水口同样也大 十三的天赋很差 我打开了限制他的出水口 但入水口 我就无能为力了 听完 纳兰信德不由握紧了拳头 先生 何苦如此 你拥有漫长的时间 为什么急于一时 我是拥有漫长的时间 但是世上发生的事情 不会等我 攻打登天路 必须在这一世完成 不然污吏他们的努力就白费了 如果不是这样 我完全可以筹划个一两万年 慢慢准备这件事 我能等 可是有人等不了 子宁 公孙怀育 叶恨生 苏天 这些我所熟悉的人 他们还能等多久 或者说你纳兰信德 还能等多久 难道你真的要等到公孙怀育变成白骨 然后再去找他吗 面对陈长生的话 那蓝信德的沉默了 登天路一战打得异常惨烈 有的人已经死了 有的人失去了踪迹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屋里他们并没有全军覆没 可是没有全军覆没 并不意味着他们过得很好 搞不好 他们正在某个地方苦苦挣扎 等待着支援的到来 如果继续拖延下去 他们真的会死 想到这 那蓝信德低声道 那十三呢 十三在你眼中 只是一个工具吗 文言 陈长生沉默了 我想把它当成工具 可是我做不到 那你能让他活下来吗 仅仅只是活下来而已 还是做不到 现如今的陈十三 每一次和强敌交手 他的实力 就会更上一层楼 池子的出水口越来越大 已经无法关闭了 得到这个回答 那蓝信德嘴角颤抖了一下 先生 你做出这个决定 信德没有资格评判你 因为怀育也等待支援的人之一 十三身边的人很少 碰巧这些人 都没有资格质问你 宝没有资格 我没有资格 孟玉没有资格 甚至十三 自己都没有资格 但有一个人有资格 那就是你自己 说完那蓝信德走了 看着那蓝信德的背影 陈长生沉默良久 第272章 剑气长城 沉默的天玄 长城屁静处 小黑你们还有事吗 正在互相叙旧的陈十三 突然冒出了一句话 听到这话 天玄先是一愣 随后面带笑意地 看向了孟玉 呵呵呵 我们还真没事了 先走一步 你们慢慢聊 说着 天玄就拖着白泽离开了 等天玄和白泽走后 陈十三小心翼翼地 走到了孟玉身边 想你了 哎呦呦 陈大剑先开玩笑吧 您不是要忙正事吗 哪有功夫想我呀 面对孟玉的阴阳怪气 陈十三有些急了 我真的有想你 这160年里 我都在想你 既然你想我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抱你 你口中的正事 难道比我还重要吗 当然不是 刚刚和现在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在战斗的时候 我只能短暂地拥抱你 可是现在 我能一直抱着你 此话一出 孟玉的嘴角 浮现了一抹笑意 好你个浓眉大眼的陈十三 一百多年没见 你居然学会油枪滑掉了 快说 这是谁叫你的 面对孟玉的回答 陈十三没有回答 只是轻轻地 将孟玉抱在怀里 旁人是不是油枪滑掉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这些是我的心里话 靠在陈十三的胸口上 孟玉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宁静 两久 孟玉低声道 小贼 封神大战之后 我们逃跑吧 我不能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答应先生的事 可是先生自己也很纠结 你如果走了 先生不会怪你的 我知道 如果我真的要走 先生不但不会怪我 而且还会很高兴 但是我不能辜负先生 听到这话 孟玉握紧了拳头 那先生让你去死你也去吗 先生不会让我去死 先生只会让我去做一件必死的事 这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很得大 先生让我去死 那我就必死无疑 先生让我去做一件必死的事 那我还有机会活 因为天下从来没有一件事情是绝对的 面对陈十三 这带有一点哲理性的话 孟玉疑惑的抬头 这话谁教你的 你不应该说出这种话 看着孟玉疑惑的眼神 陈十三咧嘴笑道 我只是话少一点 性格缺一点 在举一反三上面 没有那么聪明 但这并不代表我傻 也不代表我想不通一些事情 你和天玄他们都很聪明 但你们想的事情 却比我多得多 所以你们的心思 并不能专注于某一件事上面 我虽然没有你们聪明 但我只用想一两件事情 慢慢的想总会想明白的 望着眼前的陈十三 孟玉愣了一下 随后笑道 果然是个小贼 表面憨厚 内心却比谁都鸡贼 说着 孟玉再次靠在了陈十三的怀里 长城 离开了陈十三的天玄 正和白泽无聊的闲逛着 白泽前辈 十三手中那把虚幻的剑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是陈长生专门为十三准备的 长城不但是一座防御药塞 更是一个巨大的储存器 守卫长城的修士 九成以上都是剑修 他们平日里一散出来的剑气 都会被脚下的长城收集 所以 十三手里拿着的 不是一把剑 而是整座长城的灵魂 听到白泽的回答 天玄瞬间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看样子这剑气长城的灵魂 便是先生给十三准备的剑魂了 那剑灵 剑身又在何处 不知道 十三的剑 是陈长生准备的底牌 既然是底牌 自然不能轻易试人了 也对 天玄点头说了一句 随后一人一兽继续闲逛着 过了一会 白泽停住脚步 低头道 天玄 手心手背都是肉 有些时候 你应该体谅一下陈长生的难处 此话一出 天玄也停住了脚步 救玲珑的东西 也能救十三 对吗 不一定 但是拥有那个东西 和多拥有半条命 没什么区别 不只是十三需要 陈长生同样需要 踏上登天路的每一个人都需要 登天路的凶险 就连荒天帝也要跌血 你觉得现在的陈长生 会比荒天帝更强吗 不会 所以 你打算怎么办 面对白泽的话 天玄沉默了 那我能替十三踏上登天路吗 我可以替十三去死 我可以承担更多的危险 不能 你和十三的路早已注定 你走不了他的路 他也走不了你的路 如果有些事能更改 那么玲珑就不会参加风神之战 陈长生不是那种冷血无情的人 他是真没办法了 听到白泽的话 天玄再次沉默了 这次他沉默的时间更久 我知道了 风神榜挺好的 说完 天玄走了 望着天玄的背影 白泽无比同心 天玄他们都是自己交出来的 白泽是真心不希望他们受到伤害 可天下的事情总是这么无奈 把魂归风神榜 自己现在又让天玄放弃了救人的机会 但凡还有一丝回旋的余地 绝对不会有人愿意 看到自己的心爱的人 变成那虚无缥缈的神 风神榜可以复活死去的人 其还原程度甚至能达到九成九 可是欠缺的那一丝 却比所有的一切都重要 因为欠缺的东西 正是微不足道的人性 异世界进攻长城的计划落空了 陈长生又清理了一批叛徒 在成功拔除风神大军中的毒瘤之后 真正的总攻开始了 更加剧烈地厮杀在异世界进行着 风神大军和异世界的修饰都在不断陨落 就在总攻开始的第三年时 清虚天的南宫若雪陨落了 陈十三的第一位故人陨落了 留下来的只有寄存在风神榜当中的一缕神石 南宫若雪的陨落 仿佛预示着一个开始 一切熟悉的人开始接二连三的倒下 第273章 故人陨落 纳兰信德vs陈长生 风神54年 这是风神之战开始的第54年 也是总攻开始的第4年 在总攻开始之后 异世界的反抗更加激烈了 五位先尊敬强者被强行催生了出来 企图突破风神大军的围攻 面对这股强大到了极点的力量 风神联军一时间被打得节节败退 在这个时候风神联军当中的惠能站了出来 那个白眉如雪的老和尚 一步步走向了五位先尊敬强者 只见他随手将身上的袈裟一抛 红色的袈裟瞬间化为了一面与天气高的城墙 在那一天 整个异世界都弥漫着阵阵梵阴 散发着金光的肉身佛像 死死地拦住了五位先尊敬强者 十二个时辰之后 陈长生带着真正的高手前来 以大手段击杀了五位先尊敬强者 而惠能却在十二个时辰之后化为了飞灰 甚至连那神石都未曾上那风神榜之上 风神五十五年 一世界大量催生强者的代价终于显现出来了 原本生机勃勃的世界此时宛若鬼欲 而风神联军也死伤无数 在这一年 汉山军的统领 万通商会的化石人钱宝陨落了 面对八位脱胎镜 外加一位半步先尊敬的强者 钱宝未曾退后半步 此经统母朱旧的聚宝盆 喷发出了无穷无尽的法宝 一般落下 大战结束 敌人全数陨落 而钱宝付出的代价就是灰飞烟灭 在得知钱宝陨落之后 白泽和陈长生大吵了一架 随后癫狂地冲进了异世界 一直被视为祥瑞的白泽 在那一刻仿佛化为凶兽 异世界方圆八千里 所有生灵死绝 无一人生还 钱宝陨落之后 云山寺曾经的佛女 妖黄之妻玲珑陨落 有人在战场上看到 玲珑一袭红衣冲向了不祥的腹地 那决绝的眼神 似乎是在有意寻死 得知此事之后 风神联军残存下来的人 皆是释然一笑 然而 这笑容当中 却带着一股说不尽的苦涩 又或者说是一种解脱 风神大战开启至今已经55年了 大家对不祥这种东西 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 虽然大战马上就要落下帷幕 可是所有人都知道 自己活不了 在异世界厮杀50多年 不祥的气息早就深入骨髓 一旦自己出去 绝对会成为外面世界的祸端 与其苟延残喘地活着 等着自己的朋友来杀自己 还不如慷慨地死去 另外 风神联军残存下来的人 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活着 55年的厮杀 自己能侥幸活下来 不是因为自己修为滔天 而是因为 有无数战友替自己去死了 活下来就意味着 要背负300万袍子的执念 这么大的压力 自己可承受不住 与其这样 倒不如一起随他们去了 这样也能落个心安 长城 玲珑陨落了 天玄没有吵闹 也没有发怒 他只是静静地站在长城上观望 哄 封印通道的阵法 遭受到了巨大的撞击 那蓝信德手持戒齿 无数金色文字 在他身边盘旋 而拦住他的 正是陈长生 我说过 任何生灵都不能离开这个世界 死去的也不行 先生 宝儿已经灰飞烟灭 你当真不肯流玲珑一个全尸吗 不是我不肯 是那死去的几百万生灵不肯 一旦有所泄露 所有的牺牲都白费了 没有事情是完美的 他们太苦了 就让他们再见一面吧 就一面 面对那蓝信德红着眼睛的话语 陈长生转头看了一眼呆若泥塑的天玄 十天 只有十天的时间 十天之后 尸体必须销毁 在这十天之内 你亲自镇守 不得有半点意外 说完 陈长生的身影消失 而那蓝信德则缓缓走到了天玄面前 一具水晶光果出现在了天玄面前 曾经的玲珑树树如生地躺在里面 然而可惜的是 他再也无法睁开眼睛了 看着天玄沉默不语的样子 那蓝信德低声道 你不要怪先生 他其实是一个嘴硬心软的人 玲珑的尸体 是他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 从不祥手里抢回来的 本来他想安排你们 在一世界再见一面 但是我想让你们多待一回 另外风神榜的事 不是 我知道 天玄打断了那蓝信德的话 抬手抚摸着玲珑的脸庞说道 在参加风神之战第三十年的时候 玲珑就和我说出了他的想法 他说他宁死也不会上风神榜 因为他不想成为一个没有人性的神 而且他还告诉我 让我不要去求先生 他说先生神通广大 手段颇多 或许有办法 让他完好无损地活着回来 但这样阴丝废弓 不利于我执掌妖族 更不利于先生 如果我违背着他的意愿 就算我就活了他 他也会选择自尽 说着 天玄看向某个建筑 轻声道 先生 我知道你藏了玲珑的一丝神石 还给我吧 玲珑不会上风神榜的 面对天玄的话 建筑当中并没有声音传来 咚 天玄跪了下来 膝盖重重地和地面碰撞在了一起 先生 若是玲珑愿意选择苟且偷生 那么 他就不会参加风神之战了 你这样做 玲珑又该怪我了 说着 天玄嘴角扬起了一抹微笑 但是眼泪却顺着脸颊滑落了下来 刷 一道神石从房间里飞了出来 最后飞入了玲珑的身体 过了一会 玲珑缓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看了看躺在棺材里的自己 又看了看跪在地上的天玄 玲珑开心道 我就知道 你不会骗我 说着 玲珑从棺材里跳了出来 拉起地上的天玄 对着远处的房间说道 先生 给到封印吧 这样也省得你 派人看守 我们小两口的悄悄话 怎么能让外人听去 话音落 一缕透明的火焰 钻进了玲珑的眉心 多谢先生 那我和天玄就先走了 不祥的情况 我已经大致探查清楚了 你一定要灭了他 说完 玲珑带着天玄走了 而陈长生不知何时出现在了门外 第274章 风神大战结束 神墨陵园的守夜人 看着沉默不语的陈长生 那蓝信德走到他身旁 淡淡道 先生 何苦如此 演出这么一场戏 他日后会恨你的 面对那蓝信德的话 陈长生看着天玄 远去的方向 淡淡道 恨我也好 怨我也罢 人终究是要有个念想的 如果人没了念想 这将会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说完 陈长生转身回了房间 望着再次紧闭的房门 那蓝信德理解了陈长生的做法 长生从某个方面来说 是一种诅咒 之所以被形容成一种诅咒 那是因为 长生者注定会失去身边的一切 十三 天玄 以及自己眼前的这位先生 都是如此 十三的路快要到终点了 一死万事休 他的痛苦也快要结束了 然而天玄不一样 他还有漫长的岁月要熬 他还有其他的使命等着他 孤独的一个人走下去 他同样也要承受和先生一样的痛苦 若是心中有恨 那他也就不会那么苦了 长城之外 天玄牵着玲珑的手 慢悠悠地走着 你是怎么回事 在这最后的时光里 你非得愁眉苦脸的呀 开心一点好不好 你不会想让我死了都不放心吧 面对玲珑的抱怨 天玄当即笑道 老夫老妻的 我是什么人 你还不知道吗 我怎么舍得 让你带着遗憾离开 这就对了 带我回云山寺看看吧 那里毕竟是养育我的地方 当初若不是碰到了你 我搞不好 就成为佛国之主了 毕竟 我曾经可是佛女 呵呵呵 这话说得在理 那遇到我你后悔吗 有点后悔 我后悔 为什么没有早点遇到你 这样我就能多待在你身边一段时间了 听到这话 天玄嘴角扬起弧度 然后带着玲珑飞向了北墨 十天的时间不长也不短 以天玄目前的修为 一天不到就能到达云山寺 然而就是一天就能达到的路程 天玄走了整整十天 在第十天的时候 天玄抱着一袭红衣的玲珑来到了云山寺 两人再次回到了 当初第一次相遇的地方 看着面前的佛像 玲珑虚弱地笑了笑 去上炷香吧 这样佛祖会保佑你的 你把佛门的佛女给拐跑了 如果我是佛祖 我一定狠狠地惩罚你 文言 天玄脸上挤出了一个笑容 说道 万物有解 这些泥塑 如果真的这么灵 天下就不会有这么多苦难了 而且修行意图本就是 刷 天玄的话还没说完 玲珑的手就垂落了下来 感受着玲珑最后一丝神石消散 天玄害怕得不敢低头 因为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动 天玄跪了下来 跪在了那尊泥塑面前 和玲珑在一起的这些年里 玲珑时常会劝自己共襄 每当玲珑这样劝自己的时候 自己总会用这套说辞去回答他 不求神 不拜佛 不信命 这就是天玄一直奉行的理念 因为他认为 求神拜佛 都是凡人无能为力的表现 可是现在 天玄却鬼使神差地跪了下来 此刻的他心如明镜 佛祖 我自知罪孽深重 所以 哪怕堕入阿比地狱 我也毫无怨言 可是他不应该这样 他是你最虔诚的信徒 你不应该放弃他 天玄的话在大殿中回荡 但冰冷的泥塑 并没有给出半点回应 面对这种情况 天玄的嘴角在颤抖 眼中的泪水 也在此刻倾泻而出 现在的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玲珑在嫁给自己之后 依旧诚心拜佛 玲珑拜佛 求的不是天下无敌 也不是长生不死 他求的是心中之人的平安 恕有苦死日 人力有穷时 凡人有无能为力的时候 修事同样也是如此 纵使是那天下无敌的天命者也一样 人只有到了最无助的时候 才会把希望寄托在那 虚无缥缈的神佛之上 然而 凡人无助的时候 可以去求神佛 修事无助的时候 又可以去求谁 不知过了多久 天玄抬起通红的双眼 看向大殿中的泥塑 既然你就不了他 那你就没必要存在了 说完 天玄抱着玲珑的尸体离开了 封神六十年 经过了整整六十年的大战 异世界的所有生灵 全部灭绝 三百万封神联军 也一同葬送在了这个世界 也就是在这一年 闭关许久的张白忍出关了 陈长生 张白忍 纳兰信德 外加八位先尊敬高手 一起攻进了小世界 那一战的过程 没有人知道 世人只知道 那一战打得天崩地裂 日月无光 原本无比辽阔的世界 消失了整整一半 大战结束 天庭之主张白忍 正式接管天庭 并且对外宣称 代理天庭之主战死 同时 张白忍还把那个异世界 拖回了天庭 并且改名神墨灵园 对于这个结果 外面的人 也放下了心中 最后一点戒定 因为自己的亲人 长辈 朋友 都被这个代理天庭之主 送上了死路 虽然知道 他的做法是正确的 但是那些活下来的人 没有理由不恨他 然而没人注意到的是 天庭多了一个 很小很小的职位 守夜人 守夜人的职责很简单 就是负责看守天庭的大门 而他住的地方 正是神墨灵园的入口 风神大战结束了 整个世界都弥漫着一股悲伤 然而悲痛虽然存在 但是生活仍然要继续 整个修行界 因为风神之战损伤严重 但也因此空出来了很多的位置 那些作为火种留下来的人 在快速地发展着 其中 又以妖族发展得最快 甚至一度成为 天庭麾下的第一大势力 除此之外 山河书院也成为了 整个修行界的一处圣地 因为放眼天下 只有山河书院 不在天庭的管辖范围之内 神墨灵园 又来看你们了 今天给你们带的是 猪头肉配二锅头 一个胡子拉叉的男子 正对着一堆墓碑 自言自语 这时 一道声音从他背后响了起来 嘖嘖 吃猪头肉都不叫我吗 第275章 下界的秘密 白发尘十三 听到背后的声音 胡子拉叉的男子 并没有回头 只是静静地 摆弄着面前的祭品 一千三百年了 你终于肯来见我了 既然你来了 那就证明我已经成功了 说完 男子转头看向了身后的人 此人正是天庭之主 张白忍 哎呀 你想要见我 直接来找我就是 何必还要让人走一趟呢 面对张白忍的话 陈长生并没有搭理 而是转头看向了 张白忍身边的年轻人 然而奇怪的是 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满头白发 和他动手了吗 没有 白发年轻人摇了摇头 说道 我见到他 他就带我来这了 有把握杀了他吗 还差一点 差什么 一把兵器 很好 这个家伙就是欠收拾 说着 陈长生招了招手 示意两人坐下 看着面前笑呵呵的张白忍 陈长生淡淡道 你我之间 就不必说些绕弯子的话了 我要知道下界所有的秘密 如果你不告诉我 我就让十三揍你 文言 张白忍看了一眼 身旁的陈十三 笑道 这件事 还真让你成功了 真是了不起 但我的手段你也应该清楚 他只是 有资格能杀我 并不是一定能杀我 有资格杀你就足够了 世上没有人能做到 天下无敌 荒天帝如此 你张白忍也是如此 只要打掉你半条命 剩下的事情 你的敌人会帮我完成 另外 我帮你发动了风神之战 这个人情是你欠我的 如果你想赖账 那我就要考虑弄死你了 听到陈长生的话 张白忍无奈地叹了一声 说道 你本是世间逍遥之人 何苦给自己套上枷锁呢 下界的秘密非同凡响 一旦你知道了 你会永远身陷在这泥潭之中 这个不需要你管 把你知道的告诉我 不然我揍你 说完 陈长生用一种坚定的眼神 看着面前的张白忍 对上陈长生的目光 这位天庭之主 还是败下阵来 行行行 你想知道 那就告诉你 希望你到时候不要后悔 更不要绝望 下界的秘密 其实很简单 光从名字里 就可以窥探一二 有下 自然有上 下界之上 还有一个上界 得到这个回答 陈长生想了想 看向十三说道 十三 给我揍他 这个家伙不老实 等一下 君子动口不动手 怎么动不动就打架 眼看陈十三真的要动手 张白忍连忙制止了他的行为 张白忍 你知道我想听的不是这些 如果你再不说实话 我可真要揍你了 我刚刚说的就是实话 只不过 你还没听我解释完吗 上界确实比下界要强 但是下界的重要性 是远超过上界的 因为下界 是整个世界的根 整个世界的根 什么意思 这个说法的来历太过久远 具体是怎么来的 已经无从考证了 我只知道 下界和上界 原本是连在一起的 但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两个世界分开了 一个跑到了上面 一个跑到了下面 然后就有了上界和下界的说法 据传闻 下界一旦毁灭 上界也将会不复存在 因此 下界才会被一些人称为 根 得到这个答案 陈长生的眉头紧皱了起来 自从知道下界这个称呼之后 陈长生就一直在猜测 这背后的真相 无数种可能陈长生都猜测过 但唯独没有想过 会是这个答案 既然下界是上界的根 那么上界为什么要派人来操控下界 什么叫操控 那叫帮助下界繁荣发展 如果没有上界派来的人 下界恐怕还是蛮荒之地呢 再次听到出乎意料的答案 就连陈长生也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见状 张白忍轻叹一声说道 很久以前的格局是这样的 但是在某个时间段之后 上下界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下界排斥上界 上界处处针对下界 随后 两个世界彻底闹翻 通道也被封锁了起来 为什么 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 陈长生疑惑地看着张白忍 说道 你可是从荒谷禁得出来的 另外 你活了多久 你心里清楚 这件事你会不知道 我确实活了一段不短不长的岁月 但大部分时间都在自我封印 另外这段时间是有限的 并不是贯穿整条历史长河 两个世界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还没出声呢 听到这个回答 陈长生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连张白忍都只能道听途说的事情 那这个时间跨度也太恐怖了 想到这 陈长生缓缓吐出一口浊气 上界和下界的问题太过久远 你说不清楚 我不怪你 我最想知道的是 乌立为什么要匆忙地攻打登天路 而且还是与全天下为敌 因为他是一个王八蛋 原本平静的张白忍咒骂了一声 上界和下界的格局纠缠了不知多少年 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一点都不为过 可是这个家伙 居然不按照规矩来 直接掀翻了桌子 做出这样的事 那就等于惹怒了所有人 他挨打那是应该的 没把他打死在那条路上 那是他命大 如果再来一次 定叫他死无葬身之地 听着张白忍语气中的怒火 陈长生依旧保持平静 等到张白忍骂完之后 陈长生再次开口道 还是那个问题 乌立为什么要攻打登天路 文言 张白忍愤怒的情绪瞬间消失 只见他沉吟了一会 淡淡说道 因为他是一个好人 一个让上界和下界都敬佩的好人 或者说 只有他荒天地义人 愿意牺牲自己 成全天下苍生 因为无论下界和上界怎么布局 死得最多的都是下面的生灵 就如同你发动风神之战一样 第276章 逐出师门的张白忍 陈长生 还差一个剑灵 听完张白忍的话 陈长生沉默了 良久 陈长生轻声道 值得吗 这个问题因人而异 在我看来 这样的行为是不理智的 那些处于底层的生灵 就如同大地上的野草一样 死掉一批 又会长出来一批 或许我会因为某一片草地 是我种植的 而精心呵护 但我绝对不会因为一片草地 而把自己置于死地 文言 陈长生抬头看向了张白忍 屋里不顾一切规矩的 攻打登天路 这样做会将所有人的布局都破坏 布局没有了 那些躲在暗地里的家伙 就只能真刀真枪地开战了 虽然他们开战会波及一些生灵 但那些生灵 却逃脱了被当作棋子的命运 是的 这样的行为很让人讨厌 也很可笑 但这并不妨碍所有人 敬重荒天地 为天下苍生请命 这句话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可就千难万难了 更离谱的是 这种不可能的事还真让他做成功了 登天路被打穿一半 有些人的心思也发生了改变 上界和下界当中 已经有人开始支持贯穿登天路了 面对张白忍的话 陈长生平静起身道 既然有人支持贯穿登天路 那就尽快动手吧 你今日肯来这 这就说明你已经准备好了 呵呵呵 和聪明人说话就是轻松 不用说 你就知道我在想什么 说着 张白忍起身拍了拍手 道 一年之后 我会重启登天路 你要做好准备 另外 趁着今天心情好 我可以多回答你一些问题 文言 陈长生思索了一下 开口道 巧了 我还真有两个小问题想问你一下 你说 第一 你说你是百败先尊的徒弟 可是在登天路上的时候 我看你们不像是一伙的 我确实是百败先尊的徒弟 但是我被逐出师门了 所以我和他不是一伙的 没在登天路上 对乌立和百败先尊落井下石 那是我看在两人往日的情分上 听到这个回答 陈长生打量了一下面前的张白忍 这样看来 你身上还有其他故事 哼 这年头 谁身上还没点故事 你陈长生身上就没故事 有道理 第二个问题 你为什么攻打登天路 乌立为天下苍生请命 你为了什么 面对这个问题 张白忍抬头想了想 咧嘴笑道 这个问题一时半会说不清楚 而且我也不能告诉你 但是一些小原因 我可以告诉你 在上界 有这样一个笑话 天命者天下无敌 但也只是在天下 来到天上 天命者也只能趴着 此话一出 陈长生的眉头扬了一下 这么狂 就是这么狂 我建立的组织叫天庭 既然叫这个名字 自然要凌驾于所有世界之上 你说对吧 这话说的没毛病 陈长生笑着回了一句 然后带着十三进入了神魔陵园 看着两人的背影 张白忍淡淡一笑 然后消失在了原地 神魔陵园 陈长生慢慢地在墓碑之间穿梭 而陈十三则是紧跟他的脚步 不知过了多久 陈长生停住了脚步 先生 如果你还想劝我 那就不必了 没等陈长生开口 陈十三淡淡地说了一句 听到这话 陈长生从怀中掏出了一个瓶子 递了过去 万物精华 可白骨生肉 起死回生 如果你不出手 有他的帮助 你还能好好的活着 一旦你出手 万物精华就不了你 我也一样 闻言 陈十三咧嘴一笑 说道 那就多谢先生了 东西我收了 登天路 我也一定会去 此话一出 陈长生先是一愣 随后笑道 臭小子 摆明了要去送死 那还浪费这东西干什么 你还真是宰卖也甜不心疼呀 这可不怪我 摆明了是先生不公平 梦玉和天玄 他们你都给了宝贝 而却我两手空空 什么都没有 既然先生不给 那我还不能自己要呀 听到这话 陈长生瞬间跳了起来 这话你是怎么说的出口的 佛国的功德池 正在给你打造的兵器 这两样东西 哪样不是西式珍宝 你还想怎样 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 你以为老子的东西 都是大风刮来的呀 陈长生狠狠地训斥了陈十三一顿 唾沫星子更是喷了陈十三一脸 乍一看上去 很像父亲教训要零花钱的儿子 两久 陈长生的怒火发泄完毕 看着面前低头挨骂的十三 陈长生凝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兵器法宝都是身外之物 该用的时候就用 不要小家子气 你先生还是有点家底的 用不光 现在的你长大了 有些事情只能靠你自己了 说完陈长生转身招手道 跟我来吧 让你看看我给你打造的兵器 神墨陵园深处 一座高耸入云的轰炉 正在散发着炽热的高温 而轰炉当中正流淌着彻热的岩浆 若是仔细观察便会发现 里面还存在着两张金页 见状陈十三疑获道 先生这是什么 玄黄母经传闻当中的九大仙经之一 同时他们也是一门绝世功法的母本 既然是一门功法的母本 那你为什么要把它融了 这样多可惜啊 不把它融了 我怎么给你打造一把绝世神兵 这样的金页我一共获得了三张 其中一张分成了两半 被我当成了信武 所以我只能融化另外两张 除此之外 我还掺杂了一些其他东西进去 一切事情我都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但有一样东西我迟迟未能找到 什么东西 剑灵 一个可以掌控这把剑的剑灵 听到这话 陈十三身体颤抖了一下 那先生有选择的目标吗 没有 另外 你的想象力不要太丰富 十个梦玉丢进去 也掌控不了这把剑 陈十三 我现在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第277章 最后的告别 疯狂的天玄 看着陈十三郁闷的表情 陈长生笑道 好了 不到你完了 说正事吧 这把尚未出世的宝剑 除了融入了玄黄母精之外 还融合了风神大战中 所有的法宝碎片 除此之外 真武剑的碎片 我也放了进去 因为融入了太多残破的法宝 这把剑出世之后 一定会是一把胸剑 原本我想用风神联军的三百万英灵 作为剑灵 但想到胸上加胸不太好 所以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所以想要让这把剑诞生剑灵 只能靠你自己 你陈十三便是这把剑的剑灵 听到这话 陈十三看了一眼下方的岩浆 说道 时间还来得及吗 一年之后 登天路可就要开始了 换成其他人估计来不及 但你陈十三不一样 你本身就是一把锋利的剑 所以这驻剑的最后一步 应该你自己来完成 文言 陈十三点了点头 那我该怎么做 守在这轰炉旁边 想象一下你心中的剑 该是什么样的 若是你心中的剑足够好 那这把剑自然会出事 而且有了你的剑心加持 这把剑的凶杀之气 会减少一些 我知道了 陈十三淡淡地回了一句 然后盘膝坐了下来 剑状 陈长生转身走了 他离开了这个 待了一千三百年的神魔陵园 天庭财神殿 一个女子正处理着一些工物 突然 他手中的笔停顿了一下 要走了吗 是的 得到这个回答 女子抬头看向前方 那熟悉的身影 再次映入眼帘 能不去吗 不能 为什么 登天路之后的世界 与你无关 荒天地要做的事 也与你无关 你为什么非要去搅这趟浑水 面对女子的质问 陈长生笑道 因为我要去看她们一眼 无论生死 我都要见她们最后一面 文言 女子眼神中闪过了一丝不解 真的只是为了见她们最后一面 是的 因为对于我来说 这是全天下最珍贵的东西了 曾经我以为 修士寿命漫长 想要见面总会有机会的 可是后来我却发现 纵使是强大的修士 在时间面前也是那么微不足道 上清关 叶月国 玄武国 这三方势力在当时可是称霸一方 但时至今日 我已经找不到她们的踪迹了 至于更久远的故人 这世上除了我 已经没有人记得她们了 浩瀚的史书里面 根本就没有她们的名字 如果我不将她们记住 那么这个世界将会永远地遗忘她们 听到这话 前板沉默了 先生 那我呢 你会将我记在心里吗 呵呵呵 当然会记住 在遇到的这么多人当中 只有你这丫头敢冲我发脾气 气韵风神 你无法离开这个世界 虽然限制了你的自由 但这也未尝不是一种福气 五千年之内 天庭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这五千年的悠闲日子 是你应得的 说完 陈长生的身影 消失在了财神大殿当中 望着陈长生消失的方向 前板愣神许久 两久 前板回过神来 再次低头处理起了手上的事情 天下无不散之沿袭 人生之路 同样也是如此 不周山相遇 万里佛国之旅 封神之商 千年前的事情 依旧历历在目 可是自己的路已经到头了 自己没有力气 再继续走下去了 这个结果 大家很早以前就知道了 只不过不愿意说出来而已 西州玄鸟族驻地 现任妖族之主天玄 正一个人孤独地坐在王座之上 他的目光平静地看向远处 似乎是在等待什么人 呼 一阵微风吹过 天玄的眼神微动 陈长生的声音响了起来 你等了多久 风神大战结束之后 我就一直在等 没想到 先生居然筹划了一千三百年 没办法 风神大战让整个世界元气大损 多少得喘口气 山河书院那边的事也不少 我得留点时间给他们布置一下 文言 天玄抿了名嘴 说道 既然先生已经准备好了 那就说明 我自封的时间也该到了 先生觉得 我什么时候出事何事 七千年之后吧 天庭五千年之内 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张白忍 既然决定攻打登天路 那就说明 他占据天命的时间不会长 七千年之后 新的天命应该会出现 到时候 你应该会遇到一些麻烦 但我相信你能解决 听完 天玄点了点头 随后拿出了一块箱子大小的瘦血石 而这瘦血石当中 封存着一个婴儿 见状 陈长生的脸色 当即就黑了下来 我既然选中了你 那就证明我相信你 还是说 你觉得我需要用人质来威胁你 面对陈长生的话 天玄脸上 扬起了一丝笑容 先生还是曾经的那个先生 可惜天玄已经不是曾经的天玄了 这孩子不应该生在这个世道 所以还请先生帮他谋安身之所吧 此话一出 陈长生的脸色更黑了 你想做什么 我想做什么 先生不是已经知道了吗 这样做对你没有好处的 我知道 但这对天下苍生有好处 像我这样的苦命人 天下还是少出现一点比较好 先生觉得呢 你的目标是谁 还没找到 但终究会有的 得到了这个的回答 陈长生再次看向了王座上的天玄 曾经的妖族少年已经变了 现在的他变得充满了恨意 而他仇恨的目标 正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布局之人 荒天地布局 西周妖族气运衰落 玄鸟一族险些被灭族 自己布局 风神之战三百万生灵陨落 佛女玲珑战死 种种事情叠加在一起 让天玄彻底恨透了那些布局之人 你想让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安稳地活着就好 不过先生不要让他出事太早 至少等我死了一段时间再说 我可不想他因为我的死 再去踏上复仇之路 第278章 曾经的天命者 天庭飞升 看着王座上面带笑意的天玄 陈长生淡淡道 你已经疯了 呵呵呵 先生这话可不严谨 天玄只是半疯 还没有全疯呢 时至今日 我才真正明白 先生的过人之处 同时我也更好奇 先生是如何在一五所有之后 依旧保持清醒的 闻言 陈长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只是静静地看着眼前的天玄 两久 陈长生收起了面前的兽血石 转身走了 看着陈长生的背影 天玄突然放声大笑 只不过这笑声当中 带着无尽的癫狂和杀意 然而陈长生不知道的是 天玄这一笑 笑出了一个凶名赫赫的天命者 无数年之后 当那些躲在暗处的人 提起这个名字时 依旧胆战心惊 一年的时间眨眼而过 天庭飞升了 与荒天地的飞升不同 天庭飞升并没有带走太多的人 准确地来说 天庭只带走了一些强大的存在 两位天命者接连飞升 也让世人彻底认为 飞升将会是所有修行者的终点 然而 正当所有人都认定这个想法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天庭飞升的第二十年后 整个天空彻底裂开 在空间短暂裂开的瞬间 众人看到了天庭之主张白人 更可怕的是 这位天庭之主死时浑身是血 登天鹿 卡 一只上古凶兽 被张白人捏断了脖子 擦去身上凶兽的血液 张白人不满地抱怨道 陈长生 你让我演这么一出干什么 弄这么多血在身上 脏死了 文言 正在收集凶兽尸体的陈长生 瞥了他一眼 淡淡说道 接连两人飞升 下界的修行者 一定会把飞升作为终极目标 荒天帝飞升 加上这次的风神之战 下界的底蕴已经消耗太多了 震慑一下他们 也可以让他们安稳一段时间 说着 陈长生已经收集完了 凶兽尸体的材料 起身看向远处登天鹿的镜头 陈长生的眼神 变得锐利了起来 二十年 走了整整二十年 自己终于走到了登天鹿的尽头 一路上虽然遇到了很多危险 但是在张白忍的强大实力之下 都算不得什么 面对这种情况 陈长生心中更加警惕了 如果登天鹿 仅仅只是这种程度 那他根本拦不住曾经的污吏 现在如此顺利 解释只有一个 那就是 有人在最后的关卡等着自己 想到这 陈长生率先往前走了一步 当这一步踏出的时候 一道身影出现在登天鹿上 这道身影的出现 让陈长生皱起了眉头 因为以陈长生的修为 完全没有看清楚 他是怎么出来的 看了一眼面前的陈长生 那男子开口道 何苦如此 登天鹿的开启 对下界是或非福 执意攻打登天鹿 只会为天下苍生 带来一场浩劫 听到这话 陈长生嘴角撇了撇 不屑道 这些大道理就免了 你我又不是刚入修行界的菜鸟 三两句话就被你劝退 那我的道心也太不坚定了吧 与其说这些 你还不如好好地介绍一下自己呢 文言神秘男子微微一笑 说道 宋藏人运筹帷幄 不如你猜一猜 那行 我就来猜一猜吧 像你这样的人 史书当中不可能没有线索 可是纵观下界十万年历史当中 突然消失的大人物 还真没几个 我想你应该就是 开创金丹大道的无忌天尊吧 此话一出 神秘男子突然笑了起来 几万年了 我好久没有听到这个称呼了 如果不是你说起 我都快忘了 既然你猜出了我的身份 那你就更不应该攻打登天鹿了 你应该明白天命者的强大 更应该明白 天命者都畏惧的东西 有多恐怖 我们几人联手 完全可以掌控下界 有了下界作为根基 我们想要反攻上界 不是什么难事 面对无忌天尊的劝说 陈长生脸上写满了不屑 还以为开创金丹大道的无忌天尊 能说出什么震耳欲聋的道理呢 结果就是劝人 做鹰沟里的老鼠呀 听到你刚刚的那番话 我突然明白 你当初为什么会突然消失了 承在天命之后 你发现了登天鹿 可是当你踏上登天鹿之后 却被人狠狠地揍了下来 无法突破登天鹿 你对实力就更加痴迷 于是 你把目光放在了不祥之上 你想借助不祥的力量 让自己变得更强 为了不让自己太显眼 你崩碎了天命 躲在暗处布局一切 其中几座青铜宫殿的封印 就是你破坏的吧 然而可惜的是 下界当中有些人不同意你的做法 所以他们一直在消灭不祥 听完 无极天尊点了点头 说道 说得很对 还有呢 我很想听听 你到底猜到多少 没问题 你听好了 根据史书记载 当年你和百败先尊 在圣须禁地前大战了一场 据我所知 百败先尊 应该是坚决反对不祥出事的人 他在圣须禁地前和你大战 想必是有一定原因的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 比较有意思 中庭三大圣地 是上界派下来的人 但是在十多万年前 圣地和上面断开了联系 这其中想必是 被人动了手脚 十万多年前 你还没出生 所以这件事 大概率与你无关 出现这样的情况 下面的圣地 自然是要想尽一切办法 与上面联系 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如此说来 当年估计 是有人蛊惑三大圣地 另立门户 能做到这种地步的人 想必也是一位天命者 结合这些蛛丝马迹 我得出了一个大胆的结论 下界的天命者都没有死 至少这十万年当中的天命者 没有死 而你们 便是破坏青铜古殿的最大黑手 听完 无极天尊拍手笑道 厉害 分析的丝毫不差 几位道友 出来吧 人家都已经猜出来了 话音落 两道身影出现在无极天尊身旁 圣虚禁地 也缓缓从虚空中浮现 第279章 天命者的战斗 绝望的登天路 看着眼前的三人 陈长生悄悄地退后了一步 然后拐了拐身旁的张白人说道 张白人 这三个家伙 谁更厉害一点 文言 张白人扫视了一下 无极天尊三人 笑道 三人当中 当然是这位开创了 金丹体系的无极天尊 厉害一些了 在圣虚禁地当中 无极天尊淡淡道 当年荒天帝攻打登天路 你荒谷禁地可是极力反对的 现如今为何出而反而 这就叫此一时比一时 当年你们可是极力支持 荒天帝攻打登天路的 现在怎么也出而反而了呢 你们借用不祥的力量 我不干预 但是登天路的一定要打通 就算圣虚禁地阻拦也没用 面对这个回答 无极天尊再次把目光 看向了陈长生 道友 力量从无正邪之分 你何苦对这件事穷追猛打 听到这话 陈长生咧嘴一笑 说道 我当然知道力量并无正邪之分 不如这样吧 你们不阻拦我贯穿登天路 我也不阻拦你们 借用不祥 这样对双方都好 此话一出 无极天尊的脸顿时就黑了下来 风神之战已经将 圣虚禁地的布局 毁去了大半 更是将这个计划 展现在了世人面前 登天路一旦贯穿 上界的人 很可能会亲自降临清算 这种情况 自己是绝对不愿意看到的 既然两位道友如此执着 那我也只好领教一下 道友的手段了 说着 无极天尊上前一步 强大的气势 覆盖了整个登天路 见状 陈长生扎嘴道 张白人 看样子这家伙很强 你行不行 面对陈长生的质疑 张白人给了他一个白眼 无语道 你不要这么小看我行不行 我也是很强的好吧 有多强 当年我若是愿意出手阻拦污吏 他未必能打穿一半登天路 那确实有点强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看着陈长生指手画脚的态度 张白人再次翻了一个白眼 道友 虚空一战吧 这个家伙太讨人厌了 话音落 张白人和无极天尊 当即消失在登天路之上 无极天尊离开 登天路上还剩下两位天命者 这时 纳兰信德从队伍里飞了出来 打量了一下两人 纳兰信德淡淡道 二位崩碎天命 似乎已经不在巅峰状态了 闻言 两位天命者也打量了一下纳兰信德 其中一人开口道 千年不到 就能达到这般境界 真是后生可畏 只可牺牲不逢时 若非有张白人这等存在 你必能承载天命 你走的大道颇为有趣 就让我来会会你吧 说完 纳兰信德和另一位天命者 走入了虚空 接连出动了两位高手 陈长生身边已经快无人可用了 见状 仅剩的一位天命者说道 道友 现在就只剩你我二人了 老夫很想见识一下 能教导出荒天地的人士 何等风范 看着面前一脸慈祥的老者 陈长生扎了扎嘴 说道 看样子只能这样了 谁叫我这边人手不足呢 对了 方便问一下 你是哪一届的天命者吗 文言 老者笑道 称呼这种东西 老夫已经记不清楚了 但是当年策返三大圣地的事 正是老夫亲自布局的 我去 怎么给我留了一个 活得最久的呀 真是无语死了 陈长生嘴上抱怨了两句 同时身形开始快速变大 哄 只见陈长生一拳挥出 周围的虚空瞬间动荡不已 老者右手轻轻一抬 便挡住了陈长生的拳头 呵呵呵 道友太心急了 我们还是到虚空一站吧 说完 老者转身飞走 而陈长生也是快速跟上了他的身形 随着双方的高手离开 胜虚禁地也和天庭的高手开战了 一具又一具的棺材 从胜虚禁地当中飞出 各种早已消失的生灵 也出现在了登天路之上 某处虚空 哄 让开 一个中年男子挥出一拳 脸色凝重到了极致 因为他面前站着一个五官模糊的身影 道友 登天路不能贯穿 这是铁绿 狗屁 老子想做的事 没人能拦 话音落 中年男子再次挥拳打出 登天路出口 哎呀 你们这样多少就有点太过顽固了 登天路已经被打穿了一半 就不能改变一下思想吗 阻止贯穿登天路 荒天帝会来找你们麻烦的 一个略微有些不修蝙蝠的年轻人 正在讲道理 而他面前同样也有一道人影 拦住了他的去路 登天路不能被贯穿 这是铁绿 荒天帝确实精彩绝艳 但上界还是有人能对付他的 文言不修蝙蝠的年轻人 扎了扎嘴 说道 荒天帝你们都派人去对付了 想必荒谷禁兵那边 你们也有应对之法了 这样下血本 真是难为你们了 那好 废话少说 我们先来过两招 既然是来帮忙的 总不可能一点力都不出吧 花音落 年轻人当即冲了过去 强大的战斗 甚至让天上的星辰都颤抖不已 登天路 刷 剑光闪过 一颗头颅在地上滚动 看着地上的尸体 孟玉心中当时诞生了一种无力之感 强 太强了 自己的实力已经达到了半步仙尊敬 原以为能在这登天路上多发挥一些作用 可是当大战开始的时候 自己才发现 这种想法是多么的幼稚 一个又一个的强者 从圣虚禁地当中飞出 其中实力最弱的也是幻谷禁高手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 这些强者每一个都是天骄 说的直接一点 这些人在同境之中是难逢敌手的 在这登天路上 既没有退路 也没有援兵 有的只有无穷无尽的敌人 当年的攻打登天路的那些人 到底是怀揣着怎样的心情坚持下去的 众多思绪在心中闪过 孟玉再次挥剑冲了上去 因为敌人又打过来了 这次孟玉对上的 是一名先尊敬强者 第280章 底牌进出 陈十三挥剑 登天路上的战斗 持续了整整30年 在这30年的时间里 陈长生和张白忍带来的人 几乎全部战死 来自空明天的修士 只剩下了孟玉一人 天庭方面 还剩下两名先尊敬高手 孟玉之所以能活下来 完全是依靠陈长生赠予的阴阳护身境 可就算是如此 孟玉也是重伤垂死 因为在这30年当中 他遭受到了三位先尊敬强者的围攻 除此之外 还有一位先尊敬之上的强者 这位先尊敬之上的强者 让天庭方面损失惨重 若不是夫子腾出手来灭了此人 那众人恐怕早就被灭光了 然而夫子出手 也并不是没有代价 就在他出手的时候 他的胸膛被对手贯穿 险些捏爆了心脏 哄 一处虚空被炸开 陈长生被人掐着脖子提了出来 此时的他 双手已经消失 腹部缺损了三分之一 而老者付出的代价 则是一只左手和一条右腿 哈哈 将陈长生提到自己面前 老者放声大笑 可惜啊 可惜 若是再给你些时间准备 你的成就绝对会远在我之上 但是你太心急了 这就是你失败的原因 面对老者的嘲讽 陈长生嘴角扬起了一抹微笑 败就败了 没什么好辩解 但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败吗 为什么 因为我在等你放松警惕啊 话音落 一道金光从陈长生嘴中飞出 哄 金光洞穿了老者的眉心 陈长生直接引爆了自己的身躯 金蚕蛊 从幽冥森林出来之后 陈长生就一直在默默地培养金蚕蛊 金蚕蛊是巫族圣物 号称万虫之首 无物不适 这只蛊虫的威力 甚至能威胁到天命者 为了一击必杀 陈长生一直把这张底牌保留到了现在 就是为了让对方放松警惕 刷 陈长生的头颅勉强在空中停住 大量的血肉从脖梗处重生 很快 一具崭新的躯体重生完毕 哄 又是一声爆炸传来 张白忍浑身是血的从虚空中飞了出来 他的手中紧紧地握着一枚金丹 无疾天尊此事虚弱到了极致 金丹体系有一个致命的弊端 那就是金丹被毁 一身修为便会消失八成以上 一本巨大的金色书籍在虚空中浮现 与纳兰信德交手的天命者 被强行关了进去 碰 做完一切 纳兰信德重重地摔在了登天路上 先生 信不如使命 笑着回应了陈长生一句 纳兰信德脑袋一歪 闭上了眼睛 至于纳兰信德是死是活 陈长生现在压根没有心思去关注 因为圣须禁地当中有更强大的气息冒了出来 与此同时 登天路另一端也有强大的身影浮现 看到这哪怕是陈长生也有些头皮发麻了 张白忍 你不是说些人的想法已经改变了吗 怎么还TM有这么多人 闻言 张白忍擦拭了一下嘴角的鲜血 说道 我可没说假话 如果如果有些人的想法没有改变 这里的人数最起码还要多二十个 陈长生 那你能不等再叫点救兵过来 你可是从禁地出来的 已经叫了 你没看到这里只有禁地的势力 只有圣须吗 你不会以为 全天下只有圣须和荒谷两个禁地吧 要是我没有呼叫援兵 我们要面对的敌人只会更多 听到这话 陈长生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 所以 荒天帝当年攻打登天路 面对的就是这些人 是啊 而且帮他的人少之又少 不然你以为 他凭什么让所有人都默认 荒天帝这个霸气的称号 这个称号 是靠他打出来的 说着 张白忍再次召唤出浩天镜 冲向了登天路的尽头 看着浴血奋战的张白忍 又看了一眼虎视眈眈的圣须禁地 陈长生眼睛一眯 立声道 白泽何在 强大的神石之力在登天路上回荡 陈长生的声音甚至穿透到了下界 正趴在某棵树下的白泽 猛然睁开眼睛 瞎眼和尚 该到我们上场了 说着 一个瞎眼老和尚 出现在了白泽背上 两只爪子疯狂挥舞 已经关闭的登天路 硬生生地被白泽撕开了一条裂缝 裂缝出现 白泽快速驮着瞎眼老和尚冲了上去 三百万英灵和在 陈长生的声音再次传来 神墨灵园那沉寂了许久的墓碑 开始散发出点点星光 最后化为浩瀚的星河 冲向了登天路 问 青铜命灯浮现 坟场异象出现在陈长生背后 随着三百万英灵的注入 陈长生的异象 居然变换成为一个巨大的棺材 阿弥陀佛 再次感受到熟悉的气息 白泽背上的玄心 低声唱了一句佛号 随后 滔天的魔气从他身上迸发 五千年的怨气 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了出来 当年吴晴仙子的惨案 除了有吴晴阁和方千诚的参与之外 最大的幕后黑手 就是圣虚禁地 自己苟活了这么久 就是在等今天 玄心的肉身 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 与此同时 一尊半笑半哭的佛陀 出现在了圣虚禁地上空 哼 察觉到玄心的目的 圣虚禁地当中 传来了一声冷哼 紧接着 一只大手拖住了下坠的佛陀 见状 陈长生再次开口 陈十三何在 听到陈长生的声音 而他的膝盖上横放着一把朴素的长剑 只见陈十三起身一个跨步 便来到了陈长生身边 挥出一剑 斩了他 遵命 话音落 陈十三朝着圣虚禁地挥出了一剑 一剑挥出 一条看不见的长河 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只见那长河当中有许多画面 每一幅画面当中 都有陈十三挥剑的动作 刷 圣虚禁地被一分二 挡住佛陀下坠的巨手 更是直接消失 哼 半哭半笑的佛陀 重重地砸在了圣虚禁地之上 一名强大的存在 顿时发出惨叫 葬 紧接着 陈长生大喝一声 巨大的棺材将整个圣虚禁地笼罩 哄 弱大的圣虚禁地 被陈长生放逐虚空 同时 陈长生也以自身全部修为 引爆了巨大的棺材 做完这一切 陈长生的脚步有些亮强 一只大手搀扶住了陈长生 扭头一看 此人正是白发陈十三 看着前方登天路上的身影 陈十三平静道 我还有一剑之力 而等当真不让 第281章 剑斩自身 最后的雪飘人间 陈十三平静的声音 在登天路上回荡 登天路上镜头的那些身影 就这静静地看着眼前的白发男子 虽然陈十三从踏上登天路之后 说过的话寥寥无几 但是众人 却从他的剑术当中看到了一切 这是一个很纯粹的人 就如同他的剑术一样纯粹 登天路是否开启 与他无关 他的生死 同样与他无关 他来此只是为身边之人 挥出一剑罢了 眼见登天路的镜头没有动静 陈十三缓缓抬起了手中的剑 看到这一幕 重伤的孟玉心都要碎了 这1300多年来 自己一直都陪伴在陈十三面前 自己太了解他的情况了 现在的他已经是 游进登窟的状态 再挥出一剑 陈十三恐怕 就要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 然而 无论再怎么心痛 孟玉始终无法开口 劝说陈十三放下手中的剑 因为陈十三放下手中的剑 那就意味着攻打登天路失败 同样意味着先生的谋划 和所有的人牺牲 都要付诸东流 想到这 孟玉大声道 小贼 当初我说过 我要成为名阳天下的剑修 今日 便是我孟玉扬名之事 若这世上真有来世 我孟玉还要遇见你 说着 孟玉转头看向了登天路的镜头 手中的金红剑 直指那些人影 你们记住了 今天向你们挥剑的人 是下界空明天的孟玉 话音落 孟玉以极快的速度 冲向了登天路镜头 看着孟玉无所畏惧的背影 天庭仅剩的两位 先尊敬强者笑了 此时的登天路 尸还累累 而前方的敌人 依旧无穷无尽 哈哈 修行千年 本以为能逍遥世间 没想到 终究还是一场空呀 道兄 我们祝他一臂之力如何 文言 另一位先尊敬强者笑道 正有此意 也让这上界看看 我下界是不是贪生怕死之辈 说完 两位先尊敬强者 直接燃烧了自己 然后化为一股强大的能量 涌入孟玉的身体 有了这股能量 孟玉挥出了此生当中 最强的一剑 雪飘人间 哄 登天路上 飘起了红色的雪花 孟玉手中的惊鸿剑断了 保护他的阴阳护身镜 也被打成碎片 三位大能联手 接下了孟玉的雪飘人间 这等重视程度 足以让孟玉的这一剑 名扬天下 碰 孟玉的尸身 重重地跌落在登天路之上 陈十三握剑的手 一声叹息 唉 罢休 罢休 这登天路 让他们开了便是 听到这话 登天路镜头当中 当即有人反对到不行 登天路不能开启 那你就去接下这一剑 圣虚之主都败在他的剑下 在座的诸位 有几人能接下他这一剑 又或者说 有哪位道友 愿意牺牲自己 去接下这一剑 面对这个问题 登天路镜头的众人沉默了 接下这个白发男子的剑 和一般情况下的交手 是不一样的 与同级别的敌人交手 哪怕自己实力弱一点 大概率也是死不了的 因为达到这种级别之后 想要杀死对方 简直是千难万难 可是这个白发男子不一样 他手中的剑 就是为了杀人而生 想到这 登天路镜头的那些人影 终究是转身离去了 他们默认了登天路的开启 啪 看到强敌离去 陈长生无力地摊坐在了地上 葬送圣虚禁地 陈长生消耗了自身的九成修为 此时的他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见状 陈十三并没有去查看陈长生的情况 而是慢慢地来到梦玉身边 将仅剩的一滴万物精华 喂进了他的嘴中 做完一切 陈十三反手便挥出了一箭 这一箭挥出 并没有造成什么太大的动静 但是陈十三的身体 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白发变黑 修为消散 这最后一箭 陈十三展向了自己 片刻之后 少年版的陈十三出现了 他静静地坐到了陈长生身边 两人谁都没有说话 不知过了多久 浴血奋战的张白忍也回来了 他的手里 还提着无极天蹲的尸体 随手将地上的纳兰性德唤醒 张白忍也选择坐了下来 四个精彩绝艳 修为滔天的男人 就这样呆呆地坐在地上 而他们的背景 是那数不尽的尸体 和被鲜血染红的登天路 死了多少 疲惫的张白忍问了一句 除了梦玉 其他的都死光了 陈长生同样疲惫地回应了一句 得到这个回答 张白忍沉默了一下 喃喃道 世人都说 一江功成万古枯 一些人听到这句话 都会认为此话霸气侧漏 可当自己走上这条路之后 才发现 这条路是这么累人和孤独 面对这话 陈长生三人都没有回答 只是静静地坐着 因为他们太累了 过了一会 陈十三从怀里掏出几个染成红色的鸡蛋 陈长生和纳兰性德都分到了一个 见状 张白忍十分自然地伸手说道 给我一个 闻言 陈十三犹豫了一下 还是递了一个过去 看了一下手中的鸡蛋 张白忍好奇道 这是什么习俗 过生日时候吃的 今天是你的生辰 是的 再次获得新生 确实值得庆祝一下 张白忍淡淡地说了一句 然后慢慢地剥开鸡蛋可吃了起来 四个大男人就这样默默地吃着鸡蛋 而且吃得很慢两久 吃完鸡蛋的张白忍率先起身 此时的他 眼神中再无疲惫之色 他又变成了那个 逼你一切的天庭之主 上街的人退了 你们的故人应该也快来了 我就先走一步了 有缘再见 说完 张白忍走向了登天路的尽头 等张白忍走后 陈长生淡淡开口道 你居然做到了众活一事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但是 你强行斩去旧身 诞生新生 这样会导致根基不稳 你的寿命 或许不会那么漫长 第282章 疲惫的众人 陈长生 我本扶平 听到这话 陈十三淡淡道 能活着就已经很好了 不是吗 也对 能活着比什么都好 如果你会出第二件 你还有力气剑斩自身吗 没有 所以你早就想好了这个可能 说着 陈长生转头看向陈十三 面对陈长生的目光 陈十三平静道 我不怕死 但是我不想死 所有人都以为 我会在这登天路上 耗尽最后一份力气 我很不理解 你们为什么会这样想 难道我就不可以 即打败他们 又留下性命吗 下退和打退效果都是一样 我的目的是帮先生退敌 不是帮先生杀光所有人 听到这话 陈长生愣了一下 随后拍手大笑 真是太有意思了 一向被视为耿直夯后的陈十三 居然骗过了所有人 这难道就是命运之外的选择吗 确实让人有些感到意外 对了 你要和我一起去上界吗 以你的情况 去了上界 应该能更上一层楼 闻言 陈十三看了一眼 还在昏迷的梦语 淡淡说道 先生 我们的交易已经完成 我不能和你一起走了 换句话来说 我的路已经走完了 接下来是你的路 面对陈十三的第一次拒绝 陈长生沉默了 随后他转头看向了纳兰幸德 你呢 纳兰大哥 陈长生的话刚说出口 一个女子的声音就从远处传来 转头一看 发现一个女子和一个三四岁的孩童 出现在了登天路的出口 此人正是消失许久的公孙怀育 看到熟悉的身影 那蓝幸德嘴角扬起了一丝笑容 随后说道 先生 我要找的东西已经找到了 所以上界就不陪你去了 正说着 公孙怀育已经带着孩童走了过来 故人再见 公孙怀育眼中满是泪水 先生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 望着泪眼婆娑的公孙怀育 又看了一眼他身旁粉雕玉珠的小娃娃 陈长生笑道 已经为人气为人母了 怎么比以前还爱哭鼻子 这么多年没见 给我说说你们的情况吧 听到陈长生的话 公孙怀育擦干了脸上的泪水 嘴角颤抖道 七十二地煞折损八成 虎奔军团除我之外全部陨落 左星河立即而亡 不用说了 你就告诉我谁还活着吧 公孙怀育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陈长生打断了 因为他不想再听到有人死去的消息 文言 公孙怀育抿了名嘴 低声道 先生认识的人 只剩下了我和子宁 还有师父 得到这个答案 陈长生的精神一时间尽有些恍惚 死了 都死了 而且他们留在世界上 所有的痕迹都消失了 玄武国覆灭 夜月国覆灭 上清关覆灭 小和尚的舍粒子已经崩碎 就连真武剑也已经锻炼 除了不知所踪的念生 那个时代的人都消失了 而诞生于那个时代的陈长生还活着 看到陈长生的状态 公孙怀育惭愧道 先生 让我再陪你走 公孙怀育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陈长生抬手制止 既然决定停下 那就好好的过日子 不要学子宁 不要学你师父 更不要学我 我们选择的路 都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你不应该遭受这样无穷无尽的折磨 听到这话 一直沉默地十三开口了 先生 你去上界是要帮助荒天帝吗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我又不是他的保姆 为什么要去帮他 知道了他们的生死 我的目的也达到了 既然你不是去帮助荒天帝 那你为什么要去上界 闻言 陈长生拧了名嘴 答非所问道 凡间传闻中有一种鸟 这种鸟没有脚 生来就在飞行 累了就睡在风里 他们一生指着路一次 那就是死亡的时候 我本扶平 生来无根 去哪里和在哪里 都是未知的 下界呆腻了 我想去上界看看 或许有一天 我在上界呆腻了 又会回到下界 也说不一定 说完 陈长生笑着起身 此时的他 又便回了那个如沐春风的先生 小黑 东西收拾好没有 马上就好 将最后一具尸体 放进棺材之后 白泽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 陈长生 这笔大单子 可是我帮你弄的 报酬我要占九成 五五分成 不能再多了 说着 陈长生顺势躺在了白泽背上 面对这种行为 白泽当即嚷嚷了起来 不是 你怎么能这样 这件事一直都是 我在处理好不好 我知道 但这是规矩 谁的规矩 我的规矩啊 陈长生你过分了 我和你没完 陈长生和白泽的吵闹声 回荡在登天路上 看着一人一狗的背影 众人心中此时 有种说不出来的孤独感 从始至终 陈长生都是一个人 准确地来说 是一个人和一条狗 登天路打通了 荒天帝 白发剑神 天庭之主 这些名字 迅速地在上界流传了起来 一些年轻的修士 也把这些人 视为奋斗的目标 因为在他们的眼中 修士就该如此天下扬名 然而没有人注意到的是 上界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只 上古瑞兽白泽 同时 有一则小道消息 也随着白泽的出现流传了起来 那就是 登天路一战当中 一直有一个神秘的存在 推动一切 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 来历和具体身份 大家只知道 他的称号叫宋藏人 只要被宋藏人选中 那么便可以拥有天下无敌的实力 普天之下能找到宋藏人的 只有瑞兽白泽 可是三千年过去了 从来没有人抓到瑞兽白泽 也没有人见到过 这位神秘的宋藏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世人都认为 宋藏人只是杜撰出来的一个传说罢了 或者说 这只是瑞兽白泽 故意散播出来的噱头 毕竟这只瑞兽有点不正经 老是爱去刨人家的祖坟 第283章 悠闲生活 上界林苍州 日上三感我独眠 谁是神仙 我是神仙 一道懒散的声音从大树上传来 只见一个年轻人 正惬意地躺在树叉上 看样子似乎是刚刚从睡梦中苏醒 神力M个头 还不快滚下来 碰 怒骂声打断了这惬意的时光 树叉上的年轻人 也被吓得从树叉上摔了下来 虽然树叉距离地面不高 但是这也足以让年轻人摔得灰头土脸 王总管 好歹我也是个读书人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粗鲁 粗鲁 我TM现在想杀人的心都有了 当初就是看你还懂几个字 所以才把你招来做半读书童 现在小少爷上课 已经一个时辰了 结果连人影都没有一个 文言 年轻人挠了挠笑道 小少爷天资聪慧 学什么东西都是一遍就会 不用我去教了吧 呸 就你这种货色 还想教小少爷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你的职责是跟在小少爷身边 给小少爷端茶地谁懂不懂 真不知道你脑子里装的都是些什么 快跟我去见小少爷吧 要是让老爷知道了这件事 你就等着被辞退吧 说着 王总管就拉着年轻人 急匆匆地走了 王家学堂 朗朗读书生在院子里回荡 一群三四岁的孩童 正在念诵着签字文 两道身影 也悄悄摸摸地来到了这里 还好小少爷没下课 从现在开始 你就老老实实地待在这里 要是再敢乱跑 你陈长生就等着挨发吧 面对王总管的叮嘱 陈长生乖巧地点了点头 等到王总管走后 陈长生看了一眼正在学堂里读书的少爷们 随后查看起了自己的系统面板 速逐 陈长生 力量 320 神乔境 速度 450 神乔境 防御 6440 幻古境 神力 380 神乔境 寿命 5120 面对系统面板上的数据 陈长生说道 系统 你别说 境界下降之后 感觉轻松了很多 至少我不用担心什么神秘的存在 突然跑来杀我了 听到这话 陈长生脑海中的电子声音响起 速度 本系统不是很理解这种危险的行为 身处修行界 强悍的修为是保障性命的第一要素 以你的精力来看 你现在的修为 和凡人没有什么区别 文言 陈长生笑着挥手说道 系统 你这话说的没毛病 但是现实生活和数据分析是有区别的 拥有强大的实力 自然也拥有强大的敌人 同时实力弱小时碰到的敌人 大概率也强不到哪里去 可是宿主已经拥有了强大的敌人 而你的实力却弱得不能再弱 一旦被他们发现 你将会 但是他们找不到我呀 系统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陈长生一脸得意地打断了 隐藏一片树叶的最好办法 就是将它放在森林里面 躲藏在这无穷无尽的底层修饰当中 谁也没有办法找到我 无论是登天路上的强者 还是境地当中的神秘存在 他们都有一个无法绕开的弊端 那就是很难躲藏 他们的实力太强大了 任凭他们再怎么压制和封印 总会有波动和痕迹留下 只要愿意花足够的时间去寻找 大概率是找得到的 之所以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那时他们不敢随意散去修为 因为没了修为他们会死 可是我和他们不一样 我不需要修为来延长寿命 只要找个鸡脚嘎拉 沉睡个几千年 等到修为自然散去 然后混入这滚滚红尘之中 我就能彻底消失在他们的视线当中 面对陈长生这种几乎百烂的奇思妙想 系统沉默了一个呼吸 随后说道 宿主的这个计划很巧妙 虽然很危险 但也恰巧是那些存在的视线盲区 可是根据数据分析 宿主这样做 应该不单单只是为了躲避一些人的视线 你还有其他的目的 从宿主苏醒之后 你在上届足足游荡了四百四十年 你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旅游 旅游 对于陈长生给出的答案 系统停顿了一下 显然是没有反应过来陈长生的话 见状陈长生撇嘴道 怎么 辛苦了这么多年 我还不能享受一下 上届的辽阔程度是下届的十倍不止 至少目前我还没有探查到这个世界的边界 来到这么繁华的世界 我怎么也得好好玩一趟吧 这天下不是我陈长生一个人的天下 该做的我做了 不该做的我也做了 往后的担子 自然会有顺应时代的人承担 我不可能整天去操心天下苍生的安危 所以 我来上届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游山玩水 顺便研究一下上届的长生之道 根据这些年的观察 我发现 上届对长生的痴迷要远超下届 而且 上届在长生一道上 还真走出了点有趣的东西 听完陈长生的话 系统开口道 宿主研究长生之道 是想为故人续命吗 是啊 死去这么多故人 我的心也很痛 虽然知道长生这种事不可能成功 但还是可以试一试嘛 失败了 无非就是浪费一些 对我来说 微不足道的时间罢了 宿主似乎对时间的领悟 更上一层楼了 谢谢夸奖 这不是夸奖 这是对事实的一种描述 另外 宿主虽然说得很完美 但你心中真对上界没有疑惑吗 有 而且有很多 我很好奇 屋立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上界之外 是否还有其他事件 天命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不祥到底来自哪里 这些问题一直困扰在我的心中 但是那又怎么样 天下谁能做到全知全能 谁人心中没有疑惑 我对于我自己 还是有几分了解的 我不是屋立那种 开辟一个时代的天才 我也不是陈十三那种 孤注一掷的倔驴 第284章 意料之外的乞丐 平平无奇的天才 所以在修行一路上 我的速度远远不及他们的 登天路之上 十三的修为已经超过了我 纵使十三是我亲手培养出来的 我也无法在自己身上 复制出他那样的奇迹 探索我心中的疑惑 需要强悍的实力 在短时间之内 我是做不到的 我能做的 只有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 等什么时候达到了那个高度 我心中的疑惑自然会解开 听完陈长生的话 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 根据宿主的行为分析 宿主接下来的一段时光 应该会过得很轻松 既然你这么说了 那么我大概率真的会过得很轻松 好了 先不和你闲聊了 我的小少爷下课了 我要去接他了 说完 陈长生喜笑颜开地 走向了一个三四岁的孩童 这个孩子是王家旁之的五少爷 实力一般 相貌一般 天赋一般 性格一般 虽然他在王家当中是那么的不起眼 但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王家的少爷 依旧是平常修士眼中高不可攀的存在 之所以选择跟在他身边当书童 完全是因为 陈长生太闲了 而且 王家伴读书童的待遇 在整个临仓州都是顶尖水平 在这种地方待一段时间 也是蛮有意思的 光阴如梭 岁月流逝 陈长生在王家整整待了二十年 而他也从曾经的伴读书童 晋升为王家旁之五少爷王文浩的心腹 长生 一位身穿白袍 相貌一般的公子哥呼唤了一声 陈长生立马笑呵呵的上前说道 少爷 有什么事吗 我让你准备的东西 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回少爷 我已经全部准备好了 这次的贺礼 是一株千年灵药 保管不会让公子丢了面子 不过 有些话不知晓得 当讲不当讲 文言 王文浩淡淡道 有什么话就说吧 拐弯抹角的做什么 公子 主家大公子 确实是王家最杰出的天才 可我觉得 公子也没必要刻意巴结 主家和旁之虽然有联系 但大多数情况 都是互不干预的 以公子的情况 完全可以在旁之 安稳过日子 何苦再去掺和主家的事情呢 听到这话 王文浩看了一眼 陈长生 平静道 你的想法没错 但这就是你和我的区别 因为你安于现状不思进取 所以你二十年来修为 几乎没有半点增长 我的天赋 虽然不及主家的人 但这并不代表 我不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往上爬 主家的大公子 是王家三千年以来最杰出的天才 未来的家主之位 非他莫属 只要能和他搭上关系 未来我的路会平坦许多 面对王文浩的话 陈长生笑了笑没有反驳 只是低头站在一旁 好了 废话少说 准备好合理出发吧 今天是主家与范天堡定亲的日子 我们要早些到场 说完 王文浩转身走了 看着王文浩的背影 陈长生扎了扎嘴说道 王家好歹也是上届流传万年的家族 怎么连一个有意思的人都没有 二十年时间 这王家我也快待你了 看样子又要找下一个地方了 说着 陈长生背着手 晃晃悠悠地离开了 王家对长生一道颇有研究 陈长生本想好好地研究一下王家 可是进入王家之后 才发现 王家被长生的秘密控制得很死 非当代家主不可知 尝试了二十年 发现确实无计可施之后 陈长生终于动了要离开的心思了 至于自己身边的这位少爷 陈长生也好好地观察了一段时间 说实话 他的一些表现还算可以 但是在陈长生眼中 这位少爷平庸到了极致 他在修行界的地位 完全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普通人 王家 范英宝的宝主 正和王家家主交谈甚欢 而两方势力的小辈 也全都正经危坐 极力表现出自己最良好的一面 同时 人群当中有一对金童玉女 坐在了整个场所最显眼的位置 男的是 王家三千年以来 最杰出的天才 王浩 女的是范英宝的首席女弟子 林静 这两人陈长生都有所了解 王浩天赋非凡 做事胆大心细 而且身上傲骨十足 身为王家三千年以来的第一天骄 他也有这骄傲的资格 林静 天赋同样不错 而且身上总是飘散着一股淡淡的高贵气质 准确的来说 应该是高傲 身为范英宝的首席大弟子 他从来不屑与楼椅有交集的 然而 面对这两位的天骄 陈长生丝毫没有接触他们的意思 天赋好 他的天赋能好过开创一个时代的污吏 傲骨十足 他的骨头能硬过陈十三 至于林静那种鄙视人的高冷气质 就更不用说了 陈长生见过比他更高傲的女子 所以对于陈长生来说 这两人也就那样吧 定青的过程十分顺利 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而陈长生则在这场定青仪式上 混了不少瓜果点心 仪式结束 陈长生跟随王文浩回到了王家旁之 在第二年的时候 陈长生也正式向自己的少爷 抵交了辞城 对于这位不思进取平庸到极致的书童兼心腹 王家少爷十分爽快地同意了 而且为了彰显自己的人意 这位少爷还给了陈长生一笔钱 让他回家安度晚年 离开了王家 陈长生在林苍州晃悠了起来 因为好久没有操持老本行了 陈长生兴致一起 于是便在一个小镇上开了的棺材铺 小小的棺材铺在镇上人流量最少的地方开张了 安稳且充实的生活又度过了三十年 为了不引起镇上居民的怀疑 陈长生还特意让自己的容貌变得和正常人一样苍老 可就是在第三十年的时候 一个乞丐打破了这平静的生活 大少爷 是你吗 陈长生疑惑地看着躺在店门口的乞丐 如果不是熟悉此人的气息 陈长生绝对不敢相信 此人就是曾经意气风发的王浩 第285章 落难的天才 巧合还是布局 文言 地上的乞丐王浩看了苍老的陈长生一眼 然后转了个身子 闭上眼睛继续睡觉 见状 陈长生先是一愣 随后尴尬地笑了自己 待在小镇上悠闲得过了三十年 现在突然碰到王家的天才王浩 原以为是有人看出了什么端倪 特意指点他来找自己 现在看来 完全是自己多想了 这位王家大少爷 只是来自己店门口躲雨的 想到这 陈长生当即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 说道 大少爷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快随我进来 这样躺在地上多凉啊 说着 陈长生就将王浩拽进了屋里 咕噜 将嘴里的一大口饭菜咽下 王浩又用自己脏兮兮的手去撕扯烧鸡 此时的他 活脱脱的 就是一个饿了好久的乞丐 昔日的王家大少爷 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更有意思的是 王浩从始至终都没有对陈长生 说过一句感谢的话 面对这种情况 陈长生也没有生气 只是笑眯眯的看着王浩吃饭 半个时辰之后 吃饱喝足的王浩躺在椅子上 看了一眼旁边的老者 王浩淡淡道 我没见过你 你也是王家的人 大少爷记不住小人很正常 小人是庞之五少爷的书童 在三十年前的定亲仪式上 我们有过一面之缘 文言 王浩想了想 说道 想起来了 王文浩身边确实有一个跟班 没想到你居然离开了王家 谢谢你这顿饭 可是我现在一无所有 没什么能给你的 不过 你可以拿我的人头 去你曾经的主子面前领赏 碰 王浩的话刚说完 棺材铺的大门就被人一脚踹开 是那个不长眼的家伙 居然敢收留我们少爷特意关照的人 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木质的大门刚刚落地 嚣张的声音就传了进来 两道人影随之走了进来 定睛一看 发现来人正是陈长生 曾经的主子王文浩 看到王文浩的脸 陈长生眼睛一转 当即装出一副激动的神情说道 少爷是你吗 文言 王文浩疑惑地看着面前的老者 你是 我是长生呀 少爷你不记得我了吗 听到这话 王文浩的眉头当即就皱了起来 原来是你 三十年不见 怎么苍老成这种样子了 你不会连买助岩丹的钱都没有吧 面对王文浩的话 陈长生哽咽了一下 说道 自从离开少爷之后 小人幡然悔悟 想要提升修为 重新回到少爷身边 可是小人天赋有限 耗尽所有钱财 也没能更进一步 不得已才开了这棺材铺 勉强狗活 没想到在有生之年 居然还能遇到少爷 废物 王文浩怒骂了陈长生一句 随后扔给了他一瓶丹药 这丹药你拿着 足够你突破到下个境界了 既然在这遇到了你 那我就交给你一个任务 我要你看好这个废物 不准他离开这里半步 平日里给他些剩菜剩饭吃就行了 碰 说完 王文浩一脚踹翻了作者的王浩 并且用力狠狠地踩在王浩的脸上 废人 我让你狗活了二十年 接下来我还要让你活着 我要让你每一天都活在屈辱当中 面对王文浩的羞辱 被踩在脚下的王浩神色麻木 并没有什么激烈的反应 见状 王文浩端起桌上的一些剩菜倒在地上 然后说道 吃光它 不然我费你一条腿 闻言 王浩慢慢地站了起来 走向了地上的剩菜 碰 然而王浩还没走出几步 就被王文浩再次踹倒 谁让你站起来了 爬过去 对于这个要求 王浩依旧是那麻木的表情 而且他真的爬了过去 呸 一团口水吐在了剩菜当中 可是王浩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反而大口大口地吃着地上的剩菜 看到曾经的王家天才如此狼狈 王文浩开心地笑了 哈哈 这就是王家三千年男友的天才 真是笑死人了 说完 王文浩带着自己的跟班走了 而吃完剩菜的王浩 则是慢慢地走到棺材铺外面躺了下来 似乎是接受了这荒诞的命运 看了一眼躺在外面的王浩 又看了一眼被坏了的大门 陈长生淡淡一笑 然后拿出工具修复起了棺材铺的大门 夜晚 王浩蜷缩在街道角落里入睡了 而棺材铺里的陈长生 却盘膝坐在了棺材当中 嗡 一股无形的波动散开 棺材铺的墙壁上亮起了无数阵纹 拦住了这股波动 在神桥镜待了几十年的陈长生 此时一跃成为了本我静的修士 感受了一下自身的状况 陈长生扎嘴道 本我静应该马马虎虎够用了 王家目前没有高手作证 我知道神使他们大概发现不了 说着 一个年轻的陈长生凭空出现 看着苍老的本体 陈长生不满道 王家的事情有什么好探查的 这种事在修行界很常见吗 我当然知道这种事很常见 但王家这是透着一股诡异 还是弄清楚比较好 世界这么大 王浩偏偏倒在了我的棺材铺门口 这到底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 听到这话 年轻的陈长生也皱起了眉头 这个事情确实要弄清楚 你觉得会是谁 不知道 或许这真的只是一次巧合也说不一定 文言 年轻版的陈长生点头道 放心吧 这件事我会调查清楚的 另外 你修为不要提升的太高 既然专修神识 那就一条路走到底 以你现在的神识 再加上修为境界 会爆发出很恐怖的力量 到时候 你可就躲不了了 你我本是一体 你要是没有好日子过 我的好日子同样也没了 知道了 知道了 以前怎么没发现 我是这么啰嗦的一个人 陈长生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分身陈长生也化为一阵清风 消失在了房间当中 第286章 心狠手辣的王浩 黄雀在后 分身离开之后 陈长生看向修复好的大门 喃喃自语道 虽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 但既然有人想玩 那我们就慢慢玩吧 我陈长生什么都缺 唯独不缺耐心和时间 说完 陈长生嘴角一扬 然后躺进了棺材 时间不断地流逝着 小镇并没有因为多了一个乞丐 就发生什么变化 大家都如同往常一样过着日子 而陈长生也老实地守着 他的棺材铺子 与前30年不同的是 陈长生喂狗的剩饭 都会送给街角的王浩 这样的行为 也惹得镇上的流浪狗 天天对着王浩咆哮 七天之后 分身那边传来了关于王浩的消息 二十年前 王家天才王浩被他的妻子暗算 不但抽走了自身的血脉 更费了他全身修为 自此 王家与范英宝成为死敌 而这位王家大少爷 也被王家所抛弃 转而培养起了王家旁之的王文浩 了解到这些消息 正在给棺材上期的陈长生愣了一下 随后 陈长生的嘴角出现了一抹糊度 喃喃自语道 有意思 我接下来的时间 估计不会无聊了 说完 陈长生继续刷起了油漆 小镇上的生活 也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十年时间过去了 身为乞丐的王浩 逐渐被众人遗忘 就连十分痛恨 他的王文浩也是一样 刚开始的时候 王文浩还会隔三差五地 来羞辱一下王浩 可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王文浩来的次数越来越少 毕竟他已经成为了王家的准家主 哪还有时间来做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然而 在这十年当中 唯一不曾遗忘王浩的 年复一年的送着剩菜剩饭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干扰到他 你的饭 将一碗剩饭放在王浩面前 陈长生弯腰驼背地走了 见状 十年未曾开口的王浩说话了 从明天开始 你不用给我送饭了 那可不行 少爷吩咐过 不能让你饿死 面对陈长生的回答 王浩没有说什么 只是大口地吃着碗里的剩饭 夜晚 寂静的棺材铺里 突然出现了一道人影 此人正是当了十年乞丐的王浩 只不过此时的他 眼中没有了以前的麻木和呆滞 看着躺在棺材中的陈长生 王浩低声道 你与我有一范之恩 我本不想杀你 可要怪就怪你太过执着 要是你 也像其他人一样将我遗忘 今日你就不会死了 说完 王浩的手指点在了陈长生的眉心 强大的神石之力 瞬间摧毁了陈长生的尸海 而陈长生也在睡梦中 悄无声息地死去 做完这一切 王浩消失在了房间当中 不知过了多久 原本死去的陈长生 突然从棺材里坐了起来 则则 这小子下手怪狠的 动不动就要取人性命 而且还说得如此冠冕堂皇 不过这小子的手法有点糙 看样子不像是有高人指点 说着 陈长生活动了一下身体 将房梁上的金蚕骨照了回来 同时 棺材铺的阵法也被解除 在登天路上 陈长生损失了大部分的修为 又加上沉睡了2560年 陈长生的一身修为 可以说是消失的一干二净 然而修为会消失 但那千锤百炼熬出来的神石之力 可不会消失 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练 陈长生的神石 再次踏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刚刚王浩破碎自己石海的假象 就是陈长生用强大的神石模拟出来的 除此之外 陈长生还准备了两个后手 这两个后手 分别是金蚕骨和自己从风神大战 就开始准备的阵法 这个杀阵 纵使是天命者来了 也不可能全身而退 至于金蚕骨 就更不用说了 登天路上 陈长生可是凭借他 击杀了一位圣虚禁地的天命者 正是因为有这三样东西 陈长生才敢用自己这点微弱的修为 在上街乱跑 拿出早已准备的好的假尸体 陈长生恢复了年轻的模样 同时 一张金色的巨网在陈长生面前浮现 巨网当中有一个红点正在飞快地移动 清虚天的天罗地网还好用 也不枉我花十年时间 将神石之力布满整个灵仓周 没错 陈长生在这十年时间里编制了一张大网 将整个灵仓周彻底笼罩 当初南宫若雪第一次追杀陈十三他们的时候 用的就是这招 对于清虚天这门绝技 陈长生还是很感兴趣的 当清虚天归顺天庭之后 这门绝技也自然被陈长生学了去 然而不同的是 南宫若雪全力施展只能笼罩一两个城市 陈长生全力施展 却可以笼罩整整一周之地 在这天罗地网之中 无论任何地方 陈长生的神石都可以瞬间到达 小镇八百里外 一道靓丽的身影已经等待许久 呼 进风吹过 浑身散发着恶臭的王浩出现在了这里 看到这道身影 女子当即上前抚摸着王浩的脸 两眼发红道 这三十年 你受苦了 面对女子的关心 王浩也握住了她的手 深情款款地说道 为了我们的未来 这些都是值得的 计划的第一步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是第二步 我需要范音宝继续与王家对抗 这样才能削弱王家的实力 最好是开启一场真正的血战 听到这话 女子犹豫了一下 但还是点头说道 没问题 这件事情我会去办的 说完 两人拥抱了一会 随后各自离开 等两人走后 陈长生的身影出现在原地 嘿嘿 真有意思 这种事都能让我遇上 这么好玩的事情 我陈长生说什么都要参与一下 说着 陈长生的外形再次发生变化 最后变成了一个满脸横肉的光头 变换好外形 陈长生尝试了几个动作 身上的气质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哈哈 你秃鹰大爷来了 足以让小儿只提的笑声在风中回荡 陈长生的身影也消失在了夜色当中 第287章 彩花大道秃鹰 心狠手辣的王号 林苍舟 嘿嘿 美丽的小娘子 本大爷马上就来伺候你了 隐蔽的山洞当中 一个光头男子 坏笑着走向了女子 这女子正值豆蔻年华 而且此时正处在昏迷当中 然而 正当光头男子遇行不轨的时候 一个黑袍人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你是谁 看到突然出现的人影 光头瞬间后退 两柄长刀也出现在了手中 瞥了一眼地上昏迷的女子 黑袍人淡淡说道 秃鹰 林苍舟近三年来最厉害的彩花贼 作案36起 从未失手 不但顿数一流 而且擅使双刀 听到眼前的神秘人 将自己的情况全部说了出来 秃鹰的眉头冷声道 道遥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独木桥 何苦管对方的闲事呢 文言 黑袍人看了一眼 秃鹰那凶狠的眼神说道 若是往常遇到我 你必死无疑 不过你是幸运的 我需要一些人手 只要你跟随我 我饶你不死 没问题 背靠大树好成量 我十分赞同这个提议 不过还是等下一辈子吧 正说着 一旁的秃鹰骤然爆起 手中的双刀 直接砍向了黑袍人的脑袋 面对秃鹰这种反复无常的行为 黑袍人似乎早有预料 对于那快刀极致的刀法 黑袍人只是闪避 并没有做出反击 可是随着几招过后 黑袍人察觉到 有些不对劲了 因为这秃鹰的刀法 似乎比自己预期的 还要强上一点 如果不拿出点真本事 恐怕还收拾不了它 当 碰 秃鹰的快刀 被黑袍人徒手接下 同时 黑袍人的另一只手 结结实实地打在了秃鹰的胸口 扑 吐出一口鲜血 秃鹰赶忙求饶道 我服了 从今以后 我愿意听你的号令 面对秃鹰的服软 黑袍人开口道 你的刀法 比我想象中的要强 这样一来 我交给你的任务 你就能更好地完成了 说着 黑袍人扔给了秃鹰一张地图 看了一下手里的地图 秃鹰疑惑道 这是什么东西 王家内院的地图 按照这上面的路线 你能避开很多阵法和禁止 你的任务很简单 前进王家深处 然后把一个箱子给我带出来 此话一出 秃鹰的脸瞬间就搭了下来 不是 如果你想杀我 你可以直接动手 犯不着用这么拐弯抹角的方式 让我去死吧 前进王家 然后带样东西出来 你也太看得起我了吧 王家存在了几万年之久 王家老祖的修为 更是通天彻地 您为什么会认为 我能在王家老祖的眼皮子 底下偷东西呢 听到秃鹰那不满的抱怨 黑袍人淡淡道 王家老祖的事情 你不用担心 他已经死了 呵呵 你说死了就死了 你以为你是谁 我还说 荒天地是我教出来的呢 吹牛也要 我这张脸 足以证明一切了吧 秃鹰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黑袍人打断 只见黑袍人掀开头罩 然后露出了一张年轻的面容 看到这张脸 秃鹰当即惊讶道 王家添娇王浩 你不是修为尽尸了吗 没有理会秃鹰的震惊 王浩一脸平静道 荒天地出零上届的时候 王家是最坚定的反对者之一 在某次大战中 王家老祖被荒天地中创 然后便在三千年前作画了 除此之外 王家的高手 也在那场大战中损失颇多 也就是说 现在的王家外墙中竿 有我的路线图 再加上你的顿术 想必能很轻松地潜入进去 而且你行动的时候 我会在外面弄出动静 帮你吸引注意力 听完王浩的话 秃鹰认真地思索了一下 说道 这才对嘛 要是直接让老子去送死 老子才不干呢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我帮你去做这件事 我能得到什么 别跟我说什么 我的命在你手里 没资格和你谈条件 左右都是九死一生的事情 没有好处 老子死也不让你好过 另外 你虽然比我强 但也别以为就吃定老子了 我还有底牌没用吗 面对秃鹰这种王命徒的态度 王浩开口道 做完这件事 你会得到你想象不到的报酬 说点实在的 少在这话柄 我让你修为更上一层楼 不需要 修为这个东西要慢慢来 你让我的实力突然增加 天知道有没有什么后手 那你想要什么 文言 秃鹰脸上浮现了一抹淫荡的笑容 说道听说王家三小姐 国色天香 若是 刷 话还没说完 王浩就出现在了秃鹰面前 只见王浩右手狠狠地掐住了秃鹰的脖子 眼神更是冰冷到了极致 你动了不该动的念头 今天你得死 虽然被王浩掐住了脖子 但是秃鹰脸上的笑容 丝毫没有减少 王少爷 有些事我得提醒你一下 你手上的地图并不完整 至少有一部分阵法的破解之法 你还没标注出来 不是我自夸 杀了我 林苍州你再难找到 能帮你进去拿东西的人了 听到这 王浩的眼睛有些发红 但还是松开了掐住秃鹰的手 王家的阵法和禁止 绝非等线 你真的有办法破解 当然有办法 这可是我的看家本领 不然我怎么能偷相切语这么多次呢 因为一直仰慕王家三小姐 所以王家 我也去过几次 只可惜王家内院的阵法太多 我虽然能破解 但却没把握做到不惊动任何人 现如今有了你的地图 我翘无声息进去的把握 起码有七成 所以这个交易 王少爷真的不考虑一下 看着眼前坏笑的秃鹰 王浩的腮帮子不断鼓动 最终咬牙说道 我答应你 事成之后 王家三小姐归你 不不不 我不接受事后付款 我要提前验货 第288章 王浩真正的目的 腐朽的箱子 此话一出 王浩眼中杀意更加浓郁了 我希望你清楚自己的位置 不要太过得寸进尺 这怎么能算得寸进尺呢 我的实力不如你 事后你反悔了怎么办 据我所知 王家三小姐和你的关系一直很好 作为曾经的王家大少爷 你一定有办法 把他弄出王家 你把人带出来 我就去帮你偷东西 到时候一手交货 一手交人 这样对双方都稳妥 面对秃鹰的话 王浩沉默了 两久 王浩开口道 可以 三天之后 你会见到王家三小姐 王家大少爷就是爽快 那就提前祝我们合作愉快了 但是在这之前 还请王少爷回避一下 我还要办正事吗 文言 王浩看了一眼地上昏迷的少女 脸上表现出了厌恶的神色 身上带伤 你还有心思弄这种事情 当然有心思了 这种事情 可是我生命的全部呀 哼 对于秃鹰的话 王浩冷哼一声走了 等王浩走后 秃鹰走到了少女身旁 拍了他一下 说道 起来吧 人都走了 话阴落 地上昏迷的女子坐了起来 不是 你的恶趣味越来越严重了 居然让你的分身 变成一个女人 这种事 想想都隔音好吧 面对分身的抱怨 陈长生说道 你不变成女人 难道我还真的去抓一个女孩子过来啊 我现在的身份 是采花大到秃鹰 要是不扮成色中恶鬼的样子 这小子会怀疑的 也对 这小子的疑心病重得很 确实要谨慎一点 刚刚在和你说话的时候 他用神识扫描了我好几次 似乎是在确认我的身份 对了 你说他到底要让你去王家偷什么东西 他的半个亲妹妹都能拿出来交易 这东西应该对他很重要 文言 本体陈长生摇了摇头说道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而且 这小子身上的功法怪得很 刚刚在交手的时候 我已经察觉到了一些 总感觉这种功法很熟悉 但具体在哪里见过类似的 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 那就以后再想 现在麻烦你赶快出去 我要布置现场了 说着 分身就将陈长生摇了出去 等到本体离开之后 分身看了一下山洞的环境 然后右手一挥 山洞中瞬间布满了血迹 紧接着 分身躺在血泊当中 身上的衣物也变成了破布条 一个人间惨壮的现场 就这样被布置了出来 两个时辰之后 王浩出现在的山洞之中 看了一眼地下的惨状 王浩喃喃自语道 心狠手辣的亡命之徒 让他去做这件事 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三妹你放心 我一定会杀了他 替你报仇的 说完 王浩消失在了山洞之中 等王浩走后 地上的女子尸体 睁开了眼睛 还真打算把自己的亲妹妹送人呀 心狠手辣的人我见过 但是像你这种 专宠身边人 下手的我还是第一次见 说完 假装尸体的分身消失 自然也得到的消息 三天之后 你要的人就在这 你可以动手了 看着石板上昏迷的女子 兔鹰馋的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王家大少爷就是蒋信用 你放心 东西我一定帮你拿到手 说完 兔鹰身形一闪 飞快地奔向了王家 望着兔鹰逐渐远去的背影 王浩低头看向了石板上的女子 三妹 你千万不要怪我 那东西对我太重要了 我不能没有它 你从小就听我的话 相信你也不希望 看到我功亏一篑吧 王家 按照地图成功潜入内部的陈长生 此时正悠闲地逛着 以陈长生的阵法修为来说 王家的阵法根本就拦不住它 准确地来说 王家内院陈长生已经来过很多次了 可是来了这么多次 陈长生次次都是一无所获 王家内院除了一些修行自愿之外 再无其他的东西说得更简单一点 表面上的这个王家内院 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的障眼法 真正关乎到王家命脉的秘密 根本不在这 正是因为如此 陈长生才会在四十年前请次离开王家 法宝丹药都不要 这家伙要我去一个耳师干什么 看着地图上标注出来的地点 陈长生脸上满是疑惑 这个地点是王家宝库的废弃之地 专门堆放一些过期丹药和废弃法宝 虽然弄不明白王浩要干什么 但陈长生还是轻车熟路地 来到了王家宝库的耳房 双手掐出几个法掘 陈长生轻松地穿过了镜纸 一通翻找之后 陈长生终于在角落里 发现了一个几乎腐朽的木箱 然而当陈长生的手触碰到箱子时 一道金光瞬间从箱子中飞了出来 然后直奔陈长生的眉心 咔 那道金光被金蚕骨拦下 然后咬碎 看到这等场景 陈长生的嘴角开始疯狂上扬 乖乖 连我都瞒过去了 这伪装手段可以啊 而且这一击神石之力 就算是先尊敬强者来了 也得隐恨 如果没猜错的话 这应该是王家老祖留下来的 说着 陈长生开始疯狂拆卸面前的箱子 虽然这箱子防御手段很多 但他面对的是长生不死的送葬人 一斩茶的时间过去了 箱子上的禁止终于被全部解开 打开一看 一些杂物映入眼帘 王家老祖的本命法宝紫金葫芦 先尊敬强者断裂的武器 陈长生快速清点着箱子里面的东西 里面的东西都十分强大 随便挑一样东西出去 都会引起无数腥风血雨 但是陈长生的直觉告诉自己 王浩要找的东西 绝对不是这些法宝 思索片刻之后 陈长生把目光看向了镶嵌在箱子上的一块玉石 这块玉石质地很差 并且呈青白色 若是一般人看了 绝对不会留意 但是陈长生不一样 因为经常替人送葬 所以陈长生对尸体十分熟悉 这东西不是玉石 而是一块人骨 第289章 王浩背后的人秃鹰下陷 看到箱子上镶嵌的人骨 陈长生的性质顿时就来了 因为他知道 自己马上就要找到王家一系列事情的真相了 想到这 陈长生立马开始研究起了那块并不起眼的人骨 半盏茶之后 陈长生的手指轻轻地点在了那块人骨之上 当陈长生的手指接触到人骨的时候 一片血红色的蚊子瞬间浮现 则则 怪不得如此熟悉 我怎么把这个类型给忘了 越览着面前的蚊子 陈长生的嘴角微微上扬 片刻之后 血色蚊子消失 陈长生把箱子里的东西全都放回原位 同时 陈长生还贴心地将箱子上的禁止和阵法重新恢复 做完一切 陈长生抱起了地上的箱子 同时装出慌张的样子 冲出了王家 与此同时 整个王家开始警钟长鸣 贼人哪里跑 无数叫喊声在王家回荡 秃鹰抱着箱子 被王家的人追得四处逃窜 眼见自己即将被擒 秃鹰慌忙喊道 还不出手 你真想看到我被抓吗 话音落 一个黑袍人出现在了王家上空 问 一只遮天蔽日的血色巨手拍向了王家 看到这一幕 追捕秃鹰的王家长老顿时勃然大怒 你敢 面对王家长老的威胁 黑袍人依旧不为所动 同时 手上的力道也加重了几分 见状 王家长老也只好放弃对秃鹰的追捕 转而保护起了王家人的安危 趁着这个空隙 秃鹰吐出一口鲜血 整个人化为一道血色流光 消失在了天边 加钱 必须得加钱 这次老子 真是亏大了 重伤的秃鹰 过了多久 王浩面色苍白的出现在了秃鹰面前 东西呢 我的报酬呢 往东三十里 你要的人就在哪 往西四十里 你要的东西也在哪 互相从对方嘴中得到想要的信息 两人没有丝毫犹豫 当即飞了出去 王浩拿到东西之后 一定会回来追杀秃鹰 而秃鹰找到人之后 也一定会逃跑 至于谁会是最后的赢家 那就要看谁的速度更快了 若是按照常理 秃鹰绝对快不过王浩 只可惜 现在的秃鹰并不是真正的秃鹰 东边三十里 刷 化身秃鹰的陈长生 从一个小型传送阵当中走出 与此同时 陈长生的分身 早已再次等候许久 这小子还挺鸡贼的 居然在这布置下了三道阵法 和九道隐蔽的禁止 仓促之下 你未必能快过他 整个林仓州 都在天罗地网的笼罩当中 王浩藏人的地方 陈长生早就知道了 之所以故意弄这么一出 无非就是为了演戏罢了 王家和王浩身上的秘密 已经有了一些头绪 想要知道全部 那就必须得把这场大戏演完 闻言 陈长生淡淡说道 不止一下 那家伙快来了 这场大戏演完 这个身份也该下线了 说着 陈长生从王家三小姐身体里 抽出一团鲜血 分身则是拿出一具女子的尸体 将鲜血注入到尸体当中 分身接连打出十几道法绝 慢慢的 那具冰冷的尸体 变成了王家三小姐的样子 做完一切准备工作 分身直接带走了昏迷的王家三小姐 而陈长生自己 则是布置起了周围的环境 西边四十里 碰 陈长生布置的阵法 被强行破开 只不过破开此阵法 王浩显然费了不少的功夫 这时 一道苍老的声音 从王浩胸口传来 小子 你找的那个替死鬼 好像有点奇怪 这等手段 不像是一般的修饰能拥有的 听到这话 王浩面色冰冷道 不管他是谁 今天他一定要死 你布置的阵法和禁止 没那么容易被他破解吧 哼 那些东西 虽然只是老夫随手布置 但也不是什么阿妈阿狗都能破开的 若是没有其他情况 你赶回去的时候 绝对能亲手摘下他的脑袋 这样最好 说完 王浩走向了面前的箱子 然而 就在王浩距离箱子 还有十步的距离时 一道身影出现在了箱子旁边 来人正是王家准家主 王文浩 更为奇怪的是 王文浩此时身上 多出了一股岁月的沧桑感 王家养育了你 而你背叛的王家 既然是背叛 那你就要付出代价 面对王文浩的话 王浩面色冰冷 并没有做出回答 嗡 强大的血色能量 从王浩身上涌出 紧接着 王文浩两人站成了一团 此时的他们 都爆发出了 远超出他们自身境界的实力 哼 一座山川被移平 王浩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连那个箱子 也被一同带走 看着满目创意的战场 王文浩脸色铁青到了极致 很好 我倒要看看 是谁在背后谋划王家 说完王文浩转身走了 但若是细心观察的话 便会发现 王文浩的身体出现了一些裂痕 某处山洞 扑 王浩吐出一口鲜血 虚弱的单膝跪地 与此同时 苍老的声音 再次从王浩胸口传来 小子 能不能撑住 你可千万别死了 闻言 王浩擦去嘴角的鲜血 抬头看向了洞中的惨状 还能找到秃鹰吗 当然呢 但是你的身体 恐怕会扛不住 这个你不用管 秃鹰今天必须死 他是第三个接触到箱子的人 只要他活着 你暴露的风险 就会多上一份 你如果暴露了 我也活不了 没问题 他此时正往南边逃窜 方位时 有了神秘声音提供的准确位置 王浩立马开始追杀 至于山洞中 王家三小姐的尸体 王浩从始至中 都没有在意过 仿佛死去的 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罢了 求求你别杀我 我愿意给你卖面 扑鹰不断地哀求着后退 可是王浩冰冷的眼神 并没有动摇半分 第二百九十章 不可能的长生 沉长生 笑一个给我看 刷 刀光闪过 秃鹰的头颅滚落在了地上 呼 一团火焰扔在了秃鹰的尸体上 看着熊熊燃烧的火焰 王浩转身走了 等到王浩走后 燃烧的火焰瞬间消失 飞出去的头颅 也重新回到了秃鹰的脖子上 血肉开始重生 脖子处的伤口 也被金蚕丝修复完毕 嘖嘖 原来修为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想死也是一种难事 系统 你说苦海体系 该不会就是真正的长生之道吧 面对陈长生的询问 系统的电子声音响起 回溯主 苦海体系虽然强大 但并不是真正的长生之道 为什么 苦海体系精气神混元一体 无论是肉体遗留 还是神石遗留 都可以死而复生 就比如刚才的我 虽然主动被王浩毁去了肉身 但我的神石 没有受到丝毫损伤 只要神石还在 就算是滴血重生 也不是什么难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的修为会更强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 应该很少有人能杀死我吧 文言 系统回答道 宿主的说法并没有错 但你忽略了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时间 苦海体系确实强大 从理论上 甚至可以做到 无限接近长生 但是宿主忽略了时间 苦海体系 是金丹体系之后的新体系 金丹体系 因为不符合时代而被淘汰 假如有一天 苦海体系 也不再符合这片天地了 宿主想要凭借苦海体系 获得长生的假设 自然也就是错误的 听到这话 陈长生愣了一下 当即说道 苦海体系才刚出现没多久 这个体系 甚至还没有被完全开发 就算将来会有新的体系 将其替代 那也是很漫长的时间好吧 回宿主 一个修行体系的更替 当然需要很漫长的时间 有可能是几万年 几十万年 甚至是上百万年 可是当存在的时间 有了具体的衡量之后 这还能被称之为长生吗 听完 陈长生沉默了 自从打定主意 替故人寻找长生之道后 陈长生一直研究 让人长生的办法 不然陈长生 也不会浪费大把的时间 在王浩身上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研究 陈长生对 如何活得更久这件事 也有了不少的心得 但有一个问题 陈长生始终绕不过去 那就是时代的更替 有些方法现在有用 几万年之后 就未必有用了 想到这 陈长生再次开口道 系统 那照你这么说 只要我一直走在 时代的前面不就行了 从理论上来说 这样确实可以长生 但现实当中 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 宿主不可能 每次都走在所有人前面 这个世界有很多强大的存在 他们存活在这个世界的时间 比宿主来到这个世界的时间 要多得多 他们的天赋和能力 是无与伦比的 不然 他们也不会活这么久 可苦海体系 并不是他们创造的 他们这些强大的存在 被你们两位弱小的存在反超了 同理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宿主也会变成强大的存在 而这茫茫人海当中 也会有弱小的存在反超你们 至少在某个时间段 某个方面是这样的 面对系统的话 陈长生再次沉默了 当年和乌吏一同争夺天命的时候 真可谓是出生牛 独不怕虎 管他什么禁地圣地 自己和乌吏都没有惧怕过 可是等现在回想起来 当初的成功实在是太过凶险了 别的不说 单是一个圣虚禁地 就足以成为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 登天路之上 圣虚禁地一共走出了三位天命者 其中寿命最长的一位 甚至是十万年前的存在 论实力 论见识 当初的自己 连人家的一根腿毛都比不上 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自己和乌吏实现了反超 不但击败了无数同时代的天骄 更是打退了底蕴深厚的禁地之子 在未来的岁月当中 自己也会被这样的乌吏和陈长生打败吗 想到这 陈长生轻叹一声 说道 系统 你给的东西 还真是全天下最强最好的东西 长寿容易长生难 当把时间线无限拉长之后 想凭借一己之力达到长生 这种事情 想想都让人绝望 本系统赞同宿主的言论 听到系统耿直地回答 陈长生咧嘴一笑 呵呵呵 系统你是真不知道谦虚为何物呀 好了 闲聊结束 我要去看看那位王家三小姐了 王家的长生之道 还是很有意思的 某处隐蔽的山谷 一个妙龄女子呆滞地躺在地上 眼神当中竟是生无可恋的神色 这时 陈长生从远处走了过来 则则 三小姐 您这是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吗 面对陈长生的话 三小姐依旧无动于衷 见状 陈长生挥手召回分身 然后开始脱起了衣服 对于这样的行为 躺在地上的三小姐终于有了反应 只见她搜的一下跳了起来 然后捂住胸口警惕道 你要干什么 还能干什么 当然是睡你啊 反正你已经生无可恋了 那还不如做点好人好事 让我享受一下 你这句臭皮囊 等我享受完之后 你再慢慢地寻死 这样也算是两不耽误 此话一出 三小姐顿时急眼了 谁说我要寻死了 能活着我 为什么要死 既然你不想死 那你刚刚为什么不搭理我的分身 你放心 我动作很快的 不会耽误你 说着 陈长生再次上前了几步 见状 王家三小姐 差点被吓得魂飞魄散 只见她带着哭腔地说道 我刚刚想死 但是现在不想了 真的 千真万确 我现在一点都不想死了 那你笑一个给我看 王家三小姐 虽然心中有千般不怨 万般为难 可人在屋檐下 王家三小姐也只能低头 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被硬生生地挤了出来 第291章 血脉长生 王浩背叛的原因 看着王家三小姐 那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陈长生招了招手说道 坐下来说话吧 让你笑一下 比哭还难看 另外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应该叫王莹 眼见面前的男人 暂时没有恶意 王莹试探性地问道 你和王浩大哥是一伙的吗 不是 如果我和他是一伙的话 你现在不应该还活着 那你是来救我的 也不是 你的那位好大哥 之所以会把你迷晕 完全是因为 我和他做了一个交易 而这交易的酬劳 就是你 听到这话 王莹的脑海里 顿时展开无数种猜想 其中绝大多数 都是一个身份低微的男子 对千金小姐产生仰恶的故事 想到这 王莹小声说道 堂堂七尺男儿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 出身寒威不是耻辱 能屈能伸才是丈夫 你这样做 只能得到我的人 不能得到我的心 面对王莹的话 陈长生自然知道他 脑补了些什么 然而 见过了太多事情的陈长生 早就对这种事情 产生了免疫 只见陈长生平静地说道 第一 我不喜欢你 第二 在我见过的女子当中 你连前一百都进不去 第三 身处修行界 如果什么事情 都往情爱上想的话 你一天死八百遍都不够 陈长生的话 彻底将王莹心中的情绪浇灭 紧接着 陈长生自顾自地说道 我知道你心中一定很好奇 王浩为什么会背叛王家 对于这个问题 我可以免费地喂你 我现在对这个事情不感兴趣 你能先送我 陈长生的话 说到一半就被王莹打断 然而王莹的话 说到一半时 又被陈长生平静地眼神打断 看着陈长生的眼神 王莹犹豫了一个呼吸 然后开口道 我对这个事情很感兴趣 您请说 面对王莹的真诚请求 陈长生继续开口道 王浩背叛王家的原因 要从王家的秘密说起 王家在上界占据一周之地 论实力论地位 在上界都是属于金字塔顶部的 那一批存在 然而与其他大势力的情况不同 王家靠的不是整体实力 而是尖端战力 说得更加直白一点 王家老祖活了很久 而且时常抛头露面 这与那些大部分时间 都处于闭关的老古董不同 听到这 王莹眉头紧皱 因为他实在听不懂 眼前这个男人想说什么 所以这能说明什么 我王家老祖公参造化 这是上界公认的事情 错了 大错特错 王家老祖的实力虽强 但也算不上最强 天下比他强的人还是有一些的 但是他的名气 却比那些人大得多 你知道为什么吗 文言 王莹老实地摇了摇头 因为他经常能在外面抛头露脸 这就是你们王家老祖最强的地方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凡人的一生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幼年 青少年 壮年 暮年 而壮年便是凡人一生当中 几乎最巅峰的时候 修饰同样也是这样的情况 只不过 修饰每个阶段的时间跨度会很漫长 处于壮年或者暮年的时候 时间就是修饰最大的敌人 一旦修饰发生剧烈的战斗 势必会消耗自身的气血 甚至还会受伤 以上的这些情况 都会减少修饰的寿命 这也是 为什么那些大能很少出手的原因 按照人生阶段划分 你们王家老祖可是处于暮年时期 但这些束缚没有出现在王家老祖身上 能常人之所不能 这才是王家扬名上界的原因 古如 王莹努力地咽下了一口唾沫 说道 所以 你到底想说什么 见状 陈长生咧嘴一笑说道 我想表达的意思很简单 我已经知道了王家的秘密 王家老祖之所以能不受束缚 那是因为 他掌握了血脉长生的秘密 血脉长生 是的 王家血脉不灭 王家老祖不死 纵使王家老祖灰飞烟灭 只要这世上 还有一份王家血脉留存 那他便可借助这血脉之力 夺赦重生 说的更简单一点 王家所有血脉 都是王家老祖给自己准备的需求 这便是王浩判出王家的真正原因 刷 面对这等惊天秘密 王莹蹭得一下站了起来 不可能 世上怎么会有如此荒诞的事情 你一定是在骗我 道歉 这件事虽然听起来是假的 但它是真的 既然是真的 你和我说干什么 难道你指望 我也背叛王家吗 谁说这些话 是说给你听的 不说给我听 你说给谁听 当然是说 给你身体里的王家老祖听啊 话阴落 王瀛脸上的惊慌之色 瞬间消失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脸的宁静 只见王瀛缓缓坐下 打量了一下面前的陈长生 疑惑道 第十 如果这个称号 是指荒天帝的引路人的话 那确实是我 得到陈长生的肯定 王瀛点了点头 帝师的眼光果然毒辣 想不到在老夫沉睡期间 王家居然被你这么一位存在盯上了 闻言 陈长生笑了笑说道 我随便说说你就信了 万一我是其他人哪 王家的血脉之力 在上界不是什么大秘密 强者之间几乎都知道 唯一不知道这个秘密的人 大概率是哪些来自下界的强者 因为下界强者被上界排挤 所以知道这个事情的机会很小 同时纵观下界强者当中 喜欢探究这些东西的 恐怕就只有擅长在背后布局的帝师了吧 呵呵呵 都被你说中了 了不得 面对王家老祖的话 陈长生笑着拍手称赞 瞥了一眼笑呵呵的陈长生 王家老祖淡淡道 说吧 故意引我出来干什么 没什么 有些小事想问问你 什么事 关于荒天帝的事 第292章 王家老祖现身 上界与下界的矛盾根源 听到陈长生的话 王家老祖沉默了一回 说道 问吧 我知道的都可以告诉你 听说荒天帝来到上界之后 有些势力联手对他进行了绞杀 是的 另外你们王家 好像还是那次绞杀的主力 没错 老夫亲自出手偷袭 打断了荒天帝的三根肋骨 并且险些将他的心脏捏爆 然后呢 荒天帝暴怒 一口气追杀了我二十万里 期间接连重创十八位高手 并且在虚空中将我强行斩杀 也幸好有其他道友相救 我得以留下一丝残魂 将躯体带回王家 也正是因为如此 三千多年前的登天路之战 我未能参加 不然你们没那么容易上来 看到王家老祖 如此平静地诉说着 自己的失败过往 陈长生笑道 真搞不懂 你们是怎么想的 下界和你们上界又没仇 你们为什么总是阻止 下界的人上来 你可别告诉我 阻止登天路的贯穿 是因为害怕不想入侵整个事件 如果是这样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围剿荒天帝 当时他已经上来了 攻打登天路的事情 和他没关系了好吧 听到陈长生的话 王家老祖看了陈长生一眼 淡淡道 不祥的问题 确实是一部分人的担忧 但这不是我的担忧 上下界为什么会分开 我不清楚 也不想去深究 我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 阻止所有下界的人上来 为什么 陈长生的眼中 闪过了一丝不解 见状 王家老祖达菲所问道 敢问帝师 游览了上界多少地方 时间太短 只逛了一两个州 那帝师接下来 可要好好看一看这上界了 上界共有三千大州 其幅渊之辽阔远超下界 虽然上界更为宽广 更为强大 但是三千州的格局 已经维持很久了 所有人都不希望 打破这个平衡 说实话 上界修士和下界修士 没什么区别 我和下界修士 也没什么深仇大恨 但是有一个问题 是无法避免的 那就是 下界修士上来之后 会占据地盘 三千州都已经有主 下界修士 想要占据地盘 只能去抢 然而资源的争夺 还不是上界反应 最激烈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 是下界之人 在落地生根之后 会产生关系网 举个例子 我曾经围剿过荒天帝 如今你来到了上界 一旦你向王家展开复仇 那么你势必会 拉拢王家的死敌 同时 我王家 也会呼唤盟友 惊世骇俗的战斗 顷刻之间便会展开 同理 假如有一天 你拉拢王家 去对付王家的死敌 我也未必能拒绝你 这就是上界 不想让登天路贯穿的原因 因为你们注定 会引起一场腥风血雨 面对王家老祖的话 陈长生扎了扎嘴说道 你说得很对 下界的强者来到上界之后 确实会引起一场腥风血雨 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但是你更应该明白 天下所有的事物 没有什么东西 是亘古不变的 上界的格局维持了这么久 终究会发生变化 是的 但大家都希望这变化来得晚一些 慢一些 这叫好比人都知道自己要死 但是在临死之前 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多活几天 文言 陈长生点了点头说道 这解释合情合理 好了 闲聊结束 说点正事吧 荒天帝他们去哪了 上界为什么没有他们的身影 不知道 我对这些事情并不关注 上界那些势力 对下界的态度比较友好 不告诉你 因为解决了王家的麻烦之后 我还要继续针对下界 接连两问题 王家老祖都采取了极为消极的态度 对于这种情况 陈长生的眼睛眯了起来 来王家 本来是想报复一下 你针对荒天帝的仇 但是 看到你们自顾不暇 我也就消停了搞事情的心思 因为我不想把你逼到绝路 更不想和你死磕 可是 你这样的态度让我很生气 惹恼了荒天帝 他会打得你魂飞魄散 惹恼了我 小心我把你连根拔起 听到陈长生的威胁 王家老祖淡淡地看了陈长生一眼 王家在上界有很多敌人 这些人都想让我彻底消失 可是他们都没有成功 所以 你凭什么能行 哼 血脉长生确实难缠 但也并非无懈可击 只要我想 我总能找到方法灭了你 你所依仗的 无非就是 王家那散播了不知多广的血脉 王家在上界处立了几万年 恐怕就连你也不知清楚 王家的血脉 传播到了哪里 无论生灵体内的王家血脉在西伯 只要有血脉繁足的一天 你便可以借助血脉重生 你笃定 没有人敢大开杀戒 一口气灭了几周 甚至几十周的生灵 这就是你嚣张的最大原因 但这不能成为 你在我面前嚣张的原因 听完陈长生的话 王家老祖点了点头说道 没错 我毅历上界多年 凭借的就是这个 还是那句话 别人都不行 你凭什么觉得你能行 就凭我知道你血脉长生的灵感 从哪里来的 刷 此话一出 王家老祖的眼神冰冷了起来 见状 陈长生咧嘴笑道 别这么看着我 要怪就怪你 自己没做好善后工作 在你最巅峰的岁月里 你击杀了一个强大无比的魔修 并且从他手中得到了一篇功法 血脉长生的灵感 便是你从这篇功法里获取的 同时 你为了彰显自己的成就 把他的眉心骨 作为装饰品 镶嵌在了你装战利品的箱子里 但是你千算万算 就是没有算到 他会有一缕残魂 隐藏在那块骨头里 三千年前 你被荒天帝击杀 不得不重新物色取巧 这缕残魂也乘机跑了出来 拐走了你准备好的取巧 我觉得 如果我和他联手 应该能找到 你血脉长生的弱点 要不我们试一试 第293章 血脉长生的缺点 和王家老祖的交易 面对陈长生的话 王家老祖的脸色 阴沉到了极致 叫你一声帝尸 那是出于对荒天帝的尊敬 锦平的一缕残魂 就想威胁我 你是不是太高看自己了 攻打登天路 已经消耗了下界太多的底蕴 若不是有荒谷禁地相助 你未必能成功 上界想要把你撵回去 并且重新封锁登天路 并不是什么难事 到了那个时候 我倒要看看 会不会有第二个荒谷禁地帮你 文言 陈长生冷笑一声道 我从来没有高看过我自己 我所说的 都只是事实而已 三千年前 我能打穿登天路 三千年之后 我依旧不怕再来一次 放眼上界诸多强者当中 你王家是最怕上界动乱的 因为一旦动乱开始 无数的底层修饰都会死去 搞不好你王家的血脉 就真的没了 你确实能发动一切关系 把我撵回去 但是在我被赶回去之前 我一定会杀光你们王家 所有直系血脉 并且将你现在的肉身 打成一堆烂泥 你该不会觉得 我没有这个能力吧 听到这话 王家老左沉默了 上句最契合的肉身 已经被荒天地打烂 自己现在仅仅只是 动用了一些应急手段把了 其实力甚至没有巅峰时候的一半 若是真与帝师拼起来 自己是没有胜算的 血脉长生之道 虽然能对一些 旁系血脉夺射重生 但难度要比直系血脉难得多 而且血脉夺射这种事 并不是每次都能成功的 想到这 王家老祖开口道 荒天地的下落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知道 他在密谋一些事情 上界当中 半数以上的势力 都对下界抱有敌意 还有一部分 则是持观望状态 愿意和下界接触的 只是很少一部分 其中距离临仓州最近的 正是犀牛鹤州 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陈长生眉头一扬 说道 妖族领地 有点意思 对了 神族如何 神族在下界绝技 但在上界可是活跃得很 我劝你 不要去招惹神族 上界当中 如果说哪个种族 对下界敌意最大 那必定非神族莫属 在神族眼中 人族只不过是 低贱的两脚羊而已 上界的人族 能在这落地生根 那是靠拳头打出来的 但是下界的人族 可就不一样了 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听完 陈长生点了点头说道 多谢相告 我要的东西 你已经给我了 那你想要什么 我要你离开临仓州 王家的事 你不能插手 没问题 我马上就走 对了 需不需要我帮你一下 你现在的状态 似乎不是很好呀 免了吧 有你这么一位存在 留在我身边 我一定会寝世难安的 说完 王家老族起身离去 看着王家老族的背影 陈长生淡淡一笑 随后身影也消失在原地 某处煽动 扑 王浩面色苍白的单膝跪地 他的脸上 布满了无数鲜红的纹路 早就跟你说过 不要借用太多我的力量 你的化血大法还没有大成 一旦借用过多 会血管暴力而死的 面对胸口当中传来的苍老身影 王浩咬紧牙关说道 不碍事 富贵险中求 如果不冒一点险 怎么能成就大事 王浩的话音刚落 另一道声音就从洞口处响起 富贵险中求这话没错 但这句话你没说完 富贵险中求也在险中丢 经常在刀尖上跳舞 很容易失手的 听到这声音 王浩立马站了起来 同时胸口也冒出了一股血色能量 看着眼前这张有些熟悉的面孔 王浩一总感觉在哪里见过他 你是谁 看着王浩紧张的样子 陈长生咧嘴笑道 我的大少爷 你还真是贵人多忘事 你不记得我了吗 说着 陈长生的面容开始发生变化 一张苍老的面孔 和一个光头的模样 浮现在王浩面前 看到这一幕 王浩终于记起自己在哪里见过这张脸了 此人正是王文浩身边的一个下人 只不过 自己真正和他接触时 他已经变得很苍老了 咕噜 想明白一切 王浩努力地咽下了一口唾沫 从始至终 自己一直都在这个人的监视当中 这是不是也说明 自己的生死 一直都在这个人的掌控当中 看着王浩紧张的样子 陈长生淡淡笑道 好了 不用这么紧张 我这次来不是找你的 说着 陈长生的目光 放在了王浩的胸口上 到了这个份上 就出来吧 继续藏着掖着 就显得有些小家子气了 话音落 一团血红色的雾气 从王浩胸口冒了出来 阁下好手段 在我等身边隐藏了这么久 我居然没有发现你 文言 陈长生笑道 要论手段好 应该是你才对 我在王家待几十年 都没有发现你的存在 要不是在小镇上遇到王浩 我也不会发现端倪 王家老祖我已经见过了 我和他达成了一个交易 在我完成交易之前 我特意来见一见你 是来杀我的吗 并不是 王家老祖不太放心我 所以不让我插手这件事 特意来找你 是为了找你探讨一下 血脉长生的事情 听到这话 血物沉默了一回 随后说道 你想知道些什么 血脉长生的弱点 我该怎样才能 彻底杀死王家老祖 王家老祖的血脉长生 是根据我的化学 大反逆推出来的 虽然这条道路源于我 但王家老祖 早已在这个基础上 推陈出新 所以我也不知道 血脉长生的破解之法 面对这个回答 陈长生皱了一下眉头 说道 天下万事万物 都有破解之法 血脉长生 怎么可能无懈可击 你别告诉我 血脉长生 是完美无缺的长生之法 血脉长生 当然不可能完美无缺 但是这些缺点 不足以致命 第294章 魔修天才 无法破解的血脉长生 听到血脉长生有缺点 陈长生顿时来了兴趣 血脉长生的缺点是什么 神志 神志 是的 血脉长生 虽然能摆脱生死的限制 但本质上 却是从原本的身体 跳到另一个生灵的身体 因为是从血脉深处诞生 所以 这种方法比普通的夺射更加契合 准确的来说 它可以享受夺射身体的所有寿命和天赋 可在继承夺射身体寿命的同时 夺射之人 也要继承被夺射人的性格 这天下有很多人 有的杀伐果断 有的贪财好色 有的贪生怕死 一个人的性格强行融入另一个人的性格 那他还是原来的自己吗 特别是像王家老祖这种夺射了很多次的人 随着夺射次数的增多 王家老祖的道心会逐渐崩溃 最后变成一个疯子 听完血脉的回答 陈长生扎了扎嘴说道 王家老祖的情况我看了一下 目前好像没有神志崩溃的趋势 要不你还是再想想 这血脉长生到底有什么弱点 对于陈长生的追问 血雾中传来一声冷笑说道 血脉长生的弱点很明显 你这样的存在不应该想不到 之所以来问我 是因为你不想去做而已 想要针对血脉长生 那就只有从血脉上下手 血脉诅咒是杀死王家老祖唯一的办法 但是想要诅咒王家老祖这种级别的强者 至少也需要和他同级别的强者 诅咒一刀恶毒无比 施咒者使用多强的诅咒 那他自身就要承担相应的代价 想到达到灭杀王家老祖的级别 施咒者估计要把自己的命搭上 你觉得这种级别的强者 会把自己的命送出去吗 与其同归于尽 他们还不如想办法去杀了王家老祖呢 虽然几千年之后王家老祖还会出现 但至少也能清静一段时间 了不起再杀他一次 这总比把命丢了强 你说是吧 听到血雾的话 陈长生十分赞同地点了点头 你说得很对 这家伙就像个牛皮膏药一样 烦死了 我还真得好好地想一想 血脉长生的弱点了 对了 你应该是魔修吧 怎么 你想出魔味道 不是 我想用你做点实验 陈长生的话刚说完 一个一模一样的陈长生 就出现在了血雾身后 无数金色道文化为锁链 困住了血雾 重伤的王浩也被限制住了行为 慢悠悠地走到血雾面前 陈长生惋惜道 你很警惕 但是还不够警惕 我现在的修为就只有这么一点 并没有故意隐瞒 可是我修为弱 并不代表我的分身弱呀 你不应该把所有的注意力 都放在我本体上的 说着 陈长生掏出一个瓶子 将面前的血雾装了进去 做完一切 陈长生转头看向了旁边的王浩 思索了一会 陈长生微微挥手 分身立刻从王浩身体里 抽出了一些黑色物质 随着黑色物质的抽出 王浩的身体顿时感觉轻松无比 这家伙抽离血脉的手段太粗糙了 应该是借用了一些毒物 正是因为如此 你身上留下了隐患 还有 你所修炼的化血大法有缺陷 应该是他故意留下来的 我花了一点点时间思索了一下 帮你补齐了 说着 陈长生丢给了王浩一个预检 看着手里的预检 王浩抬头道 你为什么帮我 我需要做什么 你什么都不需要做 你只需要好好地活着 因为只有你活着 你才能源源不断地找王家麻烦 说实话 摩修一道 我已经近万年没有遇到过了 自从苦海体系创立以来 天下所有修士都在开发苦海体系 但时至今日 苦海体系依旧没有被全部开发 正道都走不完 谁还会去走那些歪门邪道呢 但是 你这么一个例外偏偏出现了 所以我觉得 你很有意思 这也是我帮你的原因之一 文言 王浩当即抱拳说道 前辈的大恩大德 晚辈莫齿难忘 前辈在上 请受晚辈一拜 说着 王浩就要给陈长生磕头 打住 王浩的膝盖还没弯下 就被陈长生死死地限制住了 小子 摩修一道 我比你玩得早 被摩修感谢过的人 死得最快 因为摩修最爱从身边人下手 你同父异母的妹妹 你说送就送 给你送了十年饭菜的老者 你说杀就杀 就连刚刚你的 那位授业恩师 你也在想办法弄死他 王家老祖一战 追杀秃鹰 一切行为 你都表现得很刻意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应该发现了 你的授业恩师在算计你 所以 你再不断消耗他的力量 其目的就是为了 等他虚弱的时候 给他致命一击 听到陈长生的话 王浩一言不发 心中想些什么 没有人知道 见状 陈长生继续开口道 你天生就是走魔修的材料 不过你才刚入行 所以手法有些稚嫩 我可以免费教你一招 想要成为真正的魔修 你首先得让自己 看起来像一个好人 大奸若忠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在魔修一道当中 害死一些人不算本事 杀很多的人 顶多算一个莽夫 真正的顶级魔修 是让一些人 为你心甘情愿地去死 甚至到死的时候 他们都不知道 你在算计他们 做到这一步 你才有资格成为魔修 听完 王浩抬头看向陈长生 今日你不杀我 未来我也会放过你一次 呵呵呵 这才对嘛 嘴上说着会念旧情 但情况真的发生之后 你下手比谁都快 悟性不错 你一定会成为一个顶级魔修的 说完 陈长生转身走了 看着陈长生的背影 王浩牢牢地将这道身影 记在心中 自己不知道 这个神秘人是谁 但自己会永远记住他的 第295章 小道士和小狐狸 有挑战性的事情 离开了王浩所在的山洞 陈长生看了一眼蔚蓝的天空 舒服得伸了个懒腰 伸赢了一声之后 陈长生开口道 系统 你说 我接下来该做些什么好呢 就目前的状况来看 我似乎要度过一段 漫长舒适且无聊的日子了 原本来上届之前 我是想去看一下念生和乌力 看看他们在干什么 过得好不好 可是到了这之后 才发现 乌力他们还在忙事情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他们现在长大了 已经有能力独自面对一些事情了 除了去见故人 我能做的事 大概就剩消灭不祥 和探索天命了 但麻烦的是 自从风神之战过后 不祥已经彻底销声匿迹 我压根找不到他们 至于天命就更麻烦了 张白人也不知道跑哪去了 人影都找不到 听到这话 系统的电子声音响起 宿主的话 本系统不是很理解 作为一个实力 还算不错的修士 宿主的目标 难道不是应该努力修行吗 我知道 可是我现在的修为境界 很尴尬的 说强不算强 说弱也不算弱 想要达到另一个层次 我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来打磨 在这段时间里 我总得找点事情 来打发一下时间吧 说着 陈长生在系统空间里面 翻找了起来 最终掏出了一套道士的衣服 系统 你说 我半成道士 去犀牛鹤州捉妖怎么样 对于陈长生的这个提议 系统沉没了一个呼吸 犀牛鹤州 是上界妖族的聚集地 其中强悍的大妖 数不胜数 宿主的这个建议 十分有挑战性 无聊的事情 我才不去做呢 既然你都说 这个事情有挑战性了 那这个事情一定很好玩 说着 陈长生右手一挥 身上的衣服就变成了道袍 穿上道袍的瞬间 一个活灵活现的小道士 就出现在了原地 再次看了一眼王浩的方向 陈长生惋惜道 一个绝世魔修的崛起之路 多么有意思的大戏 可惜我是看不了了 话音落 陈长生晃晃悠悠地 走向了犀牛鹤州的方向 犀牛鹤州 臭道士 你别追了 我真的跑不动了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 这个鸡腿 是我用银子买的 不是我用魅术片的 五百多年了 这是我第一次下山 我真的没干过坏事 一个妙龄少女 正在道路上狂奔 她一边跑一边哭诉 同时 手里还紧紧地握住一只鸡腿 然而有意思的是 这妙龄少女 长着一对毛茸茸的狐狸耳朵 与此同时 她的身后 有一个手持桃木剑的小道士 正在追赶 追赶到一处河流前 胡尔娘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 而她身后的小道士 同样也泪得不轻 看着走投无路的胡尔娘 小道士得意笑道 跑呀 你继续跑呀 我倒要看看 你能跑到哪里去 面对眼前这个 切而不舍的小道士 胡尔娘顿时眼泪哗哗地说道 臭道士 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的话 我真的没有骗人 放屁 五百多年都没有下山了 你哪来的钱 这鸡腿 分明就是你骗的 快些跟我回山 背诵经文吧 说吧 小道士当即手持桃木剑 向胡尔娘打去 见状 胡尔娘为了自保 也只能还手 一时间 两人打得难解难分 眼见战局越发危急 胡尔娘当即就要寄出法宝 然而小道士 却抢先一步 扔出一张紫色符纸 随着紫色符纸的扔出 胡尔娘身上的法力瞬间消失 然后被小道士 用红绳绑了的结实 啪 桃木剑搭在胡尔娘的肩膀上 小道士脸上 洋溢着胜利的喜悦 小小狐妖 小道士还顺便抢过了胡尔娘手中的鸡腿 大口地吃了起来 心爱的鸡腿被抢 再加上被敌人抓住 悲伤的情绪瞬间就涌上了心头 你欺负我 我要把这事告诉姥姥 见状 小道士扔掉了手中的鸡骨头 恶狠狠地说道 谁来也没用 今天你必须和我回山背诵经文 说着 小道士掏出一块布 塞住了胡尔娘的嘴 然后拽着眼泪哗哗的胡尔娘走了 某座山峰 被绑住的胡尔娘 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刚被抓住的时候 胡尔娘心中 已经闪过了一百种悲惨的下场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胡尔娘发现这个小道士 好像也不是什么坏人 因为他还会分自己馒头吃 从今天开始 这里就是你住的地方了 小道士指了指 一间小小的茅草屋 然后扯掉了胡尔娘嘴里的布 再次获得了说话的机会 胡尔娘当即哀求道 小道士 你放了我好不好 我真的是一只好狐狸 你是不是好狐狸 等我验证过再说 现在 你还是先给我进去吧 说着 小道士抓住胡尔娘的后脖梗 一把将它扔进了茅草屋当中 随后 小道士又在门口贴上了一张黄符 做完一切 小道士转身离开 丝毫没有搭理胡尔娘的意思 半亩地平级的土地 种着一些蔬菜 一大一小两座茅草屋 静静地处立在山巅 屋内的桌上 摆放着两本道家书籍 这便是胡尔娘现在所处的环境 尝试了一下 发现自己无法破开封印之后 胡尔娘嘟着嘴坐在了床上 臭道士 坏道士 等我逃出去了 我一定让姥姥把你也关起来 到时候 一天只给你两个馒头 看你怎么办 哼 时间悄悄流逝 太阳也逐渐落入了群山之中 这时 消失了一天的小道士 端着一只烧鸡走了进来 看到香喷喷的烧鸡 胡尔娘蹭的一下 从床上跳了起来 然后直奔烧鸡 啪 一张黄符拍在了胡尔娘的额头上 胡尔娘就这样被钉在了原地 想吃饭 先背书 第296章 爱吃土豆的狐狸 陈长生 这是在救你 面对小道士的要求 胡尔娘当即就抱怨了起来 我才不要背书呢 而且我是妖族 为什么要看到家的经文 文言 小道士瞥了一眼被钉住的胡尔娘 然后大口地吃起了烧鸡 烧鸡的香气在房间里飘荡 胡尔娘的哈喇子 也是止不住地往下流 眼界面前的烧鸡越来越少 胡尔娘眼珠一转 当即说道 小道士 你抓住我也有段时间了 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要不这样 你告诉我你的名字 我们就算是认识了 面对胡尔娘的话 小道士依旧自顾自地吃着鸡腿 丝毫没有搭理的意思 见状 胡尔娘再次开口道 为表诚意 我先告诉你我的名字吧 我叫胡土豆 你叫什么 听到这个名字 默默吃鸡的小道士终于有了反应 土豆 谁给你起了这么一个土豆吊渣的名字 当然是我娘呀 我娘说 我生下来的时候 总爱吃土豆 然后就给我取了这么一个名字 真新鲜 狐狸不喜欢吃肉 反而喜欢吃土豆 你真是狐狸一族的奇葩 说着 小道士端起桌子上的烧鸡走了 眼看自己攀关系不成 自己心爱的烧鸡即将远去 胡土豆当时就急了 不是 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我都告诉你我的名字了 你为什么不说你的名字 陈长生 这就是我的名字 另外 就算你知道了 我的名字 不背书 照样没有鸡腿吃 话音落 陈长生身影已经消失 但是贴在胡土豆额头的黄符 也落了下来 正当胡土豆以为自己的计谋落空时 他突然看到了 桌上不知何时放了一只 热气腾腾的鸡腿胡土豆 哦 在鸡腿的诱惑下 胡土豆心中的杂念 瞬间被抛到了天边 立马专心地吃起了鸡腿 夜晚 明月高挂 躺在床上的胡土豆 辗转反侧 鸡腿吃进了肚子 智商也再次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 这个怪人 到底抓我来干什么 他该不会是想用我来炼药吧 可是胡妖一族不适合炼药呀 想到这 胡土豆做了起来 不行 姥姥说过 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虽然我是只狐狸 但我和君子也应该差不多 我不能留在这 说着 胡土豆再次来到门口 尝试破解陈长生留下的封印 然而奇怪的是 原本门口的封印早已不知所踪 虽然不知道封印为什么突然消失 但是有了逃跑的机会 胡土豆也不敢耽误 当即捏手捏脚地走出了茅屋 一步 两步 胡土豆距离茅草屋的距离越来越远 然而 正当胡土豆以为马上就要逃脱魔爪的时候 他的脚步突然停顿了一下 洁白的月光洒下 把自己捉回来的那个臭道士 此时正坐在一块巨石上发呆 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臭道士这个样子 胡土豆竟然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孤独 想到这 胡土豆连忙摇了摇头 小声道 土豆 你在干什么 你怎么能同情这个臭道士呢 你可别忘了 是他把你抓回来的呀 说完 胡土豆再次小心翼翼地向山下走去 土豆 唉 熟悉的声音响起 胡土豆下意识地应了一声 紧接着 胡土豆脸上瞬间爬满了委屈 低着脑袋 慢慢地磨蹭到了陈长生面前 原本竖起来的狐狸耳朵也搭拉了下来 看着眼前的小狐狸 陈长生不由嘴角微微上扬 土豆 大半夜的 你这是准备去啊 我 我想回去看一下我姥姥 原来是这样 那你去吧 刷 此话一出 毛茸茸的狐狸耳朵 瞬间就竖了起来 你真的让我走 我说话从来都算数 让你走你就走 不过有件事我得提醒你 这山上蛇虫鼠蚁比较多 你晚上下山要小心一点 闻言 胡土豆当即拍着胸脯说道 这个你大可放心 我可是狐狸 怎么会怕蛇虫鼠蚁呢 我先走一步了 有时间再来找你玩 说完 胡土豆搜得一下跑了 看着小狐狸的背影 陈长生的嘴角微微上扬 山峰之上也再次恢复了平静 一刻钟之后 啊 救命啊 吃狐狸了 一声尖叫在夜色中回荡 先前下山的胡土豆 以一种更快的速度 飞奔了回来 而他身后 有一条水桶粗细的蟒蛇 正在追他 再次看到陈长生的身影 胡土豆搜得一下躲到了陈长生身后 两只耳朵被吓得瑟瑟发抖 臭倒是快救我 这大蛇要吃狐狸了 面对胡土豆的求救 陈长生笑道 救你可以 但是救了你 你就要留在这篇经书了 背书就背书 这总比被大蛇吃好吧 听到这话 陈长生右手一挥 无数的锁链 就将大蛇牢牢拴住 然后拽了回去 剑威机已经解除 胡土豆 这才从陈长生背后 探出了脑袋 真是吓死狐狸了 这么强的大蛇 我还是第一次见的 小道士 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了 这条大蛇 起码是比安静好吧 不是我突然变得这么厉害 是我一直都这么厉害 你骗人 你要是这么厉害 抓我的时候 为什么还费这么大的功夫 我没有骗人 只是骗了狐狸而已 如果不是我故意放水 在我面前撑过一招 文言 胡土豆歪着脑袋想了想 说道 既然你都这么厉害了 那你为什么抓我 狐狸肉又不好吃 我的修为又这么弱 你抓我一点用都没有好吧 看着小狐狸 清澈且带着一丝愚蠢的眼神 陈长生笑着 摸了摸他的脑袋说道 我抓你 是为了救你 因为像你这蠢的狐狸 我也是第一次见 捉妖人的食物你敢吃 大蛇的领地 你敢随便进 然后还要和人家做朋友 你知道我在抓你的同时 帮你打退了多少捉妖人和大妖吗 此话一出 胡土豆脸上写满了困惑 我一路上遇到过这么多危险吗 你以为呢 这条蛇 就是前些天盯上你的其中一个 第297章 扮演自己 清澈的愚蠢 听到陈长生的话 胡土豆顿时经的合不拢嘴 那你为什么要救我呢 难不成我是万中无一的修炼天才 你准备收我为徒 文言 陈长生的瞥了一眼身旁的胡土豆 淡淡道 第一 你不是万中无一的修炼天才 第二 我不想收你当徒弟 之所以救你 完全是因为我最近比较无聊 除此之外 看到你我想起了一个故人 此话一出 胡土豆顿时眼睛一亮 直接将脑袋趴在了陈长生的膝盖上面 说道 那你能给我说一下你那位故人的故事吗 面对胡土豆的状态 陈长生也颇感意外 我不收你当徒弟 你没有感到有些失望吗 这有什么失望的 不当就不当呗 相比于当你徒弟 我更喜欢听你讲故事 看着胡土豆满眼真诚的样子 陈长生笑着摸了摸他的头 开口到那位故人也是一只狐狸 我和他一共见过两次 第一次的时候 我教了他一些修行之法 第二次的时候 他劝我不要去一个危险的地方 他的性格和你有几分类似 看待事情总是那么天真 听到这 胡土豆的两只耳朵疯狂抖动 然后呢 你们是不是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情 不是 后来他死了 他死的时候 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 啊 此话一出 胡土豆脸上写满了问号 因为他没想到 这个故事的结局会是这样 见状 陈长生笑道 你这么惊讶干什么 生灵都会死的 这是 无法避免的事情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想问 你为什么不去见他最后一面 因为我当时正在做另一件事情 没有时间 如果不是看到你 我估计现在也不会想起他 而且据其他人所说 他一直都想再见我一面 只可惜 他到此都没有见到我 听到这个结果 胡土豆堵起了嘴 小道士 你也太绝情了 对你来说 他只是你人生中 见过两面的一只狐狸罢了 但是对他来说 你一定是他生命中 比较重要的一个人 没错 所以我才会救你 这也算是对曾经的一种弥补吧 另外 这也不能怪我呀 我一生当中遇到很多人 其中一些人 在我生命中占据的地位 比他重要得多 我总不可能放下他们 去见一个萍水相逢的路人吧 陈长生的话说完 胡土豆歪头思索了起来 好像你说的也有道理 那我勉强原谅你了 对了 你说他只是你生命中 一个萍水相逢的人 那谁又在你生命中 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呢 这个可就多了 毕竟我的人生 还是很精彩的 我养了一条狗 教了两个我 自己不想承认 但又不得不承认的徒弟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喜欢我的女子 在等着我 目前还活着的人 大概就只有这些了 已经失去的故人太多 我不想提起 除了这些名分上 比较亲近的人之外 我还有很多朋友 他们有些人已经死了 有些人还活着 看到陈长生说的 津津有味 胡土豆皱起了眉头 既然你有这么多 在乎你的人 那为什么我感觉 你内心有一股淡淡的孤独的呢 此话一出 陈长生的嘴角的微笑消失了 看着趴在自己膝盖上的小狐狸 陈长生轻轻地摸着他的脑袋说道 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所以我不想去打扰他们 更何况 他们的路和我的路不一样 强行让他们跟在我身边 那是一种自私的行为 正是因为如此 我才会做到 交友满天下 但却永远孤身一人 在此期间 我也扮演过很多角色 拥有过很多身份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能扮演的角色 越来越少了 到了现在 我也不知道我该扮演谁了 所以我才会很无聊 听到这话 糊涂斗下意识地说道 你都扮演了这么多角色 那你为什么不扮演你自己呢 此话一出 陈长生顿时愣住了 他有些诧异地 看着面前的小狐狸 你让我扮演自己 对啊 我听你说了这么多 但所有的事情 都是你在扮演的什么角色 你从来都没有做过自己 准确地来说 你从来没有为自己而活 面对糊涂斗的话 陈长生心中的一道枷锁 悄悄地解开了 是啊 从来到这个世界开始 我一直都没有 为自己好好地活一次 在最开始的小镇 自己扮演长辈的角色 照顾念生 在上清关 自己扮演一个合格的道门弟子 后来 自己又扮演了一个复仇者 颂藏人 帝师 子府圣子 代理天庭之主 上万年的时光里 自己一直都在扮演各种角色 但自己从来没有扮演过 陈长生这个角色 问 心中枷锁解开 陈长生的神石更上一层楼 呵呵呵 土豆呀 土豆 想不到 你看事情还蛮透彻的 面对陈长生的夸奖 胡土豆立马骄傲地说道 那是必须的 在家里的时候 姥姥总夸我是一只聪明的狐狸 你姥姥真是这么说的 对啊 姥姥说 我眼中有一种清澈的愚蠢 这是其他人都没有的 哈哈 你姥姥说得很对 你确实有一种清澈的愚蠢 而且 这东西 世间少有 说着 陈长生起身走下了巨石 好了 时间已经很晚了 快回去睡觉吧 明天我们还要下山呢 听到这话 胡土豆当即 硬气了起来 我为什么要和你下山 文言 陈长生想了想 点头道 你确实不能白白跟在我身边 你有什么愿望吗 有 我要很多很多好吃的 这个愿望不错 我可以帮助你实现这个愿望 但作为报酬 你要跟在我身边打下手 胡土豆 一言为定 第298章 便易体质香糊 最顶级的糖葫芦 东方土白 一个小道士和一个胡尔娘 正在路上走着 胡尔娘左手糖葫芦 右手蜜剑 吃得好生欢快小道士 那些捉妖人和大妖 为什么要抓我 因为你是万年含有的香糊 香糊 这是什么 我怎么没听说过 香糊是胡族含有的一种变异体质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并不逊色九尾天狐 在幼年的时候 香糊的生长速度会极为缓慢 而且修行异常艰难 可是一旦等到香糊成年之后 香糊体质便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只要闻到香味的生灵 都会沉醉其中 拥有这种体质 修炼魅术绝对是事半功倍 同时香糊的血也是一种上好的灵药 听完 胡土豆恍然大悟道 原来是这样呀 怪不得姥姥总让我多修炼魅术 对了小道士 我们这是要去了 捉食材 啊 食材这些东西不是应该去买吗 正常情况是应该去买 但是我没有钱 所以只能去捉 而且 有些顶级食材是买不到的 听到关于吃的方面 胡土豆的眼睛瞬间就亮了 小道士 你准备做什么好吃的 糖葫芦 一串顶级的糖葫芦 制作顶级的糖葫芦需要两样东西 一是上好的山楂果 二是上好的糖浆 放眼整个犀牛鹤粥 最好的山楂果 必定是大利驴族的质宝 百味果 最好的糖浆 当然是人面风的百花蜜 小道士 你没开玩笑吧 胡土豆一脸惊恐地看着陈长生说道 老了和说过 这两个种族不能招惹 大利驴族其力可搬山填海 肉身强悍程度 在妖族都是数一数二 人面风就更不用说了 不但数量众多 而且毒性剧烈无比 要是拿了他们东西 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看着小狐狸惊恐的样子 陈长生一把抢过他手里的糖葫芦 吃了一口 想吃好吃的 不付出点代价 怎么能行 你就说你想不想吃吧 想 但是我打不过他们 没事 我会解决他们 你只需要帮我打下手就行 犀牛鹤粥 青秋狐足 踏踏踏 一个身材挺拔的女子 快步走进了宫殿 宫殿的王座上 半躺着一位绝色女子 这女子看上去芳华正茂 但是一举一动 却透露着射人心魄的妩媚 准确的来说 应该是一种成熟的妩媚 姥姥 你为什么让小妹离开狐足 以她的体质离开狐足 会有危险的 听到质问声 半躺在王座上的绝色女子 睁开了眼睛 土豆性格单纯 留在狐足不利于她的发展 五百年了 她的修为没有半点增长 留在狐足只会限制她 得到这个回答 下方的人影有些着急了 那也不能让她这样一个出去 就她那点实力 离开狐足不出三天 就会被人抓住的 月影 我知道你关心土豆 但是这一点你说错了 她是离开狐足半个月之后 才被抓的 月影 什么 土豆已经被抓了 是的 是谁干的 我马上去救她 你去了也没用 土豆离开的时候 我在她身上留了一道分身 就在昨天 我的分身被人击碎了 听到这话 名叫月影的女子 眼中满是震惊 犀牛鹤粥 还有能击碎姥姥分身的存在 难不成是其他粥的老怪物出手了 这一点你不需要知道 你只需要知道 土豆的机缘来了就行 另外 林苍粥最近正在发生动荡 你前去探查一番 看看是怎么回事 文言 月影张嘴想说些什么 但是话到嘴边 又被她咽了下去 月影遵命 等月影走后 角色女子摊开右手 掌心中静静地躺着一枚玉佩 这玉佩只是普通东西 但上面蕴含的气息 却一点都不简单 山河书院制胜的气息 她为什么会跑来上界 才三千多年 他们已经从创伤当中走出来了 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嘀咕了一会 女子将玉佩收了起来 这三千周 怕是要不太平了 下界山河书院 阿倩 正在教书的纳兰信德 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见状 下方的弟子纷纷关心道 夫子 你怎么了 文言 纳兰信德摆了白手道 没什么 就是感受到 有人念到我而已 听到这话 众弟子纷纷大惊 夫子 以您的境界 能让您心生感应的 想必一定是非常强大的存在 该不会 是有人在谋划山河书院吧 呵呵呵 应该不是这样 我估摸着 是有人拿我的信物去做坏事了 因为 是用我的信物 所以这份因果到了我这 好了 这些闲事以后再说 现在 你们还是专心读书吧 面对夫子的话 众弟子只好按耐住心中的好奇 继续读起了书 看着下方专心读书的弟子 那蓝信德眼中 闪过了一丝划不开的担忧 快 太快了 三千年时间 妖族就占据了下界半数地盘 而且 这还是在自己和天庭联手压制的情况下 如果没有天庭和山和书院 妖族恐怕早就一统天下了 可问题是 这样的压制保持不了多久了 继续压制下去 只会激起妖族的反抗之心 到时候大战开启 又会造成无数伤亡 而且自己 总不能因为妖族比人族发展的快 就对妖族痛下屠刀吧 想到这 那蓝信德难难道 先生 你到底去哪了 三千年不露面 你也不知道回家看看 陈十三不问世事 天玄自封 张白忍更是跑的人影都没有了 我又不是这一世的天命者 为什么这些大事 要我来操心 我明明应该是最清闲的人好吧 抱怨了一会 那蓝信德又开始了自己的教书工作 而处在上界的陈长生 此时正化身成一头驴 第299章 盗取百味果 陈长生 为首鼠尔 犀牛鹤舟大力驴族 小倒是 这样真的没问题吗 胡土豆带着两只驴耳朵紧张的四处观望 反观陈长生却是十分自来熟的 和周围的驴妖打招呼 放心吧 妖族大多数靠气味来分辨敌我 我们身上洒了特制的药粉 在驴族的眼中 我们和他们一样的 听到这话 胡土豆眼中满是疑惑 我也是妖族 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 你不知道 是因为你没有碰到你们族中其他的陌生人 妖族皆是由万物生灵化为人形而成 也就是说 在没有化为人形之前 你根本就不知道它会长成什么样 不靠气味来分辨 你怎么知道 谁是你的铜族 谁又不是你的铜族呢 文言 胡土豆认真地思索了一下 恍然大悟道 好像真是这样啊 那如果用神识来探查呢 你这药粉能瞒过神识的探查吗 不能 啊 那这怎么办 要是有人对我们用神识探查 我们不就漏线了 看着胡土豆慌张的样子 陈长生笑着按住了他的脑袋 防止他动作过大而漏线 不要慌 药粉确实瞒不过神识探查 但现在还没有人对我们神识探查啊 而且在修行界 修饰是不能随便对别人神识探查的 因为这会被视为一种挑衅 其实换个角度想一想 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担忧了 举个例子 你现在是在胡族的腹底 结果你碰到了一张从未见过的面孔 它身上的味道确实是胡族的味道 而且根据猜测 它很有可能是刚化性的狐妖 这这样的情况下 你会对它进行神识探查吗 文言 胡土豆老实地摇了摇头 不会 因为这样很不礼貌 这不就得了 在那些驴妖眼里 我们同样也是刚化性的驴妖 平白无故的 它干嘛对我们神识探查 正说着 一道声音从陈长生背后响起 那边的两只小绝驴 你们在干什么 听到这话 胡土豆的身体瞬间就僵硬了起来 而陈长生却是笑呵呵地跑了过去 见过前辈 我带着我妹妹来见识一下世面 对于这个回答 叫助陈长生的驴妖 看了一眼胡土豆尚未化形完成的耳朵 又看了一眼面前的陈长生 不满道 你这当哥哥的是怎么回事 妹妹还没化形完成 就带他出来 前辈见笑了 我这妹妹天赋差 化形始终不能完全成功 所以才带着他来我族腹底 希望找到我这一脉的老祖 指点一二 原来是这样呀 你这小绝驴实力不强 心肠还蛮好的 左边是我族大门居住的地方 你们的老祖 估计也在那里 右边是我族的圣地 同时也是你们的禁地 要是误入其中 小心你们的驴皮 多谢前辈 多谢前辈 陈长生千恩万谢地 送走了这位驴妖 随后便高兴地说道 看到没 这下连位置都不用我们打探了 望着陈长生那张得意洋洋的脸 糊涂都满脸羡慕地说道 小道士 你是怎么做到淡定自若的 我们这可是偷东西 我心里怕得要死 无他 为首 孰二 想要成功地偷到东西 最重要的事情不是骗过别人 而是骗过自己 如果骗不了自己 那么做贼心虚便会表现得淋漓尽致 随时表现出一副心虚的样子 别人想不怀疑 你是贼斗满 听完陈长生的解释 糊涂斗两眼放光地点了点头 因为小道士说的话 好像很有道理 好了 我们还是商讨一下正事吧 百味果大概就是驴族的圣地里面 我进去拿东西 拿到东西之后 你负责把东西带出去 前些天教你的盾数 你记住了吗 面对的陈长生询问 糊涂斗有些心虚地说道 小道士 那个盾数太复杂了 我没有把握能完全施展 要不你还是给我换个事情吧 没问题 你进去拿百味果 我负责带百味果离开 但是别怪我没提醒你 就你这小身板 要是被大理驴族的修饰 拍上那么一下 估计立马会变成一张狐狸饼 此话一出 糊涂斗的耳朵 瞬间颤抖了一下 还是算了 我觉得这个任务蛮好的 说着 糊涂斗就跑向了指定的等待地点 看着认真警惕四周的糊涂斗 陈长生笑了笑 然后走向了驴族圣地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糊涂斗此时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只见他时不时地 看向驴族圣地的方向 焦急道 这小道士怎么还不出来 该不会是被抓住了吧 万一他被抓住了 会不会把我供出来 不对 小道士应该不会这样做 毕竟他人还蛮好的 要是他真被抓住了 我就去找姥姥救 你这小狐狸 心肠还不错 正说着 陈长生的声音从背后响起 转头一看 消失已久的陈长生 不知何时出现在了背后 见状 糊涂斗当即高兴道 小道士 你得手了 那是当然 我陈长生出马 能有拿不到的东西 说着 陈长生将一个瘦皮带 递给了糊涂斗 这里面是49颗百味果 带着这东西马上离开 走这么快干什么 你又没被发现 慌忙离开 难道不会露出马脚吗 真聪明 学会举一反三了 但是 你看那边 顺着陈长生手指的方向看去 糊涂斗的两只狐狸耳朵 瞬间竖了起来 只见原本平静的天空直接裂开 一道强大的气势 从其中散发了出来 贼子修走 糊涂斗 还不快跑 等着被做成探考香壶吗 陈长生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糊涂斗直接现出原形 快速地消失了 看着卖力奔跑的糊涂斗 陈长生笑道 小狐狸 跑得还挺快 说完 陈长生飞身迎上了空间裂缝中 走出的驴族大能 PS 电脑出问题了 第二章 延后一个小时 第三百章 挑起人妖两族的战火 态度不明的青秋湖 哄 撕裂了一些的空间裂缝 直接被打碎 一只双脚站立的黑驴走了出来 看着面前境界十分弱小的道士 黑驴口吐人言道 大力驴族一直与人族和平共处 你为何要盗取我族至宝 闻言 陈长生笑道 没什么原因 就是看你们的百味果长势不错 所以摘几颗尝尝味道 放肆 黑驴怒斥一声 巨大的声音 让整个天空都颤抖了一下 如此胡作非为 就算是玄武盟也保不住你 今日定要将你拿下 去人族讨个说法 呵呵呵 想抓住我 你还差了点 再练个三五千年吧 话音未落 黑驴硕大的蹄子直奔陈长生而来 面对着崩山裂海的攻击 双手背在身后纹丝未动 一个一模一样的陈长生挡住了这道攻击 哄 强大的冲击波让黑驴退后了几步 与此同时 陈长生的分身也虚幻了不少 甚至差点消失 见状 黑驴的眉头瞬间皱了起来 你走的是神识道 以虚幻的神识应接我肉身一击 单凭这等手段 你在人族绝对不可能默默无名 你到底是谁 我是陈长生 万千人族其中的一员 有能耐你来找我吧 说着 陈长生脚下浮现了一个传颂阵 看到陈长生要逃离 黑驴再次展开攻击 可是他的所有手段都被陈长生的分身死死拦住 最终只能看着陈长生消失在传颂阵当中 等到陈长生离开之后 那些被困在圣地的驴族大能才破阵而出 族长 抓住那贼子了吗 听到这话 黑驴逐渐变换成一个黑脸汉子 此人手段颇多 而且精通阵法之道 一不小心让他给逃了 那怎么办 此仇不报 我大力驴族如何在犀牛鹤州立足 哼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妙 我们去找玄武盟要人 说完 黑脸汉子转身走了 但是他的心中却有一股淡淡的危机感 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总感觉这件事有些怪 某处僻静之地 小道士 你终于回来了 看到从传送阵走出来的陈长生 虎土豆高兴跑了过来 摸了摸虎土豆的脑袋 陈长生笑道 放心 道也我想走 还不是几头驴就能拦住的 山楂已经到手 现在我们该去弄糖浆了 听到陈长生的话 虎土豆眼神中闪过了一丝犹豫 小道士 虽然我很想吃你说的顶级糖葫芦 但我们这样偷东西 是不是有点不好 是有点不好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们做好糖葫芦之后 拿出相应的东西 补偿他们如何 这样最好 毕竟偷东西是不好的行为 成功让虎土豆放宽了心 陈长生的嘴角浮现了一抹糊度 而他的目光 则是看向了人面风的注定 原本平静的犀牛鹤舟 动荡了起来 大力驴族质宝百味果被偷 人面风的百花蜜被抢 这两件事情 让所有人的心都悬了起来 因为抢东西的是一个人族 而且他在抢东西的时候 还出言挑衅 这样的行为 很容易挑起人妖两族的战火 然而 面对这样的行为 犀牛鹤舟最强妖族之一的青秋湖 态度却是暧昧不清 青秋 胡姥姥 这件事 你们胡族不打算表态吗 大力驴族的黑脸汉子 来到了青秋胡族 与他一起来的 还有人面风女王和其他妖族 所有妖族都在等待胡族的态度 然而 面对重妖的追问 胡秋月半躺在王座之上 眼睛微闭 似乎是在睡觉 眼见胡族不表态 人面风女王有些怒了 胡姥姥 这是可大可小 但却关乎妖族的面子 我妖族再上见 也算是排得上名号的强族 犀牛鹤舟 更是我妖族的聚集地 在自家地盘 被人族抢了东西 如果传出去了 我妖族如何在上街立足 听到人面风女王的话 胡秋月终于睁开了眼睛 看了一眼下方众妖 胡秋月笑道 被抢了东西 自然是要抢回来的 偷东西的人族精通阵法 而且走的是神识道 我一时间也无法准确地定位他 所以 你们打算怎么办 文言 一个妖族站了出来说道 还能怎么办 当然是心事问罪 玄武盟统领犀牛鹤舟八成人族修士 出了这种事 玄武盟要把人交出来 有道理 可此人好像不是玄武盟的人 玄武盟未必交得出人来 那是他们事 若是交不出人来 我们便兵发玄武盟 听到这话 胡秋月笑而不语 转头看向了黑脸汉子和人面风女王 这件事你们怎么看 毕竟是你们的东西被偷了 面对胡秋月的话 先前还态度强硬的两人沉默了 人面风和大力吕族都是妖族当中 数一数二的强族 能担任族长的 自然不是无能之辈 这件事情虽然让人恼火 但是仔细想想 却又透着一丝诡异 如果不是这样 自己又何必来清秋胡族探听口风 想到这 黑脸汉子拱手道 清秋一族 是犀牛鹤州妖族魁首 发生了这样的事 大力吕族院听从胡老了号令 人面风一族同样如此 两大族长一起表态 胡秋月嘴角出现了淡淡的微笑 听到二位道友这话 秋月颇感欣慰 放眼三千周 我妖族能在万族中占据一席之地 靠的就是团结一心 如今发生这样的事 我妖族自然要共同进退 传令下去 十日之后 妖族兵临玄武盟 在玄武盟没有交人之前 不准任何一族对人族下手 唯令折斩 说完 胡秋月消失在了王座之上 面对这样的命令 人面风女王和黑脸汉子 都是若有所思 可是有一些妖族 却对这个命令颇有微词 在犀牛鹤州 妖族是占据绝对优势的 这种事情就应该直接灭了玄武盟 第301章 玄武盟群雄大会 一串糖葫芦 玄武称 犀牛鹤州无数人族修士汇聚于此 然而每个人的脸色都凝重到了极致 因为犀牛鹤州的人族修士 即将遭受一场灭顶之灾 这时 一个年轻男子走到了人群中央 诸位道友 如今妖族大军即将逼近 玄武盟几位大能 正在商讨对敌之计谋 所以这群雄大会便由在下主持了 听到这话 人群中有人当即开口道 林公子 你是玄武盟最年轻的翘楚 你来主持大会 我们当然是愿意的 可如今危机就在眼前 那些客套的话还是免了 直接进入主题吧 就是 玄武盟乃是犀牛鹤州人族的势力 纯王齿寒的道理 我们还是懂的 琳郎公子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面对众人的热情拥戴 站在中央的琳郎 微微一笑 开口道 最近发生的事 诸位道友 想必也有所耳闻了 在此 我要多问一句 真的没有人知道 那位大道的信息吗 文言 众人的嘴角都不由抽了抽 同时眼中还闪过了一丝怒火 这位神秘的人族大道 不但偷取了两大妖族的宝物 而且还公然挑衅妖族 如今闯下了这滔天大祸 却要自己这些不相干的人替他背锅 这叫人如何能不生气 见没人回答 琳郎继续开口说道 这位人族大道来历神秘 玄武盟的几位大能联手演算 也未能知道他的来历 如今妖族向我玄武盟要人 我玄武盟自然是交不出人来 所以我人族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 是要与妖族站至最后一兵一组 若愿意参战者 可去玄武堂领一块牌子 到时候 玄武盟会统一调配所有人员 若是不愿意参战者可就此离去 玄武盟绝不阻拦 除此之外 玄武盟还新设立了一个巨贤堂 其目的就是为了招揽能人议事 为日后的两族大战做准备 身负独门绝技的道友 可以去试一试 说完 玄武又说了一些客套话 群雄大会就这样草草结束了 然而 先前还喊着要保卫人族的修士 在大会结束之后 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领取作战牌的人 少之又少 玄武盟门口 救命啊 要死人了 快来救人啊 一个浑身脏兮兮的少女 拖着一副担架 而担架之上 躺着一个重伤昏迷的小道士 听到少女的呼喊声 玄武盟的人立马出来查看情况 可是在查看了小道士的伤势之后 众人的脸色立马凝重了起来 快去请琳琅公子 此人中了剧毒 若是再不救之 恐怕性命不保 很快 少女和小道士就被带进了玄武盟当中 看到一个英俊的男子走来 少女想了想 随后放声大哭道 你救救他吧 再不救他 他就要死了 望着面前痛哭的狐妖 琳琅的眉头皱了起来 人妖两族大战在即 一只狐妖带着一个人族来求救 这是怎么看都透着一丝诡异 虽然心中十分疑惑 但琳琅也没有过于深究 犀牛鹤州本就是妖族聚集地 一些人族和妖族关系亲密 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姑娘莫慌 玄武盟的存在 就是为了帮助所有人族修饰 我琳琅一定全力救治这位道友 听到这话 少女泪眼花花地点了点头 这可是你说的 你一定要救活他 文言 琳琅当即给昏迷的小道士 喂下了一个解毒丹药 紧接着大量的神力 涌入了小道士的身体当中 看到这一幕 围观的众人纷纷低声道 琳琅公子果然宅心人厚呀 这玄武归原大法 极其损耗元气 他居然能为一个陌生人施展 真是让人敬佩 就是 人妖两族大战在即 现在损耗元气 那等于把自己生存几率降低了呀 琳琅公子大意 没有理会周围的窃窃私语 琳琅全力救治这面前的陌生人 一盏茶之后 琳琅面色苍白地停了下来 好了姑娘 这位道友的毒已经清除干净了 不过半个月之内 他会很虚弱 度过这段时间 他就会完全康复了 我先安排你们住下 等这位道友醒了之后 你们赶快离开吧 巨贤堂还有事情等着我去处理 在下先失陪了 说完 琳琅转身离开了 如此尽职尽责 且不求回报的行为 顿时又引起了一阵众人的赞美 然而 先前还哭得稀里哗啦的少女 此时却好奇地打量着琳琅的背影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琳琅从早上待到了傍晚 眼见巨贤堂没有人继续前来 琳琅也准备回房休息 这时 两道身影出现在了门口 只见自己早上救治的那位小道士 在少女的搀扶下 虚弱地走了进来 这位道友 你身体尚未康复 为什么不好好休息 文言 小道士拱手说道 如今人族危在旦夕 我身为人族一份子 自然是要为人族处理的 说着 小道士掏出一张兽皮递了过去 此阵法 是我在一处遗迹中获得 威力还算不错 应该能帮到你们 结果兽皮仔细查看 琳琅的眼睛瞬间就亮了 道友 你真的愿意将此阵法献出来 这有什么愿意不愿意的 身外之物罢了 那琳琅就替玄武盟的人族 谢过道友了 由此阵法 定能让我人族修饰少牺牲一些 说着 琳琅就要对小道士行大理 而小道士 自然是阻止他的行为 看着两人不断拉扯和客套 一旁的少女不停地 拽着小道士的衣角 似乎是在提醒他什么 面对少女的行为 小道士淡淡一笑 说道 放心吧 答应你的东西不会忘的 给你 一串红彤彤 且香气四溢的糖葫芦 递到了少女手中 成功拿到糖葫芦 少女立马开心地咬了一口 酸酸甜甜的味道 瞬间就让少女的眼睛 眯成了月牙 可是一旁的琳琅 却变了脸色 那鲜红透亮的果子 怎么看 怎么像大理旅族的摆味果 那香气四溢的糖浆 闻起来的味道 简直和人面封的百花蜜 一模一样 第302章 被关起来的陈长生 玄武蒙的态度 面对这样的情况 琳琅瞬间封住了两人的退路 道遥 你刚刚拿出来的东西是什么 你应该看出来了 百味果和百花蜜啊 东西是你偷的 是的 既然如此 今月你恐怕走不了了 没问题 劳房在哪 我们自己进去 听到小道士如此坦率地回答 琳琅皱皱起了眉头 因为他看不透 眼前这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闯下如此滔天大祸 居然主动前来 他到底意欲何为 虽然一时间弄不明白 但好不容易找到罪魁祸首 琳琅还是将两人关进了大楼 牢房 碰 沉重的牢门重重关上 胡土豆和陈长生 被封印了修为关了进去 一下子变成阶下囚 胡土豆顿时就不乐意 小道士 你看你出的这是什么馊主意啊 我们都被关起来了 面对胡土豆的抱怨 陈长生咧嘴一笑 说道 关就关呗 有什么大不了的 就当休息一下 给你 说着 陈长生又掏出了一串崭新的糖葫芦 看到好吃的 胡土豆的眼瞬间就亮了 刚刚那串糖葫芦 自己才吃到一半就被人抢走了 正是因为如此 胡土豆才找陈长生闹脾气的 你从哪里拿出来的 你的储物袋不是被收走了吗 这个你就别管了 你到底吃不吃 吃 胡土豆以极快的速度 拿走了陈长生手里的糖葫芦 然后美滋滋地吃了起来 而那成为阶下囚的情绪 早就烟消云散了 对于胡土豆来说 只要有好吃的 被关一下 也是可以忍受的 望着小狐狸开心的样子 陈长生找了个舒服的姿势 躺了下来 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准备好了 接下来该怎么走 就看他们自己的了 玄武城外 一名老者和三名人族高手 挡住了密密麻麻的妖族大军 妖族当中 有大力旅族的族长 以及人面风女皇 除此之外 还有犀牛鹤州第一大妖 胡秋月 望着高手数量 是自己这边十倍以上的妖族 老者上前一步拱手道 胡姥姥 妖族的事 确实不是我玄武盟所为 文言 半躺在巨湖背上的胡秋月 瞥了老者一眼淡淡道 是不是玄武盟做的 我不清楚 也没兴趣知道 在犀牛鹤州 胡族做错了事 会有人来清秋要个说法 现在人族做了这个事 我是不是该找玄武盟要个说法 此话一出 老者顿时哑口无言 出现了这种事 按理来说 很容易处理 偷了东西 还回去就是 该惩罚的惩罚 该赔偿的赔偿 一切按照规矩来 可问题就出在 这个事情闹得太大了 玄武盟现在就是想 私下做出赔偿 也不行了 因为一旦开了这口子 其他人很有可能效仿 这样一来 玄武盟就是有金山银山 也经不起折腾呀 想到这 老者面色一宁 说道 事情确实不是玄武盟做的 人我玄武盟还没有找到 老了还是说说 这件事该怎么办吧 文言 胡秋月玩弄着自己的一缕秀发 心不在焉地说道 怎么办 我还没有想好 最重要的是 你们会怎么办 十日之期还有三天 在这三天之内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 满意的回答 如果回答不能让我满意 后果自负 正说着 琳琅急匆匆地 从玄武城中飞了出来 她来到老者面前 低声说了几句 脸上的兴奋之情 怎么也掩饰不住 听到琳琅的话 老者先是一喜 随后眉头便皱了起来 师父 你在犹豫什么 见自家师父迟迟没有开口 琳琅不由催促了一声 然而 面对琳琅的催促 老者看向胡秋月说道 三日之后 我玄武盟领教妖族的高招 说完 老者就要转身离开 面对自家师父 这种直接开战的行为 琳琅脸上写满了不解 看了一眼身后的玄武城 又看了一眼面前 强大无比的妖族 琳琅眼神一冷开口道 胡姥姥 窃取妖族至宝的贼人 已经抓到 目前正在玄武城的大牢当中 这是证明 贼人行窃的证物 说着 琳琅将半串糖葫芦扔了过去 胡姥姥 当初你说过 只要将 啪 琳琅的话还没说完 脸上就出现了一个鲜红的巴掌印 孽障 你给我滚回去 面对暴怒的师父 琳琅眼中满是恨意 师父 我这么做有什么错 我只是 啪 又是一个响亮的巴掌 这次老者下手更重了 再敢多说一个字 为师废了你 这一次 琳琅没有继续说话 只是默默转身 回到了玄武城 看着手里的半串糖葫芦 胡秋月嘴角带笑 轻声道 正一 你这徒弟很懂得审视夺事吗 来着之前我曾经说过 叫人退兵 现在我依旧 还是这个说法 叫人 退兵 面对胡秋月的话 名叫正义的老者没有说话 直接转身走了 等到玄武盟的人走后 胡秋月将手中的半串糖葫芦 递给了旁边的人面风女王 这是你们特有的百花蜜 看看吧 好好的看 接过胡秋月手中的糖葫芦 人面风女王的脸色十分凝重 百花蜜自然是珍贵的 但这东西是可以再生的 说的再简单一点 这东西 人面风一族 时不时会出售一些 以此换取自己所需的东西 以偷取百花蜜盗贼的实力来说 他完全没必要绕这么大的一个弯子 这等高手 若是真想要百花蜜 完全可以亲自登门拜访 用东西换取 就算不用东西来换 人面风一族 多少还是会给一些的 因为这样 至少能与一个高手交好 大力旅族的百味果 也是同样的情况 然而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位高手偏偏选择了最错误的办法 这件事情 不简单啊 半串糖葫芦转了一圈 最终又回到了胡秋月的手中 但凡是看过这串糖葫芦的大腰 脸色都十分凝重 望着带有牙印的糖葫芦 胡秋月轻轻地咬了一口 味道真不错 传令下去 三日之后 玄武门不教人 攻破玄武城 PS 上传失误 少了几百字 下次不会了 第303章 为男人的问题 聪明的胡土豆 牢房 土豆 你又输了 这八根地瓜干归我 你耍赖 你为什么每次都赢 看到陈长生 把自己仅剩的八根地瓜干给拿走 胡土豆终于开始炸毛了 然而 面对胡土豆的炸毛 陈长生只是悠闲地背靠墙壁 吃着地瓜干 丝毫没有理会 眼前自己生气没用 胡土豆当即施展起了分心大法 只见胡土豆一脸笑嘻嘻地挪了过去 然后转移话题道 小道士 你为什么要故意把这件事情闹大 听到这话 陈长生停下了吃地瓜干的动作 十分诧异地看了胡土豆一眼 平时教你点东西 你比猪还笨 只要和吃有关 你的智商比谁都高呀 面对陈长生的夸奖 胡土豆咧嘴一笑说道 做事情总需要动力吗 有动力自然就能做得更好了 你就给我说说 你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闹大吗 很简单 我想看看人族应对危机的反应情况 啊 听到这个回答 胡土豆脸上写满了问号 这个有什么好看的 面对危机 所有人的反应 不都应该是解决危机吗 道理是这样 但这是建立在 你占据优势 或者有一战之力的情况下 那如果你在面对危机的时候 毫无反抗能力 你又会怎么办 犀牛鹤州是妖族的聚集地 人族的势力在这里 可以说是弱的不能再弱 现如今妖族大军压境 人族该当如何 对于这个问题 胡土豆认真地思考了起来 同时还抓起一根地瓜干 放进了嘴里 这样的情况 人族最好的办法 就是与妖族求和 因为只有这样 人族才能活下来 最差的情况 就是人族死战不退 战至最后 一兵一族 不错 陈长生点了点头说道 大致情况分析的 还算比较准确 但如果我在这个情况上 再加一个条件呢 就比如现在 我这个脚屎棍 为人族招来了一场 无妄之灾 人族又当如何处理 听到这个问题 胡土豆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同时 他吃地瓜干的频率 也加快了不少 赏罚分明 对你进行应有的惩罚 以此平息妖族的怒火 方法不错 我盗取妖族两样宝贝 这个罪名板上钉钉 但却罪不至死 妖族想让我死 你说人族该不该让我死 面对这个问题 胡土豆嘴巴蠕动的频率更快了 这一次 他没有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两久 面前的地瓜干 已经被消灭了一半 胡土豆说道 这是一个为难人的问题 一个种族 自然是要庇护自己的族人 可是庇护自己的族人 就意味着更多的族人会死去 而且把族人交出去也是不行的 自己的族人 只有自己能惩罚 若是其他种族随便施压 就能要走自己的族人 那么这个种族的凝聚力会散的 听到胡土豆的回答 陈长生笑着摸了摸他的头笑道 你这小狐狸还怪聪明的 准确的来说 应该是你们妖族 对这方面看得比较清楚 只可惜 人族对这方面看得 就不是很透彻了 很多情况下 他们会选择牺牲这个族人 以此保全所有 这就是人族 为什么能遍布三千州的原因 同时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让人族始终无法统一三千州 将最后一根地瓜干送入嘴中 胡土豆抬头看向陈长生说道 所以 你这么做 是想帮助人族一统天下 并不是 我只是想让人族 提前适应一下这种情况 因为 在未来的某段时间里 人族都会处于这样的弱势地位 为什么 胡土豆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文言 陈长生微微一笑 说道 你听说荒天帝吗 当然听说过了 荒天帝来自下界 以一人之力独占三千州 我可是很敬仰他的 除了荒天帝 你还听说过下界的一些什么人 这个可多了 天庭之主张白忍 山河书院的至圣纳兰姓德 一剑展开时间长河的白发剑神 胡土豆爆出了三个名字 然后得意地看着陈长生说道 你实力这么高 这种事都不知道 你的消息真落后 见状 陈长生笑道 确实 我的消息最近是有点落后 好了 现在让我来跟你说一下 人族接下来 为什么会处于弱势 你刚刚说的那些人 都是人族一顶一的强者 每一位单独拿出来 都可以单独引领一时代 可是 你有没有想过 这么多厉害的人出现 会耗尽人族的抵御 三千周的人族 从总体实力来说 确实要比下界强 但是三千周安稳了太久 所以 三千周很难诞生出一个 引领时代的人族强者 这也是为什么 近十几万年来 天命者频频在下界诞生的原因 张白忍和荒天帝的出现 相隔得太近 接连两位引领时代的天命者出现 彻底榨干了人族最后一丝抵御 所以 下一位天命者 绝对不会在人族当中诞生 而人族在下一个时代的自保能力 将会很弱很弱 因为张白忍和荒天帝 消耗了太多 听完陈长生的话 胡土豆不屑地撇了撇嘴说道 说得好像真的一样 你以为你是谁 居然还预测起了下一任天命者 天庭承载天命才几千年 谁知道下一任天命者 会什么时候出现 搞不好那是几千年上万年之后 你还是先活到那个时候再说吧 说着 胡土豆趴在了陈长生的膝盖上 以极快的速度陷入了梦乡 轻轻地摸着土豆的脑袋 土豆知道的东西少 所以他能无忧无虑 说实话 自己有时候真羡慕土豆的状态 如果自己知道的没这么多 看的没这么透彻 那么自己就不会猜到 人族接下来将爆发的丑态了吧 第304章 叛徒琳郎妖族的完美答卷 玄武盟 聂长 你给我跪下 身为玄武盟年轻一代的琳郎 此时正跪在冰冷的地板上 而他面前站着的 正是玄武盟的盟主李正一 面对师父的怒火 琳郎眼中满事不甘 师父 我到底哪里错了 从你把人族消息 透露给妖族的时候 你就错了 我从小就教导你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你天赋非凡 未来也将会是玄武盟为己任 所以 你最大的责任 就是保护人族 可是 你做了什么 你打算把一个人族 亲手交到妖族手里 你这样 怎么保护人族 听到师父的这些话 琳郎也怒了 保护人族 说得到轻巧 整个犀牛鹤州 都是妖族的底盘 我们拿什么保护人族 而且你看看 他们都干了些什么 平日里 玄武盟解决了多少人族修士 和妖族修士的冲突 可是到了关键的时候 参战的人寥寥无几 更可气的是 我们要因为 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去拼命 师父 我们斗不过妖族的 把他交出去吧 这件事本就是他有错在先 他自己找死 怪不得谁 面对琳郎的话 李正一平静了下来 你真是这样想的 没错 好 从今天开始 你不再是玄武盟的继承人 也不再是我李正一的徒弟 念在师徒一场的份上 我不费你修为 滚吧 说完 李正一背着手走了 只留下呆若木鸡的琳郎 此时的琳郎 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的师父 会因为一个外人 把自己逐出师门 不知过了多久 琳郎的眼神 从呆滞变得阴狠 最后彻底充满恨意 师父 既然你不仁 那就别怪我不义了 牢房 百般无聊的陈长生 正在尝试用稻草 在糊涂多的脑袋上 搭建一座宝塔 这时 李正一来到了牢房之外 看着玩得津津有味的陈长生 李正一犹豫了一下 开口道 为什么要挑起人腰两族的争斗 听到这话 陈长生没有抬头 随口说道 我为什么这样做 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你打算怎么做 血战到底 战至一兵一足 文言 陈长生抬头 看向了这位白发苍苍的老者 勇气可嘉 可是太过迂腐 我欣赏你态度 但不赞成你的做法 犀牛鹤州玄武蒙 让我失望了 你说得很对 我确实没资格当玄武蒙的盟主 可是我在这个位置上一天 我就要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事情你挑起来的 三天之后的两族大战 你必须参加 听到这话 陈长生双手一摊 无奈倒 抱歉 我现在受伤了 手无腹肌之力 不能帮你 说得更简单一点 如果你要把我交出去 我可以听从号令 如果你想杀我 那我会打得你屁滚尿流 想让我参战 门都没有 面对陈长生的话 李正一眼中闪过了一丝怒火 但他最终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默默地转身离开了 看着李正一的背影 陈长生失望地摇了摇头 妖族承载天命 已经是不可逆的事实了 人族马上就要迎来一段 漫长且黑暗的时间 就算有天旋的压制 人族和妖族 也不可能一点矛盾都不发生 而且 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总会有一些愣头青 闯下弥天大祸 如果人族碰到了今天这种情况 人族会如何处理 原本自己以为 玄武蒙会拿出一个 两全其美的办法 并没有做出很好的应对 李正一态度对了 但是方法错了 琳琅方法对了 但态度错了 想到这 陈长生难难自语道 活着容易 死去也容易 可是 想要有尊严地活着 这可就千难万难了 人族交出了一份不合格的答案 妖族又会交出一份 什么样的答案呢 你们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呀 我可不想花时间来一次大清洗 三天时间很快过去了 玄武蒙始终没有把人交出来 而李正一夜带领着 玄武蒙所有人登上城墙 李正一 时间已经到了 把人交出来吧 面对人面风女王的要求 李正一冷声道 人族修饰 人族自会处理 想要让我交人 我李正一恕难从命 至于对妖族造成的损失 我人族自当赔偿 说着 李正一扔出了一个储物袋 对于李正一的行为 人面风女王转头 看了一眼后方的胡秋月 现在正是关键时刻 一步走错 很可能就万劫不复 这种大事 人面风女王自然不敢擅自做主 看了一眼城墙上的李正一 又看了一眼犹豫不决的 人面风女王胡秋月淡淡道 进攻 一声令下 十多位大妖 开始攻击玄武城的阵法 剧烈的动静 让大地都发生颤抖 然而就在李正一 全力维持阵法的时候 消失了三天的琳琅出现了 你来这里干什么 看到琳琅出现 李正一训斥了一声 文言 琳琅严肃地说道 师父 玄武城是我的家 我身后是我的同族 我不能这样扔下他们 就算是死 我也要和你们死在一起 听到琳琅的话 李正一眼中闪过了一丝欣慰 傻孩子 你终于明白 为师的苦心了 但你不应该回来的 这不是人妖两族的战斗 这是一个 扑 李正一的话话没说完 琳琅的手就穿过了他的胸膛 看着突然袭击自己的徒弟 李正一眼中充满了不可思议 而琳琅却猙獰地说道 师父 你想死 但是其他人可不想死 我已经与胡姥姥商量好了 把人交出去 他会扶持我当上玄武盟的盟主 而且还会退兵 你的一身本领 都是妖族教的 你为什么要与妖族作对呢 闻言 李正一看了一眼有些癫狂的琳琅 又看了一眼远处面带微笑的胡秋月 李正一此时突然明白 这不但是一场针对人族的考验 更是一场针对妖族的考验 而自己的死 便是妖族完美答卷的开始 想到这 李正一抬起满是鲜血的手 摸了摸琳琅的脸 走 快走 你已经入局了 第305章 叛徒的下场 陈长生 弄杯蜂蜜水来喝 面对李正一的话 此时的琳琅哪还听得进去 只见他一把掏出李正一的心脏 然后高声喝道 李正一已死 我就是玄武盟新任盟主 盗取妖族宝物的窃贼 已经被抓住了 诸位停手吧 看到这突如其来的情况 人妖两族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紧接着 五花大绑的陈长生和胡土豆 就被压了上来 胡姥姥 这两人就是盗取妖族宝物的罪魁祸首 还请你兑现承诺 说着 琳琅直接解除了护城大阵 见状一直半躺在巨湖背上的胡秋月 飞向了城头 缓缓落在陈长生面前 仔细打亮着眼前的男人 胡秋月嘴角浮现了一抹糊涂 就是你偷走了两族的宝贝 是的 那你打算怎么赔偿 闻言 陈长生抬头想了想 说道 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你 则则 这可不行 我是你永远得不到的男人 还是换个要求吧 真是薄情寡义的男人 人家为你做了这么多 你就不能给点回报吗 说着 胡秋月身子一软 开始往陈长生怀里刀 见状 陈长生无奈刀 都是成年的狐狸了 怎么还玩这一套 你这样弄 别人会误会的 误会就误会吧 谁叫你抓住了奴家的心呢 要是你一直不答应 奴家 就一直这样黏着你 直到你答应我为止 而且这天底下 还有比青秋更好的去处吗 面对胡秋月的行为 陈长生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 说道 一千 一万 一千五 三千 不能再低了 再低奴家可就生气了 行吧 三千就三千 希望你到时候可别后悔 听到陈长生答应 胡秋月当即喜笑颜开道 当然不会后悔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秋月都不会后悔的 不会后悔就好 处理一下善后吧 另外这个家伙 暂时别让他死 看在他师父的份上 让他做一个明白鬼 说完 陈长生身上的静置和绳索 自动脱落 随后 陈长生抓住一旁的狐土豆 飞向了妖族阵营 平稳 落在巨狐背上 陈长生调整好了 舒服的躺姿 然后对一旁的人面风女王招了招手 那个谁 给我调一杯蜂蜜水喝喝 最近胃口不好 润一下肠胃 面对陈长生的行为 人妖两族都有些不知所措 然而人面风女王犹豫了一下 居然真的给陈长生调了一杯蜂蜜水 并且恭敬地递了过去 看到这一幕 胡秋月笑着来到了琳琅面前 然后从他手中 取走了李正一的心脏 将李正一的心脏放入胸膛 胡秋月开口道 李正一啊 李正一 当年你来清秋秋道 我看你本性纯良 所以传你道法 在传你道法之时我也说过 如果有一天 你与妖族站在了队里面 我必定取出 你的心脏 让天下人都看到 现如今 这誓言还当真应验了 说着 胡秋月打出了一道法诀 原本死去的李正一 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成功救活李正一 胡秋月再次转头 看向了琳琅 乌龟到冬天的时候 都会冬眠 俗称龟西 你师父练的功法 叫玄武归原大法 你为什么 就没有想到 会有假死这一招呢 不过你没有想到 这点也很正常 因为这一招 我连你师父都没教 说完 胡秋月手指 射出一道金光点在了 琳琅的丹田处 瞬间便废了 琳琅的全身修为 做完一切 胡秋月起身说道 人族修士盗取妖族宝物 阵风清秋三千年 已是成见 宣布完结果 胡秋月看向地上重伤的 李正一笑道正一 事情已经结束了 有空记得来清秋做客 至于你这位徒弟嘛 刚刚公子已经发话了 要他活 希望你处理完事情之后 把人交给我们 毕竟你们师徒一场 我相信 你也不忍心痛下杀手 灭了自己的哀徒 此话一出 虚弱的琳琅顿时慌了 胡姥姥 你不能出而反而 我们有过约定呀 面对琳琅的哀求 胡秋月看都没看他一眼 见胡秋月不搭理自己 琳琅又转头哀求李正一 师父 救我 我也是人族的一员 你不能把我交给妖族呀 看着不断哀求的琳琅 又看了一眼面前的胡秋月 李正一嘴角颤抖道 琳琅七师灭祖 从今日起 不再是玄武盟的人 一切生死与玄武盟无关 与人族无关 话阴落 琳琅失神地瘫倒在地 而城墙上的诸多人族 看琳琅的眼神 也是充满了厌恶和嫌弃 身为人族 你可以闯祸 你可以袖手旁观 这些事情 大家都可以理解 但是 你不能在关键时候当叛徒 这是所有人都无法容忍的 既然琳琅已经和人族无关 那我就将他带走了 胡秋月笑着说了一句 随后带走了修为全废的琳琅 而人妖两族的大战 就这样荒唐地落下帷幕 妖族大军 哎哟 公子你真讨厌 再这样 奴家就不理你了 陈长生和胡秋月 两人的嬉笑声 传入了琳琅的耳中 而此时的琳琅 早已没了往日 翩翩公子的状态 好了 以后的时间还很长 我们有的是时间聊天 现在还是先做正事吧 说着 陈长生推开了 粘在自己身上的胡秋月 走向了落魄的琳琅 小子 你马上就要死了 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可以尽量让你做一个明白鬼 文言 琳琅双眼通红地看向陈长生 陈王败寇 没什么好说的 被你算计了 只怪我学一不经 算计 哈哈 就凭你也配让我算计 你太看得起你自己了 今天的一切都是你就游自取 放屁 如果不是你挑起人妖两族的争斗 我会有今天的结果吗 琳琅歇斯底里地辱骂着陈长生 一旁的胡秋月 再次依靠在了陈长生的身上 公子 这人的嘴好臭 要不要我把他的舌头割下来 第306章 完美的答卷 真正的被考验者 面对胡秋月的提议 陈长生笑着摇了摇头 看向琳琅说道 你的一切行为 都是你自己决定的 这个事情 为什么要怪到我的头上 文言 琳琅冷笑一声 哼 巧言蛇变 你若是不躲在玄武盟 那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 你自己做的事情 凭什么要其他人替你承担 我现在只恨自己不够聪明 没能看透你的阴谋诡计 更恨玄武盟那帮迂腐的人 如果一开始就把你交出去 任你有多少阴谋诡计 都无处施展 听到琳琅的话 陈长生扎了扎嘴说道 往我身上泼脏水 你的功夫还不到家 今天本人心情好 就免费的和你论上一论 妖族来玄武盟要人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知道 把我交出去 就能免除两族争斗 但是玄武盟的高层 都没有这样做 而你的师父 更是坚决反对 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 不是因为他们蠢 而是因为他们知道 不能这样做 一个势力的建立 势必要庇护一些人 如果起不到庇护的作用 那么聚在一起的人心就会散 这条道理 适用于任何门派和种族 说实话 我和玄武盟是第一次打交道 以前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们 我不在乎你们的生死 你们同样 也不会在乎我的生死 处在你们的位置上 我也不会为一个陌生人拼命 可是把我交出去 你们需要一个理由 一个能让人族服气的理由 总不可能其他种族 随便威胁一下 玄武盟就把自己的同族交出去吧 这样一来 玄武盟的人心会散的 犀牛鹤州人族的心也会散 听到这 琳琅的眼睛更红了 就为了一个理由 我们这些人就要去死 你这是在考验我们 你凭什么 你以为你是谁 看到更加癫狂的琳琅 陈长生摇头叹了一口气 无奈道 你还真是蠢到无可救药 谁告诉你 面对这种情况 只有赴死这一条路 玄武盟要找的解决之法很简单 就是既能稳住人心 又能平息妖族的怒火 想做到这一点 你们需要一个聪明的脑子 你师父选择了一个笨办法 虽然代价有点大 但终究是有效的 而你选择了最蠢最无效的办法 另外 这件事情考验的不是人族 而是妖族 玄武盟只是顺手 你们根本就不是我的主要目的 听到这话 胡秋月轻轻地推了一下身旁的陈长生 娇羞道 公子真是讨厌 要考验奴家 也不提前说一声 害得奴家整天胡思乱想 对于胡秋月的行为 陈长生并没有做出过多的理会 而是继续说道 亲兄弟尚且会手足相残 两个不同的种族之间 自然也会摩擦不断 让两个种族不发生矛盾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 维护两个种族的和平 重点不在于如何阻止矛盾的发生 而是在于矛盾发生之后 如何解决 我偷取妖族宝物 妖族如果不做出反应 自然无法让底下的人服气 所以 妖族需要大动干戈地 向玄武盟要人 不然你真以为 出动这么多高手和军队 其中消耗的资源 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 妖族就算家底封后 也不能这样挥霍呀 面对陈长生的话 琳琅此时也恢复了冷静 所以 妖族已经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 对吗 是的 如此兴师动众 完全能让那些底层妖族服气 我这位罪魁祸首 被阵风清秋三千年 没有任何一个妖族能挑出毛病 其中最精妙的神之一手 那就是你这位人族的叛徒了 如果强行从玄武盟带走人 妖族会和人族结仇 犀牛鹤州的人族威胁不大 可是犀牛鹤州之外的人族呢 妖族也不想莫名其妙地招惹一些强敌 但是有了你这个叛徒 就不一样了 玄武盟是败了 但不是被妖族打败的 而是因为有你 这个叛徒 宁死不屈 不畏强权 玄武盟是所有人族的榜样 同时 妖族团结一心 成功捉拿盗贼 经此一战之后 妖族会更加凝聚 你看 现在这个局面 是不是皆大欢喜 这难道不是一份完美的答卷吗 听完 玄武盟放声大笑 哈哈 妙 太妙 这确实是一份完美的答卷 死在这样的局中 我无话可说 说着 玄武盟抬头看向陈长生 你到底是谁 妖族对你如此恭敬 你的身份绝对不简单 面对玄武盟的询问 陈长生身子微轻 在他的耳边轻声道 你刚刚不是在问 我凭什么考验你们吗 现在 我可以告诉你了 就凭我来自下界 就凭我知道 下一任天命者 会是妖族 此话一出 琳琅瞬间瞪大了眼睛 登天路的战斗 惊动三千周 或许三千周当中 会有人看不起下界 但三千周当中 绝对不会有人看不起 攻打登天路的那些强者 三千年前 登天路被打通 可是来到下界 来到上界之人 寥寥无几 真正来到上界 且被天下人都知道的 只有两个半人 第一个是荒天帝 第二个是天庭的玉帝 第三个则是神秘的送葬人 因为无法确定送葬人的身份 甚至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存在 所以他只能占据半个名额 你到底是 刷 琳琅的话还没说完 胡秋月回出一道金光 洞穿了他的眉心公子 这种小人物 和他说这么多做什么 随便聊聊而已 不然我怎么打发这漫长的时间 公子 你觉得妖族的天命 何时才会降临 等着吧 起码还有个三四千年 总得等玉帝 把天命的位置让出来吧 不然下界的妖族 拿什么承载天命 听到这话 胡秋月嘟了嘟嘴说道 公子好偏心 我上界的妖族也不差 为什么只支持下界 当初公子攻打登天路的时候 奴家可没有和那些一伙呢 看着胡秋月委屈的小表情 陈长生笑道 你们想争夺天命 我不拦你们 但是我不建议 你这么做 为什么 因为妖族下一任的天命者 已经快疯了 谁挡他 谁就得死 童族也不例外 他真的有这么强 有没有这么强 你们心里不清楚吗 当初我一共交了两个人 其中一个 就是你们口中的白发健身 而另一个 就是你口中的他 如果不是看中这一点 上界妖族早就参与 为教我的行动了吧 呵呵呵 公子说笑了 公子对我们妖族来说 可是大恩人啊 整个上界谁人不知 公子看中的人 成就绝对非凡 荒天帝 山河书院至圣 白发健神 这些可都是 冠绝当事的人物呀 现如今 公子看中了妖族 那妖族未来的成就 也不会小的 天下妖族是一家 在奴家眼中 可没有上界和下界之分 第307章 妖族未来的命运 达成共识 听到胡秋月的话 陈长生转头看了他一眼 妖族争这一世天命 没人知道 会损失多少生灵 称霸天下 公民立路 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闻言 胡秋月孝道 不重要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争 掌控犀牛鹤州 或者多掌控几个州 对你来说有区别吗 没有 可人生在世 总要有所求呀 不求称霸天下 不求公民立路 难道要我去求那 虚无缥缈的长生吗 所求越大 需要付出的就越多 三千州当中 求长生者不计其数 他们付出的代价 远比我多得多 听到这话 陈长生沉默了一会 你这份答卷我很满意 上界的妖族 可以重新划分地盘 下一任天命者 对下界的掌控 已经足够了 但是在上界的根基 却很薄弱 有你们相助 不说统一三千州 多扩大一些地盘 还是可以的 希望你们以后 还能保持这个态度 说完 陈长生对着远处 喊了一声土豆 唉 听到陈长生的呼唤 正在地上 数蚂蚁的胡土豆 立马小跑了过来 小道是 有什么事吗 土豆 我记得你的愿望 是吃很多好吃的东西 现在这个愿望还在吗 当然在了 吃东西 可是我毕生的梦想 那就好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现在 我们先回你家去看看 妖族不太擅长厨艺 我给你做一顿大餐吃 好 说完 陈长生牵着胡土豆的手走了 等到陈长生两人走远之后 大力驴族的族长 和人面风女王走了过来 胡姥姥 他真的是那个人吗 是他 虽然他的气息变了 实力变了 但是他的样貌没有变 他的眼神没有变 登天路一站 我在远处注视过他 那是一双可怕的眼睛 得到了胡秋月的确认 两人的冷汗 顺着额头低了下来 胡姥姥 他这种存在 来犀牛鹤州干什么 当然是看现在的妖族 有没有资格执掌天下了 对于这个答案 人面风女王皱了一下眉头 什么意思 难不成 如果他觉得 上界妖族没资格执掌天下 他还能逆转这大事不成 文言 胡秋月瞥了一眼 人面风女王淡淡道 大事不可逆 他当然改变不了 但是他可以把犀牛鹤州 和上界的妖族清洗一遍 正所谓 坐视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如果上界妖族凶残成性 一旦得视便不留余地 那么 作为人族的他 自然会举起屠刀 听到这话 大力驴族的族长 皱了一下眉头 说道 胡姥姥 我不否认他的实力和手段 但我妖族始终是上界的强族 他想要动手 恐怕没那么简单吧 是吗 我不这样认为 现在这种情况 他想要对犀牛鹤州动手 那是再简单不过了 上界的人族和神族 在两次登天路大战中 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 万年之内 很难有什么大动作 实力保存完整的 只有妖族 兽族 以及其他几个上谷种族 上谷种族和兽族实力虽强 但始终受数量限制 所以 下一院的天下共主 一定会诞生在妖族 这是三千周星照不宣的秘密 没有人喜欢自己头顶上压着一个人 所以他对妖族动手 其他种族会很乐意看到这种情况 没有其他种族相助 妖族对上他有几成胜算 或者说 妖族打算牺牲多少童族来打败他 听到这话 大力驴族的族长沉默了 登天路上 白发剑神一剑斩断历史长河 这一剑惊艳了所有人 山河书院至圣如道通神 其手段已经不逊色 天命者多少出词之外 还有荒天帝和玉帝这种强大的存在 距离登天路之战已经过去了三千年 这些强大的存在都销声匿迹了 但他们肯定没有死 万一他把这些人给喊出来 妖族还真不一定扛得住 见两妖不说话 胡秋月淡淡一笑说道 他背后的强者只是一部分原因 还有一个重要的点 你们不要忘记了 下一任天命者很可能会出现在下界 而且这个未来的天命者是他教出来的 你说这位天命者是听他的 还是听我们的 此话一出 人面风女王皱眉道 胡姥姥他同样也是妖族 难道他还会对 你是脑袋睡糊涂了吗 人面风女王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胡姥姥打断了 同族应该团结一心这种话 说给下面人听听就行了 你该不会是当真了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们人面风一族的底盘 大半都是抢回来的 当初你在抢底盘的时候 怎么没想到 同族不要自相残杀 人族 神族 妖族 兽族 以及那些上古种族 哪一个不是在自相残杀 而且 圣灵在杀同族的时候 比外族更狠更绝 之所以没有大规模发生这种事情 那是因为 残杀同族的代价太大 可如果利益超过了代价 你觉得下界哪位素未谋面的同族 会对我们手下留情吗 胡秋月的话 让人面风女王沉默了 而一旁的大力族族长开口道 胡姥姥 承载天命这种事 还是选一个可靠的人比较好 下界那位 我们接触不多 有没有可能 我们换一个选择 想法不错 我刚刚把这个想法和她说过 但她劝我 不要这么做 我胡秋月有一个很好的优点 那就是听得进去别人的劝 所以 我不打算换一个人选 面对胡秋月的话 大力族族的族长 虽然嘴上没说什么 但内心的想法 却早已写在了脸上 见状 胡秋月笑道 怎么 觉得我太软弱了 胡姥姥 天命并非某个人的天命 大家都有机会 没必要这么谨慎吧 呵呵呵 说得对 说得太对了 天命并非某个人的天命 大家都有机会 那我支持你去争夺天命好不好 第308章 白泽现身 胡秋月的怒火 此话一出 大力族族的族长 瞬间闭上了嘴 而胡秋月的眼神 也冰冷了起来 说话 怎么不说话了 你不是说 天命大家都有机会吗 如果你觉得自己年纪大了 能力跟不上 那你也可以在族中 挑选一个青年才俊出来 争夺天命的时候 你大力族族冲在最前面 我胡秋月全力支持你 如果你真的成功了 青秋胡族 愿为大力族校全马之牢 这犀牛鹤州 也让你做主 你觉得怎么样 哄 强大的威压 瞬间就压了下来 大力族族的族长 更是直接被压出了原形 看着面前的大黑驴 胡秋月一把抓住驴耳朵 冷声道 你给我听好了 如果你真的有能耐 争夺天命 那我可以陪你玩一玩 但如果你没这个能耐 你最好把你的驴体管好一点 老娘亲自下场 陪他演了这么一出大戏 才把他请到妖族做客 若是因为你破坏了现在的局面 我扒光你们的皮 做成驴皮恶骄齿 妖族的规矩你懂 没有人足的那么多弯弯绕 说灭你就灭你 不信你可以试试 大力驴族肉身强悍 其力可搬山填海 可是在胡秋月面前却毫无反抗之力 眼见大黑驴逐渐陷入地面 人面风女王赶忙求情道 胡姥姥 他只是驴脾气上来了 你不要放在心上 哼 听到人面风女王的求情 胡秋月冷哼一声松开了手 黑驴瞬间瘫倒在地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荒天地 白发剑神 这两人都是他交出来的 上下两届 不管是禁地还是诸多强足 哪一个不佩服他的选人的能力 你有什么资格质疑他的眼光 有什么底气 去和他选中的人争夺天命 请问你是禁地之主 还是荒天地那般 开创一个时代的旷古奇才 面对胡秋月的话 黑驴再次幻化成人形 只不过这一次 他低着头没有说话 世事无常 没有人敢说 他选中的人 就一定会承载天命 包括陈长生本人 自己也不行 但想要质疑陈长生的选择 前提是 要有这个资格 禁地之主 三千周的顶级强者 类似于荒天地这样的存在 这些人或许有这个资格 质疑他的选择 可自己绝对没有这个资格 刚当的那些话 无非就是 自己想窜夺胡秋月 去争夺天命罢了 很显然 胡秋月没有上当 而且还看穿了自己的目的 好了 都给我回去吧 最近这段时间 好好注意一下林苍州王家 那边的动静似乎不小 在玉地没有让出天命之前 我们还有一段最后的宁静 说完 胡秋月立马换了一副面孔 跑向了陈长生 公子 你吃什么呢 给我也尝尝 陈长生走了 他和胡土豆一起回到了青秋 犀牛鹤州玄武盟之事 在三千州当中 连一朵浪花都没有掀起 整个上界 依旧在默默地运转 而陈长生 却和一群母狐狸 玩得异常开心 然而 这样美好的时光 却在陈长生 来到青秋的第三十年 被打破了 准确地来说 是被一只 外出归来的母狐狸 给打破了 你们躲好没 我来找你了 闭着眼睛 莫属一百个数的陈长生 睁开了眼睛 正当他准备 开始寻找的时候 一个身材高挑的女子 站在了他面前 月影拜见公子 看着眼前陌生的母狐狸 陈长生上下打量了一番 说道 不用这么客气 我不太喜欢这些 另外 我正在玩捉迷藏 你要来吗 闻言 月影看了一眼周围 从草丛里探出脑袋的小狐狸 淡淡道 公子 这些族中的小辈 应当以修行为首要任务 你这样经常带着他们玩 会耽误修行的 听到这话 陈长生毫不在意地 挥了挥手笑道 修行这种事 急不来的 劳逸结合才能事半功倍 谁说躲猫猫就不能修行了 所以 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如果不是来躲猫猫的 那你就可以走了 听到陈长生和月影的谈话 隐约有些不对劲 躲在暗处的小狐狸们 全都低着头走了出来 而其中带头的 正是大吃货胡土豆 月影姐姐 你回来了 胡土豆小声地说了一句 随后赶忙缩回了脑袋 他似乎很怕这个名叫月影的女人 办完事自然就回来了 简单地回应了一句 月影再次看向陈长生 公子 姥姥有令 让你去林苍州走一趟 让我去林苍州走一趟 听到这话 陈长生直接懒散地坐在了树下 一脸无语地看着月影 是你没有搞清楚身份 还是我没有搞清楚身份 我来青秋是来坐牢的 不是来给你们卖命的 你们叫我去我就去啊 对于陈长生的行为 月影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这时 胡秋月突然出现在了陈长生身边 公子 两年不见 人家好想你啊 看到胡秋月的出现 陈长生咧嘴一笑 直接躺在了胡秋月怀里 两年没见 我也很想你 这两年 你去哪里了 别提了 还不是林苍州那边闹的 林苍州和犀牛鹤州接壤 最近那边发生了一些事 犀牛鹤州受到了影响 所以我去处理一下 原来是这样 那你让我去林苍州干什么 而且还是让这么一个冷冰冰的女人和我说 听到这样的语气 我弱小的心灵会受伤的 说着 陈长生在胡秋月怀里哽咽了起来 见状 胡秋月连忙说道 公子不伤心 这丫头历来就是这样 你不用搭理她 林苍州最近发生的事比较有意思 公子恐怕要去一下了 不去 陈长生抬头干脆地拒绝了胡秋月见状 胡秋月也不恼怒 而是温声细语地说道 公子 那边有好吃的东西 土豆会很喜欢的 土豆喜欢 那以后再弄给他吃吧 我现在不想外出 神兽白泽被五大洲围困 去那的必经之路就是林苍州 公子顺便去看看 此话一出 躺在胡秋月怀里的陈长生坐了起来 你这么一说 我突然想出去了 传说中的神兽白泽 是应该看看 第309章 培养香狐的正确方法 陈长生离开青秋 说着 陈长生转头看向了胡秋月 这么热闹的事 你不出去看看吗 文言 胡秋月露出一副忧怨的表情 说道 奴家也想出去 可是情况不允许啊 如今正值多事之秋 奴家要坐镇胡足呢 面对这个回答 陈长生面带微笑地看着胡秋月 两久 陈长生再次开口道 不想去 那你就好好地在家待着 我带几只狐狸一起走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当然没问题 整个青秋胡足 公子想带谁就带谁 得到胡秋月的同意 陈长生当即喊道 土豆 唉 听到陈长生的呼唤 胡土豆立马乖巧地应了一声 我们出去玩了 好 胡土豆兴高采烈地答应了 同时陈长生也准备起身离开 不准去 一直沉默地月影发话了 面对这个声音 胡土豆的笑容也凝固在了脸上 公子 土豆实力微弱 实在不适合陪你一同前去 不如让月影陪公子一起如何 看着面前诚恳的月影 又看了一眼可怜兮兮的胡土豆 陈长生扎了扎嘴 不放心的话 你也一起去吧 说完 陈长生滴溜着胡土豆的衣领走了 丝毫没有给月影说话的机会 老了 这件事情太 公子说的话 你没听见吗 月影的话还没说完就被胡秋月打断了 看着胡秋月的眼神 月影张了张嘴 最终还是选择了听从命令 林苍州边界 席谷花一朵 三味草两株 胡土豆认真地记录着什么东西 而陈长生则是聚精会神地熬煮着一锅蛇羹 土豆 你要记住 熬煮蛇羹 重要的是火候 火候不够 蛇羹的肉不够软烂 火候太大 蛇羹的肉会全部化在汤里 如此一来 绝对做不成一锅美味的蛇羹 面对陈长生的话 胡土豆擦去嘴角的口水 点头道 我记住了 记住就好 快来尝尝这蛇羹的味道 听到这话 胡土豆立马掏出一只大碗跑了过去 而一旁的月影 却是面色难看到了极致 从青秋胡族出发 陈长生带着土豆一路游山玩水 丝毫没有赶路的意思 更可恶的是 这家伙还四处招惹强敌 今天这条大蛇 那可是命登进的高手 哪怕是自己解决 也费了不少的功夫 瞥了一眼旁边正在疗伤的月影 陈长生随口道 这蛇羹味道不错 你要尝尝吗 多谢公子 月影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 不吃就算了 我自己吃 说着 陈长生开始低头大快躲一 见月影姐和小道士的关系不太好 胡土豆小心翼翼地端了一碗 蛇羹走了过去 月影姐 你不要和小道士置气吗 小道士做的菜很好吃的 听到这话 月影的脸更黑了 吃吃吃 就知道吃 要是给你口吃的 你连性什么都不知道了吧 面对月影的训斥 胡土豆脑袋一缩 赶忙放下蛇羹走了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月影面前的蛇羹已经变冷 锅里的蛇羹也进入了 陈长生和土豆的肚子里 吃饱喝足 胡土豆趴在陈长生的膝盖上睡着了 这时 月影起身来到了陈长生面前 前辈 我这小妹是什么体质 想必你应该清楚 胡族能庇护她一时 但是不能庇护她一世 若是没能在危机降临之前成长起来 她会很危险的 听到月影的话 陈长生笑道 你说的事情我都知道 但是我知道的事情 你就不知道了 比如整个胡族都不知道 如何才能让香胡成长起来 文言月影皱眉道 香胡体质特殊 幼年时期修为缓慢 一旦成年之后 修为将会一日千里 根据族中记载 香胡想要成年 境界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 记性不错 但你们胡族的记载是错的 不可能 胡族的记载 都是历代族长和长老记录的 以他们的修为和见识 怎么可能出错 为什么不可能 谁告诉你 强者就不可能出错 香胡体质的成长 与修行有关 修行上的问题 谁敢说自己一定是对的 面对陈长生的话 也无法回答 因为以他的身份 质疑胡族记录的正确性 天下没有几个人 有资格反驳 前辈 那你说香胡体质的关键在哪 当然 是在时间的沉淀上呀 香胡体质成长之后 身上会散发出一种 令万物生灵都沉醉的味道 正是因为有这种味道的辅助 香胡施展魅术 才能无往不利 但是想要 让香胡散发出这股味道 其原理和花朵的绽放是一样的 花朵只有绽放的时候 才有浓烈的花香 花朵尚未开放 也是月影思索了一下说道 前辈的意思是说 我这小妹需要更多的丹药和天才地宝 意思差不多 但方法错了 想让花朵长势变好 好的环境是必不可少的 但这可不是扔出大量的肥料就能行的 如果你种过东西你就会知道 大量的施肥 只会导致花草枯死 这也是为什么 胡族历史中的三只香胡 只有最开始的那只成功的原因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 胡族也不知道香胡这种体质 所以并没有倾注大量资源培养 你在修行界也算是一个好手 吞服丹药这种事 你绝对不陌生 那你也应该知道 吞服一枚丹药之后 短时间之内 不要再吞服其他增长修位的丹药 因为这样会对身体造成一些损伤 听到这些话 月影顿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前辈 你的意思是说 给小妹吞服丹药 等于在杀她 是的 胡族后面两位香胡体质的夭折 就是因为吃了太多的天才地宝 香胡体质特殊 幼年时期吃这么多强大的天才地宝 和吃毒药没什么区别 第三百一十章 食谱的秘密 爱吃狐狸的魔修 说着 陈长生将一旁的食谱递给了月影 这是土豆三十年来记录的食谱 里面的菜都是她喜欢吃的 看你还算有点脑子 那就给你看一看这食谱 顺便考考你 能从这食谱中看出什么 文言 月影接过食谱 仔细地看了起来 上面记录着各种各样的菜式 以及这些菜式的做法 从上面的字体来看 胡土豆记载得很用心 随着食谱的不断翻阅 月影的瞳孔开始放大 这食谱看似普通 但仔细揣摩起来 里面却暗藏玄机 月影不懂炼丹之道 但她知道 炼丹的原材料 是这世间的花草树木 以及生灵的血肉皮毛 若是抛开烹煮这些食物的器具 以及对这些菜品的味道描述 这本书怎么看都不是一本食谱 而是一本丹谱 上面的每一道菜 都是一枚丹药 而且里面的药材配比 和火候掌控 绝对是顶级丹药大师的手笔 前辈 还算有点悟性 这是一本食谱 同样也是一本丹谱 因为和常规的炼丹方法不同 所以这些菜的药性 没有丹药那么剧烈 说的更简单一点 这些菜只是一些药性温和的补品 不过这本食谱的真正秘密 你还是没有看到 这本食谱还有其他秘密 月影眼中闪过了一丝震惊 因为她没想到 陈长生的一些平常举动当中 蕴含着这么多的东西 敢问前辈 这食谱中还有什么秘密 当然是培养香壶的秘密 生灵的肉体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它们为了活着 为了茁壮成长 会竭尽所能地 摄取一切对身体有利的东西 在这三十年里 我给土豆做过很多菜 这些菜都很美味 但土豆也不是每一道都喜欢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土豆的身体 在抗拒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对身体的成长没有帮助 这是身体的一种潜意识反应 很多生灵都会忽视 特别是修行界的修饰 它们对身体的这种反应更加迟钝 因为它们对身体的掌控太强了 可如果你仔细观察那些普通生灵 你就会发现这个现象 渴料喝水 饿料吃饭 肉吃多了想吃青菜 青菜吃多了想吃肉 这些欲望的产生 不是因为生灵贪图对味道的享受 而是因为它们的身体 需要这些东西 同理 土豆也是这样 纵观胡族历史 香胡体质只出现过三位 除了最开始的那只香胡 剩余两只都失败了 而且最开始的那只香胡 也没弄清楚 自己是如何成长起来的 所以天下没人知道 该如何培养香胡的成长 虽然我们不知道 但是土豆的身体知道呀 他的身体知道 什么东西对自己有利 什么东西对自己无用 咕噜 听完 月影艰难了 咽下了一口唾沫 所以我手中拿着的 不是食谱 也不是单谱 而是一条培养香胡的正确道路 是的 这才是食谱最大的秘密 有了这个东西 香胡不会再夭折 说着 陈长生嘴角一扬 似乎是想到了 什么好玩的事情 对了 再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知道为什么 胡土豆小的时候 喜欢吃土豆吗 为什么 因为他快死了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在他小的时候 你们一定给他 为了很多天才地宝 他之所以 喜欢吃土豆 这种普通的食物 那是因为 他的身体承受不了太多了 幸好胡秋月 不是固执的狐狸 也幸好你们足够宠他 没有强行压迫他提升修为 也正是因为这样 土豆才能 在被你们养死之前遇到我 说实话 土豆的运气很好 命也够硬 听完 月影已经有些哭笑不得 整个胡族都宠土豆 可是谁能想到 这样的关爱 反而是一种伤害 更离谱的是 这是连说理的地方都没有 放眼天下 大家都是这样养 怎么到自己这就变了呢 心中吐槽了一下之后 月影拱手道 多谢公子为月影解惑 时至今日 月影才明白公子的厉害之处 才明白 那些真正的大能 为什么会受到世人的敬仰 明白就好 三千州当中的州主 他们掌控一州之地 凭借的不单单是强悍的实力 还有那毒辣的眼光 和聪明的脑子 按理来说 只要实力够强 就能横扫一切阴谋诡计 但这样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不可能没有弱点 而这些弱点 便是他们无法横扫的地方 而且天下从来都没有 永远最强之人 今天你是最强的 明天可能就有人超越你 假设修行真的有尽头 你也站在了修行的尽头 虽然没有人能超越你 但总有人可以与你比肩 到了那个时候 聪明的脑子 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明白这些道理 你在修行之路上 才不会迷茫和自大 也才能走得更远 多谢公子指点 月影再次拱手行礼 而陈长生 也拽住虎土豆的耳朵 把他揪了起来 起床了 吃了就睡 小心变成一只狐狸猪 揉了揉睡眼 惺忪的眼睛 虎土豆迷糊道 小道士 我们又要赶路了吗 是的 我们马上就要进入林苍州了 林苍州有一个 杀人不眨眼的魔修 听说他最爱吃狐狸肉 到时候 你可要小心点 虎土豆 Sigma 听到这话 虎土豆的耳朵 瞬间置冷了起来 小道士 你不要吓我 你不是说 狐狸肉是酸的吗 怎么会有人爱吃狐狸肉 没错 但他就是喜欢吃酸口的 而且你是香狐 你的肉又酸又香 他可喜欢吃了 看着陈长生认真的样子 虎土豆都快被吓哭了 那这怎么办呀 我不想被吃 还有很多美食 我都没品尝呢 放心 我有办法 他虽然爱吃狐狸肉 但是不爱吃老虎肉 我帮你伪装一下 就没事了 说着 陈长生掏出毛笔 在土豆额头上 写了一个王字 然后又在脸上 画几条黑线 充当胡须 弄得伪装 胡土豆疑惑到 小道士 这样真的能行吗 我怎么感觉 你是在捉弄我 放心 我不会骗你的 如果到时候没用 我把那个魔修 也画成这样 面对陈长生的话 胡土豆总感觉怪怪的 但具体又说不上来 月盈 这些高人 平常都这么幼稚的吗 PS 中秋节快乐 第311章 真正的魔修 以生命为代价的诅咒 林苍舟 小道士 你不是说林苍舟有魔修吗 为什么我感觉没什么区别啊 一路走来 胡土豆都警惕地观察着林苍舟的一切 生怕魔修突然跳出来 把自己给吃了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胡土豆发现 这个林苍舟 似乎并没有自己想得那么恐怖 面对胡土豆的疑惑 陈长生随口道 这个事情 还是问月盈吧 他在林苍舟待了30年 这里的情况他最清楚了 文言 一旁的月盈也开口道 林苍舟确实有一个魔修 但是具体身份无人得知 根据我的调查 这魔修只与王家作对 所以正道人士 才没有对他进行围剿 听完 胡土豆的脸上 写满了问号 既然这样 那他为什么会被叫做魔修呢 修士之间有争斗 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对于这个问题 月盈一时间 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因为他好像从来没有想过 具体衡量魔修的标准 这时 一直四处观望的陈长生开口了 魔修的标准是很模糊的 修行功法太过残忍 或者修行功法期间 需要消耗很多圣灵 都会被称为魔修 听到陈长生的回答 胡土豆歪头想了想 疑惑道 如果魔修的衡量标准是这个 那他为什么 还是被叫成魔修 我看林苍舟的圣灵 也没有死太多啊 这个问题问得好 过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了 魔修之所以人人得而诛之 那是因为他们是整个世界的异类 有他们的存在 天下都不会安宁的 说完 陈长生静止走向了一处桌棚 此处有很多普通人正在领舟 看到陈长生 这位衣着华丽的人也来领舟 那些人顿时一脸的鄙夷 小伙子有手有脚 怎么来这里领舟 真是没骨气 就是 我要是有他这个年纪 我肯定自力更胜 面对众人的鄙视 陈长生只是淡淡地瞥了他们一眼 说道 我有废了 刷 话阴落 周围的人群瞬间就跑光了 只剩下正在诗周的年轻人 站在原地 成功驱散人群 陈长生走了过去 给我来一碗 面对陈长生的要求 年轻人笑了笑说道 你年轻力壮 这碗周 你还是别喝了吧 喝一碗嘛 别这么消遣 你不让我喝这周 该不会是因为这周里放了东西吧 此话一出 年轻人的脸色瞬间就变了 这时 月影和糊涂豆也走了过来 看了一眼陈长生身旁的两人 年轻人说道 你是要插手这件事吗 可以是 但如果你帮我一个忙 也可以不是 什么忙 林苍州的生灵之力 我要一成 给我想要的东西 我不管这件事 不然的话 我可就要搅局了 面对陈长生的话 年轻人微微一笑 说道我是什么人 你应该很清楚 我给的东西 你敢要吗 以后不敢 但现在还是敢的 因为现在 你的手段还在我的掌控之中 没问题 跟我来吧 说着 年轻人转身离去 陈长生也跟上了他的脚步 面对这样的情况 月影虽然有些摸不着头脑 但还是跟了上去 一处不满阵法的山洞之中 王浩 你不得好死 无数谩骂声在山洞中回荡 胡土豆更是被吓得瑟瑟发抖 可以啊 短短几十年之内 就将整个王家一网打尽 看样子 你的计划成功了 能下这种决心 你是个干大事的人 说实话 我真不想留你 你的手段太狠 听到陈长生的话 王浩只是笑了笑 并没有说什么 这时 一旁的胡土豆 小心翼翼地 拽了拽陈长生的衣袖 问道 小道士 他是什么人啊 看着胡土豆好奇的眼神 陈长生咧嘴一笑 看向王浩说道 让他们两个长点见识 我去帮你完善一下阵法 照你这个速度 起码还有十年才能完成 林苍州附近的那些强者 最近被另一件事给拖住了 不然你的日子没这么好过 说完 陈长生静止 走向了阵法中心 而王浩也笑眯眯地 招呼月影两人面前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王浩 王家的嫡系血脉 同时也是你们口中的魔修 此话一出 胡土豆瞬间跑到了月影的背后 我的肉是苦的 一点都不好吃 你不能吃我 见状 王浩笑道 你放心 我不会吃你的 真的 千真万确 得到了王浩的保证 胡土豆这才小心翼翼地探出脑袋 胡土豆只知道担心自己会不会被吃 但月影响的 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你灭了王家老祖 没有 老祖的血脉长生之道太难缠了 哪怕他处于虚弱期 我也只能压制他 怎么做到的 血脉诅咒 一个爱我到骨子里的女人 用生命发出的诅咒 为了我 他背叛师门 将自己的师门送上绝路 在他最巅峰的时候 我下毒偷袭了他 在废掉他全身修为的同时 我还把他奖赏给了我的手下 于是 他便对我施下了最恶毒的诅咒 我将这诅咒打入了我的血脉当中 然后王家老祖便陷入了沉睡 听完 月影紧握拳头 眼中的恨意一览无遗 然而 面对月影的眼神 王浩并没有理会 自顾自地说道 我现在还记得 他诅咒的誓言 以我之信启示 以血为咒 以魂为影 咒成影废 你我二人 天上地下 皆无交解 如若反悔 十世轮回九世碑 剩下一世魂魄飞 哄 话还没说完 面前的石桌 被月影拍成了两半 面对月影的怒火 王浩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我知道你想杀我 但很可惜 你做不到 在林苍州这三十年 如果不是忌惮青秋 你跑不掉的 现在 你能站在我面前 不是因为青秋 而是因为他 我能容忍一次